欢迎来到电梯求生游戏 你将随机到达一个未知楼层 里面可能是海量资源 也可能是凶猛的野兽 而你要做的 就是让自己活久一点 我只是睡了一觉 睁开眼就发现自己来到一架电梯里 但不仅是我 原来全球数十亿人都一样 我看着眼前的电梯 一行行属性映入眼帘 目前电梯每天只能运行三次 而且这电梯还可以升级 在我扫尸下 我发现这部电梯并没有平时的楼层按钮 只有向上向下以及开关门三的按钮 角落里还有一个新手宝箱 我蹲下身子打开宝箱 恭喜你获得石斧加一 铁岛加一 兽皮背包加一 前两个用来采集资源 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最后的兽皮背包让我眼前一亮 就像游戏一样的物品栏格子 我尝试将石斧放进去 手中的石斧瞬间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背包格子多了石斧的图标 而且背包重量并没有产生电话 这样就可以放心存各种沉重的资源 而此时聊天频道非常火热 你们运行电梯了吗 我选择向下 到达的楼层只有几块大石头 石头应该能采集十块资源 不错了 我到达的楼层里面什么都没有 白白浪费一次运行次数 我更惨 电梯门刚打开就看到外面不远处有两头廊 吓得我急忙关上了电梯门 从聊天记录可以看出 很多人已经开始尝试运行电梯探索楼层 这也让我充满好奇 正当我准备将手伸向按键处时 眼前突然出现两道提示 电梯向上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空楼层 电梯向下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资源楼层 难度半颗星 虽然资源稀少 但并没有什么危险 我突然一愣 显然从刚才的聊天可以知道 大家都是凭感觉选择向上向下 到达什么样的楼层全凭运气 难道这是我的专属金手指 我强压内心激动 顺着提示选择向下 手中早已拿出石斧做好准备 毕竟我还不确认 提示矿的信息是否准确 随着电梯门缓缓打开 映入眼帘的十一片布满杂草的土地 上面有三颗磕碗口搬粗的树木 资源楼层 难度半颗星 只有少量木材资源 果然提示是真的 随即我轮动石斧迈出电梯 不断用力砍伐树杆 大概砍了三十下后 面前的树木硬生倒地 随后光芒一闪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捆五根的整齐木材 获取木材加五 片刻后 剩下两棵树也接连倒地化为木材资源 我擦了额头上的细密焊珠 低头看向手中的石斧 经过一番砍伐 耐久度已经仅剩十四点 就是连一棵树都砍不完就得彻底报废 我随即返回电梯 眼前再次出现两道熟悉的提示 向上的话会到一个怪物楼层 只要使用一键衬手的武器就能解决 难度一颗星 而向下的话则同样是半颗星的资源楼层 显然难度越高收获越丰富 而且根据提示 我手中有把石斧 根本不能输 经过一番权衡后 我便选择向上运行 在我充满警惕的目光注视下 电梯门缓缓打开 我还未走出电梯 就闻到了一股草木的清新气息 而不远处 一头高大的身影也发现了电梯的动静 扭头看向了电梯这边 那是一头皮毛成深褐色的鹿 体型与梅花鹿差不多 头上长着一对分支状的硕大鹿角 我提着的心顿势放了下来 果然提示成不起我 我没有多废话 直接举起手中的石斧 朝着那头角鹿冲杀而去 一番拉锯战后 我耗尽石斧的耐久度 最终将这头鹿一分为二 获得了名为魔能的东西 估计就是对应游戏里的经验值 但杀这头鹿还不足以让我升级 接下来 就是查看收获的时候 是否进行分解 看着眼前跳出的提示 我点头硬道 最终角鹿尸体变成26分鹿肉 两分鹿角和一分兽皮 看着眼前这堆肉 就算一天吃三顿都够我吃很久 而就在我整顿休息的时候 我看到制造石斧所需要的材料 如今我就缺一份石块 我打开了交易功能 此时上架了各种琳琅满目的物品 除了木材石块这些空间获取的物品外 也有大量从蓝星穿越带来的随身物品 简单了解完物价后 我就将22分鹿肉上架 只因现在我还不清楚背包能不能保鲜 若是放坏了可就亏大了 而且初期石材价格还是很高的 我拥有金手指 想要获取食物比其他人要简单许多 果不其然 刚一上架就换到我需要的石块材料 我立刻打开制造功能 钉了一声 一把崭新的石斧出现在我手中 之后 我再次返回电梯 今天我还有最后一次运行电梯的机会 而此时的提示让我充满狂喜 电梯向上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资源楼层 里面不仅有一些资源 还有神秘的宝箱 电梯向下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怪物楼层 里面的怪物很弱 轻松就能解决掉 宝箱 看着出现在眼前的提示 陆然的表情先是一愣 随后便充满了狂喜 早在刚开始查看区域频道时 他就在聊天信息中 看到有人说 在楼层内发现了宝箱 他没想到 自己也这么快就走了狗屎院 当然 这一切还要归功于 提前预知楼层信息的金手指 不然就算机会摆在眼前 他也极有可能会选择错误的方向 此刻 强忍着心中的激动 陆然毫不犹豫地 按下了向上的按键 电梯上行中 随着提示浮现 电梯快速向上运行 叮 十几秒钟后 电梯门打开 这次出现在陆然眼前的楼层空间 是一片荒凉的山地 放眼望去 看不到任何的绿色植被 但是 面积要比之前的两个楼层 空间大许多 至少有200平方的样子 地势围中间高四周低 在中间地势高处 散落着好几块灰白的大石头 陆然的目光在楼层扫射一圈 并未发现宝箱的踪迹 便在心中猜测 可能是被那几块大石头给遮挡住了 他直接从瘦皮背包内 掏出铁稿 迈步走出了电梯 很显然 这个资源楼层内 主要是石块资源 这是他今天所能探索的最后一个楼层 有大把的时间 来慢慢采集石块 类型 资源楼层 星级 介绍 一个有些许石块资源的资源楼层 若是仔细探查的话 或许还会有意外收获 和之前一样 在走出电梯后 楼层信息出现在陆然眼前 意外收获 这说的应该就是宝箱了吧 看着眼前的楼层信息 陆然轻声自语一句 内心充满干净 扛着铁稿 就向中间的大石头走去 下一刻 楼层空间内便响起了叮叮当当的凿石声 在交易平台上 石块的价值是木材的两倍多 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单纯的体力消耗 就要比砍伐树木大许多 再加上 作为采集工具的铁稿 也比石斧的价值要高一些 哗啦啦 获取石块加四 哗啦啦 获取石块加五 哗啦啦 获取石块加三 很快 在成功凿碎第三块大石头时 陆然手中的铁稿奈酒归零损坏 而陆然也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明显累得不轻 干脆直接一屁股坐在旁边的石头上 准备先休息一下 趁着休息的功夫 陆然的目光 不断在剩下的四块大石头下方扫射着 现在 随着三块石头被凿碎 再仔细查看一下 陆然果然在石头的缝隙间 看到了一个有棱角的黑色物体 很明显 那并非石头 也不是新手宝箱那样的木质宝箱 这顿时激起了陆然浓浓的好奇心 立刻从交易平台上取出二单位铁块 这是他将陆肉上架后 交易到的唯一二单位铁块 铁岛 木材星号一家铁块星号一 制造成功 制造成功 陆然打开 制造界面 直接制造出两把铁稿 随后 朝着大石头 继续叮叮当当地凿了起来 片刻后 伴随着最后一块大石头破碎 化为五单位石块 被石头压在最下面的宝箱 终于露出了全貌 那是一个体积稍大 通体漆黑的铁制宝箱 名称 黑铁宝箱 介绍 一个黑铁级别的宝箱 里面放置着不错的奖励 黑铁宝箱 看着眼前宝箱的信息 陆然激动地紧握起双拳 原本她的心理预期 也就只是新手宝箱 那样的木制宝箱 却没想到 竟然是等级更高的黑铁宝箱 这让陆然兴奋不已 心中更是期待 能开出怎样的奖励 呼 很快 陆然深吐一口气蹲下身子 将手伸向面前的黑铁宝箱 可知 随着宝箱缓缓打开 提示随之浮现在她眼前 恭喜你获得铁块加五 铜块加二 联机轻弩制造图纸加一 可以看到在宝箱内 除了黑色铁块与黄橙橙的铜块外 还有一张淡黄色的纸张卷轴 不用说 正是联机轻弩的制造图纸 显然 这是黑铁宝箱内 价值最高的物品了 陆然迫不及待地 从宝箱内拿出图纸 小心地缓缓展开 映入眼帘的是一把精巧的轻弩结构图 图纸 联机轻弩 类别 装备 品质 普通 介绍 一张记载着联机轻弩详细结构的图纸 学习后可制造联机轻弩 随着图纸的详细信息浮现 陆然眼前也出现一个提示框 是否学习联机轻弩制造图纸 学习 陆然没有犹豫地点头印刀 这可是这儿八斤的武器 并且还是远程攻击武器 比铁搞 石斧这些采集工具 不知要强多少倍 根本就没有任何犹豫的必要 刷 随着话音落下 陆然手中的图纸光芒一闪 消失不见 它立刻打开 制造 界面 原本空空如也的普通品质制造列表中 多出了一个联机轻弩 联机轻弩 木材星号5加铁块 星号2加铜块星号1 联机轻弩的合成材料 一共三种分别是木材、铁块、铜块 原本 陆然还缺少铁块和铜块 好在从黑铁宝箱中开出的这两种材料 都足够制造两把联机轻弩了 他立刻从宝箱内将两种材料取出来 选择了制造 制造成功 下一刻 陆然手中多出了一把精巧的轻弩 正如他的名字 联发轻弩的体积小巧 属于是单手就可操作的手弩 弩身的主要材料为木材 其他薄发、扳机等构箭则是铜铁 并且 在弩身上方还有一个专门的箭匣 里面整齐排列着十只巴掌长的箭矢 名称 联机轻弩 品质 普通 介绍 一把精致小巧的轻弩 虽然杀伤力不如弓木 但可以连续发射多只箭矢 耐久 100100 虽然仅从名字上 陆然就已经猜测到联机轻弩 拥有连发的功能 但真正得到证实后 还是让他兴奋不已 姓名 陆然 等级 LV1 职业 无 技能 无 装备 连击轻弩 战力值 10 随后 陆然打开个人属性查看了一下 装备上连击轻弩后 他的战力值直接翻倍达到了10点 比之前的石斧 强得不是一星半点 之后 他迫不及待地瞄准远处的墙壁 轻轻扣下连击轻弩的扳机 咻 巴掌长的小巧箭矢 携带着呼啸的风声急射而出 叮 箭矢眨眼间便射中墙壁 发出一道清脆的叮响 陆然根据箭矢的力道 判断轻弩的有效射程至少在20名以上 随后 他又连续扣动扳机 检测连击轻弩的连发功能 这次 直到将剑侠内剩余的9支箭矢全部射完 陆然才停下来 连续射出的9支箭矢 也皆是命中远处墙壁 没有丝毫卡顿 一番测试下来 陆然对连击轻弩可谓是非常的满意 虽然杀伤力稍弱 但连射功能已经完全能够弥补这个缺点了 同时 陆然在再次查看连击轻弩的属性 还发现了一个意外惊喜 在经过10连发后 连击轻弩的耐久 竟然仅仅只减少了一点 这也就是说 100点的耐久度 足可以射出整整1000支箭矢 耐久的损耗速度 比铁搞 10辅要低10倍 也不知是远程攻击的原因 还是品质区别的原因 亦或者是两个原因皆有 总之 这个发现让陆然颇为高兴 立刻打开 制造 界面继续选择制造 现在他背包内的材料 还完全足够再制造一把 制造成功 光芒一闪 陆然左手中又多出了一把一模一样的连击轻弩 因为是单手操作的轻型手弩 他完全可以像使用手枪那样 一只手拿一个 握着两手中的轻弩 陆然再次打开个人属性 发现战力值果然有所提升 从原本的10点提升到了13点 虽然打了一些折扣 没有达到1加1等于2的效果 但陆然已经很满意了 如今 电梯的三次运行机会已经全部用完 无法再继续探索楼层 陆然干脆在墙壁上画一个靶子 拿着连击轻弩开始练习射击 远程武器与近战武器不同 如果无法命中目标的话 就算杀伤力再强也没用 在此之前 陆然从来没有接触过弓弩 射击的准确度自然是惨不忍不 想要完全发挥连击轻弩的作用 必须要经过大量的射击练习才行 在一道道射击的破风声中 时间飞快流逝 即使在楼层空间内 也有着白天与黑夜之分 不知不觉间 楼层从白天变成了暗淡的黄昏时分 恭喜你领悟 剑术触通技能 看着剑腕的天色 就在陆然射出剑侠内最后的一只剑时 准备结束练习时 眼前突然跳出一个提示 看着突兀出现的提示 陆然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 练习射击居然还能领悟技能 立刻打开个人属性查看 果然在技能属性栏中 多出了一个剑术触通 剑术触通 对剑术有了初步的掌握 小幅提升射击命中率 看着剑术触通的详细介绍 虽然仅仅只是小幅提升了命中率 但也还是很不错的 起码 让站立值又增加一点 达到了14点 不过 在看到两把轻弩的耐久 都仅剩一半时 陆然脸上又顿时露出了一脸的肉疼 这一点的站立值 可以说是一把连击轻弩换来的呀 叹息着返回电梯 陆然发现顶部的白色荧光 此刻同样是一片昏黄 显然 不只是楼层空间 电梯内也同样有昼夜 陆然伸手关闭电梯门 从背包内掏出鹿皮铺在地上 做了一个简单的地铺 他从没想过要在楼层过夜 相较于空旷的楼层空间 狭小的电梯能给他更多的安全感 一日 电梯顶部再次亮起时 陆然睁开双眼醒了过来 起身舒展了一下腰肢 顿时感觉浑身酸痛 昨天又是砍树 又是凿石头 全都是他以前从没干过的重体力活 再加上 仅是铺着一层鹿皮打地铺睡觉 睡眠质量可想而知 陆然明显感觉到 自己的状态比昨天要差许多 随后 他伸手拿起一旁的瘦皮背包 发现背包的耐久减少了一点 陆然瞬间明白 瘦皮背包的耐久 是按照天数来消耗的 他从里面取出一个装满水的十碗 大口地喝了起来 这是他昨晚用鹿肉交易的 二单位鹿肉才交易到一升的水 相较于食物 初期的水资源要更加的珍贵 之后 陆然又取出昨天剩下的烤鹿肉 作为简单的早餐 趁着吃饭的功夫 他也轻点了一下背包内的资源 昨天上架到交易平台的鹿肉 此时已全部交易出去 交易到的资源 绝大部分都是木材与石块 只有极少的铁块 让他背包内的资源大涨 木材数量直接破百 达到了104单位 石块72单位 铁块也有6单位了 仅仅一天就有如此丰厚的收获 在区域频道内 绝对属于是顶尖的存在 很快 简单吃过早饭后 陆然走到电梯按键前 此时电梯的运行次数 已经又恢复到了三次 电梯向上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资源楼层 虽然资源稀少 但并没有什么危险 电梯向下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怪物楼层 里面的怪物很弱 轻松就能解决掉 下一刻 提示出现在他眼前 咦 向下又是怪物楼层 看着提示的内容 陆然发出一声轻疑 昨天最后一次运行电梯时 提示显示的信息就是 向下会到达一个半星的怪物楼层 不过当时 宝箱的诱惑更大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上行 没想到 今天显示的下行楼层 居然还和昨天一样 这次 陆然伸手按下了向下的按键 虽然资源楼层十分安全 但他想休息一下 没有充足的体力 砍树凿石了 电梯下行中 随着按键按下 电梯很快运行起来 电 经过短暂的失重 目的地很快到达 电梯门随之打开 外面是一片平坦的草地 陆然站在电梯门口 就能将整个楼层空间一览无遗 但除了草地外 他没看到半个火物 难道是提示出错了 看着空荡的楼层空间 陆然不禁微醋起了眉头 随后 小心地迈步走出电梯 类型 怪物楼层 星级 介绍 一个危险性较小的怪物楼层 击杀里面的野兔 你将会获得食材与材料资源 看着出现在眼前的楼层信息 陆然这才确定 之前的提示并没有错 只是 里面的野兔呢 陆然面露疑惑 右手握着一把连机青母 迈步走入草地探查 很快 他便在杂草丛生的土地上 发现了一个洞口 这才明白 原来是躲到洞里去了 面对这种情况 把野兔从洞内挖出来 显然是不太现实 陆然略微思索一下 在洞口处挖出一个浅坑 制造出一个土灶 摆放在浅坑内 之后 开始拔地上的杂草 将其全部覆盖到土灶上 顿时 燃烧旺盛的土灶 开始冒起浓烟 想要将躲在洞内的猎物赶出来 烟熏的方法 是最为高效省力的了 没过多久 陆然就看到 不远处有烟雾冒出 显然 那是一处与之相连通的洞口 搜 下一刻 一道灰色身影 从冒着烟雾的洞口 冲了出来 咻 与此同时 早有准备的陆然 也立刻扣下扳机 朝着那道灰影射出箭矢 只是 那道灰影的速度太快 箭矢落空射在了草地上 咻 咻 咻 陆然并没有失落 继续连续扣动般 击射出一只之箭矢 直到第六只时 才成功命中了目标 击杀 LV1级野兔 分配获得100%魔能 此时 陆然才看清楚 那是一只皮毛灰黑的肥瘦野兔 名称 野兔 等级 LV1 战力值 1 介绍 十分温顺的食草动物 胆子很小 奔跑速度飞快 野兔的战力值 虽然只有区区一点 但若是他没有连击轻弩这样的远程攻击武器的话 想要猎杀这弱小的野兔 还真的并不容易 极有可能举着食斧追逐着跑半天 被累得够呛 最后还一无所获 So 就在陆然暗响时 又有一道灰影从洞内窜出 还有 见到这一幕 陆然立刻集中精神继续射杀 片刻后 在成功射杀三只野兔时 陆然眼前连续跳出两个提示 击杀LV1级野兔 分配获得100%魔能 你的等级提升至LV2 升级了 看着眼前的提示 陆然脸上一洗 立刻打开个人属性 果然看到等级从LV1变成了LV2 战力值也随之提升两点 达到了16点 与装备附加的战力不同 在等级提升后 陆然能够明显感觉到 身体发生的细微变化 身体各方面的素质 都有了些许的提升 这不禁让陆然有些期待 随着等级的不断提升 她的身体会强大到何种地步 在期待中 陆然目光扫视着四周 又等待了片刻 发现草地上的洞口 再没有动静后 她这才放下连击青木 开始分解收获 分解成功 获取兔肉加一 分解成功 获取兔肉加一 兽皮加一 分解成功 获取兔肉加一 一番分解下来 三只肥兽的兔子 只分解出三单位兔肉 与一单位兽皮 不过 蚊子腿再小也是肉 陆然将二单位兔肉 与一单位兽皮收入背包 又从里面取出鹿角 将剩下的兔肉插在上面 放到土灶上进行考制 现在 土灶的燃烧时间 还有大半个小时 可不能白白浪费了 大半个小时后 土灶内的木材燃烧殆尽 上面的兔肉也烤得差不多了 陆然这才收入背包 起身返回了电梯 等到电梯门关闭 陆然看向按键时 提示再次浮现 电梯向上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怪物楼层 里面的怪物很弱 轻松就能解决掉 电梯向下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秘境楼层 通关秘境后 你将获得丰厚的奖励 电梯向上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怪物楼层 里面的怪物很弱 轻松就能解决掉 电梯向下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秘境楼层 若是小心一些 还是有可能通关秘境 获得丰厚的奖励 看着眼前的提示 陆然顿时瞪大了双眼 一星半的楼层等级 这还是他第一次遇到 至于这个名为 秘境的楼层类型 他昨晚倒是在 区域频道听人提起过 这是一种类似于 游戏副本的楼层 只要能够将里面的怪物 全部杀死通关秘境 就能获得丰厚的奖励 不过 那人遇到的 秘境楼层等级只有一星 难度要低一些 最后 也是凭借着 身为散打教练的 过硬身体素质 再加上左臂受伤的代价 才成功通关了 那个秘境楼层 此刻 面对着不可多得的机会 路然看着提示 陷入了沉思 从提示上来看 他现在站立值 显然是有通关的可能性 当然 失败的可能性也有 算是一个误开的局面吧 但遇到 秘境楼层对着机会 不可多得 万一发现打不过 也能撤退回电梯跑路 所以 在一番思索后 路然还是决定搏一把 搏一搏 单车变摩托 毕竟 秘境楼层 是他已知的楼层中 奖励最为丰厚的楼层了 不过在前往之前 要先做好战前的准备 路然打开 制造 界面 在连击轻弩的紫菜单 找到了箭矢 在攻略 秘境楼层的过程中 肯定不能边打边去 回收箭矢 提前准备好冲毒的弹药 是十分有必要的 看着制造详情 一捆二十只箭矢 需要四单位木材 一单位铁块 路然一咬牙 直接制造了四捆 加上两把连击轻弩 自带的二十只 足有一百只箭矢了 即使五只箭矢 解决掉一只怪物 也完全可以杀死 二十只怪物 看着背包内充足的弹药 路然这才深吸一口气 按下了向下的按键 电梯下行中 这次 在电梯下行的过程中 路然就已经双手紧握 填满箭矢的连击轻母 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钉 在路然的紧张等待中 电梯发出一声钉响 门缓缓打开 这次的秘境楼层空间面积 明显要开阔许多 比之前的楼层空间至少大了十倍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树林 林后是几座用树枝与干草 随意搭建的房屋 同时 还能听到一些 鸡里呱啦的说话吵闹声 从房屋那边传来 这次的怪物不是野兽了吗 看着那些简易的房屋 听着远处传来的动静 路然在心中暗想到 随后 小心的迈步走出了电梯 类型 秘境楼层 星级 介绍 一个充满危险的秘境楼层 杀死营地内的所有哥布林 你将获得丰厚的奖励 在进入楼层空间后 楼层信息浮现在路然面前 哥布林 看着眼前的信息 路然脑海中 立刻浮现出一个身材矮小 耳朵尖尖 一身绿皮的形象 这是各种魔幻小说中 最为常见的一种人形魔物了 路然没有浪费时间 立刻小心翼翼地向树林走去 走了没多远 就听到前方传来一阵动静 这让路然顿时一惊 立刻躲到一棵大树后面 悄悄向动静传来的方向望去 只见 一只与他脑海中形象完全一致 低哥布林 正提着木棒走到一棵大树旁 哗啦啦 很快 一道水流声传来 不用猜 也知道在干什么 名称 哥布林 等级 LVE 战力值 5 介绍 一种人形的魔物 胆子很小 但十分狡诈 相较于野兽 拥有智慧的哥布林 战力值要稍高一些 不过单打独斗 显然完全不是路然的对手 路然目光扫视了一下四周 确认这是一只若单哥布林后 毫不犹豫地 举起手中的连击轻母 对准了那只哥布林的脑袋 咻 伴随着凌厉的破风声 箭矢朝着哥布林的脑袋 急射而去 让正惬意放水的哥布林 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闷哼一声 倒在地上毙命了 击杀 LVE 级哥布林 分配获得100%魔能 看到一击毙命 路然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 昨天的练习没有白费 轻弩过半的耐久消耗 也是值得的 不过 当路然小心地 走到死去哥布林身旁 准备进行分解时 却得到提示 无法进行分解 估计 这是 秘境楼层的特殊限制 路然只好作罢 继续向哥布林的营地走去 没过多久 整个营地就全部出现在他的视线内 一共错落分布着六座房屋 能看到低哥布林数量 多达13只 大多都围坐在篝火旁 正在考着一些不知名的肉虫 手中的武器也分为木棒与弓箭 显然有着远程与近战之分 侦查完敌情后 路然心中也很快制定了战术 先杀远程 他本身就是远程攻击 不可能主动去与那些哥布林近战肉搏 那么 更容易对他造成杀害的 也就是同为远程攻击低哥布林弓箭手了 心中定下战术后 路然也就不再犹豫 双手持弩 同时瞄准了两只哥布林弓箭手 下一刻 两只箭矢同时急射而出 但只有一只命中目标 另一只有些偏差 射在了一旁的房屋上 人民币百分号与amp 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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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号警号 这突然的袭击 让哥布林营地顿时乱成一团 众多哥布林纷纷大叫着 拿起武器 张望着寻找袭击他们的敌人 而路然手上的动作也并没有停下 继续不断扣动扳机 射杀营地内低哥布林弓箭手 同时也在心里计算着 在他发动袭击后 又从房屋内跑出来六只哥布林 加上之前那只落单的 营地内低哥布林数量多达20只 这其中 有一只哥布林明显高大许多 右手中握着一根石毛 身上还穿着厚厚的瘦皮衣 名称 哥布林战士等级LV3战力值11 介绍 经过多次战斗洗礼的哥布林战士 拥有较强的战斗力 这应该就是秘境的BOSS了吧 看着哥布林战士的属性 路然暗暗在心中想到 那只哥布林战士冲出木屋后 便对着周围骚乱的哥布林一阵呼喊 看样子是在指挥战斗 不过此时 路然已经用最快的速度 解决掉了数量较少的所有哥布林弓箭手 但同时 也轻空了两把联机轻弩的剑侠 看着剩下的那些哥布林 在那只哥布林战士的指挥下 很快停止骚乱 举着木棒朝他这边冲来 路然立刻转身就跑 与那些哥布林保持着距离 同时 直接将左手中的轻弩放入背包 又从里面取出箭矢 快速装填剑侠 这套装填动作 路然昨天在练习箭术时 早已重复了上百次 即使是在奔跑的状态下 也没有丝毫卡顿的 很快装填完毕 随后 扭头将轻弩对准了 身后追在最前面的那只哥布林战士 咻 剑矢急射而出 准确命中哥布林战士的胸口 见此 路然脸上顿时一息 但很快 笑容就又收敛了起来 因为 那只哥布林战士被射中后 非但没有倒下 反而还伸手 将胸口上的剑矢一把拔了下来 被剑矢射中的伤口处 只流出了些许绿色血液 显然仅仅只是皮外伤而已 咻 路然不甘心 再次一箭射出 这次依旧射得很准 命中了哥布林战士的腹部 但依旧没有让其倒下 很快又将剑矢给拔了下来 这时 路然才注意到 哥布林战士身上的兽皮衣 连击轻弩杀伤力不足的短板 在此刻显露了出来 攻击目标没有任何护甲还好说 稍有护甲保护的话 所能造成的伤害 就会变得十分有限了 发现这情况后 路然果断放弃 继续攻击那只哥布林战士 将轻弩对准了那些普通哥布林 凶 凶 凶 经过一连串射击 三只哥布林被射中栽倒在地上 警号与AMP 型号 见此情景 哥布林战士 发出愤怒的吼叫 看样子 是让他们加快速度 但体型矮小 低哥布林 身高才只有一米二左右 即使是高大一些低哥布林战士 个头也不到一米五 跟身高将近一米八的路然比奔跑速度 明显是处于劣势 路然也同样加快几分速度 再次填充着耗光的剑霞 他的战术十分简单 就是控制好距离 以远程攻击的优势 风筝死这群哥布林 如今 远程低哥布林弓箭手 已经全部被他解决 只要控制好距离 不被近身 即使这些哥布林数量众多 也只能跟在他的屁股后面 无能狂怒 片刻后 在路然的拉扯风筝下 一只只哥布林不断重剑倒地 没过多久 颈椎在他身后的 就只剩下那只哥布林战士了 这让路然的压力大减 快速装填好剑霞 再次将轻母对准那只哥布林战士 这次 路然瞄准的部位不再是身体 而是哥布林战士的脑袋 那是要害部位 同时又没有受皮衣的防护 咻 咻 咻 连续三只箭矢射出 但可惜全都落空 无疑命中 毕竟 脑袋的目标较小 又是在奔跑移动的情况下射击 想要准确命中 没有那么简单 不过 这可彻底惹怒了那只哥布林战士 剑追不上路然 竟然直接将手中的石谋 当作镖枪 朝着路然投掷了出去 躲 好在 哥布林战士的远程投掷 准头更差 时髦只是命中了路然身旁的大树 路然稍稍松了口气 再次向哥布林战士发动射击 咻 咻 这次的运气不错 第二只箭矢 就射中了哥布林战士的右眼 小半只箭矢没入眼眶 直接刺爆眼球 流出了大片墨绿血液 啊 顿时 哥布林战士捂着右眼 发出痛苦的哀嚎 路然则是直接趁你并要你命 停下脚步 朝着哀嚎的哥布林战士不断射击 咻 终于 有一只箭矢 准确命中哥布林战士的咽喉 了结了他的性命 击杀LV三级哥布林战士 分配获得100%魔能 你的等级提升至LV三 随着哥布林战士的死亡 路然眼前连续出现两个提示 他的等级再次提升 达到了LV三级 打开个人属性看了一眼 战力值也同样再次增加了两点 路然微微一笑 拔掉哥布林战士身上的箭矢 装填回箭侠 转身向哥布林营的走去 一路上 除了回收射出的箭矢外 还顺便补刀 杀死之前射中的一些哥布林 毕竟 他的箭数 还没有高超到每一箭都命中要害 有不少哥布林 仅仅只是受伤倒地 并没有被杀死 就这样 在回收箭矢与补刀中 路然很快重新返回了哥布林营地 等到他杀死营地内 最后一只奄奄一息的哥布林时 眼前终于浮现出通关秘境的提示 恭喜你通关秘境楼层 拿下秘境 哥布林营地 首杀 本次通关叠加首杀奖励 获得奖励 青铜宝箱 随着提示浮现 地上凌乱的哥布林尸体 以及营地的简易木屋 全都光芒一闪 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比黑铁宝箱 稍大一些的古铜色宝箱 首杀居然还有额外的奖励叠加 看着眼前的青铜宝箱 露燃面露喜色的自语道 随后 充满期待地走到青铜宝箱前 伸出双手将其打开 恭喜你获得 铁块加十 铜块加五 魔金加十二 旅行者帐篷 制造图纸加一 又出图纸了 看着眼前的提示 露燃脸上露出喜滋滋的笑容 立刻低头看向宝箱内 目光在铁块 铜块 制造图纸等物品上 一一扫过 最终定格在了 一小堆如水晶般透明的金石上 根据系统的提示 这些金石叫做魔金 让他一下子就想到 这正是电梯升级所需的材料 陆燃好奇地 将手伸入宝箱 首先将那十二颗魔金取了出来 每一颗都如弹珠般大小 晶莹剔透 没有丝毫杂质 名称 魔金介绍 一种充满魔能的金石 用途广泛 可用于升级电梯 提升实力 制造物品 是否吸收魔金内所蕴含的魔能 在陆燃查看魔金属性时 眼前突然跳出一个提示 他没想到 这东西 竟然还能当作经验单来使用 不过 鉴于魔金的用途广泛 陆燃直接选择了否 把魔金收入背包后 将目光投向了宝箱内的制造图纸 那同样是一张淡黄色的纸张卷轴 但和之前的那张 连击轻母图纸比起来 纸张摸起来更加柔软 质地更好一些 表明这是一张品质更高的图纸 这让陆燃颇为兴奋 立刻将卷轴展开 但当看清图纸上绘制的图案时 他却是一脸的错愕 因为上面所绘制的 并非他想象中的装备 而真就只是一顶普通的帐篷 虽然这顶帐篷的样式 看起来颇为不错 但陆燃实在想不明白 这玩意儿有什么用 难道是在楼层空间搭帐篷露营不成 怀揣着满腹的疑惑 陆燃查看了一下图纸的属性 图纸 旅行者帐篷 类别 生活 品质 精良 介绍 一张记载着旅行者帐篷详细结构的图纸 使用后可制造旅行者帐篷 居然是生活用品 看着图纸 竟然是帐篷这样的生活用品 陆燃微微有些惊讶 显然 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不过起码图纸的品质 如他猜测 是比之前要更好的精良品质 至于这帐篷有什么用 制造出来也就知晓了 是否学习旅行者帐篷 制造图纸 学习 陆燃点头道 刷 光芒一闪 他手中的图纸消失不见 打开 制造 界面 很快在精良品质的制造列表中 找到了旅行者帐篷 旅行者帐篷 兽皮新号六家铁块 新号三家铜块 新号一家磨精 新号四 居然需要四颗磨精 看着所需的材料 陆燃有些惊讶 他没想到 制造旅行者帐篷不仅需要磨精 数量还多达四颗 他从青铜宝箱内 也才仅仅只开出了12颗而已 这一下子 就要去掉三分之一啊 这不禁让陆燃更加好奇 旅行者帐篷 究竟有何神奇之处 需要如此珍贵的制造材料 用处肯定不可能仅仅只是露营 快速收集宝箱内剩下的铁块 铜块 将周围的箭矢全部回收后 陆燃转身返回了电梯 在电梯的角落处 兽皮 鹿角 铁鎬 石斧堆放在一起 随着资源越来越多 仅有十个格子的新手兽皮包裹 早就无法满足他的储物需求了 所以 陆燃只能将一部分物品拿出来 暂时堆放在电梯的角落处 从其中拿起那两张兽皮 但想要制造旅行者帐篷 还差四张 陆燃只能打开交易平台 一家发布求购的需求 没过多久 就用四单位肉换到了四张兽皮 看到所有制造材料全部集齐 陆燃打开 制造 界面 选择制造 制造成功 很快 制造成功的提示浮现 看到电梯内符合放置需求 陆燃直接选择将帐篷放置在电梯内 刷 随着光芒一闪 一顶单人的兽皮帐篷出现在电梯内 将仅有四平米的电梯空间 占据得满满当当 陆燃小心移动着身体 从帐篷门钻进去查看了一下 整个帐篷的棚布 全都是柔软的兽皮 支撑骨架为铁管 由铜制接头相连接 地上铺着多层兽皮 躺在其中十分柔软舒服 也没有丝毫的闷热 名称 旅行者帐篷 品质 精良 介绍 一顶品质精良的兽皮帐篷 躺在里面休息 可凝神静心 消除疲劳 耐久 三十分之三十 凝神静心 消除疲劳 看着旅行者帐篷的主要功能 路然依旧一脸不解 原本他以为 将旅行者帐篷制造出来 就能清楚 有什么神奇作用了 却没想到 属性介绍竟然这么笼统 想着昨晚打地铺没有睡好 再加上刚才通关秘境楼层 又被累得够呛 路然干脆直接躺在帐篷内 睡个午觉休息一番 与其云里雾里的去猜测 还不如直接亲身体验一下 还别说 躺在旅行者帐篷内 可要比昨晚打地铺舒服多了 四周的兽皮 也没有丝毫的意味 路然威闭着双眼 在心中暗暗点评着 不知不觉间就睡了过去 发出轻微的憨声 不知过了多久 路然睁开双眼 从睡梦中醒来 慵懒地伸展了一下腰肢 顿时察觉到 昨天劳累过度 身体各处的酸腾感 此刻竟然全都消失不见了 这让路然顿时一愣 急忙起身活动了一下身体 发现并不是错觉 在旅行者帐篷内睡了一觉后 真的消除了身上所有的疲惫症状 同时 他还发现头顶的白色荧光 此时已经变得昏黄了 原本他只是想睡个午觉 没想到这一觉睡得这么香 直接睡到了黄昏 此刻 路然终于深切感受到了 凝神尽心 消除疲劳是什么意思 相较于武器装备 旅行者帐篷的辅助功能 一点也不差 咕噜 就在这时 路然的肚子叫了起来 午觉睡了这么久 他都错过吃午饭了 立刻从背包内取出上午 烤好的野兔 大块朵移地吃了起来 同时 迈步走到了电梯按键前 今天 还有一次运行次数没使用吗 电梯向上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资源楼层 虽然资源携手 但并没有什么危险 电梯向下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空楼层 里面空无一物 一个半星的资源楼层 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空楼层 这没什么好纠结的 路然直接按下了向上的按键 电梯上行中 叮 电梯很快到达 开门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草地 中心处孤零零的生长着一棵树 树上挂着十几棵红彤的苹果 有水果吃了 看到此景 路然笑呵呵地吃着兔肉走出电梯 类型 资源楼层 星级 介绍 一个匮乏的资源楼层 只有少量的生存资源 这次楼层内 是苹果这样的生存资源 采集起来也十分容易 路然直接爬到树上 三下五除二就全部摘了下来 清点一下数量 一共有十六棵 路然坐到地上背靠着苹果树 伸手拿起一棵苹果 吭吃吭吃地吃了起来 同时 打开区域频道 将旅行者帐篷的属性 制作成图件 发出了一个消息 旅行者帐篷 图 其实 昨天在得到 联机轻弩的图纸后 路然就已经有了 制造联机轻弩 挂到交易平台上 去换取更多资源的想法 毕竟 学习制造图纸 也就相当于是学了一门手艺 将其变现赚取资源 才能让图纸的收益最大化 只不过 昨天才刚第一天 很多人都处在莫名穿越的荒万中 探索楼层的收获普遍较少 今天就不同啊 之前在交易受皮时 他就发现 交易平台的挂单数量 较之昨天暴涨了一倍多 所以 路然才直接在区域频道 喊话出售旅行者帐篷 卧槽 第二天就制造出 精良级别的物品了 人比人气死人 我现在用的武器 还只是劣质长矛呢 大佬求包大腿 小哥哥求包养 人家会满床 消息发出后 区域频道顿时热闹了起来 这是他们这个区域中 出现的第一件精良级别的物品 自然是会引发很大的关注 不过 也仅仅只是讨论度很高而已 真心的买家一个都没有 毕竟 现在绝大部分人使用的 都还只是劣质物品而已 能够出得起价格 交易精良物品的人 可谓是寥寥无几 所以 路然很快关掉 聊天界面 打开了制造界面 在列表中找到联机轻母 选择了制造 制造成功 制造成功 连续制造出两把联机轻母后 路然直接将其全部挂单到交易平台上 交易物品 连机轻母 需求物品 十单位铁块 四单位铜块 库存数量 二 备注说明 轻母配备十只箭矢 耐久可发射一千只箭矢 可铁块加铜块 私疗具体比例 交易连机轻母的资源 路然只选择了铁块与铜块 并在备注中 做了简单的说明 至于交易价格吗 十单位铁块 或者四单位铜块 这与制造成本相比 无疑是十分的暴力 但这并非是路然胡乱标价 而是参考了市场价格 此时 在交易平台上 早已有其他人 上架了两种普通品质的武器 一种是铁毛价格为 七单位铁块 一种是铁剑价格为 六单位铁块 全都是近战武器 和连机轻母这样的远程武器相比 有着不小的劣势 所以 路然干脆直接在他们的价格基础上 加价50% 作为连机轻母的售价 他也并不是不想 定一个更高的价格 但现在才刚第二天而已 运行六次电梯 所能获得的资源十分有限 价格定得太高的话 很多人就算是想买 也买不起 而错过最开始赚钱的机会 等其他人获得的图纸越来越多 价格就会大幅跳水 越来越内卷 到时 想多赚钱也赚不到了 确认信息无误上架后 路然再次返回了区域频道 此时 区域频道已经有人发现了 他上架的连机轻母 大家快看交易平台 这个叫路然的喊完话后 又在交易平台上 加了两件普通品质的远程攻击武器 又是精良级别的生活用品 又是普通级别的武器 这是真大佬啊 路大佬 您腿上还缺挂件吗 看着又热闹起来的区域频道 路然也又拿起一颗苹果大口吃着 打开私信查看了起来 在喊话之前 他就已经设置了 拒绝接收LV2级以下的玩家私信 毕竟 无论是旅行者帐篷 还是连机轻母 都不是等级还处在初始状态的玩家 能买得起的 这样的设置 可以帮他过滤掉绝大部分的垃圾信息 交易成功 失去连机轻母 获得10单位铁块 就在路然查看私信时 眼前突然出现一个交易成功的提示 这么快就卖出一把 看着眼前的提示 路然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 打开交易平台查看了一下 发现买家的名字颇为眼熟 思索几秒才想起来 正是那名卖普通品质铁毛的玩家 同时 路然还看到对方在交易信息中 给他留言求购一些配套的见识 看来这家伙卖铁毛赚了不少啊 看着对方的留言 路然轻声自语一句 随后 向对方发去交易价格 一捆20支箭使2单位铁块 可以 对方很干脆地答应 见此 路然也不再废话 直接从背包内取出20支箭使 与对方进行了交易 又成功入带2单位铁块 随后 路然打开制造界面 再次制造一把连机轻母 重新挂单上架 做完这一切后 便继续翻开私信 相比于连机轻母 品质更高的旅行者帐篷 就没那么容易出手了 虽然收到的私信众多 但所给出的价格 都无法令路然满意 甚至有一些人 开的价格 比他制造的成本还低 被路然果断地拒绝了 一直翻看许久 才终于发现了一个靠谱点的 正前 路然看了一眼右上角的名字 同样十分眼熟 正是昨天第一天就遇到 秘境楼层 并成功通关 获得丰厚奖励的 那名散打运动员 瘦皮靴 图 这双鞋子 外加多少磨精 可以交易那件旅行者帐篷 正前发来的私信 一看就是懂行的 没有提铁块 同块这些普通材料 直接用磨精来作为伎量单位 路然并没有急着回复 先是查看了一下瘦皮靴的属性 名称 瘦皮靴 品质 普通 介绍 一双用瘦皮制作而成的靴子 可小幅提升穿戴者的速度 耐久 二百二百 看来正前通关秘境后 获得了一张瘦皮靴的制造图纸啊 看着瘦皮靴的属性 路然在心中猜测到 老实说 瘦皮靴对路然 还是有着不小的吸引力 毕竟 他现在使用的是远程攻击武器 提升速度 可以更好地发挥远程优势 所以 路然一番思索后 向正前发去了回复 八颗魔精 这个价格 路然也是经过了一番考量 如今 交易平台还没有精良级别的物品出售 完全没有物价参考 路然也只能根据正前自身的财力 来作为考量的标准了 之前 他从青铜级别的宝箱中 才只开出了十二颗魔精 而正前通关的秘境楼层等级 比哥布林营地秘境 还要低半颗星 即使同样有首杀奖励叠加 也不可能比他获得的奖励更加丰厚 所以一番考量后 路然爆出了一个 正前应该能出得起的价格 好 下一刻 正前的回复发来 只有简洁的一个字 看来 是一个爽快人啊 路然也不废话 直接向正前 发出交易申请 交易成功 失去旅行者帐篷 获得瘦皮靴 八单位魔精 又一笔收益到手 看着眼前的提示 路然露出开心的笑容 仅仅两笔交易 就已经让他 赚得盆满钵满了 打开背包取出瘦皮靴 路然快速脱掉脚上的鞋子 将其换上 刚穿上时 明显有些不合脚 但很快便感觉 靴子渐渐收缩 变成了正合他脚的尺寸 路然来回走了几步 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 比之前的鞋子舒服多了 随后 他撒腿朝着远处飞奔而去 感觉身体轻盈了许多 奔跑速度 确实有所提升 坏事则是 他也因此付出代价 左臂受了伤 其实 他所受的伤也并不严重 逢几针输上几天消炎药 很快就能好了 可如今 他身处电梯游戏中 哪里去找医院 给他逢针输液啊 所以 昨天受伤后 挣钱只是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 绑住伤口 做了简单的止血处理 之后 便一直关注区域频道 与交易平台 寻找药品的信息 直到今天 才终于在交易平台上 看到有人上 架了一株治疗外伤的模样 挣钱没有丝毫犹豫地 将其买下来 捣碎附在了伤口上 虽然起到了治疗伤势的效果 但却无法治疗 他精神的疲惫 昨晚因为受伤 他就几乎一夜没睡 身体与精神的状态都很差 今天在探索楼层时 遇到一个怪物楼层 都只能无奈地选择了放弃探索 现在 等伤势痊愈 至少还需要两天 期间的探索必然还会受到影响 那他第一天所积累的优势 也就基本没有了 所以 在看到陆然发出 交易旅行者帐篷的消息后 挣钱狠狠一咬牙 决定将其拿下 此刻躺在旅行者帐篷内 他感觉身体十分放松舒服 就连伤口的疼痛也减弱了许多 这让挣钱颇为激动 直到自己赌对了 只要能让他睡个好觉养足精神 消除精神与身体的疲惫 那接下来的探索 就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了 交易成功 失去联机轻弩 获得五单位铁块 二单位铜块 交易成功 失去联机轻弩 获得七单位铁块 一单位铜块 另一边 陆然又再次完成了两笔交易 这两次的购买者 铁块与铜块的数量都不足 经过一番私聊谈价 最终以铁块加铜块的方式 完成了交易 等交易完成后 看着渐渐黑下来的天色 陆然收起地上的苹果 起身返回了电梯 经过这番交易 陆然大赚了不手 看着面积狭小的电梯 新生出升级电梯的想法 他立刻打开电梯属性 电梯等级 零级 运行次数 三次每天 综合评分 21 升级需求 100单位木材 100单位石块 10单位模金 30点综合评分 升级需求的材料中 木材 石块 经过连番制造 目前数量都已不足100 好在 这两种都是最基本的材料 目前的交易价格 还有所下跌 陆然直接挂单 用铁块交易 很快便用15单位铁块 交易到了30单位木材 30单位石块 一下子 木材与石块 全都满足了升级需求 至于模金吗 它的兽皮 背包内足有16克 完全能满足升级需求 最后便是综合评分了 目前电梯的综合评分 只有21点 距离升级需求的30点 还差9点 不过 陆然却并不担心 直接打开交易平台 挂单球够兽皮 没过多久 6张兽皮到手 打开 制造 界面 选择制造 旅行者帐篷 制造成功 在制造成功的提示浮现后 陆然直接选择 将其放置在电梯内 随着旅行者帐篷的出现 电梯的综合评分 也直接从21点 飙升到了31点 早在之前 刚制造出第一顶帐篷时 陆然就已经发现 旅行者帐篷 能直接给电梯 增加10点的综合评分 主要还是因为精良级的品质 远非普通品质所能比拟 而随着电梯综合评分 也满足需求 陆然面前 很快跳出一个提示 电梯已满足所有升级需求 是否进行升级 升级 陆然点头应道 刷 随着话音落下 整部电梯散发出刺眼的白光 让陆然不自觉地闭上了双眼 等到光芒脸去 她再次睁开双眼时 发现此时电梯的面积 竟然一下子扩大了5倍 原本占据整部电梯的旅行者帐篷 此刻仅仅占了一下部分 让整个空间一下子宽敞了起来 同时 电梯顶部也拔高到了将近5米 看起来变得如同房间一般 并不像是电梯了 不过好在 电梯的门与按键全都在 并未发生变化 陆然充满期待地 再次查看电梯升级后的属性 电梯等级 一级 运行次数 四次每天 综合评分 四十一 升级需求 五百单位木材 三百单位石块 五十单位磨精 一单位一阶土系磨合 一百五十点综合评分 电梯升级后 运行次数从之前的一天三次 提升到了一天四次 并且 综合评分也增加了十点 但同时 升级所需的材料 也全都增长了数倍 还多出一个 一阶土系磨合的需求 如此多的资源 一时半会儿 肯定是很难凑齐了 骆然无奈地摇摇头 转身返回了旅行者帐篷 一夜无话 一日 电梯的顶部渐渐亮起 睡到自然醒的 路然睁开双眼 一脸惬意地伸了一个懒腰 相比于第一天打地铺 睡在旅行者帐篷内 绝对是至尊级别的享受 不仅睡眠质量齐佳 醒来后 也感觉如同坐了一个全身 SPO般 精神饱满 疲惫感全消 全新的一天开始了 路然心情愉悦 掏出一颗苹果作为早餐 一边吃着 一边向电梯门走去 等来到电梯门前 看着按键控制区 等待提示出现时 他的表情却一下子愣住了 因为 他发现 此时在电梯控制区 竟然多出了一个按键 昨天有这个按键吗 看着多出来的按键 路然微醋眉头 在心中想到 可以肯定 这个按键 是在电梯升级后才出现的 不过 当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电梯内的光线变得昏暗 路然只是瞥了一眼 并未细看 所以 直到此时才发现 电梯升级后 在控制区竟然多出了一个按键 新增按键的位置 就位于原有的三个按键上方 并且 形状也并非像那三个按键那样的圆形 而是正方形 在其上面 还有着一栋高楼模样的图案 这让路然对这个按键的功能 充满了好奇 直接伸出右手食指 轻轻按了下去 在按下的瞬间 那枚按键亮起 一道提示 也随之出现在路然眼前 电梯运行范围 已选择为 初级楼层 原来电梯升级后 还解锁了更高级别的楼层啊 看着眼前的提示 路然暗暗在心中想到 之前 电梯的运行范围 就直颈限于等级最低的新手楼层 出于对新手的保护 楼层的危险程度 全都普遍较低 当然 所能获得的资源收获 自然也都普遍较少 现在随着电梯的升级 解锁了等级更高的初级楼层 这顿时让路然内心充满了期待 电梯向上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资源楼层 里面存在一些资源 并没有什么危险 电梯向下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资源楼层 里面不仅有许多生存资源 还隐藏着一个神秘宝箱 很快 两道提示浮现在路然眼前 果然 不愧是初级楼层 星级最低的也有一星半 无论是选择向上还是向下 所到达的楼层都是资源楼层 并且 在向下的二星资源楼层中 还隐藏着一个宝箱 在这两个选择之间 自然没有什么好纠结的 路然直接伸出右手 果断按下了向下的按键 电梯下行中 电梯很快启动 开始飞快下行 叮 数秒钟后 伴随着一声叮响 电梯门缓缓打开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 长满植物的肥沃黑土地 类型 资源楼层 星级 介绍 一个土地肥沃的资源楼层 里面不仅生长着许多农作物 仔细翻找 还有额外收获 这个资源楼层的面积 大概有300多平方的样子 从属性介绍可以看出 楼层的资源是农作物 这让路然颇为期待 毕竟 他来到这里后 每天的食物都是没有滋味的口肉 吃的都有些上火 早就想要换换口味了 在楼层那一番寻找 路然很快就发现了一株眼熟的植物 这里生长的农作物 是土豆吗 看着那株植物 路然面露喜色的自语道 土豆 学名马铃薯 是一种可作为主食的粮食作物 路然他从小在农村长大 曾在田地里 见到过土豆的植株 所以 立刻就认了出来 同时他还发现 周围生长的土豆植株还不少 在地下肯定有大量的土豆 这让路然兴奋不已 立刻制造出一把铁锹 卖力地刨了起来 获取马铃薯加一 获取马铃薯加二 获取马铃薯加一 随着一颗颗拳头般大小的淡黄色土豆被挖出 路然的眼前也不断浮现出提示 丁 就在挖到一半时 铁锹突然挖到了一个硬物 被阻挡着挖不下去了 路然立刻蹲下身子 将土扒开 一个黑色铁质香盖映入眼帘 黑铁宝箱 见此 路然一脸惊喜 原本他还打算等挖完土豆后 再去地毯式地搜寻宝箱 却没想到 挖到一半 竟然就把宝箱给挖了出来 这倒是为他节省了不少时间 搓了搓手 将香盖打开 恭喜你获得 铜块加三 磨精加二 瘦皮背包 制造图纸加一 看着宝箱内的物品 路然面露惊讶之色 没想到从黑铁宝箱中 竟然开出了磨精 顿时感觉 触及楼层内的黑铁宝箱 奖励都要比新手楼层的丰厚许多 快速收起铜块与磨精 路然好奇地 拿起图纸卷轴打量了一下 作为新手宝箱开出的物品 瘦皮背包 它自然并不陌生 并且 制造功能的劣质品质列表中 还能进行制造 需要一单位瘦皮 一单位磨精 但显然 从黑铁宝箱内开出的 瘦皮背包制造图纸 肯定不是最低的劣质品质 随着卷轴展开 一个瘦皮背包的样式图 出现在路然眼前 虽然样式与劣质瘦皮背包差不多 但明显要精致一些 图纸 瘦皮背包 类别 生活 品质 普通 介绍 一张记载着瘦皮背包详细结构的图纸 使用后可制造瘦皮背包 如路然所想的 图纸是普通品质的瘦皮背包 至于类别 属于是生活用品 是否学习瘦皮背包制造图纸 学习 路然点头道 刷 光芒一闪 手中的图纸消失不见 瘦皮背包 瘦皮信号二加魔晶信号二 路然打开制造列表查看 所需的材料与劣质背包一样 只是数量多一倍 路然打开交易平台 购买两张瘦皮后 选择了制造 制造成功 下一刻 路然手里多出了一个瘦皮背包 名称 瘦皮背包 品质普通 介绍 一个用瘦皮与磨精制作而成的瘦皮背包 里面拥有20个格子的储存空间 可以用来存放物品 耐久 20分之20 路然随即查看了一下属性 发现普通背包的格子数量与耐久 也正好比劣质背包多出一倍 虽然看起来和直接携带两个劣质背包的效果一样 但在真正使用上可要比身上背两个包方便多了 路然立刻换上新背包 将需要的物品存到新的背包内 准备将新手赠送的劣质背包放到电梯内当仓库 他之前已经试验过 将肉放入背包里两天 取出来后依旧新鲜 表明空间背包拥有保鲜的效果 亦或者说里面的时间是静止的 所以为了保持各种食材的新鲜 将一个背包作为仓库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番折腾后 路然很快又开始忙碌地挖起了土豆 过了许久 才终于将所有土豆全都挖了出来 打开背包查看了一下 足有62单位 按照一单位三斤计算 就是将近200斤 这下子 他可以直接实现土豆自由了 哦 好香 路然盘稀坐在地上 包掉刚烤好的土豆皮 也顾不得烫嘴 简单吹了两下 就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 在采集完土豆后 路然并没有急着离开楼层 直接就地制造一个土造 烤起了土豆 来到这个电梯游戏世界三天 现在终于换了口味 路然一脸的满足 美美地吃了一顿土豆大餐后 他才拍拍屁股 离开了这个资源楼层 电梯向上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资源楼层 里面有许多资源 并没有什么危险 电梯向下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空楼层 里面空无一物 很快 看着出现的提示 路然微微一愣 没想到在出击楼层范围内 竟然也存在空楼层这样的坑 这次相当于是一个单向选择了 路然直接按下了上行按键 电梯很快到达楼层 发出钉响 缓缓开门 电梯门外 是一片荒凉的山地 到处都是体积巨大的岩石 类型 资源楼层 星级 介绍 一个遍布岩石的资源楼层 其中还有铁矿石与铜矿石 运气好的话 还能直接采集到铁块 铜块 路然迈步走出电梯 看了一下楼层的属性介绍 随后 目光在楼层内扫射一圈 这个资源楼层的面积 比刚才的二星资源楼层 还要更大一些 目测至少有500平方 到处都是巨大的岩石 就算花费一整天的时间去开采 也够呛能全部造完 所以 路然直接将目标锁定在那些蕴含铜矿 铁矿的岩石上 这些岩石从颜色上就很好区分 蕴含铜矿的岩石成亮黄色 蕴含铁矿的岩石则成赤红色 路然提着铁稿 在楼层内脉部寻找着 很快便在一块泛黄的岩石前 停下了脚步 直接抡起铁稿 朝着那块岩石狠狠凿取 叮 叮 顿时 叮叮当当的凿石声 在楼层内响了起来 哗啦啦 很快 那块岩石便在凿基下碎裂 获取石块加三 铜矿石加二 一共得到了三单位石块 二单位铜矿石 同时 铁稿的耐久也直接少了一半 消耗速度要比开凿普通岩石块多了 路然在休息片刻后 就继续走向下一个目标 哗啦啦 获取石块加四 铜矿石加二 哗啦啦 获取石块加二 铁矿石加三 铁块加一 哗啦啦 获取石块加三 铜矿石加二 就这样 足足花费了三个多小时的时间 路然 才终于将楼层空间内 蕴含铜铁矿石的岩石 全部开采完 至于那些普通的岩石 它没有那么多时间 更没有那么多力气去开采了 打开背包查看了一下收获 一共开采 获得61单位石块 18单位铜矿石 24单位铁矿石 一单位铜块 二单位铁块 真不愧是出击楼层啊 看着背包内的收获 路然面露微笑地轻声自语道 很显然 这收获要远超新手资源楼层 收起东西返回电梯 这次路然不禁在心里暗暗祈祷 下一个 不要再是资源楼层了 连续探索两个资源楼层 又是挖土豆 又是枣石头 虽然没有什么危险性 但真的很累人 再继续下去 它真的是顶不住了 电梯向上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资源楼层 里面有一些资源 并没有什么危险 电梯向下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怪物楼层 以你目前的实力 消灭里面的怪物 并非意识 或许是路然地祈祷起了作用 这次的星级较高的 不再是资源楼层 二星的怪物楼层 星级比之前的秘境楼层 还要高版科星 并且 从提示信息来看 探索这个楼层 对它来说 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这一时间 让路然充满了纠结 经过一番思考后 它还是决定 选择那个二星的怪物楼层 虽然资源楼层十分安稳 但杀怪是它升级的主要渠道 并且 还能让它累积战斗经验 它虽然可以通过 提前预知楼层信息的金手指 主动避开对其他人来说未知的危险 但谁也无法保证 在电梯内 就是绝对的安全 也许下一刻 就会有一只强大的怪物 破开电梯门 进入它的电梯内 所以 让自身变得强大 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心里已经做出决定 但路然并没有急着按下按键 而是转身 走到旅行者帐篷前 弯腰钻了进去 这次的探索充满危险 他必须将自己的身体 调整到最佳状态 两小时后 在旅行者帐篷内睡了一觉 路然睁开双眼醒来时 之前探索资源楼层的疲惫 已经一扫而空 他穿上瘤皮靴走出帐篷 简单活动了一下身体 再次来到电梯门前 这次 路然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按下了向下的按键 电梯下行中 看着眼前的提示 路然从背包内 取出了连击轻母 左右手各握着一把 叮 很快 到达楼层的提示响起 随着电梯门打开 出现在路然眼前的是一片开阔的灵地 这个怪物楼层的面积 比之前的资源楼层要大好几倍 路然警惕地扫尸一圈 并没有发现怪物的身影 见此 他这才小心地迈步走出了电梯 类型 怪物楼层 星级 介绍 一个危险性很高的怪物楼层 击沙里面的狼群 你将会获得食材与材料资源 在路然踏入楼层的那一刻 楼层属性出现在他眼前 狼群 看着楼层的介绍 路然目光顿时一鸣 和新手楼层的角落 灰度不同 触及楼层的怪物 直接变成了凶猛的食肉野兽 并且 数量还并非一只 就在这时 一道狼嚎声突然响起 生活在楼层内的狼群 已经敏锐地发现了 他这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 路然紧握手中的连击轻母 扭头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 看到一只体型壮瘦的野狼 从林中钻了出来 紧接着第二只 第三只 第四只 123 7 路然在心中默数了一下 野狼的数量 一共有7只 虽然远不及之前 秘境楼层的哥布林数量 但路然却没有丝毫低调以轻心 拥有着尖牙利爪的野狼 无论是速度还是攻击力 都要比哥布林这种最低等的魔物 强大许多 名称 野狼 等级 LV2 战力值 9 介绍 一种凶猛的食肉野兽 通常都是成群结队的 协同围猎 路然目光在那些野狼身上扫过 皆是LV2的等级 仅是一级之差 战力值就比普通哥布林 高出近一倍 很快 路然的目光定格在狼群 最前面的野狼身上 那只野狼的体型 明显要比其他野狼高大许多 皮毛也并非灰白 而是干净柔顺的银白色 名称 野狼王 等级 LV4 战力值 18 介绍 狼群中最强的狼王 已初步觉醒了一丝 银月狼的血脉 果然 那并非普通的野狼 而是这个狼群的狼王 等级比哥布林战士高出一级 战力值也要远超 哥布林战士 此时 野狼王同样紧盯着路然 一双狼眸中充满了暴力 啊 下一刻 直接仰头发出一声狼嚎 呜 野狼王的这声狼嚎 仿佛是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他身后的野狼全都嚎叫着 纷纷朝路然飞奔冲来 看着冲来的狼群 路然站在原地未动 只是举起了双手中的轻弩 等到野狼进入连击轻弩的攻击范围后 立刻快速扣动扳机进行射杀 咻 咻 咻 一时间 箭矢不断急射而出 两把轻弩整整二十只箭矢 很快就全被清空了剑侠 所取得的战果 也是十分的斐然 有一只野狼 直接被射中要害 栽倒在地上没有了声息 三只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身上插着箭矢 伤口处不断流出烟红的鲜血 仅有两只野狼 敏捷地躲过箭矢攻击 在这轮剑语中毫发无伤 啊 远处看到紧一个照面 狼群就折损了大半 狼王发出一声愤怒的吼叫 脉动剑兽的四肢朝路然冲去 看着冲来的狼王 路然立刻撒腿就跑 没敢再继续逗留 同时快速将空侠的轻弩放入背包 又从里面掏出了两把满侠的轻弩 为了顺利探索这个怪物楼层 路然可谓是做足了准备 之前在休息恢复体力时 他打开交易平台将开采的铜铁矿石 全都交易成了铜块铁块 那些铜铁矿石都属于是半成品材料 还需要制造熔炉 烧制木炭 来进一步提炼 三单位的矿石 可以提炼出一单位的成品 不过 这项工作比较耗费时间 路然懒得去弄 就直接在交易平台上挂单 用四单位的矿石 交易一单位的成品 而这项在他看来太耗石耗利的工作 确实有很多人 都将其当作安全赚取资源的途径 所以 路然还是很轻松的 就将铜铁矿石 全部交易成了铜块铁块 之后 将交易到的材料 又制造出了两把连击轻弩 如此一来 他在第一轮攻击结束后 就能立刻更换轻弩 展开第二轮攻击了 很快 伴随着阵阵破风声 一只只箭矢 再次射向身后追杀的野狼 这第二轮的箭语 路然将野狼王 作为了重点关照的对象 因为以野狼王的战力值 足以对他造成致命的威胁 所以 路然将右手轻弩中的十只箭矢 全都尽数射向了野狼王 在剑术初通 技能的加持下 十只箭矢中 有四只命中了野狼王 虽然未能要其性命 但也对野狼王 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在这两轮射击过后 除了野狼王外 也就只剩下三只受伤的野狼了 而路然在瘦皮靴的速度加持下 此刻勉强与身后的野狼 保持着安全距离 他快速往剑侠中填充着箭矢 继续对身后的野狼进行射击 一番极限风筝的追逃下来 最终以身受轻伤的代价 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击杀LV4级野狼王 分配获得100%魔能 你的等级提升至LV4 随着野狼王充满不甘的倒地死亡 路然眼前也浮现出升级的提示 果然 杀怪才是提升实力的最快途径 看着等级提升 路然嘴角微翘地露出一抹微笑 随后 将目光移到了野狼王的尸体上 经过拼死地猎杀 接下来到摸尸的时刻 分解成功 获取狼肉加21 兽皮加1 魔精加3 狼王精血加1 野狼王分解出的物品十分丰厚 除了狼肉与兽皮外 还有三单位的魔精与狼王精血 前面三个物品路然全都知晓 快速收入背包后 将目光投向了最后的狼王精血 那是一团烟红的鲜叶 体积仅有黄豆般大小 漂浮在半空中散发着微弱的红光 名称狼王精血 介绍 野狼王体内蕴含着一丝银月狼血脉的精血 服用后可提升力量 也可用于培养狼族宠物 路然查看了一下狼王精血的属性 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没想到这精血不仅可以直接服用 还能用于培养宠物 路然小心地将其收入背包 继续去分解其他野狼的尸体 分解成功 获取狼肉加16 兽皮加1 魔精加1 分解成功 获取狼肉加17 兽皮加1 野狼全尺加2 分解成功 获取狼肉加15 兽皮加1 魔精加1 很快 剩余的其他野狼尸体 全部分解完毕 所获得的收获 让路然颇为满意 不愧是二星怪物楼层 收获比新手的一星怪物楼层 丰厚多了 呜 而就在路然收拾完所有战利品 准备离开时 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动静 还有其他的野狼 听到这动静 路然的精神瞬间紧绷了起来 立刻扭头向声音传来方向望去 发现 弄出动静虽然是野狼 但却只是一只刚断奶的幼崽而已 体型与刚满月的狗崽差不多 此刻正用一双黑溜溜的眼睛望着它 眼神中充满了好奇与戒备 丝毫没有察觉到 眼前的人刚刚灭掉了整个狼群 发现符合宠物契约条件的野兽幼崽 是否与其缔结宠物契约 就在这时 路然眼前突然浮现出一个提示 宠物这就来了 看着眼前的提示 路然顿时面色一喜 白送上门来的宠物 自然是不要白不要了 缔结契约 路然立刻点头应导 刷 随着路然话音落下 一道光芒骤然亮起 它与对面狼仔的脚下 同时出现了一大一小 两个契约魔法阵 两个魔法阵闪动着光芒 用一种无形的魔力 使它与狼仔之间产生了某种联系 契约完成 很快 契约完成的提示浮现 路然再次看向狼仔时 觉得多出了一股莫名的清净感 而狼仔的眼神中 也没有了之前的戒备之色 脉动着短小的四肢 跑到路然跟前 轻易地蹭了蹭她的小腿 见此 路然直接弯腰将其抱了起来 毛茸茸胖乎乎的手感还不错 让路然忍不住 在她小脑袋上揉了几次 顿时 小家伙发出一声抗议的乌咽 这刚断奶的小家伙 能有战斗力 看着狼仔的小奶牙 路然心中不禁充满了怀疑 宠物 野狼 等级 LV0 自制 平庸 属性 风 技能 无 战力值 零 介绍 一只野狼幼仔 好好培养将来会成为不错的助力 很快 狼仔的属性出现在路然眼前 她的担心得到了印证 狼仔的等级与战力值 全都是零版 显然 现在还毫无攻击力 可言 不过 看着狼仔LV0的等级 路然猜测 只有零级的宝宝 才能缔结契约 收服成为宠物 因为 在遇到狼仔之前 她在楼层空间内 已经遇到过不少野兽或魔物 但符合条件 可契约成为宠物的提示 却一次都没出现过 狼仔与那些野兽 魔物的最大区别 也就只有 她是一个LV0级的宝宝了 啊呜 啊呜 在路然暗响时 怀中的狼仔 发出两声乌液的大叫 因为宠物契约的联系 她很容易就读懂小家伙 这是饿了 路然立刻打开背包 发现里面唯一的肉类 就是刚才打扫战场时 分解的狼肉 让小家伙吃她同族的肉 听起来就有些残忍 路然直接取出一些狼肉 挂到交易平台上 给狼仔交易了一些兔肉 呜 切掉一小块肉滴到嘴边 狼仔立刻狼吞虎咽地 撕扯着吃了起来 见此 路然微微一笑 再次打开背包 看向之前收入其中的狼王精血 原本刚得到精血时 她准备留着自己服用提升力量 现在有了这只狼仔宠物 路然便改变主意 便宜这个小家伙了 给小家伙 便宜你了 路然从背包内取出狼王精血 递到了狼仔面前 呜 正在吃肉的狼仔 立刻停下动作 抬起头歪了歪脑袋 但很快 小鼻子用力嗅了嗅 察觉到这狼王精血是好东西 立刻舍弃嘴里的肉 张嘴将精血一口吞了下去 你的宠物野狼滋质 提升至良好 在狼仔吞下精血后 路然眼前很快浮现出提示 呜 小家伙也扬起脑袋 发出一声欢快的嚎叫 随后 用脑袋轻易地蹭着路然的胸口 这时路然发现狼仔在吞下精血后 身体原本灰白的皮毛 此刻变成了如野狼王那般的银白色 用手摸起来更是犹如绸缎般柔顺丝滑 这小家伙以后说不定能培养成为野狼王啊 看到狼仔的变化 路然面露兴奋之色 宠物 野狼 等级 LV0 资质 良好 属性 风 技能 屋 战力值 零 介绍 一只野狼幼仔 体内蕴含一丝银月狼的血脉 好好培养将来会成为不错的助力 路然再次查看狼仔的属性 除了资质从平庸变成良好外 介绍信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以后就叫你银月吧 路然轻轻拍着狼仔的脑袋说道 既然狼仔体内蕴含着银月狼的血脉 路然也就索性用其为狼仔命名了 狼仔用脑袋蹭着路然的手掌 发出一声愉悦的嚎叫 显然 对这个名字颇为喜欢 走 回家 路然抱着怀中的狼仔 转身向电梯方向走去 现在电梯升级后 他今天还有一次运行电梯的机会 电梯向上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资源楼层 里面存在一些资源 并没有什么危险 电梯向下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怪物楼层 解决掉里面的怪物 对你来说完全不成问题 这次 选择向上向下都是一新的楼层 路然一番思索 伸手按下了向下的按键 之前三个楼层的探索 已经让他深切体会到 探索出击楼层的不义 又是挖地 又是开矿 又是厮杀 每一层探索的劳动量 都远非新手楼层所能比拟 虽然有旅行者帐篷辅助恢复体力 但无法完全消除心理的疲惫 所以 路然才选择了一新的怪物楼层 既没有太大的危险性 又能让他快速完成探索 电梯下行中 类型 怪物楼层 星级 介绍 一个有些许危险的怪物楼层 击杀里面的狗头人 你将会获得材料资源 电梯很快抵达楼层 迈步走出电梯门 楼层信息出现在路然面前 魔物 看着楼层介绍显示的怪物 是狗头人 路然微挑了一下眉头 目光在楼层空间内扫尸一圈 很快在一处角落 发现了五只围坐在篝火旁的狗头人 那是与哥布林一样的低等魔物 瘦弱矮小的身躯上 长着一颗狗脑袋 这时 一只狗头人发现了路然 立刻发出一声吠叫 其他狗头人闻言 纷纷拿起身旁的石斧武器 大叫着 朝路然冲来 看着冲来的狗头人 路然一脸淡定地 从背包内取出两把连击轻母 在他脚边 狼仔银月也摆出攻击姿态 仰头发出奶声奶气的狼嚎 名称 狗头人 等级 LVE 战力值 5 介绍 一种人形的魔物 性情 龌龊残暴 很快 等狗头人进入射程范围后 路然简单看了一眼属性 便扣下了轻弩的扳机 羞 羞 羞 一只只箭矢急射而出 不断收割着冲来的狗头人生命 击杀 LVE 击狗头人 分配获得90% 莫能 击杀 LVE 击狗头人 分配获得90% 莫能 看着不断浮现的击杀提示 路然的表情 微微一愣 之前一直获得100%的莫能 此刻竟然变成了90% 忽然 他好像是想到了什么 立刻低头看向脚边的狼仔 啊 此时 狼仔银月正凶狠地滋着牙 微腹身躯摆出攻击的姿态 一副要将狗头人给撕碎的架势 但是 幼小的身体 却没敢上前一步 击杀 LVE 击狗头人 宠物野狼分配获得10% 莫能 击杀 LVE 击狗头人 宠物野狼分配获得10% 莫能 正如他猜测的那样 缺少的10% 莫能分配到了狼仔的身上 滑水的拉拉队 也能分配到经验 陆然一脸无语地吐槽着 心里也有了大概的猜测 只要宠物是参战状态 即使是滑水的拉拉队 也会被系统强制分配给宠物 10%的最低经验值 啊 很快 等到陆然将五只狗头人 全部射杀后 狼仔这才嚎叫着 迈动小短腿 跑到最近的狗头人的尸体旁 张开嘴巴用力撕扯着 显示他的勇猛 看得陆然再次面露无语 走过去将狗头人的尸体一一分解 运气还不错 竟然从五只狗头人的尸体上 分解出了两颗魔精 啊 看着撕咬的猎物突然不见 狼仔歪着脑袋一脸的茫然 银月 走了 陆然收起战利品 朝着狼仔招呼一声 闻言 狼仔这才放弃 寻找消失的猎物 迈动小短腿 奔跑着 朝陆然追去 带着狼仔返回电梯 陆然伸手按下了关门的按键 可就在电梯门缓缓关闭时 陆然看到 在楼层空间 对面光滑平整的墙壁上 竟突然有一道电梯门 几乎在同一时间缓缓打开 电梯内 则是一道手持长弓的翘立身影 同时穿越的其他人类同胞 看到这一幕 陆然面露惊讶地 在心中想到 可他还没来得及打声招呼 电梯门就已经彻底关闭了 他急忙伸去按开门键 电梯门却毫无反应 在同一楼层 电梯门一旦关闭 就无法再次打开了 这顿时让陆然满脸失望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人类同胞 却仅仅只是打了一个照面 就白白了 想着自己刚刚已经杀掉了 那个怪物楼层内的所有狗头人 对方进入楼层后 注定将会是一无所获 这不禁让陆然想到了 预知提示中所提到的空楼层 或许那并非从一开始就是空的 只是被人截足先蹬了而已 而这次的碰面 也让陆然确认了 两步甚至多步电梯 可以同时到达同样的楼层 以后 她肯定还会在楼层空间内 碰到其他的人 与此同时 怪物楼层内 楚潇潇迈步踏入楼层空间 一双美目紧盯着对面关闭的电梯门 在陆然发现她的同时 楚潇潇自然也发现了 正离开的陆然 和陆然一样 她也是楚潇潇在这个电梯世界中 碰到的第一个人类同胞 只是 却仅是一面之缘 看着楼层信息显示 这只是一个没有资源的空楼层 楚潇潇的目光简单扫视一圈 知道 是刚离开的人 已经探索过了这个楼层空间 她很快再次看向对面 迈步朝着那道紧闭的电梯门走去 直到离电梯门 还有二十多米时 才停下脚步 举起手中的长弓 摆出一副极其专业的射箭动作 双手使力拉动弓弦 将尖锐的箭矢对准电梯门 秀 下一刻 离弦之箭急射而出 所携带的恐怖力道 明显比陆燃连击 轻弩射出的箭矢要强大许多 枪 眨眼间 箭矢便准确命中两扇电梯门中间的缝隙 发出一道金属胶割般的脆响 这高超的箭数与陆燃相比 高出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一见过后 楚潇潇看向被箭矢射中的位置 发现仅仅只是留下了一道浅痕而已 以这样的攻击力 想要射穿电梯门显然是痴人说梦 当然 楚潇潇也根本就没打算要射穿电梯门 之所以要射出这一箭 完全是为了检验一下电梯门的防御力 毕竟 好不容易碰到了其他人 这楼层的资源又被对方截足先登了 用对方的电梯门来实验一下 在楚潇潇看来也不算太过分 而从结果上来看 电梯门还是挺结实的 得到结果的楚潇潇捡回射出的箭矢 没有在楼层久留 转身返回了她的电梯 电梯内 这女孩是在砸门吗 陆然紧盯着电梯门出声自语道 楚潇潇实验弄出的动静 陆然在电梯里面也能够听到 第一反应就是 对方在外面砸门 要知道 这个怪物楼层可是属于初级楼层的范围 对方能够到达这里 表明电梯也提升到了一级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攒够了升级电梯的材料 肯定是有过人之处 不可能是普通的弱女子 不过好在 门外的动静就只有一下 之后便恢复了安静 这让陆然放心下来 转身走到帐篷那边 开始处理今天的战利品 今天连续探索四个初级楼层 可谓是收获丰厚 第一个楼层采集的 土豆族有62单位 她一个人肯定是吃不完 只在背包内留下了五单位 剩下的全都上架到了交易平台 至于价格吗 直接标价比肉类食物高出一倍 毕竟物以稀为贵 现在肉类以外的食物 可谓是寥寥无几 绝大部分的人 都已经连续吃了好几天的肉 手里有点资源的人 都不会介意花高价换换口味 卧槽 陆大佬竟然上架了 五十多单位的马铃薯 这么多的土豆 这是走了狗屎运 遇到一片土豆田啊 这价格真黑 居然比肉高一倍 贵就贵吧 我得交易一单位 连续三天只吃肉 我都有些上火编密了 果然 在陆然上架土豆后 区域频道顿时一阵热烈的讨论 在这个不到十万人的区域频道中 但凡有点能力的 都已经成为了名人 陆然他虽然平时都不冒泡 但也不妨碍 他成为众人熟知的大佬 交易成功 失去一单位马铃薯 获得十单位木材 交易成功 失去二单位马铃薯 获得二十单位木材 看着土豆刚上架 就交易成功了好几笔 陆然嘴角翘起地露出微笑 继续整理背包 第二个资源楼层开采的铜铁矿石 之前为了制造连机轻母 他早就已经处理掉了 陆然查看了一下 最初制造的两把连机轻母 此时耐久都消耗的 仅剩下三四十点了 他干脆直接以打折架 将其挂单上架到交易平台 留下了今天刚制造的那两把轻母 在挂单时 陆然发现交易平台上除了他之外 已经有别人在出售远程的长弓武器了 好在价格与他之前出售的连机轻母一样 并没有要内卷的意思 显然是知道 价格战对大家都不好 只是 不知道这份暴力还能吃多久啊 陆然微微摇头叹息一声 之后 第三个楼层的收获 主要需要处理的是狼肉 味道上没有什么出众之处 陆然直接以肉类食材的平均价格挂单 至于第四个楼层 主要收获是魔金 并不需要处理 做完这一切后 陆然好像是想到了什么 将手里的普通瘦皮背包 制作成图鉴 发到了区域频道上 瘦皮背包 图 普通级瘦皮背包 属性自己看 价格为四单位瘦皮 加四单位磨金 有意者私聊 陆然的消息一发 又引起了一波讨论 陆大佬今天探索楼层 又得到了一张普通瘦皮背包图纸吗 一天的收获 比我三天的都多 陆大佬才是真正的欧皇啊 近距离吸一波大佬的欧气 看着这些聊天信息 陆然打开私信 开始查看起来 这次 他直接将价格标了出来 倒是省去了一个个奖价的麻烦 价格比瘦皮背包的制造成本 高出一倍 这也算是很正常的了 没过多久 瘦皮背包就成交了五笔 有三笔是以他的开价成交 另外两笔则是以铜块 铁块代替瘦皮成交的 在此期间 他还收到了一个 询问旅行者帐篷 售价的私信 一番讨价还价 顺利卖出了第二顶帐篷 而就在陆然乐此不疲地做着生意时 区域频道突然因为一场骂战 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热烈讨论 于东 你给我等着 下次再碰到劳资一定弄死你 你吹什么牛逼啊 刚才是谁夹着尾巴跑了 有本事 你别跑啊 听说陈子文占据的水潭被抢了 没想到电梯竟然还能停在同一楼层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 能与其他人偶遇 陈狗终于遭报应了 大快人心啊 大家都是人类同胞 相遇就应该互相帮助 何必自相残杀呢 圣武滚原点 之前陈黑子高价卖水的时候 有想过大家都是同胞吗 没错 他就是活该 路然得到消息前去围观时 骂战还未停止 其中夹杂着不少七嘴八舌的讨论 而骂战的其中一个主角陈子文 路然他还认识 不 准确来说 应该是频道中绝大部分人都认识 这人第一天探索楼层时 就在楼层空间内发现了干净的一个水潭 至此 就没有再进行过楼层探索 一直留在那个楼层内 依靠出售水资源 不仅吃喝不愁 还赚了不少的资源 路然之前所喝的水 就是从这个陈子文的手里交易到的 现在 从骂战的内容可以了解到 陈子文继续卖水的美梦破碎了 那个叫于东的人 很巧合地到达了同一楼层 并对陈子文痛下杀手 将陈子文打得落荒而逃 丢掉了那个楼层的水资源 至于围观群众的讨论 绝大多数都觉得大快人心 一看就知道 都是从陈子文手里高价买过水的人 对此 路然并没有去凑热闹 只是在心里感叹 之前他刚与其他人打了一个照面 没想到 现在就有人在楼层内相遇 并发生冲突了 看了一眼区域频道的人数 已经从最开始的十万 下降到了九万出头 路然不禁在心里暗想 或许在楼层内相遇的远不止他们 只是 有的人贪婪地痛下杀手 让对方没有机会说话了 同时 这件事情也给了路然一个警示 让他告诫自己 一定要吸取陈子文的教训 以后无论遇到多么丰富的资源 也绝对不能停下探索的脚步 一旦停止了探索 或许就离死不远了 TMD 这个愚冬比陈黑子还要黑 我早就看他不像好人 竟然对同胞下手 两个人都该死 就在路然暗暗感叹时 区域频道的讨论 已经画风突变 从原本的大骂陈子文 变成了大骂于东 路然看了一眼交易平台这才知晓 原来是于东在占据水潭后 已经迫不及待地上加了水 并且 价格比陈子文之前卖得还要高 人性啊 路然感叹一声 摇摇头不再去看了 一日 睡梦中的路然感觉到 一个湿答答柔软温热的东西 在不断舔着他的脸颊 不用想也知道 是与他睡在帐篷内的狼仔营月 路然直接伸手 一把将其推开 擦了擦脸颊 起身坐了起来 看到路然终于醒了 小家伙发出一声欢快的叫声 而路然扭头看向狼仔时 却一下子愣住了 因为 此时的银月 已经不再是之前的奶狗模样 仅仅一夜之间 体型就长大了一倍多 身体看起来 也比之前壮士多了 这是升级了 路然一边在心里暗想着 一边查看着银月的属性 宠物 野狼 银月 等级 LV0 自制 良好 属性 风 技能 无 战力值 1 介绍 一只幼年野狼 体内蕴含一丝银月狼的血脉 好好培养将来会成为不错的助力 此时银月的等级 依旧是LV0 并非像路然所想的那样升级了 但是 战力直去有所变化 从毫无战斗力的零点 变成了一点 路然心中一番思索 很快就明白了过来 银月体型与战斗值的变化 只是单纯的从幼儿期 成长到了幼年期而已 一夜之间成长这么多 虽然听起来有些离谱 但在这个电梯游戏世界 却显得十分正常 毕竟 在这里宠物的定位 是主人的战斗助力 而并非脱油瓶 如果按照正常的成长速度 狼仔长到成年 需要长达近两年的时间 倒是黄花菜都凉了 所以 这个电梯游戏世界 对宠物肯定有 加速成长的规则 让宠物能在极短的时间内 成长到成年 想到小家伙 最多再过两 三天的时间 就能成长到最强壮的成年期 与他一起并肩作战 骆然嘴角微翘地露出笑容 从背包内取出一小块兔肉 放到小家伙面前 多吃点快快长大 啊 银月回应的嚎叫一声 立刻撕扯着吃了起来 骆然拍了拍小家伙的脑袋 也钻出帐篷 去做他的早餐了 空旷的楼层空间内 骆然手握连机轻母 一边快速飞奔着 一边不时回头射出箭矢 在他的身后 则是两头体型健壮 长着粗大全齿獠牙的野猪 正在奔跑追逐着 虽然每一头野猪的身上 此刻都插着三 四只箭矢 但面对皮操肉厚的野猪 所造成的伤害十分有限 所以 骆然只能使用风筝战术 尽可能地攻击弱点部位 而在不远处 一头被射中要害的野猪 躺倒在地上 身体抽搐着 已经奄奄一息 狼仔银月壮着胆子跑过去 张嘴撕扯着野猪身体上的伤口 让野猪发出虚弱的痛苦嚎叫 却没有力气动担 这是路然 今天探索的第一个楼层 一个一心半的怪物楼层 里面的怪物 便是这三头健壮的野猪 鸡咬 片刻后 那两头追逐的野猪 在路然的不断射击下 双双哀嚎着倒地身亡 至于那头奄奄一息的野猪 也在银月的摧残下 彻底断气 被银月分走了15%的魔能经验 终于不再是 纯粹的滑水拉拉队了 银月屁颠屁颠地跑到路然面前 一副妖功地嚎叫着 干得不错 路然也毫不吝啬地夸奖了一句 随后 挥手让银月去回收射出的箭矢 他自己则去分解三头野猪的尸体 等到清理完战场后 路然带着银月返回了电梯 站在电梯控制区前 两道提示很快出现 电梯向上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资源楼层 里面存在一些资源 并没有什么危险 电梯向下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资源楼层 里面存在着大量资源 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两星半的资源楼层 看着眼前的提示 路然面露惊讶之色 这是他迄今为止 遇到的心急最高的楼层 并且 路然很快注意到后面的介绍 这个二星半的资源楼层 竟然还存在着危险 之前他探索过那么资源楼层 可从来没看到危险的提示 这顿时让路然充满好奇 那究竟是怎样的资源楼层 不需要任何考虑 路然直接按下了向下的按键 虽然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但毕竟是资源楼层 并非危险的怪物楼层 电梯下行中 钉 下行十几秒钟后 电梯抵达楼层 随着电梯门缓缓打开 映入路然眼帘的是一片 茂密热带雨林的景象 看着电梯外 几乎被绿色完全占据的楼层空间 路然微微有些惊讶 之前他探索的楼层 普遍都很空旷 这还是第一次遇到 如此拥挤的楼层空间 因为之前提示了有危险性 路然十分谨慎 左右观察了一番 才慢慢走入楼层 类型 资源楼层 星级 介绍 一个生长着大量魔药的资源楼层 探索时要小心谨慎 有些魔药可是含有着剧毒 魔药 看着出现在眼前的楼层信息 路然的双眼 顿时亮了起来 要说现在最为紧俏的资源 并非水 并非食物 更加不适魔药 而是一些能够治疗伤势的魔药 魔药全称为魔力药草 与地球上的草药一样 但却蕴含着神奇的魔力 一些品质较高的极品魔药 甚至能够活死人肉白骨 而在楼层探索中 与怪物厮杀几乎是家常便饭的事情 在战斗中 也不免会出现受伤的情况 那时一株魔药甚至就能救命 因此在交易平台上 治疗伤势的魔药可谓是一药难求 只要价格不是天价 一上价就会被人瞄走 所以 此刻路然看着眼前的资源楼层 就仿佛看到了一座金山 努力克制着内心的激动 路然弯腰查看起 离他最近的一株植物 名称 凤伟爵 介绍 一种雨林中常见的植物 喜好温暖潮湿的环境 显然 这株植物并非魔药 路然直接掠过 继续查看下一株植物 直到五 六分钟后 才终于找到了一株魔药 名称 蛇杏草 品质 普通 介绍 一种蕴含魔力的魔药 叶状如蛇杏 含有剧毒 伤口沾染到会 迅速溃烂 可用于炼制腐毒药剂 路然没想到 找到的第一株魔药 就蕴含着剧毒 之前提示的危险 可能便是这种剧毒魔药了 好在蛇杏草只有沾染到伤口 才会中毒 路然不必过分小心 很快就将其从地上挖了出来 获取蛇杏草加一 蛇杏草种子加二 看着系统提示 路然微微有些惊讶 没想到 不仅是蛇杏草到手 还采集到了两枚种子 这让路然更加有动力 继续寻找起来 名称 植血草 品质 普通 介绍 一种蕴含魔力的魔药 植株矮小 由植血疗效 可用于炼制植血药剂 片刻后 路然终于如愿找到了一株治疗伤势的魔药 获取植血草加一 植血草种子加一 路然满脸笑容的一番挖掘 一株植血草 外加一枚种子到手 在不断寻找挖掘中 时间飞快流逝 直到一个小时后 路然才发现了第三种魔药 名称刺麻藤 品质 普通 介绍 一种蕴含魔力的魔药 植株布满微小尖刺 触摸后会局部麻痹 可用于炼制麻痹药剂 这新发现的第三种魔药 同样是一种有毒的魔药 并且 只是触摸就会中毒 所以路然格外地小心 从背包内取出一块瘦皮 将手包住 以防中毒 获取刺麻藤加一 可能是这株刺麻藤还未生长成熟 这次并未采集到种子 之后 路然继续寻找 在近乎地毯式的寻找下 路然足足 花费了四个小时的时间 才将这个资源楼层探索完 至于收获嘛 自然是十分地丰厚 蛇性草十五株 蛇性草种子十九枚 纸穴草十八株 纸穴草种子二十四枚 刺麻藤十七株 刺麻藤种子二十枚 啊 就在路然清点完收获 准备离去时 站在他身旁的银月 突然发出一声嚎叫 路然低头看向银月 发现此刻小家伙 好像是 发现了什么危险 正盯着一个方向 发出嘀吼 这让路然心头一柄 知道野兽的感知 要比人敏锐许多 他立刻朝银月所盯的方向望去 但却除了植物外 什么也没有看到 不过 路然却并未放松警惕 而是伸手从背包内取出了连击轻母 这时银月大叫一声 扑向不远处的一条绿色藤蔓 银月别咬 看到这一幕 路然急忙出声阻止 因为他看到 在那条藤蔓上 遍布着尖锐的小刺 这一口下去 结果可想而知 只是 却已经晚了 在他出声阻止时 银月已经一口咬了下去 顿时 一道惨叫声响起 尸痛的银月 立刻松开了嘴巴 但仅是咬了一下 嘴里就已经流出了不少鲜血 而那条藤蔓 在被银月咬了以后 竟晚若活物般蠕动了起来 这藤蔓竟然是活的 看到这一幕 路然终于知道 银月为什么会突然咬那条藤蔓了 立刻将手中的轻弩 换成石斧 朝着地上的藤蔓砍去 对付着种植物类怪物 轻弩的作用十分有限 还不如用石斧直接劈砍 扑 石斧重重砍下 直接将那条藤蔓给砍成了两截 被窃下的那截环 在不断蠕动着 从切口处流出一些绿色枝叶 刷 顿时 周围丛林发出一阵响动 又有三条藤蔓蠕动着探了出来 名称 嗜血藤等级 LV5 站立值 10 介绍 一种喜好 吸食鲜血的魔物 被其刺伤后会血流不止 直至死亡 LV5级的嗜血藤 虽然战力值还不如戈布林战士 但路然却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因为相比于战斗力 介绍中所描述的能力 才是最可怕的 刷 刷 刷 可还没等路然高兴 就又有一条藤蔓 从他身后的草丛探出 让他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狠狠地抽打在他的背上 无数的小尖刺 直接划破衣服 在他背上 留下了一道鲜血淋漓的边痕 感受着背部传来的剧烈疼痛 路然紧咬着牙齿 继续劈砍 但每一次刚砍断一条藤蔓 很快就会有一条新的藤蔓出现 并且在此期间 又在路然的身上 留下了三道伤口 感受着伤口处的疼痛 看着不断流出的鲜血 路然知道这样下去不行 很快 他就会因为失血过多而倒下 所以 路然狠狠一咬牙 做出决定 直接无视眼前的藤蔓 提着石斧 静止向藤蔓伸出的方向冲去 这些藤蔓 只是嗜血疼的触手而已 砍掉再多 也不会伤其根本 最快解决的办法 就是直接砍掉嗜血疼的主经 路然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想法 只是藤蔓太多 直接冲过去 肯定要受伤 可现在他已经受伤了 再继续拖下去 只会对他越来越不利 为了尽快解决战斗 路然只能选择 不管不顾的去斩断主经了 刷 刷 刷 嗜血疼也发现了路然的企图 立刻挥动藤蔓进行阻拦 可此刻路然已经下定决心 根本不顾冲来的藤条 只是朝嗜血疼主经冲去 在连续挨了三遍后 终于见到了嗜血疼粗壮的主经 他二话不说 立刻抡起石斧 用力砍去 破 石斧砍在嗜血疼主经上 直接没入三分之一 大量的绿色枝叶 从伤口处飞溅而出 四周的藤蔓一阵剧烈抽搐 就连嗜血疼的主经 也仿佛吃痛般颤抖起来 路然则是乘胜追击 继续举起了斧头 破 破 连续两斧子砍下 嗜血疼的主经终于被砍断 周围的藤蔓抽搐几下后 也没有了动静 击杀LV5级嗜血疼 分配获得90%莫能 你的宠物野狼等级提升至LV1 连续两个提示跳出 路然没想到 杀死嗜血疼后 一路滑水的银月 居然升级了 啊呜 这时 小家伙也走到路然身边 吃痛的嚎叫一声 嘴巴因为嗜血疼攻击附加的流血效果 还在不断流血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乱咬东西了 见银月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看着她 路然出声笑骂一句 随后 打开背包 从里面取出一株止血草 给 吃了它 嗷 文言 银月立刻张嘴吃了下去 而路然却并没有服用止血草 而是打开了炼药的功能 很快 她的眼前出现一个炼药界面 路然这才从背包内取出一株止血草 放入炼药界面中 炼制 随后 出声下达了炼药的指令 炼制失败 下一刻 她的面前就出现了失败的提示 路然并不气馁 又从背包内取出一株继续炼制 炼制失败 炼制成功 获得止血药剂加一 直到第三次时 才终于成功炼制出了止血药剂 名称 止血药剂 品质 普通 介绍 一瓶用止血草炼制而成的普通止血药剂 服用后有止血的效果 看了一下止血药剂的属性后 路然直接仰头 将其喝了下去 未经炼制的魔药 其实只能算是原材料而已 与炼制成品的药剂相比 药效要相差好几倍 只不过 药剂炼制的成功率并非百分之百 有着一定的失败几率 而在魔药数量稀少的现阶段 很多人运气好 也仅能采集到的一两株魔药 炼制药剂的话 很有可能会全部失败 所以 极少会有人冒险拿来炼药 而路然若是像银月那样 仅是挨了一下的话 早就只用一株止血草 来为伤口止血了 可此刻 他身体各处纵横交错着七八道伤口 不知要用多少株止血草 才能全部止血 所以 干脆直接将止血草炼制成药剂服用 而随着浅绿色的药剂入口 路然清晰感知到 一股清凉的能量 顺着喉咙进入体内 很快传遍全身 顿时 剧烈的疼痛感减弱许多 身体各处伤口 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结痂愈合 看来一只药剂就能搞定了 看到如此显著的治疗效果 路然顿时松了口气 之后 转身看向一旁的嗜血疼 原本 在刚发现嗜血疼时 他有足够的时间带着银月逃离 之所以选择留下来 除了发现嗜血疼的站立值不高 他背包内又有不少止血草外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便是杀死嗜血疼的收获 如今他已经搭进去了四株止血草 若是收获不足以弥补的话 那可就亏大了 是否进行分解 分解 看着眼前出现的提示 路然深吸一口气 点头硬道 分解成功 获取嗜血疼条加24 嗜血疼种子加1 磨素圆金加1 就这 看着嗜血疼分解出来的物品 路然表情一愣 没有想到 竟然连一颗魔晶都没有 不过 有两样物品他都不认识 只能期盼着能有不错的属性 他的目光 首先看向了嗜血疼条 那正是刚才向他发动攻击的藤蔓 每一条的长度 都正好有一名 名称嗜血疼条 品质 普通 介绍 一种蕴含魔力的魔药 藤条表面便不尖刺 被刺伤后会血流不止 可用于炼制溶血药剂 原来是魔药啊 看着嗜血疼的属性 路然脸上露出恍然之色 难怪嗜血疼这样的怪物 会出现在资源楼层内 原本 它本身就是一种魔药 只不过与普通魔药不同 嗜血疼拥有主动攻击的能力 之前提示中所提到的危险 并不单单 是指那些剧毒魔药 更重要的是 这诸会主动攻击的凶猛 嗜血疼 回本啦 看着足足24单位的嗜血疼条 路然顿时转优为喜 仅是这一项收获 就足以完全弥补损失了 名称嗜血疼种子 品质 普通 介绍 魔药嗜血疼的种子 种植收获后 可将其炼制成溶血药剂 随后 路然又查看了一下 那枚嗜血疼的种子 想着嗜血疼凶猛的模样 以后真有机会种植的话 得小心一点才行 快速将种子收起 路然看向最后的魔素原精 那是一枚拳头般大小的淡紫色金石 看起来晶莹剔透 没有丝毫杂质 路然有预感 这是一个好东西 立刻迫不及待地查看起来 名称 魔素原精 品质 普通 介绍 一块蕴含着魔素的金石 使用后可将20平方米的土地 转化为可种植魔药的魔药田 能够转化魔药田的物品 看着魔素原精的属性 路然瞪大双眼 一脸的狂喜 她的预感没错 魔素原精果然是价值远超魔精的好东西 这一刻 路然觉得自己选择留下来 杀死嗜血腾的决定 简直是太英明了 小心地将魔素原精收入背包 在离开这个楼层前 路然在地上疯狂地挖土 获取泥土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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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电梯内可没有土地 想要开发魔药田 必须要挖一些泥土才行 电梯内 带着银月返回电梯后 路然打开 制造 界面 用木材制造出四个种植箱 其中一个稍小一些 占地面积仅有两平方米 剩下的三个规格一样 都是六平方米的面积 加起来 正好是二十个平方 路然将三个规格一样的种植箱 并排摆放在一起 稍小的那个 则摆放在较远的地方 这让原本升级后 宽敞的电梯空间 一下子又变得有些拥挤了 不过 为了种植魔药 一切都是值得的 路然打开背包 开始将之前挖的泥土取出来 放入种植箱 经过好一番折腾 才将四个种植箱全部填满 需求的土地已准备完毕 接下来就是转化成魔药田了 路然从背包内 将那颗魔素原精取了出来 是否使用魔素原精 使用 路然点头道 刷 顿时 它手中的魔素原精 绽放出紫色光芒 将周围的四个种植箱 全部笼罩在内 等到光芒敛去时 魔素原精已消失不见 周围种植箱内的肥沃黑色泥土 则是多出了一抹紫色 名称 魔药田 品质 普通 介绍 一块蕴含魔素的田地 可种植普通品质的魔药 魔素含量 100% 查看了一下属性 果然此刻都已经变成了魔药田 路然好奇地查看 魔素含量属性 发现它代表着土壤中 所蕴含的魔力元素 魔药在生长过程中 会不断吸收魔力元素 导致魔素含量下降 当魔素含量低于50%时 魔药的生长速度 就会受到影响 当魔素含量低于30%时 魔药的生长速度 就会变得十分缓慢 当魔素含量低于10%时 魔药将会完全停止生长 甚至会出现枯萎的情况 而想要保持充足的魔素 保证魔药的正常生长 就要在含量低于50%前 使用魔晶来补充魔素 一颗魔晶蕴含的魔力元素 可为魔药田补充10%的魔素 一番介绍看下来 路然这才明白 原来魔药的生长 还要用魔晶来当肥料啊 那以后 药剂可得卖贵一点 心里暗道一句 路然打开背包 从里面取出之前采集的魔药种子 挖坑 撒种 浇水 埋土 整个种植过程 路然是一气呵成 为了保证充足的水浇种 他甚至直接花高架 从抢占水潭的鱼冬手里 交易了整整十升的水 很快 四个种植箱全部种植完毕 三个较大的种植箱 被路然依次种下了指血草 蛇性草 刺麻藤的种子 嗜血藤因为有攻击性 路然怕他祸害其他的魔药 专门单独种植在较远的 那个小种植箱内 一切搞定后 路然查看了一下 种下的植血草种子状态 魔药名称 植血草 生长阶段 萌芽期 成长计时 47比51 43 成长计时 是植血草生长成熟的倒计时 仅需48个小时 也就是两天的时间 这样的生长速度 让路然颇为满意 蛇性草与刺麻藤的生长周期 也全都同样如此 只有嗜血藤要久一些 需要三天才能生长成熟 咕噜 这时 路然的肚子叫了起来 不知不觉间 时间已经到中午了 路然拍了拍身上的泥土 走到土灶旁 开始准备午餐 在等待饭熟时 他突然想起来 之前在杀死嗜血藤的时候 貌似营月滑水升级了 营月 路然立刻扭过头 朝着帐篷方向呼喊道 因为受伤的原因 小家伙回到电梯后 没有以前那般活泼 在路然种植魔药时 直接钻进帐篷休息了 此刻听到路然的呼喊 立刻迈动着粗短的小腿跑了过来 在植血草的治疗下 小家伙嘴上的伤口已经止血 只是残留着些许血迹 看到营月跑来 路然立刻查看了一下 他升级后的属性 宠物 野狼 等级 LVE 资质 良好 属性 风 技能 屋 战力值 三 介绍 一只幼年野狼 体内蕴含一丝银月狼的血脉 好好培养将来会成为不错的助力 等级提升到LVE级后 银月的战力值提升两点 达到了三点 虽然看起来很少 但路然知道 这都是受到了银月还未成长到成年的影响 等到成年后 战力值会有很大的提升 路然从背包内取出一块兔肉 放到了银月的面前 这次 小家伙因为嘴巴受伤的原因 没有像之前那般狼吞虎咽 很快 吃完午饭后 路然并没有急着继续探索楼层 而是钻进帐篷 睡了一个午觉 一个半小时后 午觉睡醒地 路然活动了一下身体 感觉伤口处仅有轻微的疼痛了 嗜血疼的战力值不高 虽然看似将他打得很惨 但那些伤都只是皮外伤 并没有伤到筋骨 因为嗜血疼的真正恐怖之处 是破坏凝血功能的毒素 路然在服用止血药剂后 立刻就止住了伤口的流血 现在经过一番午休 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大碍 便迈步走向了电梯门 电梯向上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挑战楼层 完成挑战的成绩越好 获得的奖励越丰厚 电梯向下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资源楼层 里面存在一些资源 并没有什么危险 看着眼前的提示 路然有些惊讶 没想到 这么快就又再次遇到了两星半的楼层 并且 还是他之前从未见过的楼层类型 挑战楼层 从提示信息可以看出 进入楼层后 会面临某种挑战 并没有提示威胁 应该不会有什么致命的威胁 这让路然满怀好奇 伸手按下了向上的按键 电梯上行中 钉 经过短暂的运行 电梯抵达楼层 但在电梯门打开后 路然却是一脸的错愕 因为映入眼帘的楼层空间 是一道白色屏障 让他根本看不清里面的景象 这顿时让路然更加好奇 慢慢伸出右手 向那道屏障摸取 类型 挑战楼层 心急 介绍 一个考验生存能力的挑战楼层 在楼层内生存时间越长 获得的奖励越丰厚 在路然的手掌触摸到屏障时 楼层的属性信息 立刻出现在他面前 紧接着 又出现一道提示 当前挑战楼层 禁止携带任何生存资源 其他物品的携带总量 不得超过100单位 请挑战者根据规定 调整所携带的物品 还有携带限制 看着面前的提示 路然微微有些惊讶 随后 微促着眉头思索了起来 从楼层的属性介绍中 他可以得到一个 十分重要的信息 这个挑战楼层 所要接受的挑战 是考验生存的能力 至于评判成绩的标准 则是生存的时间 而提示中 禁止携带的生存资源 是食物与水 这些生存必需品 从这些信息可以分析得出 挑战内容 应该不是 让它猎杀怪物 而是在某种极端条件下的 生存挑战 如此一来 所要携带的物品 确实要好好斟酌一番 首先 木材资源是必不可少的 除了因为 它是制造物品的基础资源外 更重要的是 木材是生活所需的燃料 虽然面前的楼层空间内 有可能是一片森林 并不会缺少木材资源 但它不敢去夺 毕竟 对于生存来说 火源实在是太重要了 至于携带的数量吗 路然思考了一下 选择了40单位 占携带总量的40% 石块对生存的作用不大 但作为基础资源也必不可少 路然选择了石单位 铜块 铁块 瘦皮 磨精也同样如此 各选择了石单位 之后 路然的目光看向那些魔药 在生存挑战中 治疗的魔药有可能用得上 剧毒魔药在遇到强大猎物时 也有可能会需要 只是 它现在能携带的物品数量 仅剩10个了 想要将所有魔药都带上 显然是不可能 面对这个难题 它直接打开了炼药界面 既然能携带的数量有限 那就将魔药炼制成药剂 如此一来 一单位药剂的效果 足顶得上好几单位的魔药 炼制失败 炼制成功 获得止血药剂加一 炼制失败 炼制失败 片刻后 背包内的所有魔药 全部炼制完毕 一共炼制出四单位止血药剂 五单位麻痹药剂 四单位腐毒药剂 六单位溶血药剂 路然心中一番计算 发现炼制的成功率 仅有25% 这成功率着实是不高 不过现在 炼制出来的药剂 足有18单位 显然不能全部带上 路然将四单位止血草 全部带上 剩下三种药剂 各选了二单位 全部选好后 路然深吸一口气 再次伸手摸向白色屏障 挑战者携带物品 已超过100单位 请根据规则进行调整 超标了 看着这道提示 路然顿时一愣 没想到精心挑选一番后 竟然还超标了 他立刻打开背包检查了一下 各种资源的数量 并没有错 随后才意识到 这储物的瘦皮背包 以及他身上所穿戴的装备 也全都在携带数量的范围内 这让路然瞬间无语 只能从背包内 取出三单位木材 来为连击轻母 瘦皮背包 瘦皮靴腾地方 随后想了想 又取出一单位木材 转身将旅行者帐篷 也收进了背包 这可是不错的住所 在极端环境下 可以当庇护所 重新调整后 路然的目光 又看向银月 作为宠物 银月并不在携带物品的限制内 但要不要戴上它 路然心里有些纠结 禁止携带食物的生存挑战 所处的环境 必然是食物匮乏 戴上银月的话 就等于是多戴了一张嘴 不过 银月的感知 要比它敏锐许多 就像之前能够发现 隐藏的嗜血疼 戴上它 或许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 走 小家伙 跟我去看看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挑战 心中一番纠结 路然最终 还是决定戴上银月 啊 银月应答一声 立刻跟上路然的步伐 是否进入挑战楼层 进入 路然手掌 触摸着面前的白色屏障 点头应答道 刷 顿时 眼前的屏障 绽放出耀眼的白光 冷 下一刻 路然的视线还未恢复 身体就率先感受到了 一股刺骨的寒风 等到视线恢复时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 白茫茫的血缘景象 目之所及 皆是一片白色 而路然的身体 此刻已经动得缩成了一团 他浑身颤抖地 立刻从背包内取出 旅行者帐篷 低头钻了进去 还好最后戴上了帐篷 路然一边在心里庆幸着 一边又从背包内取出几块瘦皮 紧紧裹在身上 同时 还关紧帐篷的帘子 不留一点缝隙 身体这才从刺骨的寒冷中 稍稍恢复过来 这时 他在视线的右上角 发现了一个悬浮提示 冰原生存挑战 第一天 当前评价 无 当前奖励 无 住 当前挑战楼层的时间流速 与外界比例为一千比一 冰原生存 此刻 路然才终于知晓了 所要面临的挑战 路然的脸上 顿时露出了苦笑 这冰原的温度 至少有零下四十度 晚上的温度要更低一些 在这样的环境下 进行生存挑战 这可比他之前想到的情况 要糟糕多了 至于那个备注 是表示 这个挑战楼层空间的时间流速 比外界快一千倍 也就是说 这里过去一千天 外面才刚一天而已 这个规则 倒是帮路然打消了担忧 若是时间流速一样的话 他绝不可能将大把的时间 浪费在这里 啊 就在这时 帐篷外传来一道狼嚎声 路然这才想起来 刚才光顾着自己躲进帐篷 把音乐给忘在外面了 他急忙将兽皮帘 掀开一个小缝向外看去 发现外面的音乐 没有丝毫地不适 甚至 还十分喜欢这样的寒冷环境 此刻 正在欢快地 玩着地上的积雪 简直活脱脱一个二哈的模样 这让路然顿时感觉 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 立刻重新关紧帘子 紧了紧身上的兽皮 许久 身体才从寒冷中 完全恢复过来 他立刻打开 制造 界面 用兽皮 制造了一件厚厚的兽皮衣 等到全身都被厚厚的兽皮衣 包裹住以后 路然才从帐篷内走了出来 环视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发现他此刻 身处在一望无际的冰原上 身后没有电梯门 也无法目测 这个楼层空间 究竟有多大 先搭建一个庇护所吧 在查看完环境后 路然很快做出了第一步决定 荒野生存类的节目 他看过一些 前期最重要的是 有一个安全的庇护所 旅行者帐篷 只能短时间使用 长时间的话 保温效果会越来越差 而且 冰原上时常会刮起大风 在空旷毫无遮挡的情况下 帐篷也很难撑住 至于要搭建怎样的庇护所 路然的心理也已经想好了 直接就地取材 因地制宜 用地上的冰雪 搭建一个冰屋 这是生活在残酷冰原上的 因有特人 世代积累下来的智慧结晶 别玩了 来帮忙挖炕 路然扭过头 朝着一旁玩雪的音乐喊道 冰屋是半地下的结构 要先在雪地里 刨出一个坑 露出地面的半球形部分 则是用一块块雪砖堆砌而成 在门口处 路然还堆砌了一个长长的通道 以此来增加保暖效果 因为是第一次搭建 期间失败改动了好几次 足足花费了大半天的时间 才终于勉强将冰屋堆砌完成 看着自己的杰作 路然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很快弯腰通过通道 进入了冰屋内 里面的空间并不是很大 地上铺满了瘦皮 旅行者帐篷也放置在其中 晚上睡在帐篷内 就没有那么冷了 咕噜 这时 路然的肚子叫了起来 忙了大半天的时间 他还没有吃任何东西呢 不过这种地方 想要寻找到 食物可没那么简单 路然捂着肚子 对能否在如此残酷的环境下 寻找到食物 深表担忧 不过 还是很快起身 带着银月离开冰屋 到附近寻找猎物了 夜晚 石灶内燃烧的木材 劈啪作响 上面架着一口铁锅 里面是一锅 散发着诱人香味的肉汤 看着锅内的肉差不多熟了 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的路然 立刻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 真香 路然一脸享受地吃着 同时还不忘 加出一块扔给旁边的银月 他能够吃上这顿饭 还真的是多亏了银月 在这片寒冷的冰原上 想要寻找到食物 极为不易 白天时 他带着银月 在冰原上找了许久 才终于发现了一只雪兔 可还没等他靠近 雪兔就察觉到了危险 撒腿就跑 他急忙掏出连击轻母连射好几箭 都被雪兔灵巧地躲了过去 多亏关键时刻 银月冲了过去 很快追上雪兔将其咬死 才让路然吃上了这锅肉汤 片刻后 一锅肉汤见底 感受着暖洋洋的饱腹感 路然露出一脸满足的表情 随后 起身钻进帐篷内 不仅身上厚厚的兽皮衣没有脱 还顺便搂住了躺在他身旁的银月 此刻 他心里十分庆幸 这次带上了银月 不仅白天能帮助他狩猎 晚上还能当一个暖宝宝 给他取暖 很快 石灶内的木材燃烧殆尽 渐渐熄灭 冰屋的温度慢慢降了下来 但路然却并没有添加木材的打算 只是裹了裹身上的兽皮衣 将银月搂得更紧了 毕竟 在这片冰原上 根本看不到任何的树木 想要获取木材 根本就不可能 这让他紧带的36单位木材 就显得尤为珍贵 不可能拿来取暖 就这样 在寒冷中 路然度过了他 来到这里的第一晚 一日 冰原生存挑战 第二天 当前评价 无 当前奖励 无 从睡梦中醒来 路然首先看了一眼 悬浮提示 除了时间变成第二天外 其他信息并没有任何变化 显然一天的时间太短 还不足以得到任何奖励 不过 路然发现 躺在他身旁的银月 经过一夜后体型又大了许多 查看了一下属性 战力值也同样有所增长 这对路然来说 倒是一个意外收获 原本他想着 银月还需要好几天才能成年 现在在时间流速快一千倍的挑战楼层内 结束挑战出去时 肯定就早已成年了 走 该去寻找食物了 路然拍了拍银月的脑袋 出声说道 想要在环境如此恶劣的冰原生存下去 必须要准备充足的食物才行 在冰原上狩猎 最难的并非杀死猎物 而是寻找猎物 第二天整整一天的时间 路然就只寻找到了一只体型不大的雪狐 在银月的驱赶下 成功将其射杀 虽然不至于饿肚子 但也没能储存下多余的食物 唯一的收获 就是多了一条柔软保温的狐皮尾薄 第三天 嗷 银月发出一声狼嚎 飞奔在白色的冰原上 身后 路然穿着厚厚的兽皮衣 坐在一家木制雪橇上 今天早上醒来 再看到银月的体型又大了许多 已经快赶上普通的成年野狼后 路然便用木材 铁块与兽皮 制作了一个雪橇 正式成为了有橇一组 让银月直接化身为二哈 拉着雪橇带他出行狩猎 速度比以前不知快了多少倍 这次 他能够探索的范围更广 狩猎到了一只体型较大的海豹 不仅获得了大量的食物 还得到了不少油脂 这可是好东西 不仅可以作为灯油照明 也能作为燃料取满 路然只吃了一小部分的海豹肉 剩下的大部分 全都埋入了雪中 在冰原保存食物最为简单 随便埋入雪里 就能起到冰箱的效果 这让路然这么久 终于储存下了一点食物 第四天 冰原上刮起了冷冽的寒风 路然并未外出狩猎 第五天 风势变小 狩猎到两只雪兔 第六天 时间一化过 很快变到了第二十天 路然早上醒来 习惯性地看了一眼悬浮提示 冰原生存挑战 第二十天 当前评价 第 当前奖励 木制宝箱 过了这么久 提示信息除了时间外 终于有了其他的变化 只是 当看到奖励 仅是木制宝箱时 路然顿时有种想要骂人的冲动 二十天 整整二十天啊 他在这寒冷的冰原上 生活了二十天 给出的奖励 竟然仅是新手宝箱 早知道这样 他第一天就放弃退出挑战了 不过骂归骂 骂完之后 路然还是很快起床准备食物了 现在所显示的奖励 并非最终奖励 随着他生存的时间越来越长 奖励也会变得越来越丰厚 他都已经坚持二十天了 肯定不会现在就放弃 只能在心里祈祷 挑战成功的最终奖励 不要太寒酸 很快吃完饭后 路然带着银月 冒着严寒 开始了新一天的狩猎 此时 银月已经完全成年 体型看起来比当初的野狼王 还要稍大一些 同时 等级也再次提升达到LV二级 战力值也达到了十二点 今天他的运气不错 狩猎到了成年迅路 足够一人一郎吃很久的 第四十天 冰原生存挑战 第四十天 当前评价 C 当前奖励 黑铁宝箱 在第四十天时 悬浮提示再次发生变化 评价提升为C级 奖励也变成了黑铁宝箱 这让路然找到规律 知道他每坚持二十天 评价与奖励就会提升一次 而此时 他最开始建造的冰屋 已经寿终正寝 路然并未选择原地再见 他在探索中 发现了未结冰的海洋存在 那里更容易寻找到猎物 所以 便在靠近海岸的地方 重新选址 建造了新的冰屋 如今 新的冰屋内 已经看不到旅行者帐篷 也早已因为耐久耗光而损坏 路然并未制造新的帐篷 将木材资源 留着制造更有用的雪橇 听着外面如鬼哭般的呼啸寒风 路然翻了一个身继续睡觉 在四天前 他遇到了一场大风雪 这场风雪一直持续到现在 让他根本就无法外出狩猎 好在之前的狩猎中 储存下了不少食物 还并未断粮饿肚子 但路然也不知道 这场风雪还会持续多久 只能尽量减少活动 降低身体代谢的能量消耗 第六十天 冰原生存挑战 第六十天 当前评价 B 当前奖励 青铜宝箱 好 一头体型壮瘦的白熊 发出愤怒的吼叫 此时 白熊的身体上插着四 五只箭矢 还有着多处咬痕 将其白色的皮毛染红了大片 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 有的伤口处溃烂大片 有的伤口流泻不止 正是路然在射出的箭矢上 抹了腐毒药剂与溶血药剂 其实不只是这两种药剂 路然同时也用了麻痹药剂 让白熊此时的行动 变得迟钝了许多 三管齐下 让白熊此刻已是强弩之末了 给 银月 路然掏出一只止血药剂 丢给了旁边的银月 多亏了银月与白熊近身肉搏 才让他有机会近距离射出箭矢 穿透白熊的坚韧皮毛 也因此 银月身上也受了一些伤 为银月止血后 路然并未着急攻击 而是与白熊拉开距离 远远看着 静等着 三种剧毒药剂发挥作用 等到白熊没有力气湿血过多倒地后 路然这才上前将其解决掉 鸡沙LV7级白熊 分配获得60%莫能 看着鸡沙提示 路然脸上露出了笑容 接下来可以安心休养几天了 第80天 冰原生存挑战 第80天 当前评价 A 当前奖励 白银宝箱 一身厚厚受皮衣的 路然站在冰面上 手中紧握着一根铁制鱼叉 而在他面前 是一个未结冰的圆形洞口 哗啦 突然 洞口的水面一阵翻腾 一个庞大的身躯 映入路然眼帘 名称 白旗金等级LV12 战力值41 介绍 一种海洋中体型巨大的金类 因其白色的奇而闻名 路然看着那个庞大的身躯 眼前浮现出属性信息 没错 这是一头海洋霸主 鲸鱼 只不过 仅是一头幼年的白旗金而已 虽然等级高达12级 但战力值远没有成年白旗金那般恐怖 眼前的这头幼年白旗金 路然在两天前就发现了 可能因为体力较弱的原因 这头幼金吊队留在了这里 在大片冰封的海面上 无法进行呼吸 只能依靠这片海未冰封的水域 不断露出头呼吸 获取氧气 两天前 这片水域的面积 远比现在要大得多 如今 仅剩下这个直径十多米的圆洞了 而白旗金 再一次次不断地上浮呼吸中 体力也消耗殆尽 所以 路然觉得 已经到猎杀的时刻了 硬 浮出水面的白旗金 同样看着冰面上的路然 仿佛预感到 他接下来的命运 发出一声疲惫的哀鸣 抱歉了 看着面前的幼金 路然轻声低语了一句 猎杀幼金虽然残忍 但为了生存 他不得不这样做 如今冰原上的温度更低 大片的海面被冰封 让他寻找食物 变得更难 杀死眼前的这头幼金 能让他很长一段时间 都不用为食物与燃料而发愁 咻 咻 咻 说完 路然便举起左手中的连击轻母 朝着白旗金射出一只脂膜有剧毒药剂的箭矢 以白旗金的庞大身躯 根本就不需要刻意瞄准 很快 所有箭矢就全部命中白旗金 剧毒药剂通过伤口渗入其体内 硬 顿时 白旗金发出一道尖锐的哀鸣 庞大的身躯剧烈翻动着拍打冰层 让整个冰面都宛如地震般颤动起来 这让路然顿时一惊急忙快步后退 若是不慎掉入圆洞的冰冷海水中 那可是必死无疑 很快 在剧烈拍打几下冰层后 白旗金的庞大身躯潜入了水中 荡着波澜水面上只留下一片染红的血迹 见此 路然并不担心 紧握着右手中的鱼叉 将其举起 摆出了攻击的姿势 他虽然无法潜入海中发动攻击 但白旗金却需要浮出水面 唤其呼吸 果然片刻后 水面一阵翻腾 白旗金再次露出头来 嗖 路然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制出了手中的鱼叉 相比于箭矢 鱼叉的杀伤力无疑要更大一些 路然还特意在鱼叉末端绑了瘦皮带 在命中白旗金后 抓紧瘦皮带用力一拉 不仅将鱼叉给收了回来 尖锐的道刺 还进一步扩大了伤口 硬 白旗金发出哀鸣 再次用身躯拍打冰层 这次 水面突然射出一道水柱 朝着路然所站的方向射去 不过路然早有准备 脚下在冰面一个滑步躲了过去 之前两天等待白旗金虚弱时 路然也没有闲着 进行了好几次的试探 早就知晓了 白旗金有喷射水柱攻击的手段 所以 从一开始 他就在时刻防备着 就这样 路然连续用鱼叉攻击了5 6次后 白旗金终于支撑不住 渐渐失去了生机 击杀LV12级白旗金 分配获得90%莫能 你的等级提升至LV5 你的宠物野狼等级提升至LV3 路然眼前连续跳出三个提示 在杀死白旗金 分配获得绝大部分的经验后 他终于升到了5级 不只是他 这次完全滑水的银月 也升到了3级 路然微微一笑 目光看向水面上白旗金的庞大尸体 是否进行分解 分解 路然点头道 分解成功 获取金肉加86 油脂加47 磨精加10 一阶水系磨合加1 这次分解的收获 显然是非常的丰厚 金肉和油脂这两样 可以让它很长一段时间 都不用为食物与燃料发愁 磨精的数量也高达10克 并且还分解出了一颗一阶水系磨合 那是一枚水蓝色的晶体 大概有核桃般大小 名称水系磨合等阶 一阶介绍 强大怪物体内力量的结晶 用途广泛 可用于升级电梯 制造物品 路然查看了一下水系磨合的属性 用途与磨精差不多 只是无法用于提升实力 简单来说 就是磨精的升级版 路然直接放入背包 坐上雪橇返回了冰屋 因为有了充足的食物与燃料 接下来的时间 路然就过得惬意许多 不必每天为食物而发愁 大部分时间全都待在冰屋内 只是偶尔坐着雪橇 让音乐拉着 在冰原上兜风透透气 时间一晃 来到了第一百天 冰原生存挑战 第一百天 当前评价 S 当前奖励 黄金宝箱 悬浮提示再次变化 评价提升至S级 奖励变成了黄金宝箱 随后 又有一道提示浮现 恭喜你成功完成 当前挑战楼层 首次获得S级评价 最终奖励 黄金宝箱 结束了 看着面前的提示 以及突然出现在身前的黄金色宝箱 陆然顿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整整一百天的时间 他总算是熬出头了 随后 双眼放光地 低头看向身前的黄金宝箱 名称 黄金宝箱 介绍 一个黄金级别的宝箱 里面放置着丰厚的奖励 这个挑战楼层的其实奖励 虽然很低 但最终挑战成功的大奖 却是十分的丰厚 陆然搓了搓手 充满期待的伸手打开宝箱 恭喜你获得 银快加24 金快加10 魔金加48 一阶风系磨合加1 追风工 制造图纸加1 水蓝项链 制造图纸加1 出了两张图纸 看着面前的提示 陆然顿时面露惊讶之色 没有想到 一个宝箱内 竟然同时开出了两张图纸 果然 不愧是黄金级的宝箱 陆然首先将前面四样物品 快速全部收入背包 随后 伸手从宝箱内 拿出了其中一个图纸卷轴 同样是淡黄的颜色 但纸张的手感比之前 旅行者帐篷的图纸卷轴要更好 无疑 这张图纸卷轴的品质更高 陆然充满期待的 立刻缓缓展开 图纸 追风工 类别 装备 品质 稀有 介绍 一张记载着追风工详细结构的图纸 使用后可制造追风工 稀有品质 看着图纸的属性信息 陆然露出一脸兴奋的表情 果然不出他所料 图纸的品质要更好 是否学习追风工制造图纸 随即 询问是否学习图纸的提示 很快浮现 学习 陆然点头硬道 刷 光芒一闪 图纸消失不见 随后 陆然的目光看向宝箱内剩下的另外一张图纸 伸手将其拿起 摸起来的手感 与追风工图纸一样 又是一张稀有品质的图纸 陆然顿时心头一喜 立刻将卷轴展开 图纸 水蓝项链 类别 装备 品质 稀有 介绍 一张记载着水蓝项链详细结构的图纸 使用后可制造水蓝项链 果然 这又是一张稀有品质的图纸 是否学习水蓝项链制造图纸 学习 没有多余废话 陆然立刻选择了学习 之后 打开 制造 界面 很快在其中找到了这两件装备 追风工 铁块星号15家 银块星号5家寿金 星号1家魔金 星号10家1家风系膜和星号1 水蓝项链 银块星号8家金块 星号3家魔金 星号12家1家水系膜和星号1 从制造所需的材料来看 水蓝项链的价值明显要更高一些 前面的三种材料 从黄金宝箱中开出来的就完全足够 最为重要的一阶水系膜和 他之前猎杀白旗金时 正好获得了一枚 所以 陆然充满期待地立刻选择了制造 制造成功 随着成功的提示浮现 陆然手中多出了一条精美的吊坠项链 银白色的链子 金黄的坠托 中间镶嵌着一枚水滴状的水蓝色宝石 名称 水蓝项链 品质 稀有 技能 水蓝护盾 介绍 一条由金银与魔盒打造而成的稀有项链 可提升魔力恢复速度 并附带护体技能 耐久 500500 战力值 31 很快 水蓝项链的属性出现在陆然面前 让他瞬间瞪大眼睛 满脸的错愕 与普通品质的装备不同 稀有品质装备的下方 会显示装备所具有的战力值 仅仅这一条水蓝项链 所具有的战力值就高达31点 这让陆然不禁看了一下自己的战力值 即使在手持双弩的情况下 也才仅有28点 与这条水蓝项链相比 都还要差一些呢 看来这是一件法系装备啊 陆然看着介绍的描述 轻声自语了一句 随后 查看了一下附带技能的详情 水蓝护盾 在受到致命攻击时 身体周围会生成水蓝护盾保护 每日可激发一次 护盾可维持三分钟 显然 这是一个被动技能 无法主动使用 只有在遭受到致命攻击时 技能才会自动激发 保命神技啊 陆然在心中对其做出了评价 在关键时刻 这个技能足以救他一命 随即 立刻装备到了身上 但在查看个人属性时 他发现增长的战力值 远没有31点 仅有20点而已 这让陆然面露不解 又查看了一番水蓝项链的属性 这才找到了原因 他并非法系职业 水蓝项链提升魔力恢复速度的效果 对他来说根本就没有用 正是这部分打了折扣 才导致水蓝项链的战力值 无法完全展露出来 找到原因后 陆然也就不再纠结 目光看向了 制造界面中的追风弓 同样是稀有品质的装备 追风弓的属性肯定也差不了 不过 现在制造所需的材料不够 他进入挑战楼层时 所携带的资源有限 这里又限制了交易功能的使用 想要制造的话 必须要等到离开这里才行 陆然立刻将冰屋内的资源 全都装入背包 随后选择了退出楼层 刷 一道耀眼的光芒亮起 经过短暂的失明 等视力再次恢复时 陆然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电梯内 他急忙跑到魔药田那边 查看了一下魔药的生长状态 发现电梯内的时间 果然才紧过去了两个半小时 回家的感觉真好啊 陆然出声感叹一句 立刻从留在电梯内的兽皮背包中 掏出一颗烤土豆 大口地吃了起来 时隔一百天 他总算是再次吃到了 除了肉以外的其他食物 在吃土豆的同时 陆然打开交易平台 发出了一个求购受精的挂单 制造追风工所需的材料中 他就差受精这一种 没过多久 挂单交易成功 陆然立刻从交易平台取出受精 打开了制造界面 制造成功 制造成功的提示浮现 一把弓箭出现在陆然手中 长度约有一米五 漆黑的弓身上 遍布着青色的纹路 名称 追风工 品质 稀有 介绍 一把由银铁与魔盒打造而成的稀有弓箭 不仅具有较强的攻击伤害 还可提升攻击速度与命中率 耐久 五百五百 战力值 二十七 与水蓝项链相比 追风工的属性确实差了一点 没有附带的技能 战力值也要低一些 不过 对此时的陆然来说 却是要更好 因为 他现在就可以完全发挥出 追风工的战力值 将追风工替换下连击轻母 他的战力值 直接飙升二十七点 达到了六十七点 在两件稀有装备的增幅下 他仅五级的战力 就要远超许多十级的怪物了 这让陆然心中跃跃欲试 迈步走向了电梯门 今天 他还有一次运行电梯的机会呢 电梯向上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怪物楼层 消灭里面的怪物 对你来说轻而易举 电梯向下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资源楼层 里面有许多资源 并没有什么危险 一个一星半的怪物楼层 一个两星的资源楼层 若是换作平时 陆然肯定会选择 星级更高的资源楼层 但此刻 他却毫不犹豫地 直接按下了向上的按键 原因无他 就是想要找几个怪物练练手 试试追风工的手感如何 电梯上行中 数秒钟后 电梯抵达楼层 随着电梯门缓缓打开 一群熟悉的身影 映入陆然眼帘 类型 怪物楼层 星级 介绍 一个有些危险的怪物楼层 击杀里面的哥布林 你将会获得材料资源 没错 这个怪物楼层内的怪物 正是最为常见的魔物哥布林 陆然走出电梯望去 在不远处 有一个哥布林的聚集地 数量大概有十几只 等级青一色 全部都是二级 此时 聚集地低哥布林 已经发现了陆然 三只哥布林弓箭手 立刻拿起弓箭 其他哥布林 则挥舞着木棒大叫着 朝他冲来 咻 这时 一只萦绕着青色光芒的箭矢 急射而出 陆然已经抢先一步出手 搭剑拉弓 射出了第一只箭矢 眨眼间 箭矢便贯穿一只 哥布林弓箭手的身体 将其死死定在了一根树杆上 一击秒杀后 陆然的动作并未停止 快速抽出一只箭矢 再次满弓射出 咻 伴随着灵力的破风声 又有一只哥布林弓箭手 倒地身亡 咻 紧接着又是一箭 仅仅几个呼吸间 就干掉了所有 低哥布林弓箭手 而这时 冲来的那些哥布林 离他还有一段距离 陆然再次拉动手中的追风弓 将箭矢对准 冲在最前面的那只哥布林 咻 萦绕着轻盲的箭矢 急射而出 准确命中其胸口部位 不仅贯穿了那只哥布林的身体 还深深刺入了 紧跟其后的另一只哥布林体内 一箭双雕 看到这一幕 陆然面露意外之色 这一出一箭双雕 是他完全没想到的 属于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 而这一击 也彻底击溃了 剩余哥布林的心理防线 纷纷改变方向 开始四处溃逃 因为这已经不是战斗 而是单方面的屠杀了 看来介绍说的没错 果然是胆小 陆然轻声自语一句 立刻朝溃逃低哥布林追去 片刻后 所有哥布林 全都变成了一地的尸体 陆然的脸上 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果然不愧是稀有品质的武器 攻击力方面就不用说了 在提升攻击速度 与命中率的双重增幅下 第一次使用 就让他感觉颇为得心应手 若是在练习一段时间 肯定能发挥得更好 夜晚 吃完晚饭后 陆然舒服地躺在帐篷内 感觉有些恍惚 在冰原上生活了一百天 突然换到如此舒适的环境 他突然有点不习惯了 微微摇了摇头 陆然打开交易平台 将两把联机轻母全部上架 以后 这种普通武器 他用不上了 完成挂单后 陆然伸手打开了区域频道 在挑战楼层的一百天里 频道功能也同样是被禁止的 也幸好有音乐陪着他 不然他自己一个人 没有任何活物交流的话 根本就坚持不下来 而在这个电梯游戏世界 晚上唯一的娱乐活动 便是在区域频道聊天交流了 虽然陆然很少发言 但每天晚上都会看区域频道 这能让他从中获取一些有用的信息 也是他打发 晚上无聊时光的途径 而自从昨晚那场骂战后 很多人都对在楼层内相遇 充满了兴趣 甚至 一些人选择留在一个楼层 停止了探索的步伐 像之前死守水潭的陈子文那样 以守株待兔的方式 来试试能不能碰到其他的人 也有不少人呼吁 大家在楼层内碰到后 不要自相残杀 甚至提议 可以有一人主动放弃自己的电梯 前往另一人的电梯 共同探索楼层 毕竟 人多力量大还是很深入人心的 对于这些 陆然只是看看 并没有参与讨论 按照他的想法 求人不如靠己 他不会将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 一夜无话 一日清晨 从睡梦中醒来起床后 陆然先去种植箱那边逛了一圈 经过一夜的生长 所有的魔药种子都以发芽破土而出 让光秃秃的种植箱 一下子变得郁郁葱葱了 不过 当他走到嗜血藤单独的种植箱 查看嗜血藤幼苗的状态时 发现嗜血藤幼苗处于饥渴状态 提示他需要用鲜血浇灌 陆然这才想起来 嗜血藤是以血液为食 必须每日浇灌鲜血 看来一会儿杀怪时 要先放点血再分解 陆然轻声自语一句 很快 吃过早餐后 陆然带着银月来到了电梯门前 电梯向上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怪物楼层 消灭里面的怪物 对你来说轻而易举 电梯向下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怪物楼层 消灭里面的怪物 对你来说轻而易举 看着浮现出的提示 陆然一脸的意外 向上向下都是一样的楼层 这还是他第一次遇到 这下不用选择了 直接闭着眼睛按就行了 电梯下行中 陆然随意地按了向下的按键 十几秒钟后 电梯门打开 外面的楼层空间是一片丛林 名称猎豹等级LVR 站立值11 介绍一种凶猛的食肉动物 依靠速度来捕食 陆然也很快看到了 这个楼层空间内的怪物 三头LVR级的猎豹 嗷呜 身旁的银月发出一声狼嚎 立刻朝着其中一头猎豹冲了过去 如今银月早已成年 等级也提升到了三级 站立值比猎豹要高许多 陆然也没有废话 立刻拉弓 瞄准一头猎豹 嗷 箭矢急射而出 直奔那头猎豹而去 不过 那头猎豹的速度更快 箭矢紧贴着皮毛掠过 只射中了不远处的树竿 面对以速度见长的猎豹 陆然的箭数 不再像之前射杀戈布零时 那般百发百中了 不过 陆然却并不气馁 再次搭建拉弓 秀 这次 成功命中了猎豹的后腿 片刻后 三只猎豹被全部杀死 陆然在分解前 特意接了一小桶的血液 准备提回去 浇灌嗜血藤 电梯向上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怪物楼层 消灭里面的怪物 对你来说轻而易举 电梯向下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资源楼层 里面有许多资源 并没有什么危险 第二次运行电梯 陆然选择了二星的资源楼层 经过一番忙活 开采了不少铜铁矿石 电梯向上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怪物楼层 消灭里面的怪物 对你来说轻而易举 电梯向下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空楼层 里面空无一物 第三次运行 做出的选择显而易见 陆然直接将怪物交给银月处理 锻炼一下它的捕猎技巧 他则打开交易平台 将之前开采的铜铁矿石挂单出售 电梯向上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资源楼层 里面存在一些资源 并没有什么危险 电梯向下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秘境楼层 这是一个多人秘境楼层 想要通关秘境 必须团队合作 当第四次运行时 陆然看着浮现出的提示 瞬间瞪大了双眼 秘境楼层 时隔两日 他终于再次碰到了秘境楼层 不仅心急高达三星 还是一个多人的秘境楼层 这让陆然瞬间就想到了 游戏中的组对下副本 而从提示信息来看 想要通关这个秘境 只靠强大的个人实力不行 主要还是要依靠团队合作 终于要在楼层内 碰到人类同胞了吗 陆然看着提示 轻声自语了一句 随后 伸手按下了向下的按键 对于这个难得的 秘境楼层 他没有拒绝的理由 电梯下行中 下行十几秒钟后 电梯渐渐停了下来 叮 随着一声清脆的叮响 电梯门缓缓打开 出现在陆然视线中的楼层空间 是一片天色昏暗 遍地坟墓的乱葬岗景象 四处杂草丛生 坟墓间还有不少手握锈剑 四处游翼的骷髅兵 几颗早已枯死的歪薄树上 还落着几只乌鸦 不时发出咕咕的叫声 看着这幅景象 骆然顿时脸色一变 他为了应对这个三星的 秘境楼层 可是将之前炼制的所有剧毒药剂 全都带在了身上 因为在之前的挑战楼层中 他就已经见识过 剧毒药剂在战斗中的效果 却没想到 这个秘境楼层的怪物 竟然全都是骷髅 这玩意儿 全身上下都是骨头架子 显然不可能受到 剧毒药剂的负面影响 等于是 他那些剧毒药剂 全都白带了 骆然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握紧手中的追风弓 小心地脉步 踏入楼层空间 类型 秘境楼层 星级 介绍 一个充满危险的秘境楼层 杀死买骨之地的所有骷髅 已将获得丰厚的奖励 随即 楼层信息浮现在他的面前 又来一个 现在就差最后一个了 当骆然正在查看信息时 突然听到一道男声 从左侧传来 他立刻扭头望去 发现此刻已经有三个人 比他先一步 到达了这个秘境楼层 那三人的电梯 就在他的左侧椅子排开 每一步电梯之间 都相隔两米 刚才说话的 正是离他最近的 隔壁电梯的主人 那是一名二十出头的短发青年 身高将近一米八 右手中握着一柄铁剑 姓名 李浩宇 等级 LV4 陆然查看了一下对方的属性 只显露出了最基本的姓名等级信息 陆然 这时 一道带有几分惊讶的声音响起 李浩宇隔壁电梯的主人 一名身材壮硕的三十岁左右青年 朝他投来几分异样的目光 熟人 听到有人突然叫出自己的名字 陆然颇为意外 第一反应 就是遇到了熟人 但当他看到对方的模样后 却又觉得十分陌生 之前并没有见过 姓名 郑钱 等级 LV5 当查看了对方的属性后 陆然这才露出恍然的表情 这确实是他没见过面的熟人 当初从他这里 买走了第一顶旅行者帐篷 陆然嘴角 微翘露出笑容 朝着正前微微点头回应了一下 之后 将目光投向了最后一人 那同样是一个男人 二十多岁的年纪 短寸头 刀子脸 右边脸颊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 裸露的手臂 遍布着纹身 把玩着手中的长刀 只是淡淡瞥了陆然一眼 姓名 徐杰 等级 LV6 看到对方的等级 陆然微微有些意外 没有想到 竟然比他的等级还高 要知道 他可是有着预知楼层信息的金手指 每一次都做出了最佳的选择 对方此时的等级 比他还要高出一级 显然是 吸收了不少魔精 若是陆然 也将背包内的魔精全部吸收 等级起码能够提升三级 你好 我叫李浩宇 就在陆然暗想时 旁边的李浩宇 主动向他打了一声招呼 不过 目光却是看向了陆然身旁的银月 这是你的宠物吗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银月进入楼层空间后 就静静地蹲在陆然的身旁 强壮的体型与冰冷的狼毛 都显示其有不俗的战力 嗯 陆然淡淡点了点头 在几人中 并不止他一人拥有宠物 在正前的身后 也站着一只处于成长阶段的狗头人 但与银月比起来 明显要差许多 说完 陆然才注意到 在他的视线右上角 有一个悬浮提示 当前参与秘境人数 五分之四 人数集齐后 自动开启秘境 看到这提示 陆然这才明白 为什么他在进入楼层后 李浩宇会说 就差最后一个人了 显然 这是一个组队上线为 五人的秘境楼层 丁 就在陆然暗响时 一道钉响声响起 在他右侧的墙壁上 突然出现一部电梯 随着电梯门缓缓打开 一道亮丽身影 出现在陆然的视线中 那是一名手持弓箭的年轻女孩 一头绣发绑成高马尾 看起来既干练又洒爽 而这次 换成陆然认出了对方 正是之前与他有过一面支援的那名女孩 陆然没想到 竟然一下子遇到了两个熟人 那名女孩进入楼层后 目光扫视了一圈 在陆然的身上停留了数秒 显然 也同样认出了陆然 不过 却并未主动上前找他搭话 当前参与秘境人数 五分之五 秘境将于三分钟后正式开启 下一刻 秘境倒计时的信息浮现 姓名 楚潇潇 等级 LV5 楚潇潇的基本信息 也出现在陆然眼前 其他三人此时也都看着楚潇潇 脸上露出些许惊讶的表情 没有想到 最后一名队友竟然是一个女孩 现在人都到齐了 大家都说一下 通过秘境的奖励 该如何分配吧 看到秘境开启的时间 仅剩三分钟 李浩宇开口说道 像这种相互合作的组队情况下 自然是要提前商量好战利品的分配方案 我的等级最高 要有优先选择奖励的权利 文言 徐杰立刻语气冰冷的开口说道 等级高不一定团队贡献高 正前一脸冷峻的反驳道 依我看 还是按照大家的团队贡献 来分配奖励吧 他和路然都拥有宠物 团队贡献肯定要更多一些 我同意 文言 李浩宇立刻点头附和 在五个人中 他的等级最低 按照等级来分配奖励的话 他无疑是获得最少的一个 我也同意 路然也跟着点了点头 他也同样愿意 按照团队贡献来分配奖励 我没有意见 楚潇潇淡淡说道 他虽然来得最晚 但也很快弄清楚了现在的状况 见到四人都这么说 徐杰也就没有再坚持 只是冷哼了一声 秘境开启 很快 秘境开始的提示浮现 这片埋谷之地 秘境的面积很大 阴沉昏暗的天色下 空气中弥漫着一层灰雾 让人难以看清其全貌 五人小队很快行动 脉步朝着前方走去 四周全都是长满杂草的坟堆 地上凌乱散落着一些白骨 还有不少残缺的墓碑 路然的目光 很快看向游异在其中的一名骷髅兵 名称 骷髅兵等级 LVE 战力值 3 介绍 亡灵族最弱的低阶亡灵 全身仅剩下骨架 防御力较弱 骷髅兵这区区三点的战力值 都还没有胳膊龄的战力高 路然仅仅看了一眼 便举起了手中的追风弓 秀 突然 一道破风声响起 已经有人抢先一步动手 射出一支箭时准确命中那名骷髅兵的头骨 啪 圆圆的头骨直接被击飞了出去 剩下的骨架也随即哗啦一声散架了 秒杀 看到这一幕 路然立刻扭头 看向一旁的楚潇潇 在其他四人中 也就只有楚潇潇与他一样 使用的都是弓箭武器 这么远的距离 一箭就命中了骷髅兵头骨的没清楚 这箭术绝对是专业级别的 要远在他之上 好 这时 楚潇潇的攻击 也吸引到游异在周围的其他骷髅兵注意 纷纷嘶吼着举起手中袖迹斑斑的铁剑 朝着他们这边杀来 袖 见此 路然也立刻拉弓射出箭矢 在楚潇潇这个箭术高手面前 路然自然是不敢炫技 瞄准的是骷髅兵的胸口 营绕着轻茫的箭矢 眨眼便智 命中了骷髅兵胸口处的肋骨 所携带的强大力道 也瞬间将骷髅兵 击散变成了一地的骨骸 这时 路然也察觉到了 楚潇潇向他投来的目光 不过 所看的对象却并非是他 而是他手中的那把追风弓 作为一名国家级的射箭运动员 楚潇潇警评一箭就看出了 路然手中的追风弓品质不凡 哼 这时 使用近战武器的其他三人 也都冲了上去 挥动手中的刀剑 劈砍着骷髅兵 这些等级仅有一级 战力只有区区三点的骷髅兵 显然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 就连三级的营业 也都能轻松秒杀 仅仅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这群骷髅兵 就变成了散落一地的骨骸 之后 队伍继续前进 一路上 五人不断击杀着所遇到的一群群骷髅兵 大概十几分钟后 出现在他们视线中的骷髅兵 等级从一级变成了二级 并且 还多出了许多远程的骷髅弓箭手 根本就不需要指挥 路然与楚潇潇都默契地将手中的弓箭 对准了那些骷髅弓箭手 战斗依然轻松 只有李浩宇不慎受了一点轻伤 但并不影响战斗 只是 路然看着一直都未提升的等级 心里叹息了一声 从开始到现在 他射杀的骷髅兵已经有进百了 如此庞大的数量 所获取的魔能都未能让他升级 由此可以看出 击杀骷髅兵的经验简直少得可怜 很快 在又杀死几群骷髅兵后 他们终于来到了秘境的尽头 在这里 路然见到了一座 用石块堆砌而成的圆形坟种 这座坟种不但高大气派 也不像之前的坟头那般杂草丛生 四周 十名骷髅兵与十名骷髅弓箭手仿 落手未斑 静静地站立着 等级皆是LV三级 比之前的那些骷髅兵又强大了一些 路然的目光扫尸一圈 很快定格在坟种正前方的 一道高大身影上 那同样是一名骷髅兵 但体型要高大许多 身穿一套漆黑铠甲 覆盖着全身的骨架身躯 手中所握的武器 也不再是秀极斑斑的铁剑 而是一柄泛着寒光的黑铁重剑 空洞的眼眶中 燃烧着两团幽绿色的亡灵之火 名称 骷髅首领 等级LV8 战力值38 介绍 骷髅兵中难得一剑的首领 拥有强大的战力 LV8级的骷髅首领 骷髅兵 骷髅兵看着骷髅首领的属性 不禁微醋眉头 露出几分疑惑 虽然骷髅首领的战力不弱 但明显没有三星秘境BOSS该有的牌面 更何况 这还是一个多人秘境 这应该就是BOSS了吧 这时 李浩宇甘咽一口唾沫出声问道 咱们要怎么打 他在之前的战斗中 倒是等级提升到了LV5级 不过因为受了点轻伤 现在看到骷髅首领的强大战力后 不禁有些惧怕 还是老规矩 我们挡住骷髅兵 你们尽快解决掉那些骷髅弓箭手 正前举其手中的铁剑 向路然和楚潇潇说道 你们确定能挡住 路然挑着眉头问道 虽然之前 他们以这样的战术 消灭了不少骷髅兵 但眼前这些骷髅兵的等级 已经提升到三级 还有一名八级的骷髅首领 即使有银月帮忙 路然也怕他们顶不住 至于正前的宠物狗头人 现在还处于成长阶段 战力可以忽略不计 还是擒贼先擒王 先集中火力 杀死骷髅首领吧 徐杰出声说道 在之前的战斗中 路然已经见识过 徐杰不俗的身手 看着他身上的大片纹身 与脸上的伤疤 路然猜测 是一个好勇斗狠之人 不用 路然轻轻摇头道 你们还按照之前的战术打 那个骷髅首领交给我 你 文言 四人的目光齐齐 看向路然 眼神中皆是充满了怀疑 在队伍中 路然的等级并非最高的 他们想不出来 他有什么样的底气 去单挑那名骷髅首领 杀 就在这时 一道喊杀声响起 远处的骷髅首领 已经发现了他们 眼眶中的亡灵之火 剧烈跳动着 举起手中的黑铁重剑 带着一众骷髅兵 朝着这边冲杀而来 好 那就按照路然说的办 见此 郑前直接说道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 让他们讨论战术 郑前选择了相信路然 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他相信 路然此时说这话并非玩笑 文言 其他人也都只能同意了 纷纷举起手中的武器 做好了迎敌的准备 路然则直接拉动弓弦 将箭矢瞄准 冲在最前面的骷髅首领 一支离弦之箭急射而出 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下 击中了骷髅首领胸口处的铠甲 咔嚓 下一刻 崩裂的声音响起 原本光滑的漆黑铠甲上 已被箭矢射中的位置为中心 直接崩裂出了好几道裂痕 这 瞬间 四人微微瞪大了双眼 显然 他们都没有想到 路然所射出的箭矢 携带的力量 竟如此恐怖 虽然之前 他们都已经并肩作战许久 但所击杀的目标 皆是一 二级的骷髅兵 大家都是一击秒杀 根本就看不出实力 此刻面对强大的骷髅首领 他们才意识到 路然射出的箭矢 竟是如此恐怖 而路然的脸上 则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他敢单挑骷髅首领 自然是出于对自身实力的自信 在两件稀有装备的加持下 他虽然等级仅有五级 但战力却早已超过了骷髅首领 秀 很快 路然又射出第二只箭矢 依然是相同的诡计 再次击中骷髅首领的胸口 咔嚓 铠甲崩裂的声音再次响起 这次 裂痕已经遍布了整个上身 箭矢所携带的恐怖力量 也让冲杀的骷髅首领 脚步再次一顿 此时 跟随在骷髅首领身后冲杀的骷髅兵 已经超过了他 楚潇潇也已经在射杀骷髅弓箭手 其他人则是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秀 路然没有停歇地继续射出第三箭 咔嚓 这次 响起的声音不再是崩裂 而是破碎的声音 铠甲在连续三箭之下 终于不堪重负碎裂崩坏 露出了里面森白的肋骨 见此 路然嘴角微翘 再次抽出一只箭矢 瞄准骷髅首领 秀 萦绕着轻茫的箭矢急射而出 眨眼间便命中了骷髅首领的脊椎 所携带的恐怖力道 直接击碎一截脊椎骨 让骷髅首领犹如被腰斩般 直接上下身分离了 击杀LV8级骷髅首领 分配获得90%莫能 你的等级提升至LV6 下一刻 两道提示在他眼前的浮现 在击杀骷髅首领后 等级终于提升到了6级 周围 看到这一幕的其他四人 脸上再次露出震惊的表情 四箭 路然仅仅只用了四箭 骷髅首领甚至都没来得及近身 就死在了他的箭下 这让四人的目光都齐齐看向了 路然手中的追风弓 他们再傻也能猜到 路然手中的弓箭 是一件品质极高的武器 也终于明白 他单挑骷髅首领的底气 从何而来了 而随着骷髅首领的死亡 剩余的其他骷髅兵 也都不足为惧 很快便被众人全部击杀 太好了 我们通关秘境了 李浩宇一脸兴奋地说道 刷 李浩宇的声音才刚落下 站在路然身旁的徐杰 突然抱起偷袭 举起手中的长刀 向路然狠狠砍去 这骤然的变故 让轻松的氛围 瞬间紧张了起来 好在路然早有防备 立刻后退躲避 同时 银月也朝着徐杰扑了过去 见偷袭未成 徐杰躲过扑来的银月 朝着其他三人喊道 这小子的武器品质肯定很高 大家一起动手 杀了他所有战利品评分 也能少一个 人分秘境楼层的奖励 听到这话 李浩宇一脸呆呆的表情 还会从这突然的变故中反应过来 楚潇潇美眸闪动着 并未向路然出手 只是快速后退与众人拉开了距离 正前面露几分异动 但最终还是没有动手 至于路然 此刻看向徐杰的眼神 已经充满了杀计 怀必齐对的道理 他自然是懂得 从进入这个秘境楼层后 他就在时刻防备着其他人 不仅是因为怀必齐罪 也是怕有人心生贪念 想要独吞奖励 却没想到 战斗才刚结束 徐杰就迫不及待地出手了 并且在偷袭未成后 还煽动其他人一起向他动手 这可对他非常不利 毕竟 骷髅首领是他凭一己之力射杀的 按照之前凭团队贡献的分配方案 他肯定要从奖励中拿大头 所以 他真的担心其他人也心生贪念 对他群起而攻之 好在 这最坏的结果并没有发生 这让陆然心里稍稍松了口气 而徐杰在看到其他人没有响应后 狠狠一咬牙 再次向陆然冲去 陆然使用的是远程武器 贴身近战 对他十分有利 徐杰的想法 陆然自然是一眼就看透了 立刻收起追风弓 从背包内取出一把铁剑 这是他准备的近战备用武器 枪 音乐仰头狼嚎一声 朝着徐杰扑去 在二打一的情况 陆然很快找到机会 在徐杰的左臂上 划出一道伤口 之后 便不再与他缠斗 立刻转身就逃 受伤的徐杰双目发红 让留着伤疤的脸 更显猙獰 举着刀 快步向陆然追去 但追了没多远 他就感觉自己的行动变得迟缓 伤口也传来剧烈的疼痛 徐杰立刻看向伤口处 发现原本不深的伤口 此刻已经溃烂一大片 并且 还在不断流出发黑的血液 剑上有毒 徐杰立刻意识到 自己中毒了 毒效发作了 而此刻 与徐杰拉开一段距离的陆然 也停下了脚步 在进入秘境楼层前 他就早已提前在剑刃上 抹了三种剧毒药剂 此刻看到剧毒发作 陆然收起铁剑 重新掏出了追风宫 陆兄弟我错了 秘境楼层的奖励我不要了 求你放我一马吧 见此 徐杰立刻跪倒在地上 朝着陆然求饶道 之前他突然向陆然发动袭击 完全是因为心生贪念 对陆然的追风 拱起了贪心 也不甘让陆然拿走 秘境楼层的最大奖励 只是没想到 碰到了硬茬子 秀 面对徐杰的跪地求饶 陆然却是不为所动 直接射出了箭矢 眨眼间 便贯穿了徐杰的胸膛 看着徐杰满脸不甘地倒地身亡 陆然迈步走过去 捡起了他的长刀 与随身携带的瘦皮背包 之后 再次拉弓 将箭矢对准其他三人所站的方向 还有人想动手吗 陆然语气冰冷地出声问道 没 我没有想要动手 李浩宇急忙摇头说道 我只想要属于我的那份奖励 正前也开口表明他的立场 现在少了一个人 你们还要继续攻略秘境吗 楚潇潇则是淡淡地询问道 咱们不是已经通关秘境了吗 听到楚潇潇这话 李浩宇顿时一愣 满脸不解地反问道 你有收到通关秘境的提示吗 楚潇潇回道 这下 李浩宇才意识到 战斗都已经结束这么久了 他们的确还没有收到通关秘境的提示 也没有见到奖励在哪里 这秘境楼层中 应该还有为杀死的怪物 陆然面露思索地说道 之前 他刚看到骷髅首领的属性时 就觉得没有boss的牌面 此刻终于肯定了 骷髅首领并非这个秘境楼层的boss 如果徐杰还活着 知道这个消息后 不知会作何感想 只怪他当时一心想着袭杀陆然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可我们一路走来 已经将所有的骷髅兵 全部杀死了啊 正前微皱着眉头说道 或许 这个秘境楼层 还有什么隐藏地图 陆然出声说着 目光看向了远处的坟种 见此 其他三人也都纷纷扭头向坟种望去 坟种前 秘境的boss就在这坟里面 正前看着面前的圆形坟种 出声询问道 十有八九 陆然轻轻点头道 在这片埋谷之地中 比较特别的地方 也就只有这座坟种了 而且之前 骷髅首领与那些骷髅兵 全都站在坟种四周 仿佛是在守卫着这里 那咱们怎么进去 用铁稿凿开吗 听到陆然这话 正前拿着铁键 敲了敲堆砌坟种的石块 一副要刨坟的架势 我看那些盗墓小说里 都是有什么机关 能够打开门 李浩宇一脸兴奋地出声说道 在穿越之前 他正好痴迷于盗墓类的灵异小说 此刻能够亲身体验一番 做摸金笑味的滋味 心里自然是充满了激动 这墓碑好像能够转动 这时 楚潇潇的声音响起 只见他站在坟种前的墓碑旁 正低头查看着墓碑的底座 陆然立刻走过去 果然发现石碑与底座并非一体 中间有着一道缝隙 顿时 在心里暗叹道 还是女孩子细心啊 这活儿交给我来 李浩宇心冲冲地跑来 主动请音道 说完 便一把抱住石碑用力一转 果然 石碑慢慢转动了起来 轰隆隆 与此同时 后面的粉种也发出一阵闷响 几块石头随着石碑的转动 开始不断下沉 很快 一条向下的阶梯通道 就出现在他们面前 见此 四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喜色 不过很快 陆然就收敛起脸上的笑容 朝着三人说道 各位 如果接下来谁在心存歹念的话 可别怪我心狠手辣 虽然之前 三人都并未 与徐杰一起向他发难 但陆然还是提前 将丑话给说在前面 以防接下来面对 BOSS时 再出什么幺蛾子 陆兄弟放心 我说过 只要属于我自己的那份奖励 正前立刻再次表明态度 我也是 李浩宇也急忙点头附和 我对杀人没有兴趣 楚潇潇淡淡开口 也表明了他的态度 闻言 陆然的脸色 这才缓和了一些 但也并没有 放下心中的戒备 踏 踏 踏 伴随着轻微的脚步声 四人沿着阶梯 走入了通往坟种的通道 一直下行五 六米后 才走完阶梯眼前 出现一条平整的涌道 在涌道的墙壁上 每隔一段距离 就有一个骷髅头石雕 空洞的眼眶中 燃烧着两团幽绿火焰 为涌道提供了一些光亮 也将这里衬托得 颇为阴森恐怖 看到这幅场景 李浩宇的表情更加兴奋 这与他想象中的盗墓场景 简直是太相像 他立刻打开 制造 界面 用木材制造出两面劣质的木盾 正哥给 拿盾牌挡着点身体 以防这里有什么箭矢机关 李浩宇将其中一面木盾 递向身旁的正前 他们两个是近战武器 此刻走在队伍的前面 文言 正前没有拒绝 伸手接过木盾 右手持剑 左手持盾 忽在身前 与李浩宇一起并排前行 在他们身后 陆然与楚潇潇 同样举着手中的弓箭 做好了随时攻击的准备 而显然 李浩宇的脑补有些多余 他们一路前行着 并未遇到任何机关 很快便走到永道尽头 眼前也变得豁然开朗 这是一个宽阔的圆形大厅 穹顶正中心的位置 悬挂着一盏巨大的吊灯 所燃烧的幽绿亡灵之火 将大厅照得比永道要明亮许多 四人的目光扫视一圈 很快齐齐看向永道的正对面 在那里 三名身穿漆黑铠甲的高大身影 静静站立着 咕噜 看着那三道身影 走在前面的李浩宇 不禁干咽了一口唾沫 面露聚色地说道 三三名骷髅首领 没错 那三道高大的身影 皆是LV八级的骷髅首领 不过 路然的目光 却是掠过那三名骷髅首领 看向他们的身后 那里有一把宽大的十字座椅 上面端坐着一道 全身被黑袍所拢罩的身影 看其体型 比普通骷髅兵还要稍小一些 但在黑袍帽都所遮盖的黑暗中 却燃烧着两团湛蓝的亡灵之火 愚蠢的人类 竟然敢闯入无的领地 这时 一道愤怒的声音在大厅内响起 说话的正是那道黑袍身影 这还是路然第一次听懂 楼层内怪物所说的话 他 他说话了 李浩宇也一脸惊讶的表情 显然也是第一次遇到 今日无就要将你们的尸身 转化成无罪忠实的奴仆 黑袍身影继续说着 起身从座椅上站起来 摘下帽都露出其同样是骷髅的脑袋 见此 路然立刻查看其属性 名称 骷髅法师等级LV12 战力值69 介绍 掌握了亡灵魔法的骷髅法师 是所有人都避之不及的存在 LV12级骷髅法师 看着骷髅法师的属性 路然微微有些惊恶 居然是远程的法师 咱们该怎么办 正前面色难看地问道 法师的防御力一般都很弱 由我负责射杀他 楚潇潇直接开口说道 好 没问题 文言 路然点头硬道 他之前早已见识过楚潇潇高超的射数 所以并未与他争 杀死他们 这时 骷髅法师也向骷髅首领下达了命令 顿时 两名骷髅首领举起手中的黑铁重剑 朝着他们这边冲了过去 剩下的另外一名 则迈步挡在了骷髅法师的身前 看到这一幕 路然在心里暗道一声不妙 没想到 骷髅法师竟然还留了一个贴身保镖 楚潇潇也同样脸色一变 但还是很快拉满弓弦 将剑矢对准骷髅法师 咻 离弦之剑急射而出 枪 下一秒 一道金属交割的声音响起 剑矢直接被骷髅首领的高大身躯挡了下来 只在漆黑铠甲上留下一道浅痕 攻击力与路然相比 显然是相差甚多 咻 咻 咻 楚潇潇也并不气馁 又动作迅捷地连续射出三支箭矢 但是 却依旧无疑命中骷髅法师 不是因为他的剑术差 而是那名骷髅首领将骷髅法师给挡得死死的 根本就不给他下手的机会 咔嚓 另一边 崩裂的声音响起 路然也没有闲着 正在射杀着冲来的骷髅首领 而路然这恐怖的攻击力 也顿时吸引到了骷髅法师的注意 骷髅法师立刻举起手中的法杖 嘴里念着灰色的魔法咒语 很快凝聚出一团灰色光团 法杖一挥 朝着路然丢了过去 小心 几乎在同一时刻 楚潇潇提醒的声音响起 而路然的注意力 此刻全都在冲来的骷髅首领身上 等听到楚潇潇的提醒时 灰球已经与他近在咫尺 根本来不及躲避了 噗 下一刻 灰球打他在胸口上 但路然却并没有感受到丝毫的疼痛 只是 眼前跳出了一个提示 你受到虚弱诅咒 魔法攻击 身体处于虚弱状态 附加负面效果的技能 剑此 路然在心中暗道一声 随后在拉动弓弦时 明显感觉到有些乏力 咻 射出的箭矢命中骷髅首领的铠甲后 所造成的损伤也减弱了许多 大家小心 骷髅法师能附加虚弱的负面buff 路然出声朝着其他人提醒道 而远处 骷髅法师的动作并未停止 继续高举法杖念动晦色咒语 再次凝聚出一颗黑球 这次 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谨慎的表情 刷 很快 骷髅法师将凝聚出的黑球射出 但所攻击的目标 却完全出人意料 并非他们四人中的任何一个 而是那名被路然攻击 此刻铠甲已经破损的骷髅首领 刷 黑球打在那名骷髅首领的后背上 瞬间融入其体内 下一刻 骷髅首领整个身体散发出一道黑光 咻 就在这时 路然射出的箭矢也正好再次命中骷髅首领 但是 所造成的伤害却仅有最初时的一半 增强防御力的增益buff 看到这一幕 路然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 一个减少敌方攻击的魔法技能 一个增加几方防御的魔法技能 这两个技能组合起来 这让他们还怎么打 咱们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我快顶不住了 李浩宇同样脸色难看的急声说道 此时他手中的目盾 已经被骷髅首领的重剑劈烂 此时又重新制造出一面在苦苦支撑着 正前的情况也同样不好 扭头朝着路然说道 咱们撤吧 这样下去 必死无疑 显然 在见识到骷髅法师的两种魔法技能后 他的心中萌生了退意 就在刚才 他的宠物狗头人为了救他 已经被骷髅首领一剑劈成了两半 而队伍战力最强的路然 在两种魔法技能的效果下 攻击力也大打折扣 在这种情况下 果断放弃才是最好的选择 至于楚潇潇 此时翘脸上早已没有了之前的淡然 他主动请应 接下射杀骷髅法师的任务 但在骷髅首领的严防死守下 显然有心无力 此刻 心里也与挣钱一样 开始萌生了退意 毕竟 骷髅法师的虚弱诅咒 魔法技能 不可能仅仅只能释放一次 等一会儿给他们全都附加上虚弱状态时 恐怕想逃都来不及了 你们再坚持一下 不过 路然却是狠狠一咬牙 朝着李浩宇和郑前说了一声后 扭头看向楚潇潇说道 我去吸引那名骷髅首领的注意力 以争取在三件之内 干掉骷髅法师 说完 还不等楚潇潇应答 路然便朝着守卫在骷髅法师身前的骷髅首领 冲了过去 你 看到这一幕 楚潇潇顿时瞪大了美目 李浩宇与郑前两人 也被路然的举动吓了一跳 没有想到 他在虚弱状态下 竟然还敢主动去与骷髅首领肉搏 这在他们看来 简直就是在找死啊 他 他 他 路然快速飞奔着 手中的追风弓 已经换成了徐杰的那把长刀 那是一件精良品质的武器 比他的备用铁剑强多了 而近距离的战斗 远程武器根本就发挥不了作用 很快 他便冲到了骷髅首领面前 紧握手中的长刀朝起狠狠砍去 枪 顿时 一道金属交割的声音响起 骷髅首领举起重剑抵挡 很轻松便挡下了路然这一击 随后 再次举起重剑朝着路然劈砍而去 枪 又是一道脆响 路然也将长刀横在身前阁挡 虽然挡下了骷髅首领的攻击 但在虚弱状态根本招架不住 整个身体连连后退了好几步 紧握长刀的右手 也被震得虎口生疼 愚蠢的人类去死吧 这时 骷髅法师的声音响起 看到路然竟然敢主动上前找死 骷髅法师在身前凝聚出一团幽绿色火球 朝着路然丢去 咻 同一时刻 一直等待机会的楚潇潇 也射出了手中的箭矢 刷 就在火球即将砸中路然时 他胸前水蓝项链的蓝宝石吊坠 突然亮起蓝光 一道半透明的水蓝色护罩 出现在路然身体周围 将他整个身体完全包裹了起来 啪 火球砸在护罩上 紧紧激起了阵阵液 并未对路然造成任何伤害 见此 路然顿时松了口气 他敢直接冲过来 与骷髅首领肉搏 自然是有保命的底牌 在受到致命伤害时 水蓝项链附带的技能水蓝 护盾会自动激活 帮他抵挡住伤害 依靠这个保命神迹 他完全可以搏一把 帮助楚潇潇创造攻击的机会 远处 三人看到这一幕 齐齐露出惊讶的表情 原本 路然强大的武器 已经够让他们惊讶了 没想到 竟然还有这样的后手 心里不禁一阵庆幸 之前没有头脑发热 和徐杰一起动手 啊 这时 一道惨叫声响车大厅 路然有水蓝护盾保护 骷髅法师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楚潇潇射出的箭矢 直接深深刺入了 骷髅法师空洞的左眼框内 当他伸手拔出箭矢时 眼眶中湛蓝的亡灵之火 已经熄灭 顿时 骷髅法师右眼紧剩的亡灵之火 剧烈跳动着 发出愤怒的咆哮 愚蠢的人类 我要杀死你们 统统杀死你们 干得漂亮 路然直接无视 骷髅法师的咆哮 满脸笑容地 在心里夸赞一声 关键时刻 楚潇潇没有掉链子 碰 这时 骷髅首领一剑劈砍在水蓝护盾上 再次激起阵阵涟漪 路然发现 在遭受两次攻击后 护盾的颜色变淡了一些 显然 这护盾并非无敌护照 路然立刻收敛心神 举刀抵挡骷髅首领的攻击 但因为楚潇潇之前的偷袭得手 骷髅首领在与路然战斗时 依然将骷髅法师牢牢护在身后 根本就不给楚潇潇再次偷袭的机会 看着身前的水蓝护盾颜色越来越淡 正前 李浩宇那边也撑不住了 路然向一直伺机而动的银月 发出了攻击的命令 银月发出一声狼嚎 在路然与骷髅首领交割时 突然朝着骷髅法师扑去 碰 面对银月的偷袭 骷髅法师根本没有时间凝聚魔法 只能将法杖挡在身前抵挡 虽然并未受到什么伤害 但却被银月扑得倒退了两步 原本完全隐藏在骷髅首领身后的身体 再次露了出来 咻 等待许久的箭矢急射而出 啊 又是一道惨叫响起 这次 楚潇潇准确命中了骷髅法师的右眼 路然只给了他三次攻击的机会 他自然是要保证 每一次攻击都命中要害 而随着右眼眶中的亡灵之火熄灭 骷髅法师挣扎几下后 身体哗啦一声散架 变成了一地的骨头 看到楚潇潇超额完成了任务 路然也不再与骷髅首领近身肉搏 快速后退拉开距离 再次换上了他的追风弓 片刻后 哗啦 伴随着最后一名骷髅首领倒地 几人的眼前终于浮现出通关秘境的提示 恭喜你们通关秘境楼层 拿下秘境 买骨之地 首杀 本次通关叠加首杀奖励 获得奖励 黄金宝箱新号一 白银宝箱新号四 终于通关了 看着面前的提示 路然脸上浮现出开心的笑容 随即光芒一闪 骷髅法师的尸体与地宫 全都消失不见 他们再次回到外面 而在他们的身前 则是一字排开 摆放着一斤四银五个宝箱 这还是路然第一次 同时见到这么多的宝箱 在兴奋之余 心中也提高了警惕 毕竟财博动人心 面对五个宝箱的诱惑 难保不会又出现一个徐杰 我要死在这里了 就在路然提高警惕时 一道带着哭腔的声音响起 路然扭头望去 只见李浩宇捂着胸口 一脸面如死灰的表情 在他手舞的胸口处 鲜血已经将衣服染红了大片 那是刚才在战斗中 被骷髅首领给砍了一件 若是不尽快治疗的话 单是失血过多 就足以致命 一旁 正前看着这一幕 眼神中充满了感同身受 当初他也遇到过如此境遇 若非幸运交易到疗伤的魔药 恐怕早已死掉了 大男人哭什么呀 路然直接走到李浩宇面前 从背包内掏出一支止血药剂 可以止血治伤的止血药剂 五十魔镜的折扣甲 要不要 止血药剂 看着路然手中的药剂 正前于楚潇潇的脸上 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现在交易平台上 魔药都是一株难求 更别说炼制成功的药剂了 这东西 要是上架到交易平台 肯定是一秒钟就被抢了 毕竟现在 身受重伤 就极可能会要命 眼前的李浩宇 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要要要 此刻 李浩宇看着路然手中的止血药剂 犹如看到了生的希望 立刻投如捣蒜般 连连点头硬倒 说完 又一脸尴尬地说道 不过 我现在没这么多魔精 能赦账吗 不用 你很快就有了 路然笑着指了指一旁的宝箱 随后 直接将止血药剂 丢给了李浩宇 现在止血药剂的价格 肯定不止五十魔精 但毕竟大家刚刚共同经历了生死 曾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让他眼睁睁地看着李浩宇死去 他还是有些于心不忍 他不会做圣母 但也不冷血 多谢陆大哥 李浩宇接过止血药剂 朝着路然道谢一声 随后 立刻仰头将药剂一饮而尽 随着药剂入腹 药剂很快发挥作用 伤口渐渐停止了流血 看到如此神奇的药剂 李浩宇顿时激动不已 好了 现在分配奖励吧 陆然朝着三人说道 我要那个黄金宝箱 各位没有意见吗 没有 我没意见 我也没意见 三人皆是摇了摇头 虽然秘境的最终boss 是由楚潇潇射杀的 但不可否认 陆然在攻略秘境过程中的贡献最大 特别是最后的战斗 若不是陆然主动进身 肉搏的话 楚潇潇根本就不可能杀死骷髅法师 所以 此刻陆然提出 拿走价值最高的黄金宝箱 他们自然是没有意见 看到三人都没意见 陆然直接将黄金宝箱 收入了背包 随后 又继续说道 还有徐杰的宝箱也归我 没意见吧 没有 三人再次摇头 从宝箱的数量上来看 系统显然是根据队伍人数发放的 现在徐杰已经死了 并且还是因为心生贪念 被陆然给反杀了 陆然现在要求拿走他的奖励 再他们也并不算过分 而这一次 陆然并没有先拿 让他们各自选了一个后 他才收起了最后一个白银宝箱 反正里面装的什么 大家都不知道 相当于是开盲盒了 能开出什么东西 全凭运气 李浩宇直接打开他 所选的白银宝箱 取出里面的魔金 又从背包内拿出一些 凑够50魔金 交给了陆然 陆兄弟 你还有没有止血药剂了 能不能卖给我一支 这时 正前开口朝着陆然问道 他在这方面吃过亏 想要提前准备一支药剂 以防不时之需 现在没有了 陆然轻轻摇头 说道 你想要的话 明天中午私聊我 同样的价格 我卖给你一支 他之前炼制的四支止血药剂 在冰原生存时 已经用掉了三支 刚才给李浩宇的那支药剂 已经是最后一支了 不过 到明天中午时 种植的止血草 就能生长成熟 到时 就能继续炼制止血药剂了 可以 到时我联系你 文言正前立刻点头印道 陆然 你的弓箭是什么品质的 什么价格出售 这时 楚潇潇也开口向陆然询问道 相比于止血药剂 他对陆然的追风弓更感兴趣 听到楚潇潇这话 陆然直接将追风弓的属性 制作成图鉴展示了出来 竟然是稀有品质 一下子能加27点战力值 看到追风弓的属性 李浩宇直接惊呼出声来 一旁 正前也是满脸惊讶 楚潇潇就更不用说了 看着图鉴的美眸都亮了起来 制造追风弓的材料 需要一阶风系磨合 我现在已经没有了 暂时制造不出第二把 陆然朝着楚潇潇说道 如果你想要的话 自己去收集磨合 我可以便宜帮你制造一把 好 等我收集到磨合就联系你 楚潇潇点头应答 说完 便立刻向陆然发来好友申请 大佬 我也求个好友为 李浩宇也急忙凑了过来 陆然没有拒接 与两人加了好友 至于挣钱 他们在交易旅行者帐篷时 就已经加了好友 至此 这次的秘境攻略也宣告结束 四人结伴返回电梯处 陆然看到 徐杰的电梯门依然处于打开状态 但原本的透明防护罩 此时已经消失不见了 看来电梯主人死亡后 防护罩也会随着消失啊 陆然暗暗在心中想到 在探索楼层时 电梯的门并不会关闭 门口会出现一个防护罩 楼层内的怪物 无法突破防护罩进入电梯内 这还是陆然第一次看到防护罩消失 他迈步走入徐杰电梯内查看了一下 除了一些劣质的生活物品外 比较有价值的物品 就是两个装着基础资源的背包了 他毫不客气地全都收起来 转身返回了自己的电梯 随着电梯门关闭 陆然从背包内取出了一金一银两个宝箱 接下来到查看奖励的时刻了 掀开哪一个呢 陆然的目光在面前两个宝箱间不断徘徊着 最终定格在了白银宝箱上 决定将好东西给留到最后面 说起来 这还是陆然第一次获得白银级别的宝箱 心里还是有一些小激动 可知 很快 随着宝箱盖缓缓打开 里面的奖励映入眼帘 一堆铜块 一堆银块 一堆魔金 一枚赤红色魔盒 以及一张淡黄色的图纸卷轴 恭喜你获得 铜块加24 银块加12 魔金加25 一阶火系磨合加1 火纹法杖制造图纸加1 系统的提示随之浮现 奖励非常丰厚 不仅有制造图纸 还有一枚一阶火系磨合 陆然很快收起所有材料资源 拿起那张图纸卷轴 缓缓展开 在上面描绘着一根橙白相间 顶端镶嵌着红色金石的法杖 图纸 火纹法杖 类别 装备 品质 稀有 介绍 一张记载着火纹法杖详细结构的图纸 使用后可制造火纹法杖 稀有级别武器 看着图纸的属性 陆然顿石面露惊喜之色 没有想到 这么快就又得到了一张稀有武器的制作图纸 是否学习火纹法杖制造图纸 学习 陆然立刻点头 选择了学习图纸 刷 光芒一闪 图纸消失不见 陆然打开 制造 界面 很快在追风攻列表的下面 看到了新增的火纹法杖 火纹法杖 铜块星号16加 银块星号7加魔精 星号15加一阶火系魔盒星号1 制造火纹法杖所需的材料 它背包内完全足够 不过 陆然却并没有急着制造 因为这火纹法杖一看 就是法师职业的专属武器 和那些刀剑 弓箭不同 若是不会魔法的话 这法杖拿在手里 与烧火棍无益 所以 陆然并未急着制造火纹法杖 而是扭头 看向一旁的黄金宝箱 双眼中 充满了兴奋与期待 买骨之地 秘境的最终boss 是一名骷髅法师 现在从白银宝箱中 开出了法师专用的武器 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 黄金宝箱内能够开出 让他转职成为法师的奖励 想到这种可能性 陆然的心中更加兴奋 迫不及待地 伸手打开了黄金宝箱 恭喜你获得 银块加28 金块加12 魔金加53 一阶土系魔盒加1 月亮景 建造图纸加1 魔法笔记加1 魔法笔记 打开黄金宝箱的瞬间 陆然的目光 就被魔法笔记牢牢吸引住了 那是一本封面呈黑色的书籍 看起来有些破旧 一副年代久远的样子 陆然伸手从宝箱内将其取出来 立刻查看其属性 名称 魔法笔记 介绍 一本记载着初级魔法的笔记 使用后可掌握初级魔法知识 使用需求 等级达到LV10级 等看清魔法笔记的属性后 陆然激动的双手都微微颤抖起来 果然 他的猜测没有错 真的在黄金宝箱内 开出了让他转职成为法师的物品 虽然需要等级达到10级才能使用 但还是让他难掩心中的激动 毕竟 那可是掌握着强大魔法力量的法师啊 陆然连连深吸好几口气 才压下心中的激动 小心将魔法笔记收入背包 目光再次看向黄金宝箱内 将各种材料资源一一收起来 最后拿起了那张月亮景的建造图纸 随着图纸缓缓展开 属性随之浮现在他面前 图纸 月亮景 类别 建筑 品质 稀有 介绍 一口充满魔力的神奇月亮景 夜晚景中会凝聚月之精华 可用于提升炼药的成功率 建造需求 50单位10块 20单位铁块 15单位铜块 20单位魔晶 居然是建筑 看着图纸属性 路然微微有些惊讶 与物品的制造图纸不同 建筑的建造图纸 属于是一次性消耗品 在用期建造完建筑后 图纸就会消失不见 无法再重复建造了 路然没想到 在开出法师转值物品后 竟然又开出了一张稀有品质的建筑图纸 看着图纸属性的介绍 脸上更是恶开了花 这月亮景并非水景 而是蕴含魔力的魔法建筑 可以在夜晚凝聚月之精华 而月之精华的作用 则是提升炼药的成功率 这对于拥有一小块魔药田的路然来说 无疑是非常的重要 他二话不说 立刻走到种植箱旁边 选择了一处合适的位置 是否使用月亮景建造图纸 使用 路然点头硬道 刷 顿时 建造图纸光芒一闪 消失不见 而他所选的建造位置 则是被一团淡蓝色光芒所笼罩 很快 当光芒渐渐收敛消失时 一口古代水井模样的建筑 出现在路然眼前 井口大约一米左右的样子 低头朝里面看去 下面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到 名称 月亮景 品质 稀有 介绍 一口充满魔力的神奇月亮景 夜晚景中会凝聚月之精华 可用于提升炼药的成功率 耐久 100-100 凝聚数量 0 而随着月亮景的建成 一道提示出现在路然面前 电梯已满足所有升级需求 是否进行升级 满足电梯升级需求了 看着这突然跳出的提示 路然微微一愣 之前因为所需材料资源众多 他一直都没关注电梯升级的事情 没想到不知不觉间 竟然凑够了升级电梯的所有材料 这还要多亏了 从徐杰电梯内收获的背包中 有大量木材 石块 这些基础资源 又从黄金宝箱内 开出了一阶土系磨合 再加上 建造出月亮景 这个稀有建筑 让电梯的综合评分 暴涨一大截 终于满足了 再次升级所需的一切要求 对此 路然自然是没有犹豫 直接选择了升级 刷 下一刻 与第一次升级时一样 整部电梯散发出刺眼的白光 照得人根本就无法睁开双眼 等到光芒脸去 路然再次睁开眼睛时 看着升级后的电梯 瞬间瞪大了双眼 脑海中就只有一个想法 这还是电梯吗 随着等级的提升 电梯内的面积 直接扩大了近十倍 宽阔空旷的空间 早已超过了电梯的范畴 不过 这还并不足以让路然惊讶 真正让他感到震惊的是 此刻他脚下的地面 不再是平整的地板 而是变成了一片土地 这幅景象让路然突然有种 身处在楼层空间的错觉 让他不禁想到了 之前升级电梯所需的土系磨合 要是再这样升级下去 电梯会不会变成楼层空间那样的小事件 路然暗暗在心里想着 立刻查看了一下电梯属性 电梯等级 二级 运行次数 五次每天 综合评分 174 升级需求 300单位铁块 200单位铜块 200单位磨精 一单位二阶土系 木系磨合 800点综合评分 随着等级的提升 电梯的运行次数再次增加 达到了每天五次 同时 下次升级所需的各种资源材料 也成好几倍的增长 基础材料已经从木材 石块 变成了铁块 铜块 同时 磨合的需求也变成了 二阶土系磨合 与木系磨合各一单位 至于综合评分要求 也达到了800点 看来短时间内 又不需要关注 电梯升级的问题了 这时 银月狼嚎一声 在土地上肆意飞奔着 显然相较于之前 更加喜欢 现在贴近自然的环境 等有机会 从楼层空间内 移植一些树木 增添一些升级 看着银月兴奋的模样 陆然微笑着 在心里想到 随后 迈步朝着电梯门方向走去 上次升级电梯时 他没有仔细查看控制区 所以 没能第一时间发现 多出的电梯运行范围案件 这次他特意过来查看了一下 却发现 和之前没有变化 并未多出案件 便扫兴地摇摇头 伸手打开了 制造界面 现在有了 转职成为法师的物品 它可以毫无负担地 制造火纹法杖 制造成功 随着制造成功提示浮现 陆然右手中 多出了一根法杖 大约一米左右的长度 整体成橘黄色 上面遍布着银白纹路 顶端处则是镶嵌着一颗 婴儿拳头般大小的火红金石 骆然打量着手中法杖 立刻查看其属性 名称 火纹法杖 品质 稀有 技能 火系初通 介绍 一根镶嵌着火系磨合的稀有法杖 可提升魔法攻击 增加火系魔法伤害 耐久 500500 战力值36 与追风弓相比 火纹法杖 无疑要强大许多 甚至 超过了 它脖子上所戴的水蓝项链 毕竟是武器 所增加的战力值高达36点 同时 也同样附带着一个技能 火系初通 对火系魔法 有了初步的掌握 小幅提升火系魔法伤害 当初 陆然练习了许久的射击 才领悟了 剑术初通 技能 现在火纹法杖自带 火系初通 技能 无疑是帮它节省了不少时间 随后 陆然练练不舍地 将法杖收入背包 开始生火做饭 今天的楼层探索已全部结束 它准备吃完饭后 早点休息 一夜无话 一日清晨 叮 还在睡梦中的陆然 被一道钉响声惊醒 随后 一道道提示音不断响起 恭喜现在的幸存者 安全度过了五日的新手期 接下来 你们将要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系统将开启 区域战力榜 与区域综合榜 同时 电梯新增楼层 坐标按键 祝大家游戏愉快 这是游戏更新了 听着这一道道提示音 刚被惊醒的 陆然还有些发毛 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立刻查看区域频道 发现 此时区域频道早已炸开了锅 这是版本更新了 老子前两天差点死了 你告诉我 这只是新手期 刚开启的排行榜上 好多眼熟的大佬啊 齐岩大佬的战力值 竟然高达一百点 好强啊 我才只有不到三十点 新增的楼层坐标按键 竟然能选择楼层 哪位兄弟抱个坐标面积一下 齐老滚蛋 有妹子约线下吗 哥哥可是很强的 女人有什么好玩的 宝箱不箱吗 排行榜第一的奖励 可是钻石宝箱 看着区域频道上的热烈讨论 陆燃好奇的立刻打开功能界面 果然看到了一个新增的排行功能 伸手点进去 眼前出现两个榜单 区域综合排行榜 第一名陆燃综合值174 第二名奇岩综合值131 第三名赵新凯综合值124 区域战力排行榜 第一名奇岩战力值107 第二名陆燃战力值86 第三名王林战力值55 看着两个榜单 陆燃微微有些惊讶 第一个区域综合排行榜 显然是指电梯的综合评分 他昨天才刚将电梯升级到二级 此刻占据榜首的位置并不意外 但在第二个区域战力榜中 他竟然屈居第二 这真的是出乎陆燃的意料 毕竟 他可是有着预知楼层信息的金手指 从没走过一步弯路 而此刻 身上还穿戴着两件稀有级别的装备 即使是这样 第一名的奇岩还比他高出20多点 这真的让陆燃想不明白 对方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拥有外挂的不止我一个 陆燃不禁在心中想到 对于这个奇岩 他还是比较陌生 之前在区域频道里并不活跃 没想到直接一名金人 占据了战力榜的榜首 很快 陆燃摇摇头不去想这些 点击查看了一下奖励 果然如同区域频道一些人所说 第一名的奖励是钻石宝箱 之后 第二 三名是黄金宝箱 第四至十名 则是白银宝箱 而排行榜的周期为十天 十天后 根据排名定榜发放奖励 看到此处 陆燃这才放心下来 他的目标可不仅仅是综合榜第一 他要的是双榜第一 第一 就在这时 私信的提示音响起 陆燃打开一看 发现是李浩宇发来的 恭喜陆哥 占据综合排行榜第一 李浩宇先是发来一句恭喜的话语 紧接着又发来一条消息 陆哥 有没有兴趣 再去刷一遍买骨之地秘境 再刷一遍买骨之地 看着李浩宇发来的消息 陆燃不禁一愣 什么意思啊 他发去回复反问道 作为秘境楼层的买骨之地 与普通的怪物楼层不同 是如同副本般可以重复攻略的楼层 但电梯的运行无法控制 每次都是随机抵达一个未知楼层 想要两次都抵达同样的楼层 这概率实在是太渺茫了 所以 面对李浩宇提出再刷一遍买骨之地的邀请 陆燃心中充满了不解 看来 陆哥你还没查看新增的案件啊 你去看一下新增的楼层坐标案件介绍 自然就明白了 李浩宇回复解释道 见此 陆燃这才想起刚才在区域频道上 看到有人提到过这事 不少人还嚷嚷着 要报坐标在楼层那面机 约妹 这让他更加好奇 立刻走向了电梯控制区 果然发现 此刻在电梯的控制区内 多出了一个圆形按键 在按键的表面 是一个XXX的图标 他伸出右手食指 在上面轻轻按了一下 顿时 面前出现一个提示框 请输入所要前往的楼层坐标 下画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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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 在旁边还有着一个列表 上面所显示的 是他之前到达过的所有楼层坐标 买骨之地 秘境的楼层坐标 自然也在其中 看到这里 陆然终于明白 李浩宇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了 这新增的楼层坐标按键 就像是普通电梯都具备的楼层按键 只要知道楼层坐标 便可操控电梯前往相应的楼层 当然 电梯运行也还是有着范围的限制 若是电梯未升级 没有解锁出击楼层的话 即使输入一个出击楼层范围内的楼层坐标 也无法前往该楼层 陆哥 你看完坐标按键的介绍了吗 我刚才已经联系过正哥和楚潇潇了 他们说 只要你愿意 就同意再去刷一遍 买骨之地 这时 李浩宇再次发来了私聊消息 可以 陆然立刻回复同意道 三星级的秘境楼层 这可是很难得的 即使他有提前预知楼层信息的金手指 可以做出最佳的选择 也很难再遇到 这样等级的秘境楼层 虽然 买骨之地 之前已经被他们攻略过一次 再次攻略 不会有首杀奖励的叠加 但奖励也依旧丰厚 也能让他 获得大量的魔能经验 现在 对于陆然来说 最重要的事情 便是提升等级 尽快将等级提升到 LV十级以后 他就能使用魔法笔记 转值了 好 那我马上给大家拉一个拳 见到陆然答应了 李浩宇立刻回复道 在 好友 功能中 有组建聊天群组的设置 很快 李浩宇就组建了一个 四人的聊天群组 郑钱 没想到 咱们这么快就又能见面了 李浩宇 是啊 以后 我就能多抱抱大佬们的大腿了 郑钱 还没恭喜陆兄弟 综合榜全区第一 陆然 郑哥客气了 你不是也在双榜前十吗 陆然回复恭维了一句 郑钱的实力不弱 在综合榜中位列第六 战力榜中位列第四 郑钱 我的那点排名 跟陆兄弟 你没法别 郑钱也谦虚地回应 楚潇潇 现在队伍还少一个人 是主动找一个队友 还是进入秘境后 等待系统匹配 这时 楚潇潇出来询问道 买骨之地 是一个需要五人 组队的多人秘境 必须要集齐五人后 才能开启 而如今 他们就只剩下四人 想要再次攻略秘境 要么就提前 主动找一个队友 跟对方分享某层坐标 要么就是像第一次那样 在进入秘境后 等待系统随机匹配一个队友 这两种选择 第一种物意要更好一些 最起码 能够提前大概知晓 队友的实力与人品 若是随机分配的话 有可能遇到 实力较弱的队友拖后腿 也有可能再遇到一个徐姐 所以 看到楚潇潇的询问后 陆然立刻回复道 你们有什么 实力不错的靠谱朋友吗 可以拉过来一起组队 楚潇潇 没有 李浩宇 我也没有 两人很快回复 皆是表示没有 在完全陌生的生存游戏内 短短五天里 想要交到朋友都不易 就更别说 是实力不错的靠谱朋友了 所以 两人的回答 也在陆然的意料之中 正前 我有一个现实朋友 也在这个区域内 他刚刚将电梯 等级提升到一级 虽然等级差了一点 但我可以给他提供精良装备 也能保证人绝对靠谱 就在这时 挣钱在群里回复道 现实朋友 看到这话 路然微微有些惊讶 穿越到这个电梯生存游戏的人 年纪全都在18岁到40岁之间 数量高达10亿 而每个区域频道 都犹如游戏的一个个服务器般 人数仅有10万人 算下来 区域频道的数量 足有10万之多 在这种情况下 经历了五天的探索后 还能在同一个区域频道中 找到现实中的朋友 这可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 在听到挣钱 居然有一个现实朋友 在这个区域 路然自然是颇为惊讶 随后 发消息同意道 可以 我没意见 相对于实力来说 路然更看重人品 背后捅刀子的危害 可比实力弱一些 要大得多 楚潇潇 可以 李浩宇 我也没意见 楚潇潇与李浩宇 也跟着表态 表示同意 挣钱 好 我这就去给他发消息 路然 买骨之地的时间 定在中午吧 我上午有点事情 挣钱 可以 楚潇潇 好 李浩宇 没问题 定好时间后 路然伸手 关掉了聊天群组 其实 他上午并没有什么要警示 之所以 把时间定在中午 是因为那时魔药田中的药草 正好成熟 虽然昨天早已刷过一次 买骨之地 但毕竟有着不小的难度 稍有不慎 就会受伤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路然准备炼制一些止血药剂 带在身上防身 想到药剂 路然顿时想到了 昨天建造的月亮井 立刻迈不朝气走去 其实 昨晚在夜幕降临 电梯顶部亮起皎洁月光时 路然特意到月亮井旁 仔细观察了一番 发现在月光照射下 原本漆黑的月亮井内 出现了许多淡蓝色的小光点 犹如飞舞的萤火虫般 向井内中心处汇聚 只是这个过程非常的缓慢 路然看了半天也才只见到凝聚了一小滴 所以 他后来也就放弃 转身回去睡觉了 此时十分期待 经过一夜的汇聚后 能凝聚出多少月之精华 名称 月亮井 品质 稀有 介绍 一口充满魔力的神奇月亮井 夜晚井中会凝聚月之精华 可用于提升炼药的成功率 耐久 99100 凝聚数量5 路然很快查看月亮井 属性 发现一共凝聚出了5单位的月之精华 不知道能提升多少成功率 路然一边在心中暗暗想着 一边将月亮井内的月之精华 全部取了出来 可惜 现在魔药都还未生长成熟 无法立刻检验月之精华提升的成功率 路然只能暂时放入背包 走到十灶前生火做饭 趁着做饭的间隙 路然打开了区域频道 发现自从版本更新后 区域频道的活跃度 比之前提升了数倍 一条条喊话不断刷新滚动着 若不是喊话滚动速度 可以调整减慢 路然根本就来不及看清喊话的内容 三魔药出售一新秘境楼层坐标 带攻略五魔药 先给魔药再发坐标 有人组队探索一新半怪物楼层吗 里面有一个黑铁宝箱 高价收购秘境楼层坐标 先发坐标验证 骗子滚蛋 于东所占据的水资源楼层坐标是 648 41 大家快过去抢水啊 天下会收人 加入后 可共享三个秘境楼层坐标 还有诸多福利 龙玉欢迎有实力的朋友加入 卧槽 战力榜第一的齐烟大佬 成立工会了 听说齐烟大佬 拥有一头完美资质的地形龙宠物 我已经向齐烟大佬的龙玉 发去入会申请了 不知道能不能通过 看着这一条条喊话 路然顿时有种强烈的玩网游记事感 其中 除了掺杂这一条私人恩怨外 大部分内容 都是在买卖秘境楼层坐标 和各种刚成立的工会 在喊话收人 因为随着楼层坐标案件的开放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已经不再仅限于区域频道聊天 可以直接在探索楼层中抱团取暖 这使得各种工会 犹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而一般 创建工会的 都是排行榜上的人物 有着一定的号召力 其中最为热门的 自然莫过于战力榜第一的齐烟 之前 他在区域频道并不活跃 如今已然成为了最热门的人物 而陆然也从聊天信息中解开了心中的疑惑 齐烟的战力如此之高 并非与他一样拥有外挂金手指 纯粹是欧皇附体 运气爆棚 契约到了一头完美资质的地形龙宠物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 地形龙拥有着强大巨龙的血脉 成长资质更是完美级别 可以说在各个方面 都完全吊打音乐 也正是因为有了强大地形龙的战力加成 才让齐烟一举超过他 占据战力榜第一的位置 这家伙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陆然出声自语着 语气中充满了羡慕极度 之后 便对各种求购密进楼层坐标的喊话 充满兴趣 他自然不是想要出售 买骨之地的坐标 那是高达三星的多人密进楼层 普通人看到这等级 就望而却步了 从目前的战力排行榜来看 也就只有齐烟与他两个人 有带队通关的实力 他要是把坐标卖给齐烟 岂不是资敌吗 毕竟 他可是还想和齐烟竞争第一的位置 陆然他真正想出售的 其实是一星半戈布林营地的坐标 那个秘境他之前已经拿了首杀 再次攻略奖励会降低 也没有多少的魔能经验 已经不值得他 花费一次电梯的运行次数 去再次攻略了 还不如卖一下坐标 赚取一些魔金呢 除此之外 还有冰原生存得挑战楼层 同样也可以多次进行挑战 不过其实奖励太低 没有首次S级通关的叠加后 奖励也会打一些折扣 上次整整一百天的时间 已经让他感觉快阴梦了 可不想再来第二次 所以很快 陆然便打字喊话 出售坐标 但结果却并不理想 楼层坐标并没有实物 无法像物品那样直接交易 而所有卖坐标的 都害怕对方拿到坐标后 赖账不给魔金 买坐标的意识如此 怕给完魔金后 对方抱一个假坐标 这在各种网游中算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情况 好在 陆然他在区域频道多少 还是有点知名度 现在又是综合榜的第一名 凭借这点名人信誉 成功卖出五份秘境楼层坐标 七份挑战楼层坐标 赚取了六十魔金 之后许久都没再卖出去 他也就索性不卖了 直接起身走向电梯口 电梯向上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资源楼层 里面存在一些资源 并没有什么危险 电梯向下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资源楼层 里面存在许多资源 并没有什么危险 上下都是资源楼层 陆然直接选择了向下 电梯下行中 钉 很快电梯抵达楼层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山地 又要挖矿了 见此 陆然出声自语着 从背包内取出了铁鎬 下一刻 楼层空间内便响起了 叮叮当当的凿石声 三小时后 将所有含有铜 铁矿石的岩石 全都开采完毕后 陆然离开了楼层 回到电梯时 发现种植魔药的种植箱内 此时已是一片 郁郁葱葱的景象 看着植蟀草的植株 已经长到3 40公分高 翠绿的叶片已完全舒展 这让陆然面色一喜 立刻查看其生长状态 魔药名称 植蟀草 生长阶段 成熟期 成长计时 零点 果然 此时成长计时已经归零 代表着 植蟀草已经生长成熟了 终于到收获的时候了 陆然满脸笑容 立刻采集了起来 获取植蟀草加一 植蟀草种子加一 获取植蟀草加一 获取植蟀草加一 植蟀草种子加一 获取蛇性草加一 蛇性草种子加二 获取蛇性草加一 蛇性草种子加一 获取刺麻藤加一 刺麻藤种子加一 获取刺麻藤加一 刺麻藤种子加一 获取刺麻藤加一 经过一番采集 三种生长成熟的魔药 全部采集完毕 共获得24株止血草 19株蛇性草 20株刺麻藤 种子也有所增多 每一种都在25枚左右 可谓是大丰厚 之后 陆然并没有急着再次种植 而是在土地上 开垦出一片区域 将种植箱内 蕴含魔素的泥土 全都倒在那片区域内 让其成为了一片 名副其实的魔药田 毕竟 自从电梯等级再次提升后 地板已经变成了松软的泥土 已经没有了 再继续使用种植箱的必要 同时 陆然也将还未生长成熟的 嗜血藤 也移植到了土地上 通过这两天的观察 他发现 嗜血藤只对有血肉的活物 有攻击性 不会出现 他所担心的 祸害其他魔药的情况 放在一起种植 完全没有问题 不过 不知是陆然种植 贵养的原因 还是感受到他强大的占领 嗜血藤倒是从未攻击过陆然 倒是银月还记恨之前被扎嘴的仇 经常跑去撕扯嗜血藤的藤条 把处在生长阶段的嗜血藤摧残得不轻 后来经过陆然的言辞贺止 银月才收敛了许多 虽然有事没事 还会去撩拨几下嗜血藤 但没有再敢撕扯藤经了 陆然将嗜血藤移植好后 在根部浇灌了一些兽血 此时 嗜血藤的藤条 也有拇指般粗细 查看了一下生长状态 距离生长成熟 还剩23个小时 之后 陆然才开始在魔药田中 种植新收获的魔药种子 挖坑 撒种 浇水 埋土 经过一番忙碌 所有魔药种子全部种入田中 魔素含量67% 随后 陆然打开魔药田属性 查看了一下魔素含量 昨天中午的时候 他就使用过三颗魔精 为魔药田补充魔素 现在魔药生长成熟后 魔药田的魔素含量 又低于了70% 算上还未成熟的嗜血藤 两天总共消耗了65%的魔素 相当于6颗瓣魔精 这与魔药目前的价格相比 显然是不值一提 陆然直接取出三颗魔精 为魔药田补充了魔素 等将魔药田的事物全部忙完后 陆然这才打开了炼药界面 终于可以检验月之精华的效果了 陆然暗暗在心里想着 取出一单位止血草 与一单位月之精华 一起放入炼药界面中 目前 拥有治疗效果的止血药剂价值是最高的 自然是要优先添加月之精华 炼质 陆然出生下达炼质的指令 炼质成功 获得止血药剂加一 很快 炼质成功的提示浮现 看着新鲜出炉的止血药剂 陆然顿时面色一喜 开门红 好兆头啊 随即 他立刻又再次放入止血草 与月之精华 炼质成功 获得止血药剂加一 炼质成功的提示再次浮现 成功率这么高 看着连续两次都炼质成功了 陆然脸上的表情变得更加兴奋 这月之精华 对炼质成功率的提升 好像不小啊 炼质失败 好吧 看来不能高兴得太早 很快 当第三次炼质失败的提示浮现时 陆然火热的心顿时冷静了下来 炼质成功 获得止血药剂加一 炼质成功 获得止血药剂加一 随后 第四次 第五次的炼质也全部成功 五次成功四次 仅仅只有一次炼质失败 这样的结果 让陆然的心又火热了起来 这与他之前总结出的25%成功率相比 无疑是有了极大的提升 换做平时 五次炼质仅仅只能成功一次 即使运气爆棚 撑死最多也就只能成功两次 此时加入月之精华后 五次直接成功了四次 这提升的效果 无疑是让陆然非常满意 随后 继续进行炼质 炼质失败 炼质失败 炼质成功 获得止血药剂加一 炼质失败 没有了月之精华的加成 可以看到药剂炼质的成功率 明显降低了许多 经过一番炼质 共获得九单位止血药剂 五单位辅毒药剂 五单位麻痹药剂 并且 在炼质的过程中 陆然还领悟一个炼药触通的技能 炼药触通 对炼药有了初步的掌握 小幅提升炼药成功率 这技能与之前的剑术触通一样 都是熟炼度达到一定程度后自动领悟的 算上第一次的炼质 陆然目前总共炼质成功的药剂 有近40支 虽然数量看起来不多 但所消耗的魔药 却是高达130多株 其中 还有五单位的月之精华 大幅度提升了炼质成功率 不然所消耗的魔药还会更多 这么仔细算下来 那可就是一笔不菲的巨款 不过好在 目前市面上的药剂数量稀少 它不仅不会亏钱 还能赚一大笔魔金 在清点完药剂后 陆然立刻打开交易平台 开始进行挂单 交易物品 直血药剂 需求物品 100单位魔药 库存数量 5 备注说明 5 交易物品 辅读药剂 需求物品 30单位魔药 库存数量 3 备注说明 5 陆然将直血药剂挂单5单位 价格则直接标出100魔药的天价 在交易平台上 一般有治疗效果的魔药售价 都是12 3魔药 最高也不会超过15魔药 所以之前 他打折50魔药 卖给李浩宇一支直血药剂时 陆然的心理定价 是60魔药 但现在不同了 随着楼层坐标功能的开放 众多玩家大规模探索秘境楼层 治疗魔药的价格 也跟着水涨船高 在交易平台上的挂单 最低也是17魔药 这种紧俏的情况下 陆然自然也是要提价 他没有直接翻倍 已经算是很良心了 至于刚炼制的腐毒药剂 麻痹药剂 以及之前还剩的溶血药剂 陆然全都挂单三单位 价格仅为30魔金 毕竟 这些剧毒药剂 并没有关键时刻救命的作用 只有在对付强大的怪物时 才会用到这些剧毒药剂 来削弱怪物的实力 所以 购买时 心理肯定要权衡一番 花费与收获相比 是否值得 若是购买剧毒药剂的花费 比杀死怪物后得到的收获 还要高的话 那还有谁会去购买呢 而随着陆然将这些药剂全部挂单 区域频道 上顿时掀起了一阵热烈的讨论 卧槽 陆然大佬 居然一下子挂单了14单位的药剂 这么多的药剂 要炼制出来得花费不少魔药吧 不愧是综合榜第一的大佬 竟然直接出售药剂 止血药剂居然卖100单位魔金 还不如直接去抢呢 这价格也太黑了 区域频道的聊天信息 快速滚动着 不少人都在吐槽 陆然卖的价格贵 根本没人买得起 交易成功 失去止血药剂 获得100单位魔金 然而 陆然此刻却已经收到了交易成功的提示 100单位魔金的价格确实很贵 目前极少有人能拿出这么多的魔金 但个人买不起 可并不代表那些抱团的工会买不起 随着大大小小的各种工会组件 资源也必定会有一定程度的集中 对于那些工会而言 100单位魔金的价格 完全能够承受得起 仅仅不到5分钟的时间 5单位止血药剂就全部消耗一空 剩下的三种剧毒药剂 也同样卖出去了一些 看着背包内快速增长的魔金数量 陆然顿时心生出 吸收魔金升级的想法 之前 因为魔金的用途广泛 数量又不是很多 所以 陆然也就没有想过 直接吸收魔金的魔能 现在这么多的魔金 在背包内放着也是浪费 磨合和综合值不够 也无法升级电梯 还不如直接当作经验单吸收掉 提升一下等级呢 心里打定主意后 陆然立刻从背包内取出魔金 是否吸收魔金内所蕴含的魔能 吸收 看着出现的提示 陆然立刻点头应导 刷 顿时 他感受一股暖流进入体内 而手中的魔金 则随之化为积粉消散 随后 陆然又重复动作 继续取出魔金 你的等级提升至LV7级 直到吸收近100克魔金时 他的面前终于浮现出升级的提示 见此 陆然动作并未停止 继续吸收着魔金 你的等级提升至LV8级 又吸收200克魔金后 等级提升到了8级 你的等级提升至LV9级 接着吸收400多克魔金后 升级的提示再次浮现 等级提升到了9级 至此 陆然出售药剂所获得的魔金 全部都消耗完毕 换来的 是等级提升了3级 距离他期盼的10级 仅有一步之遥 果然 想要升级 还得依靠打怪啊 看着将刚赚到的魔金 挥霍一空后 停留在9级的等级 陆然暗暗在心中想到 挣钱 大家都做好重刷 买骨之地 都准备了吗 就在这时 挣钱在群组中 发消息询问 张钊 已经做好准备 楚潇潇 我随时可以开始 李浩宇 我也早就做好准备了 众人很快发出回应 那个张钊 便是挣钱所说的现实朋友 之前在征得 所有人的同意后 便将其拉入了群组 陆然 我也准备好了 陆然也很快发去回复 挣钱 那好 大家现在就前往 买骨之地 秘境 看到挣钱这话 陆然迈步 走到电梯控制区前 伸手按下了 楼层坐标按钮 在浮现出的提示框中 输入了 买骨之地 秘境的楼层坐标 电梯运行中 等按下确认后 电梯立刻运行了起来 叮 十几秒钟后 电梯停止 发出一声叮响 缓缓打开门 出现在陆然眼前的 依旧是那个 天色昏暗 遍地坟墓的 乱葬岗景象 类型 秘境楼层 星级 介绍 一个充满危险的 秘境楼层 杀死买骨之地的 所有窟窿 已将获得 丰厚的奖励 随着陆然迈步 走出电梯 楼层信息浮现在他面前 依然还是和上次一样 并没有什么改变 随即 他瞥了一眼右上角的 悬浮提示 当前参与秘境人数 五分之三 人数集齐后 自动开启秘境 这次 他是第三个到达的人 陆然扭头朝左侧看去 正前于楚潇潇 比他先一步到达 丁 丁 这时 连续两道丁响声响起 李浩宇和张钊 紧随其后抵达 陆然重点看了一眼张钊 那是一个与正前同龄的青年 同样一身健瘦的肌肉 看样子 也是一个恋家子 姓名 张钊 等级 LV4 等级确实差了一点 但从装备上来看 站力还不错 陆哥 你竟然已经9级了 看到陆然的等级变化 李浩宇满脸 惊讶地说道 吸收了一些魔金而已 陆然谦虚地回应道 这是张钊 我以前在省队的队友 这时 正前主动出声介绍道 经过一番简单的寒暄后 陆然从背包内 拿出一支止血药剂 递向正前 郑哥 这是你要的止血药剂 虽然现在止血药剂的价格疯涨 但陆然并没有提涨价的事情 毕竟 价格是他昨天定好的 出而反而有些太不讲究了 好 多谢陆兄弟了 正前出声道谢着 交易给陆然50单位魔金 之后 对 买骨之地 秘境的攻略正式开始 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 这次的攻略 可谓是得心应手 经过一路的清扫 他们很快便来到了 秘境尽头的粉种前 在粉种的四周 依然是十名骷髅兵 十名骷髅弓箭手 以及 一名LV8级的骷髅首领 根本就不需要商量 五人很快按照上次的战术展开攻击 虽然张昭是第一次刷 买骨之地 秘境 但在此之前 正前已经给他讲解了详细的攻略 没过多久 骷髅首领与所有骷髅兵 就被全部消灭 众人走到粉种前 李浩宇按照之前的方法打开通道 队伍沿着阶梯走入了地宫 很快通过昏暗的涌道 进入地宫大厅后 他们再次见到了骷髅法师 与三名骷髅首领 还是按照之前的方法 千万不要出现纰漏 路然一脸严肃地说道 面对骷髅法师 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放心吧 绝对不会出现任何纰漏 正前立刻保证道 愚蠢的人类 竟然敢闯入无的领地 这时 骷髅法师愤怒的声音响起 连台词都没有变 路然二话不说 直接换上长刀 向骷髅法师冲了过去 如今他已经知晓 骷髅法师的魔法 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 直接冲过去 与骷髅首领肉搏 为楚潇潇创造攻击的机会 随着等级提升到九级 他与骷髅首领的肉搏 已经不再像之前那么吃力了 片刻后 骷髅法师与骷髅首领 全部被解决 通关秘境的提示 出现在他们面前 恭喜你们通关秘境 买骨之地 获得奖励 白银宝箱新号二 青铜宝箱新号三 恭喜你们通关秘境 买骨之地 获得奖励 白银宝箱新号二 青铜宝箱新号三 果然 没有了首杀的加成 通关奖励 比第一次时锐减了许多 获得的宝箱 直接从一金四银 变成了两银三铜 看着通关的提示 陆然在心中暗叹一句 因为有过第一次的经验 这次倒没有人受重伤 只有新加入的张昭 受了一点轻伤 使用一株治疗魔药就能治愈 连止血药剂都不需要用 而在这次的攻略中 陆然的贡献 无疑是最大的 直接获得了奖励的优先选择权 陆然直接在两个白银宝箱中 随便选择了一个 之后 剩下的四人经过一番商讨 决定用抽签的方式 来决定接下来的选择顺序 最终 挣钱运气好 抽到第一个选择的签 毫不犹豫地 拿走了另外一个白银宝箱 剩下的三人没得选 各自拿了一个青铜宝箱 以后咱们每天都刷一次 买骨之地吧 李浩宇直接打开宝箱 看着里面的奖励 笑呵呵地说道 心里已经在憧憬着 每天获得一个青铜宝箱的美好生活了 秘境楼层虽然可以重复攻略 但一个秘境每个人每天 就只能进入一次 所以 即使电梯还有剩余的运行次数 他们今天也无法再重复刷 买骨之地 可以啊 只要你们愿意就行 郑甘笑呵呵地说道 今天同样获得了一个白银宝箱 这让郑甘的心情大好 说完 话锋一转接着说道 对了 我也打算组建一个工会 可以让大家互相帮助抱团取暖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加入 在说这话时 郑甘的目光看向了路然和楚潇潇 显然 是在向他们两人抛去橄榄枝 抱歉 我这个人自由散漫惯了 不习惯加入什么组织 路然直接摇摇头 以个性散漫唯有拒绝了 他本来就对加入工会没有兴趣 不但会受到束缚 还有可能会暴露预知楼层信息的金手指 我暂时没有加入工会的打算 楚潇潇也开口 与其平淡地拒绝了 我愿意 郑哥 我愿意加入你的工会 李浩宇却是满脸笑容地抱大腿道 好 欢迎你的加入 虽然没能拉到实力较强的路然和楚潇潇 但正前脸上依然保持着微笑 随后 几人约定了明天攻略的时间 便挥手告别 离开了埋谷之地 秘境 电梯内 等到电梯门关闭后 路然从背包内取出白银宝箱 缓缓打开查看收获 恭喜你获得 铜块加21 银块加10 磨精加24 呼鼓酒 配方加1 酿酒器 制造图纸加1 酿酒器 看着开出的图纸 路然略显惊讶地 立刻取出来查看 图纸 酿酒器 类别 生活 品质 稀有 介绍 一张记载着酿酒器详细结构的图纸 使用后可制造酿酒器 一张稀有品质的生活用品图纸 是否学习酿酒器制造图纸 学习 路然点头道 刷 顿时 手中的图纸光芒一闪 消失不见 打开 制造界面查看 很快便找到了酿酒器 酿酒器 铁块星号20加铜块 星号12加银块 星号5加魔晶星号15 所需的的材料完全足够 路然直接选择了制造 制造成功 制造成功的提示 很快浮现 路然选择放置的地方 顿时出现一座 由好几个罐体组成的酿酒器 名称 酿酒器 品质 稀有 介绍 一座品质稀有的酿酒器 可酿至下品 即以下品质的美酒 耐酒 6060 看着酿酒器的属性 路然立刻从宝箱内 取出了那张 虎谷酒 配方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 这是和酿酒器配套的配方 名称 虎谷酒配方 品质 下品 介绍 一章记载着 虎谷酒酿造方法的配方 看了一眼配方属性 路然直接选择了学习 虎谷酒 实单位 十升水加虎谷星号5加黄金餐 星号2加酒区星号1 很快 虎谷酒的酿造配方 出现在路然眼前 所需的水好说 在交易平台上 很容易就能买到 虎谷和黄金餐有点难弄 路然在交易平台上 进行了挂单求购 至于酒区嘛 也不是太难 只要白米 和水就能制造出来 正好上午有人探索楼层时 发现了一大片水稻 在交易平台上 挂单了一大批白米 路然直接购买了30单位 除了制造酒区外 也正好换换口味 蒸点大米饭吃 处理好这些后 路然走到电梯门前 电梯向上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资源楼层 里面有许多资源 并没有什么危险 电梯向下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怪物楼层 消灭里面的怪物 对你来说轻而易举 看着面前浮现出的提示 路然并没有选择星级更高的资源楼层 而是按下了向下的按键 现在他只想多杀一些怪物 争取快点将等级提升到十几 所以在接下来的选择中 无论星级高低 路然都优先选择了怪物楼层 但将运行次数消耗完以后 等级依然没有变化 晚上因为有了新增的楼层坐标按键 今天交易平台的交易量 比以前高出了好几倍 此时路然不仅交易到了 酿造胡谷酒所需的胡谷与黄金餐 还从交易平台上 购买了三件精良级别的装备 名称青纱帽 品质精良 介绍一顶用青纱缝制而成的帽子 具有一些防御力 耐久三百三百 名称青云衣 品质精良 介绍一件轻便的衣服 十分便于行动 具有一定的防御力 耐久三百三百 名称神型靴 品质精良 介绍一双制作精良的靴子 可提升穿戴者的移动速度 耐久三百斜杠三百 有了楼层坐标按键 可以有选择的刷秘境楼层后 交易平台上的精良装备数量 也跟着随之暴涨 不过 却看不到稀有装备 显然是受到了磨合材料的制约 想要大量制造 并没有那么容易 而路然购买的这三件精良装备 所花费的魔金并不是很多 一方面是装备数量的暴增 使得利润大幅度下降 没有之前那般暴利了 另一方面 在现在市场上 比较受欢迎的 都是那些防御力强的重甲装备 路然他考虑到 自己马上就要转职成为 法师这样的法系职业 穿戴重甲装备 不仅不会提升战力 甚至还会拖后腿降低战力 所以没有去选择重甲 而是全都选择了 重量较轻便于活动的轻便装备 穿戴上这三件装备后 路然打开属性查看了一下 战力值增长了近30点 但战力排行榜上的数据 却并未变化 显然并非实时动态 而是每天早上才刷新一次 路然直接关掉排行榜 打开了区域频道 此时 正是区域频道最为活跃的时间段 今天较之先前 也要更加的热闹 路然很快在上面 看到正前创建了一个 名为护诸会的工会 此时正在喊话收人 作为排行榜前十的人物 再加上又是区域内 第一个探索秘境楼层的人 正前还是得到很多人的响应 招揽到了不少人 并且 路然还看到 齐岩所创建的龙玉工会 此时竟然已经占据一个楼层空间 开始发展工会筑地了 让他不得不在心中感叹 仅仅一天时间就发展到这种程度 真的是太迅猛了 不过 楼层坐标案件的开放 有好处也有坏处 在这里没有了法律的束缚 道德也早已沦丧 抱团取暖的同时 所要面对的危险 也不再仅仅只有怪物 还有同为人类的同胞 接触的越多 人类之间的自相残杀 也就变得越多 路然瞥了一眼区域频道的在线人数 和早上相比 直接暴跌了一万 这血淋淋的数字便是最好的证明 在这里想要活下去 不能指望别人的仁慈 只能让自己不断地强大 路然心中暗暗想着 迈步走到酿酒器前 将交易到的材料 一一放入酿酒器内 酿造计时 23.59分58秒 很快 路然眼前浮现出一个倒计时 虎骨酒酿造好 需要整整一天一夜的时间 一日 路然清晨起床后 打开排行榜查看了一下 此时数据已经刷新 战力榜依然是奇岩占据者第一的位置 战力值达到157 显然 两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 看来 他的地形龙又成长了许多 看着奇岩的战力 路然轻声自语道 作为龙育工会宣传的招牌 奇岩曾在区域频道上 发过地形龙的属性图件 那时属性介绍显示 地形龙的成长状态还未成年 作为品质更高 实力更强的宠物 地形龙的生长周期 肯定要比银月更长一些 今天奇岩的战力值暴涨 显然除了获得一些更好的装备外 也有地形龙进一步成长 为他带来的战力加成 同时 奇岩的综合值也增加了不少 正在快速追赶他 而随着排行榜的刷新 区域频道也掀起了一阵热烈的讨论 很多人都在好奇 路然他身为综合榜第一 战力榜第二 昨天竟然没有站出来成立工会 都纷纷在分析猜测着 最后结算的时候 风头最盛的奇岩 极有可能会拿到双榜第一 对于这些讨论 路然并没有理会 简单吃过早饭后 便收到挣钱的消息 开始三刷 买骨之地 恭喜你们通关秘境 买骨之地 获得奖励 白银宝箱新号一 青铜宝箱新号四 你的等级提升至LV十级 在通关之时 路然终于将等级提升到了十级 但通关所获得的奖励 较至先前又降低了一些 变成了一银四铜 难道等级越高 收获越少 这样的结果 让路然不禁在心中暗暗想到 此时不仅她的等级达到十级 其他人的等级 也全都有所提升 很快 几人分配了奖励 路然拿走了白银宝箱 其他人一人选了一个青铜宝箱 而这次分别时 挣钱并没有主动约定 下次探索的时间 对此 路然并未多说什么 返回电梯后立刻打开宝箱 查看收获 恭喜你获得 铜块加26 银块加12 摩金加22 田园小屋建造图纸加1 建筑图纸 看着面前的提示 路然面露惊讶之色 没想到开出了一个建筑图纸 还是房屋这样的大型建筑 图纸 田园小屋 类别 建筑 品质 稀有 介绍 一座田园风格的精美小屋 住在其中 不仅可以消除疲劳 还能加快伤口的愈合速度 建造需求 200单位木材 100单位石块 50单位铁块 50单位摩金 路然很快查看了图纸的属性 居然是稀有的品质 但所需的木材 石块 这两种基础材料众多 路然直接打开交易平台 高价收购 很快 所有建造需求的资源 全部集齐 是否使用田园小屋 建造图纸 看着面前浮现的提示 路然找了一处合适的地点 使用 随即 充满期待的点头印道 刷 光芒一闪 建造图纸消失不见 随着背包内 建造所需的资源被扣除 建造区域被一团淡黄色的光芒笼罩 很快 光芒连去时 一座占地约50多平米的二层小屋 映入路然眼帘 石块堆砌的地基 整体木质的结构 斜面的尖尖屋顶 完全一副欧式田园风格的房屋样式 在房屋门前 还有一片用木栅栏围成的小院 里面种满了各种花草 路然迈步走进院子 立刻闻到一股淡淡的花香 顿时让他感觉心旷神疑 对面前的田园小屋更加期待了 推开木门走进屋内 一楼是客厅 厨房 厕所 各种家具摆设 一英俱全 沿着楼梯上到二楼 这里有一个大大的卧室 床和衣柜也全都齐全 可以说是精装房 拎包即可入住 没想到 我人生中的第一套房 竟然是在这里 路然铺在柔软的大床上 一脸感慨地说道 在穿越前 他就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 毕业工作三年 连首付都套不起 更别说是买房了 却没想到 竟然在这里 让他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屋 成为了有房一组 显然 田园小屋属于是 旅行者帐篷的 N倍加强版 不仅同样拥有消除疲劳的效果 若是受伤的话 还能加快伤口的愈合速度 并且在生活方面 也能为他提供更多的便利与舒适 兴奋之余 路然想起了转直的事情 立刻从背包内 取出了那本魔法笔记 是否使用魔法笔记 使用 路然满怀期待地 立刻点头道 刷 顿时 魔法笔记化为淡红色光团 融入进了他的体内 恭喜你从 魔法笔记 忠惜得魔法的奥义 成为一名法师 恭喜你领悟一阶魔法 魔力感知 恭喜你领悟一阶魔法 火球术 看着眼前接连浮现的三道提示 路然一脸 兴奋地活动了一下身体 却并未感受任何变化 不过 在集中精神时 他看到在周围的空气中 漂浮着许多 红蓝青黄各色小光点 这让路然想到了什么 立刻打开属性 查看刚领悟的 魔力感知技能 魔力感知 可感知到空气中的魔力元素 冥想时 能提升魔力恢复速度 魔力感知 这是法师职业的基础技能 不仅可以感知到 空气中的魔力元素 同时 在进行冥想时 还能吸收魔力元素 恢复魔力 随后 路然又接着查看了 火球术 火球术 火系基础魔法技能 可凝聚出火球攻击目标 这是火系的基础魔法技能 不知是不是因为 火纹法杖的原因 它成为法师随机领悟的 魔法技能 正好就是火系 如此一来 火纹法杖对魔法伤害的 加持效果 就能完全发挥出来了 想到这里 路然立刻取出 火纹法杖装备 到身上 打开了个人属性查看 姓名 路然 等级 LV10 职业 法师 技能 魔力感知 火球术 剑术出通 炼药出通 装备 火纹法杖 水蓝项链 青纱帽 战力值 167 转职成为法师后 装备上火纹法杖 水蓝项链的战力 也完全展现出来 再加上 转职后的战力成长加成 让路然的战力 瞬间飙升 直接达到了167点 这恐怖的战力 比算上帝形龙战力 加成的奇言 还要高出10点 明天应该能登顶 战力榜第一了吧 看着此时的战力 路然满脸笑容地 在心中想到 随后 他举起手中火纹法杖 心中默念使用火球术技能 哦 顿时 周围的红色光点 变得活跃起来 开始快速向他身前汇聚 很快便凝聚出 一颗燃烧着火焰的炙热火球 虽然火球与路然的身体 近在咫尺 但他并未感受到 丝毫的灼热感 他直接挥动法杖 将火球释放了出去 刷 火球静止砸在 远处的空地上 瞬间迸发出一团火焰 路然明显感觉到 这火球的威力比骷髅法师 释放的优绿色火球 要大许多 显然是火纹法杖附带的 火系触通技能 对火系魔法的增幅效果 这掌握魔法力量的感觉 还是蛮不错的 体验了一番 释放魔法的感受后 路然更加期待实战效果了 他立刻走到电梯门前 却发现电梯的控制区 发生了变化 此时 在电梯运行范围的按键旁 又多出了一个同样的正方形按键 上面的图标 与其极为相似 都是一栋高楼的模样 但是 在高楼上方 多出了一些刀剑 弓箭 法杖等武器 让路然不禁猜测 这按键 与他刚才的转值有关 他立刻伸手按下按键 面前顿时浮现出一个提示 电梯运行范围 已选择为 初级职业楼层 看到这提示 路然瞬间了然 显然 这是在完成转值后 新开启的初级楼层的职业加强版 区别于普通的初级楼层 肯定更加危险 奖励也会更加丰厚 这让路然的心中 瞬间充满了期待 电梯向上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资源楼层 里面存在着许多资源 并没有什么危险 电梯向下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怪物楼层 里面的怪物十分强大 虽然有神秘的宝箱 但还是建议你不要前往 很快 两道提示在他眼前浮现 等看清提示的内容后 路然的双眼 紧盯着第二条提示 火热的心 瞬间凉了大半 怪物十分强大 建议不要前往 这样的提示 还是路然探索楼层到现在 第一次遇到 还未开始探索 他就已经切身体会到了 初级职业楼层的危险 以前 他都是根据提示 做出最佳的选择 但现在 则是根据提示 做出保命的选择 呼 路然深吐一口气 即使三星怪物楼层内有宝箱 他还是毫不犹豫地 按下了向上的按键 提示信息的忠告 他还是要听的 电梯上行钟 叮 很快 电梯抵达楼层 随着电梯门缓缓打开 一片茂密的森林 映入路然眼帘 脉步走出电梯 楼层属性信息随之浮现 类型 资源楼层 星级 介绍 一片植被茂密的资源楼层 砍伐掉谷树之灵 你将能带走一片森林的木材资源 看着属性介绍 路然目光 看向楼层空间的中心处 在那里 生长着一棵粗壮高大的参天大树 犹如鹤立鸡群般 极为显眼 路然猜想 那应该就是介绍中所说的古树之灵了 只是他有些想不明白 砍伐掉那棵巨树后 怎么能带走一整片森林的木材资源 怀着浓浓的好奇心 路然朝着那棵巨树走了过去 片刻后 当路然来到巨树面前时 发现近距离观看这棵古树之灵 要更加的壮观 笔直粗壮的树干 至少要五六个人才能合抱住 名称 古树之灵 品质 普通 介绍一棵充满灵性的古树 已孕育出草木之精 路然查看了一下属性 很快发现了重点 草木之精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但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他立刻打开背包 从里面取出一把从交易平台购买的精良石斧 动 动 动 路然轮动石斧用力 砍伐三下 发出沉闷的响声 但所砍的地方 却仅仅只是破了一点树皮 这顿时 让原本信心满满的路然泄了气 这归宿般的效率 想要砍倒 估计得好几天 他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花费在砍树上 直接将石斧放入背包 从里面取出了火纹法杖 嗡 很快 路然在身前凝聚出一颗火球 朝着粗壮的树干砸去 碰 火球砸在树干上 留下一片焦黑 并且 还直接点燃了树干 在持续燃烧着 这效率 可比石斧砍发快多了 碰 很快 又是一颗火球砸去 路然不断释放着一颗颗火球 没有魔力了 就直接盘膝冥想恢复 可知 在不懈的努力下 巨树终于不堪重负 发出断裂的声响 听到这声音 路然立刻飞快后 推到安全距离外 动 巨树轰然倒地 连大的都跟着颤抖了一下 随后 巨大的树干光芒一闪消失不见 化为了一颗拳头般大小的碧绿色金石 获取草木之金加一 名称 草木之金 品质 普通 介绍 蕴含草木精华的金石 将其埋入土中 可创造出一片森林 并加快植物生长 等级需求 二级电梯 创造森林 看着介绍 路然终于明白 楼层属性介绍中所说的 砍掉古树之林 就能带走一片森林 是什么意思了 至于电梯等级需求二级 也完全能够理解 毕竟 二级之前的电梯地面 还都是地板 树木根本就无法生长 而且 电梯的空间面积也不够 路然很快收起草木之金 转身返回电梯 在距离魔药田不远的地方 选择了一片区域 将草木之金 埋入了土中 嗡 下一刻 土中的草木之金散 发出一道绿光 笼罩住整片区域 在路然的目光注视下 一棵棵树木破土而出 拔地而起 仅仅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就从刚萌芽的小树苗 生长成了粗壮的大树 等到光芒敛去时 埋入地下的草木之金 消失不见 而路然它 则得到了一片 树木茂盛的森林 当然 这话说的有些夸张了 其实 顶多也就只能算是一片树林 看着这片树林 路然顿时明白了 草木之金的作用 其实这也就等于是 将资源楼层内的木材资源 先搬入到电梯内 如此一来 空闲时就可以直接砍伐木材资源 不必在资源楼层内浪费大量的时间了 对于木材这种基础资源 路然倒并不在意 也就全当是 给楼层空间增加一些绿化了 之前它一直都还想着 移植一些树木增加生机 这下可省事了 很快 路然来到魔药田 查看了一下魔药的生长状态 在草木之金的作用下 魔药的生长速度果然加快了许多 较之先前 能提前两个小时成熟 速速 这时 路然听到一阵声响 扭头看去 发现是嗜血藤 正在攀爬旁边的一棵大树 此时 在草木之金的作用下 嗜血藤已经生长成熟 到收获的时候了 路然从背包内取出石斧 一脸微笑地走了过去 扑 扑 扑 随着手起腐落 一条条藤金被砍了下来 路然并没有像采集其他模样那样 直接斩草除根 而是只砍下来了一些藤条 并没有对嗜血藤的主金下手 打算采取割韭菜的方式采集 这样嗜血藤的成熟周期 将会大大缩短 嗖嗖 仅剩主金的嗜血藤 此时已经缩成一团瑟瑟发抖 路然收起采集的嗜血藤条 取出血液浇灌了一下 打个巴掌后 总是要给颗填藻的 忙碌完以后 时间已是中午了 路然返回田园小屋 在厨房做了一顿午餐 吃完饭 每每睡了一个午觉后 这才开始接着继续进行探索 电梯向上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怪物楼层 里面的怪物颇为强大 需要小心应对 电梯向下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资源楼层 里面有一些资源 并没有什么危险 看着面前的提示 这次二星的怪物楼层 没有警示危险 路然伸手按下向上的按键 选择了怪物楼层 对于触及职业楼层内的怪物 他的心中还是充满了好奇 电梯上行中 叮 数秒钟后 电梯抵达怪物楼层 在电梯门缓缓打开时 路然握紧了手中的火纹法杖 电梯外 是一片开阔的草原景象 远处 能够看到一些 用木材与兽皮建造而成的帐篷房屋 路然小心地走出电梯 楼层属性顿时在他眼前浮现 类型 怪物楼层 星级 介绍 一个危险的怪物楼层 里面生活着一群实力强大的牛头人 NTR 看着楼层属性的介绍 路然脑袋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某些奇怪的剧情 但显然 这里的牛头人与他所想的奇怪剧情不同 那是一种和狗头人差不多 长着牛头人身的人形魔物 不过 实力却远非狗头人所能比拟 路然朝着帐篷房屋走过去 很快便看到了牛头人的身影 相较于瘦弱矮小的狗头人 牛头人的体型要壮瘦许多 身高也皆是一米八以上 身上穿着瘦皮衣 手中握着硕大的石斧 名称 牛头人 等级 LV5 战力值 27 介绍 一种人身牛手的魔物 体型健壮 拥有强大的力量 路然很快查看了一下牛头人的属性 等级为5级 战力值高达27点 除此之外 路然还看到四名LV8级的牛头人战士 以及 一名体型魁梧高达两米 手握青铜巨斧的牛头人首领 名称 牛头人首领 等级LV11 战力值 74 介绍 牛头人族群中的首领 拥有强悍的力量 果然不愧是职业楼层的怪物 看着牛头人首领的属性 路然不禁出声感叹道 牛头人首领的等级 比骷髅法师还要低一级 但是 战力却要比骷髅法师高一些 这便是种族成长的差距 骷髅法师即使是掌握魔法的法师 也终究只是亡灵中最弱的骷髅 和牛头人相比 要差许多 猫 这时 有牛头人发现了靠近的路然 发出一声沉闷的牛叫 顿时 所有牛头人高举着手中的武器 朝着路然杀了过来 刷 路然也不废话 直接使用火球术 凝聚出一颗炙热的火球 潮冲在最前面的一名牛头人 狠狠砸了过去 猫 伴随着一声惨叫 那名牛头人全身被火焰包裹着 倒在了地上 击杀LV5级牛头人 分配获得90%莫能 秒杀 对于这个结果 路然没有丝毫的意外 毕竟 他的战力可是高达160多点 击杀不到30战力的牛头人 都还不能做到秒杀的话 那也太弱了 杀 很快 路然又凝聚出一颗火球 释放了出去 这时 冲杀的牛头人已经离他很近了 路然这才动了起来 一边奔跑着与牛头人保持距离 一边继续释放火球进行攻击 放疯着 这是远程职业必须要掌握的战术 看着一只只牛头人不断倒地 路然的心情颇为愉悦 这打怪效率 可比他之前快多了 片刻后 随着最后的牛头人首领 不甘地倒地身亡 路然面前连续浮现两道提示 击杀LV11级牛头人首领 分配获得78%魔能 你的宠物野狼等级提升至LV6 路然脉步走到牛头人首领的尸体旁 明显闻到了一股烤肉的味道 为了杀死这只牛头人首领 他连续丢了两个火球树 是否进行分解 分解 看着面前跳出的提示 路然点头印道 分解成功 获取铜块加15 磨精加17 一阶土系磨和加1 出磨盒了 看到提示 路然的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 他已经知晓了 只有十几以上的怪物 才有可能分解出磨盒 没想到 仅仅11级的牛头人首领 就分解出磨盒了 这让路然的心情大好 将其他牛头人的尸体 全都一一分解 所获得的收获十分丰厚 都快赶上攻略一个 秘境楼层的奖励了 这让路然不禁期待 初级职业楼层的秘境奖励 会是何等丰厚 啊哦 就在这时 银月跑到一座兽皮帐篷前 恶狠狠地朝着帐篷 发出一声狼嚎 有情况 听到这声狼嚎 路然顿时握紧手中的法杖 朝着半眼的帐篷内看去 发现 里面有着一道小巧的身影 梦 伴随着一声牛叫 小巧身影 从帐篷内走了出来 路然这才看清 原来是一只身高不足一米的 牛头人幼崽 与成年牛头人的粗狂壮硕不同 牛头人幼崽小巧的身体上 顶着大大的牛头 看起来给人一种萌萌哒的感觉 发现符合宠物契约条件的魔物幼崽 是否与其缔结宠物契约 就在这时 缔结宠物契约的提示浮现 显然 这只萌萌哒的小牛仔 符合成为宠物的条件 缔结契约 路然没有犹豫 直接选择了缔结契约 刷 顿时 他与小牛仔的脚下 同时浮现出契约魔法阵 契约完成 很快 契约缔结完成 小牛仔看向路然的眼神 顿时充满了轻逆 路然随即打开了小牛仔的属性 宠物 牛头人 等级 LV0 自制 良好 属性 技能 无 战力值 一 介绍 一只牛头人幼崽 好好培养 将来会成为不错的助力 显然 小牛仔的属性 比银月当初要好许多 初始资质就是良好 即使灵级 也依旧有着一点的战力 想着牛头人壮瘦的体型 以后培养一下 说不定能成为一个不错的肉短 满意地关掉小牛仔的属性 路然这时想到 银月好像又升级了 随即 他打开了银月的属性 宠物 野狼 银月 等级 LV6 自制 良好 属性 风 技能 极跑 战力值 31 介绍 一只成年野狼 体内蕴含一丝银月狼的血脉 好好培养 将来会成为不错的助力 此时 银月的等级已经提升至6级 战力达到了31点 并且在这次升级后 还领悟了一个 极跑 技能 极跑 小幅提升奔跑速度 路然查看了一下技能详情 发现是一个提升移动速度的被动技能 也算是 增加了银月的灵活性 很快 路然带着银月与小牛仔 离开了楼层 之后 接下来的两次运行 都没有遇到路然所期盼的秘境楼层 等到五次运行次数全都用完时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路然返回田园小屋 为了庆祝新成员的加入 特意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餐厅处 路然坐在正座首位 右边是蹲在椅子上的银月 左边是站在椅子上的小牛仔 桌上 则是五六道美味佳肴 看着面前的美味大餐 路然突然想起了昨天酿造的狐骨酒 算算时间 现在也差不多应该酿造好了 他立刻起身走到酿酒器旁查看 酿造计时果然已经归零了 路然从背包内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十个陶罐 打开酿酒器的阀门开始放酒 没一会儿功夫 十个陶罐就全都装满了颜色淡黄的狐骨酒 名称 狐骨酒 品质 夏品 介绍 用狐骨与黄金餐酿造而成的美酒 服用后可增强体质 看着狐骨酒的属性 路然双眼顿时亮了起来 没想到品质既然夏品 服用后还可以增强体质 有配方就是不一样啊 路然满脸笑容地感叹一句 心里盘算着 什么时候也弄几张药剂配方 目前他所炼制的药剂 都是用单一模药炼制的普通基础药剂 不需要药剂配方 药剂自然也会差一些 若是有配方的话 它便可以炼制品质更高 药剂更好的药剂了 很快 路然将所有酒坛全部装入背包 重新返回了屋内 哗啦啦 往晚中倒了一碗狐骨酒 端起来抿了一口 味道有些辛辣 但口感颇为醇厚 随即 路然张嘴喝下一大口 辛辣的狐骨酒入腹 顿时感觉到一股温热感迅速扩散 让全身都燥热了起来 啊呜 这时 银月将脑袋凑过来 一双狼毛紧盯着酒坛 看到这动作 路然瞬间明白 他这事也想要尝一尝 便又拿出一个碗 给银月也倒了一碗 这狐骨酒增强体质的效果 不仅仅对人类有效 对宠物也同样有效 银月喝了也并不算浪费 能增强一些战力 看着碗中的狐骨酒 银月先是低下脑袋 伸出舌头舔了一下 刚开始有些不太适应辛辣的口感 被刺激地连连甩了好几下脑袋 但随后 便又继续舔尸了起来 没一会儿功夫 碗中的狐骨酒便见底了 银月用爪子推了一下 将碗又推到了路然面前 看来酒量还不错呀 见此 路然拿起酒坛 又给他倒了一碗 才刚倒完 就看到左边也有一个碗伸了过来 路然扭头看去 正好对世上小牛仔 那双充满期盼的大眼睛 未成年禁止饮酒 路然直接断然拒绝 往小牛仔的盘子里 加了一些菜 你还是多吃点东西 快点长大吧 牛头人属于杂食魔物 荤素食物全都吃 说完 路然没有理会小牛仔脸上的失望表情 伸手打开了区域频道 他早已习惯在吃饭时 打开区域频道当做电视看了 很快 区域频道的一条喊话信息 吸引住了路然的目光 本公会掌握一个三星多人秘境楼层坐标 以及详细的攻略信息 现成星邀请有实力的朋友加入 共同壮大互助会 不用看名字也知道 喊话的人正是郑钱 之前三刷完买骨之地后 郑钱没有提下次攻略的时间 路然就已经猜到了 郑钱是想要与互助会的成员组备 毕竟有他在 郑钱就不会有优先选择奖励的机会 而三次攻略买骨之地 早已让郑钱对里面的怪物信息 了如指掌 以前是因为实力不足 现在发展工会可完全不同了 可以聚集资源花费重金 购买一身防御力强的重甲装备 充当肉盾的角色 取代路然的位置 至于楚潇潇也同样如此 并非不可替代 招揽到剑术较好的远程弓箭手 就完全能取代他了 从郑钱此时的喊话来看 显然今天已经带领着互助会成员 攻略买骨之地 成功通关了 现在以此为宣传点 趁机招揽一些实力较强的人 对此 路然并未生气 也没什么好说的 郑钱选择撇开他们 这完全在情理之中 之前 大家只是合作关系 也并不存在什么背叛 他们也同样可以找其他人合作 甚至直接出售 买骨之地的楼层坐标 不过现在 路然已经有了初级职业楼层要探索 买骨之地的兴趣已经不大了 所以并没有太在意这些 反而是突然想起了楚潇潇 便立刻打开好友列表 给楚潇潇发去了一条私聊消息 二手的追封弓 有兴趣要吗 之前 楚潇潇就曾表示过 想要购买追封弓 只是当时他还要使用 便让楚潇潇 自己去收集一阶风系磨合 便宜帮他制造一把 但直到现在 楚潇潇都还没找他说这事 显然是还没收集到一阶风系磨合 而如今 他成功转职成为法师 已经用不上追封弓了 便主动给楚潇潇发去消息 看看他要不要他用过的 这把二手追封弓 要 什么价格 楚潇潇的回复 很快发来 400摩金 路然简洁明了地发去价格 制造追封弓的材料中 价值最高的 便是一阶风系磨合了 而目前 交易平台上的磨合 虽然十分稀少 但有时也能见到一两颗 售价都在300摩金左右 所以 路然便直接给追封弓 开出了400摩金的价格 你应该能种植魔药吧 黄金餐种子 图 这魔药种子 你应该需要吧 很快 楚潇潇发来回复 其中 还有一张黄金餐种子的属性图件 对于楚潇潇猜出 他能种植魔药 路然并不感到意外 他之前让挣钱预定了止血药剂 再加上后来 又在交易平台上 出售了大量的各种药剂 只要不笨的人动脑子想一想 就能联想到他有稳定出产魔药的途径 倒是询问他 应该需要黄金餐的种子 这倒是让路然微微有些惊讶 他之前挂单收购黄金餐时 也顺便尝试着收购了种子 只是 最终并没有收购到 显然 楚潇潇肯定注意到了他的收购信息 所以才询问了这个问题 确实需要 路然没有否认 我现在只有280摩金 加上5枚黄金餐种子 外加一个楼层坐标 来交易你的追封弓 楚潇潇发来回复 什么楼层坐标 能值将近100摩金 路然一脸好奇地询问他 目前 一枚魔药的种子 大概在5摩金左右 楚潇潇开出的这个价格 也就等于是将那个楼层坐标 估价近百摩金了 这无疑是一个很高的价格 连 买股之地的坐标 都不值这个价 毕竟 楼层坐标是可以重复出售的 它若是直接卖给100人 岂不是一下子就能赚1万摩金了吗 一个能让你 赚到比100摩金 高出10倍的楼层 看着楚潇潇发来的回复 路然顿时 对那个楼层更感兴趣了 一日清晨 路然从睡梦中醒来后 便立刻打开了排行榜查看 区域综合排行榜 第一名 路然 综合值 264 第二名 齐岩 综合值 183 第三名 郑钱 综合值 151 第四名 赵新凯 综合值 146 第五名 吴江 综合值 132 区域站立排行榜 第一名 路然 战力值 202 第二名 齐岩 战力值 176 第三名 郑钱 战力值 112 第四名 楚潇潇 战力值 98 第五名 王陵 战力值 94 果然不出他所料 在转职成为法师后 他如愿登顶了双榜第一 同时 路然还在战力榜前五中 发现了楚潇潇的名字 显然得益于 追风宫的战力加成 没错 路然昨晚最终还是将追风宫卖给了楚潇潇 排行榜的这番变化 让早起查看榜单的很多人都注意到了 顿时 区域频道掀起了一阵热烈的讨论 我没看错吧 路然大佬居然双榜第一了 才仅仅一天 路然的战力怎么增长这么多 直接突破200了 人比人气死人啊 我的战力值都还不到50点 昨天都是谁喊着路然大佬不行呢 赶快站出来挨打 就 龙玉 那帮人喊得最凶 现在被啪啪打脸了吧 路然大佬有成立工会的打算吗 求报大腿 路然仅仅简单瞥了一眼 区域频道 便直接关掉起床了 来到一楼客厅 再见到小牛仔时 发现经过一夜的成长 小家伙的身高已经有一米四 成为小牛犊了 成长到成年阶段 大概只需三四天的时间即可 很快吃过早饭 准备开启新一天的探索时 路然从背包内掏出一柄石斧 塞入了小牛犊的手中 小家伙 你还没有成年 就乖乖留在电梯内砍树吧 路然一脸笑容地 拍了拍小牛犊的脑袋 伸手指了一下不远处的树林 小家伙还处在成长阶段 在战斗方面帮不上什么忙 就只好让他干点体力活了 正好 他平时也没有时间去砍伐木材 梦 小牛犊点点脑袋 立刻扛着石斧跑向了树林 见此 路然满脸欣慰的笑容 带着音乐走向了电梯门 电梯向上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资源楼层 里面存在着许多资源 并没有什么危险 电梯向下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怪物楼层 击杀里面的怪物 对你来说 没有太大的难度 电梯上行中 看着两个提示 路然直接选择了二星的资源楼层 叮 随着一声钉响 电梯门缓缓打开 门外 是一片变巨石的山地景象 类型 资源楼层 星级 介绍 一个遍布矿石的资源楼层 凿开矿脉之岩 你将能带走一条矿脉的矿石资源 与之前的二星资源楼层一样 这个资源楼层内 同样存在着一个 与古树之林相似的矿脉之岩 路然走向楼层中心区域 很快便在山地的最高处 见到了一块与众不同的赤红色岩石 名称 矿脉之岩 铁 品质 普通 介绍 一块坚硬无比的矿岩 已预预出矿脉之星 查看了一下属性 和之前的古树之林差不多 只要将其凿开 就能获得 可以创造出矿石的矿脉之星 看着名称后面的标注 显示创造出来的矿石 就只是铁矿石 对此 路然也懒得使用铁岛尝试 直接举起法杖 释放火球术 进行攻击 但相对于可以持续燃烧 受到火系魔法克制的古树之灵 想要击碎矿脉之岩 显然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与此同时 在一步二级电梯内 一名身体强壮的青年 目光紧盯着面前的排行榜界面 脸色颇为难看 在其身后不远处 一头体型庞大 脑袋争鸣 全身覆盖着土黄鳞甲的地形龙 正在大口吞噬着食物 青年的身份不言而喻 正是刚被路然从战力榜 第一挤下来的齐岩 那家伙竟然走了狗屎院 看着排行榜上路然的名字 齐岩紧握着双拳自语道 路然的战力 一夜之间突然暴涨这么多 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 这种情况无外乎几种可能 要么是像他一样 契约了一个强大的宠物 要么就是成功转职 获得战斗职业 或是得到了品质极高的装备 无论是哪一种 在齐岩看来 都是路然走了狗屎运而已 走 地家 很快 齐岩扭头朝着身后的地形龙 招呼一声 好 闻言 地形龙发出一声吼叫 跟着齐岩向电梯门方向走去 走出电梯 外面是一个面积宽阔的楼层空间 可以看到 许多用木材建造的劣质木屋 刚开垦出来的大片田地 以及不少人类忙碌的身影 这里原本是一个三星的资源楼层 不仅拥有丰富的木材资源 还有着一片面积不小的湖泊 当初 齐岩他就是在这里发现 一个宝箱 从里面开出了一枚地形龙的龙弹 可以说 这里是改变他命运的地方 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宝地 所以 在齐岩建立 龙域 工会后 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里 作为工会的驻地 看着面前蓬勃发展的工会驻地 齐岩心中顿时充满了信心 他是最早一批建立工会的人 并依靠战力第一的名号 与完美品质的航龙 招揽了不少实力强大的成员 心里十分有信心 能够超越紧靠一时走运的陆燃 重新夺回第一的位置 另一边 埋骨之地 秘境内 没想到陆哥 一身铁甲重装的李浩宇 面露惊讶地说着 话说到一半突然意识到什么 立刻改口道 陆燃他竟然拿到了双榜第一 他确实很强 正前神色复杂地点头说道 他之前主动向陆燃发去邀请 就是因为认可陆燃的实力 但此刻陆燃登顶双榜第一 还是让正前的心情有些复杂 他既然成立了互助会 就表明了心里有野心 又怎么可能不济于 排行榜第一的丰厚奖励呢 会长你也不弱 咱们互助会在你的带领下 很快就能发展壮大 成为第一工会 李浩宇满脸笑容地拍着马屁 他已是互助会的成员 自然是明白应该抱谁的大腿 好了 还是先攻略秘境吧 正前摆摆手 但脸上的表情却十分受用 咔嚓 随着一声翠响 矿脉之言终于在火球术的连番攻击中 崩裂成了碎石 随即光芒一闪 化为了一块赤红色的新型矿石 名称 矿脉之星 铁 品质 普通 介绍 地脉铁矿的核心 将其埋入土中 可创造出一条铁矿脉 等级需求 二级电梯果然不出所料 矿脉之星 得效果与草木之精一样 路然将其收起来返回电梯 远远地就看到小牛犊正轮动着石斧 在麦里的砍树 在一旁的空地上 已经堆放了一小堆的木材 都是在路然攻击矿脉之言的这段时间里 所砍发的收获 路然在树林旁边寻找一处空地 将矿脉之星 埋入了土中 哦 顿时 矿脉之星散发出红光 笼罩住整片区域 随后 在脚下土地微微震动中 一座小山头 从地下冒了出来 看着新创造出来的铁矿脉 路然脉步 走到小牛犊身旁 递给了他几把金狼的铁搞 一脸微笑地说道 下午的时候就别砍树了 换个项目去开采一下铁矿石 梦 闻言 小牛犊乖乖点了点脑袋 上午伐木 下午采矿 充实而又美好的一天 将小牛犊安排得明明白白后 路然转身走向了魔药田 因为草木之精 促进植物生长的作用 魔药田内所种植的魔药 除了昨晚刚种下的黄金餐外 其他的全都提前两个小时成熟了 获取直卸草加一 直卸草种子加二 获取直卸草加一 直卸草种子加一 获取直卸草加一 很快经过一番采集 成熟的魔药 全都收入了背包 就连昨天刚收割过的嗜血藤 此时也又被收割了一波 这就是留下主经的好处 虽然每次收割的收获不多 但每天都能割一遍 随后 路然打开炼药 界面 开始炼制药剂 经过两夜的时间 月亮锦已经凝聚了 十单位的月质精华 这次 它依然全都用在了 炼制止血药剂上 最终炼制成功的止血药剂 数量多达12值 不过 现在止血药剂 已经卖不出100魔金的天价了 毕竟这样的价格 普通人根本买不起 主要的客户 都是那些工会 而如今 已经有工会开始收购魔药种子 显然是获得了魔素原金 拥有了魔药田 而交易平台上的魔药数量 较之昨天 也明显增多了 使得魔药与药剂的价格 也随之开始跳水 不过 所能赚取的利润 依旧是十分的丰厚 很快 路然重新种植下魔药种子后 并未急着出售药剂 而是迈步 走向了电梯门 他首先按了一下 初级楼层按键 将电梯的运行范围 从初级职业楼层 重新更改回初级楼层 之后 按下了楼层坐标按键 请输入所要抵达的楼层坐标 下画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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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画线下画线 看着浮现出的提示 路然在坐标框内 输入了楚潇潇 卖给他的楼层坐标 昨晚楚潇潇向他讲解了 那个坐标楼层的详情后 路然就瞬间对那个楼层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答应了与他的交易 电梯运行中 看着电梯运行的提示 路然的脸上充满了期待 叮 数秒钟后 电梯停止运行 在路然充满期待的目光中 电梯门缓缓打开 小哥哥 这武器还能便宜吗 出售稀有品质武器 预购从速 魔药全部最低价 需要的过来看看 高价收购各系魔盒 在电梯门打开的同时 人声鼎沸的叫喊声 也随之传入路然耳中 映入他眼帘的楼层空间 则是一片热闹极适的景象 随处可见 一个个摆放着各种物品的摊位 拥挤的人群 更是达到了上千人的规模 这还是路然穿越后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人 而此时 他的耳旁仿佛又回荡起处 潇潇的话 那是一个特殊的交易楼层 所能交易的对象 不止仅限于同区域 还有其他99个不同区域的人 显然 所谓的交易楼层 就是一个跨幅交易的平台 可以让身处不同区域的人 也能够进行交易 也正是因为如此 路然才答应了楚潇潇的交易 而从目前这热闹的情况看来 显然楚潇潇并未骗他 随即 路然让银月留在电梯内 自己独自一人 迈步走出了电梯 类型 交易楼层 星级 介绍 一个连接着100个区域的交易楼层 楼层内禁止动用任何武力 一旦违反 就会被立刻驱逐出楼层 并永久无法进入 看着楼层的属性介绍 路然紧绷的神经顿时松了下来 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这里这么热闹 大家都敢明目张胆地摆摊交易了 原来是有楼层规则保护 不用害怕受到任何伤害 随后 路然走入人潮涌动的市场 逛着一个个摊位 发现果然不愧是跨幅交易平台 摊位上所出售的货物品质都很高 售价单位也基本都是磨金 磨合 根本看不到木材 石块那些基础资源 咦 就在路然暗自感叹时 却突然轻易一声停下了脚步 因为他发现 面前的摊位上 竟然摆放着十单位木材 一单位的售价 更是高达六十摩金 一单位木材 买六十摩金 这摊主怕是想前想风了吧 路然在心里吐槽着 抬头看向摊位后面的摊主 发现对方竟然是一个女人 大大的眼睛 高挺的鼻梁 精致的脸庞 不仅身材高挑 皮肤也如凝枝般 光滑细腻 绝对是一个 让人眼前一亮的漂亮女人 不过 看着对方的模样 路然感觉有些眼熟 想了好几秒 老海中才终于浮现出一个名字 习梦然 一个小有名气的女主播 路然曾刷到过几次 你是习梦然 路然不确定地出声询问道 没错 习梦然满脸笑容地点头承认道 小哥哥想要玩一下吗 只要六十颗摩金 在说话时 还故意拉拉拉上身衣服 露出胸前的一片雪白 路然再傻也听得明白 这个所谓的玩一下 一点也不正经 也明白了 为什么摊位上一单位木材 敢卖六十摩金 原来 真正卖的并非木材啊 不用了 玩不起 路然立刻摇头摆手拒绝道 他自然不是真的掏不起摩金 但一个小主不二义 竟然敢开架六十摩金 相赚了吗 穷鬼 听到路然这话 习梦然顿时变了脸色 毫不客气地骂了一句 对此 路然并没有理会 转身继续逛着摊位 只是在心里感叹 这交易楼层内的生意 还真是五花八门 很快 当来到交易楼层中心区域时 这里的街道变得宽阔许多 在街道的两旁 已经看不到任何摊位 取而代之的是一间间装饰精美的店铺 一排时间 正好整整二十间 不过此时 仅仅只有三间 是开启的状态 路然走到其中一间关闭的店铺门前 查看了一下属性 名称 商铺 介绍 一间可用于经商的商铺 购买后将获得交易楼层的永久交易权 售价 三千摩金 三千摩金 看着商铺高昂的售价 路然不禁有些咋舌 不过 仔细想想 这价格也不算离谱 甚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还算是便宜 经过之前逛摊位时的观察 路然已经清楚了 这个交易楼层的规则 在这里 玩家之间想要进行交易的话 其中一方必须要进行摆摊 将想出售的物品 或是准备用于购买物品的摩金 摆放到摊位上 让另一方在摊位上进行交易 而那一个个的摊位 可不是玩家随便摆的 而是楼层空间内 原本就存在的 想要使用的话 必须要缴纳20摩金的摊位租赁费 使用实现为10小时 过后自动清退 等待新的摊主租赁 可以说是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现在 知道这个交易楼层坐标的人还不多 摊位数量并不紧张 还有不少空缺 但以后随着知道的人越来越多 必然会出现一摊难求的情况 到那时 若是交易双方都没有摊位的话 即使再着急 也只能干瞪眼 那个时候 商铺拥有永久交易权的好处 也就会显现出来 即使不做生意 只作为交易的平台 让那些没有摊位的双方 通过商铺来完成交易 从中抽取一些用金 也足以赚得盆满钵满 如此简单的道理 自然是很多人都懂 但依旧有如此多的商铺没有售出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售价太高了 说它某种意义上便宜 只是相对于以后的价值 就目前而言 三千摩金绝对是一个天价 单独一个人的话 根本就拿不出这么多的摩金 已经售出的那三间商铺购买者 皆是其他区域实力强大的工会 不过 陆然看着面前的商铺 心里颇为异动 他虽然现在拿不出那么多的摩金 但却拥有着赚取摩金的能力 正如之前楚潇潇所说 这个交易楼层能让他赚到 比一百摩金高出十倍的利润 但他不知道的是 陆然他能够赚取的利益 远不止十倍 目标 买下一间商铺 在心里定下目标后 陆然立刻找到一个空摊位 缴纳了二十摩金的租赁费用 等到摊位开启交易功能后 立刻打开背包 从里面掏出一支支药剂 之前 陆然之所以没有急着在交易平台上架 就是打算将这些药剂在交易楼层内出售 止血药剂标价一百摩金 其他剧毒药剂标价三十摩金 和他之前在交易平台上的售价 并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陆然在逛滩时发现 药剂在交易楼层内属于是紧俏货 毕竟 交易楼层连接着一百个不同的区域 市场规模比单个区域频道要大上百倍 没那么容易饱和 所以在这里 药剂的价格依旧坚挺 陆然便没有降价 依然保持着之前的价格 随后又拿出唯一的土系膜和摆放在摊位上 标注交易风系 水系或火系三种膜合 物品摆放就绪后 陆然打开聊天功能 选择了楼层频道 这是进入交易楼层后 新增的一个临时聊天频道 在里面喊话全楼层的人都能够看到 不过 每发送一条消息都需要支付二摩金的费用 在刚看到这个规则时 陆然直接在心里按骂了一句 黑心资本家 现在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那么多人宁愿扯着嗓子叫麦 也不使用楼层频道喊话了 只可惜 他租赁的这个摊位有些偏僻 好的位置早就没有了 而且他还要去探索楼层 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在这里慢慢摆摊 所以 只能花钱使用楼层频道喊话打广告了 第142号摊位 大量出售各种药剂 求购各系磨合 有兴趣的可以来看看 简短的喊话发出 背包内被扣除二单位磨精 花钱打广告的效果也立竿见影 很快就有不少人围了上来 这位兄弟 知学药剂能不能便宜一点 就是 一百摩金太贵了 八十卖不 我直接要三只 麻痹药剂最低多少卖 一时间 原本冷清的摊位瞬间热闹了起来 但真正交易的人极少 绝大多数人都是在七嘴八舌的砍价 路然知道 这些都是倒卖的商人 依靠交易楼层的跨幅交易能力 与自己区域内的交易平台之间 相互倒卖物品赚取差价 所以 路然并没有理会这些砍价的人 过了片刻 那些代表公会的真正买家 才陆续过来 售卖成功 失去一单位止血药剂 一单位麻痹药剂 获得一百三十单位摩金 售卖成功 失去一单位止血药剂 获得一百单位摩金 售卖成功 失去一单位一阶土系摩盒 获得一单位一阶水系摩盒 售卖成功 失去二单位止血药剂 获得二百单位摩金 看着面前不断浮现的售卖提示 路然的脸上 顿时洋溢起开心的笑容 在各种药剂不断售出的同时 那美土系摩盒 也被人用水系摩盒交易走了 毕竟 土系摩盒是升级电梯所需的摩盒 相对于其他摩盒来说 还算比较畅销 而路然在得到水系摩盒后 立刻打开制造界面 制造出了一条全新的水蓝项链 随后 将水蓝项链摆放到摊位上 售价直接标注为六百摩金 水蓝项链虽然是法系职业的装备 但所附带的水蓝护盾却是保命技能 适用于所有职业 价值自然是大大提升 六百摩金的售价虽然贵 但也并不算太离谱 一条稀有项链居然卖六百摩金 穷疯了吧 武器都没这么贵 你也不看看项链附带的技能 这价格不算贵了 快通知会长 交易楼层有人出售极品属性的稀有项链 随着水蓝项链的摆出 摊位前的人群顿时掀起一阵热烈的讨论 售卖成功 失去水蓝项链 获得六百单位摩金 很快 路然就收到了水蓝项链售出的提示 然而人群的热情却并未散去 他不断收到一个个申请添加好友的提示 路然对此有些不堪其扰 干脆再次在楼层频道喊话 直接将水蓝项链追封工 火纹法杖这三件稀有装备的属性 与所需材料制作成图件 发到楼层频道上 标明材料字里 制造手工费为二百五十摩金 之前 他学习制造图纸后 因为制造材料的制约 就只能制造出一件装备自己用 直到在这个连接着一百个区域的交易楼层内 才真正发挥出制造图纸的价值 在喊话发出后 路然很快就接到了不少工会的订单 毕竟在目前这个阶段 稀有品质的装备是绝对顶尖的存在 路然仅依靠赚取手工费 就在短时间内赚到了一千多摩金 加上之前出售药剂与水蓝项链的收益 他早已超额完成了购买商铺所需的三千摩金的目标 看着背包内镜四千摩金的巨款 路然在租赁摊位的实现还未到时 就直接选择了收摊 随后 他挑选了一个地段较好 编号又很吉利的商铺 选择了购买 恭喜你购买18号商铺 获得商铺的永久经营权 随着提示浮现 路然手中出现了一张商铺所有权的契约卷轴 仅仅一张纸 价值却高达三千摩金 路然小心地将契约卷轴收入背包 迈步走入商铺内 里面的装饰十分精美 主要功能相当于一个小型的交易平台 可以选择摆放货物出售 也能标出价格 求购各种物品 目前 路然身上准备出售的药剂 早已全部兽新 便没有摆放货物 只是在商铺内存储了600摩金 标注300摩金收购水系 风系 火系 三种一间摩盒 做完这一切后 他便走出商铺 离开交易楼层返回电梯 继续进行今天的探索 电梯向上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资源楼层 里面存在着许多资源 并没有什么危险 电梯向下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秘境楼层 里面的怪物颇为强大 需要小心应对 秘境楼层 看着面前浮现的提示 路然顿时露出兴奋的笑容 此时 他已经将电梯的运行范围 重新选为了初级职业楼层 这可以说是 他在初级职业楼层范围内 遇到的第一个秘境楼层 看着提示并未警示 探索这个秘境楼层 会有生命危险 路然毫不犹豫地 伸手按下了向下的按键 电梯下行钟 钉 随着一声钉响 电梯门缓缓打开 路然还未看清外面的楼层景象 就首先感受到 一股热浪扑面来 同时 身为法师的他 也第一时间感知到 周围空气中的火元素 变得浓郁活跃起来 这让路然心神异禀 朝着电梯外看去 只见 此刻映入他眼帘的楼层空间 是一座面积巨大的地底洞穴 甚至在远处 还能看到一片灼热滚烫的岩浆湖 使得楼层空间内的温度很高 同时也照亮这座地底洞穴 让这里变得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黑暗 左右看了看 确认电梯门附近没有怪物后 路然才带着银月走出了电梯 类型 秘境楼层 星级 介绍 一个充满危险的秘境楼层 击杀地底炎窟的所有地狱生物 你将会获得丰厚的奖励 地底炎窟 地狱生物 看着楼层属性的介绍 路然的表情郑重了起来 没想到 继之前 买骨之地的窟窿后 他再次遇到了地狱生物 这种阴间的东西 这时 银月发出一声警惕的低吼 有东西靠近 路然立刻举起手中的法杖 朝银月低吼的方向看去 只见在不远处的半空中 一道个头矮小 背身双翼的暗红色身影 正扇动着翅膀朝这边飞来 在其右手中 握着一把三肩插样式的武器 名称 小恶魔 等级 LV-5 战力值 26 介绍 一种比较常见的地狱生物 背上长着一对小巧的翅膀 可进行低空飞行 So 路然才刚查看完属性 不远处的小恶魔 就已经举起手中的肩插 用力投掷了过来 见此 路然立刻侧身躲避 身旁的银月 则是直接冲向小恶魔 四肢用力一跃而起 将半空中的小恶魔 给扑了下来 火球朔 路然也很快举起法杖 在身前凝聚出一颗火球 他发现在这种火元素浓郁的环境下 凝聚火球的速度 都变快了许多 很快 等到火球凝聚完成时 那只小恶魔 已经被银月撕扯下了一条翅膀 他立刻挥动法杖 释放火球 向小恶魔砸去 啊 伴随着一声尖锐的惨叫 小恶魔瞬间毙命 没有了动静 击杀LV五级小恶魔 分配获得70%魔能 而这声惨叫 也顿时又引来了附近的两只小恶魔 路然举起手中的法杖 瞄准其中一只再次施法 银月也迈动四只 快速飞奔着 一跃而起 扑向另外一只 同样为五级的怪物 小恶魔的战力 还不如牛头人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 他们所投掷的监察 路然与银月一路杀着 不断向楼层空间深处的 岩江湖方向前进 随着离岩江湖越来越近 周围的温度也变得越来越高 空气中 也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 哇 哇 这时 一阵犬吠声传来 挡在路然面前的怪物 不再是小恶魔 变成了体型壮硕 双眸血红 皮毛一片漆黑的地狱犬 名称 地狱犬等级 LV8 战力值61 介绍地狱中的恶犬 异常凶猛残暴 查看了一下地狱犬的属性 路然直接在身前凝聚出一颗火球 朝着对面正呲呲 发出阵阵低吼的地狱犬 狠狠砸了过去 碰 火球砸在地狱犬的脑袋上 迸发出灼热的火焰 路然明显闻到一股 让人作呕的烧焦味道 但是 对面的地狱犬 却并未倒下 只是半个脑袋被灼烧的血肉模糊 模样看起来变得更加猙獰了 看来 这地狱犬的火系魔法抗性 要更高啊 见此情景 路然暗暗在心中想到 在之前的战斗中 他就已经发现地狱生物 对火系魔法有抗性 至于原因嘛 从这个楼层空间的环境 就能猜得出来 不过 这一击也足以将地狱犬打成残血 路然直接将其丢给银月处理 他自己则改变目标 继续攻击其他的地狱犬 哇 就在路然一连击杀了十几头地狱犬后 一道震耳的犬吹声 突然响彻整个楼层空间 听到这叫声 路然立刻扭头寻声望去 发现在那片岩浆湖旁边不远处的洞壁上 有着一座漆黑的山洞 刚才的那道吹叫声 就是从洞内转出来的 此刻 当路然的目光望向山洞时 原本漆黑的洞内 突然亮起一对对泛着红光的眼眸 一对 两对 三对 路然在心中默束了一下 数量总共有七头 但很快 当洞内的地狱犬走出山洞 出现在路然的视线中时 他发现自己刚才的数法错了 赤红的犬眸确实有七对 但从洞内走出的地狱犬仅有三头 其中 有两头地狱犬的脖梗上长着两颗脑袋 走在中间的那头 更是长着三颗硕大的脑袋 体型也要比普通地狱犬大上一倍 全身皮毛成暗红色 看起来宛如干涸的血液一般 路然的目光 在那两头LV11级的地狱双头犬身上扫过 很快定格在中间的那头地狱三头犬身上 名称 地狱三头犬 等级 LV15 战力值 127 介绍 地狱犬中难得一见的地狱三头犬 性情极其残暴 路然查看了一下地狱三头犬的属性 127点的战力值 他完全能够应付 当然 前提是 不能让地狱三头犬近身 不然 他即使战力再高 身为法师也无法在肉搏中战胜地狱三头犬 所以 路然并未立刻释放火球术攻击 反而是收起火纹法杖 从背包内取出了两把连击轻母 秀 秀 秀 随着路然不断扣动扳机 一只只箭矢急射而出 不断射向那三头地狱犬 很快 一轮二十只箭矢射完 两头地狱双头犬与那头地狱三头犬的身上 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不过 都仅仅只是皮外伤而已 仅是普通品质的连击轻母 根本无法对其造成严重伤害 但对路然来说 却是已经足够了 因为他从一开始 就没指望连击轻母能造成什么大的伤害 使用连击轻母的作用 仅仅只是给那三头地狱犬下毒 没错 在刚刚射出的箭矢上 全都抹了三种剧毒药剂 就下毒工具而言 连击轻母还是非常合适的 哇 哇 这时 三头地狱犬已经吠叫着 快冲到眼前了 路然立刻转身拔腿就跑 同时重新从背包内取出火纹法杖 凝聚火球 攻击追来的地狱犬 片刻后 三种剧毒药剂的效果 渐渐显现了出来 三头地狱犬身上的伤口处 不断流出黑色的毒血 行动也变得迟缓了许多 让路然可以从容地拉开距离 释放着一颗颗火球 碰 很快 路然再次释放火球树 砸中其中一头地狱双头犬 此时 那头地狱双头犬 仅剩一颗脑袋立着 另外一颗脑袋 早在火球的摧残下 无力地搭拉了下来 此刻仅剩的脑袋被砸中 那头地狱双头犬 栽倒在地上 挣扎几下 便没有了动静 啊呜 与此同时 银月也发出一声狼嚎 扑向另外一头受伤的地狱双头犬 让路然身后颈椎的身影 就只剩下那头地狱三头犬了 此时 那头地狱三头犬的情况 也不太好 身上的皮毛被烧焦大片 三颗硕大的脑袋 也已经有两颗 在火球树的攻击下 变得血肉模糊 再加上剧毒药剂的药效 不断发挥作用 已经撑不了多久了 这让路然的心情顿时大好 已经在心里猜想着 职业楼层的秘境奖励 会是何等的丰厚 哇 就在这时 地狱三头犬 突然发出一声咆哮 全身亮起一道红光 在红光的笼罩下 地狱三头犬的伤势快速愈合 奔跑速度 也瞬间提升了许多 显然 不仅身体快速自愈 也大大提升了 对剧毒药剂的免疫能力 这突然的变故 把路然给吓了一跳 心里明白 这是地狱三头犬 在临死前发动了什么技能 正准备加快速度拉开距离时 却发现地狱三头犬 已经与他近在咫尺 甚至 他都已经闻到了 从地狱三头犬嘴里 散发出来的恶丑 刷 下一刻 地狱三头犬 抬起尖锐的爪子 携带着一道血光 朝着路然后背狠狠拍去 显然 这又是一个攻击性的技能 刷 就在血爪即将拍到路然的后背时 水蓝项链亮起一道蓝光 水蓝护盾技能自动激活 释放出一道半透明的水蓝色护罩 帮他挡下了这一击 仅这一下 就让水蓝护盾的颜色变淡了大半 由此可以想象 地狱三头犬刚才的攻击 是何等可怕 若是真的拍在路然身上 此刻肯定已经GG了 路然一边在心里暗自庆幸着 一边转身将手中的火球 朝地狱三头犬砸去 大概半分钟后 地狱三头犬与路然之间的距离 又渐渐拉大 速度慢了下来 甚至 比之前的速度还要更慢 身体状况也急转直下 原本愈合的伤口再次崩裂 伤得比之前还要更加严重 原来是回光反照啊 见此情景 路然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 立刻痛打落水狗 朝着地狱三头犬丢去一颗火球 击杀LV15级地狱三头犬 分配获得90%魔能 你的等级提升至LV11 你的宠物野狼等级提升至LV7 很快 伴随着地狱三头犬倒下 连续三个提示在路然眼前浮现 不仅击杀了地狱三头犬 他与银月也齐齐提升了一级 不远处 银月也同样杀死了那头地狱双头犬 只是身上多出了好几道伤口 恭喜你通关秘境楼层 拿下秘境 弟弟严枯 首杀 本次通关叠加首杀奖励 获得奖励 黄金宝箱 随着秘境内的怪物被全部击杀 通关秘境的提示也随即浮现 二星的秘境楼层 首杀通关奖励就是黄金宝箱 这样的奖励 无疑要比普通的初级楼层丰厚许多 看着出现在面前的黄金宝箱 路然并没有急着打开 先是丢给了银月一支止血药剂 帮他治疗一下伤势 随后才走到黄金宝箱前 缓缓打开盖子 恭喜你获得 银块加33 金块加16 魔金加65 一阶火系 魔盒加1 地狱犬 精血加1 试验法袍 制造图纸加1 同样是黄金宝箱 职业楼层内的也要丰厚许多 路然快速将材料全部收入背包 随后从宝箱内取出了那团烟红的地狱犬精血 体积如黄豆般大小 散发着微弱的红光 让路然一下子就想到了 之前获得过的狼王精血 两者显然是极为相似 名称地狱犬精血 介绍 只有三头地狱犬才拥有的纯净精血 服用后可提升速度与力量 也可用于培养犬科宠物 看着地狱犬精血的属性 路然发现 两者不仅名字与模样相似 就连作用也一样 不过 地狱犬精血显然是狼王精血的加强版 服用后不仅能提升力量 还能够提升速度 同时 用于培养的宠物也不仅限于狼族 而是所有的犬科生物 这让路然立刻低下头 看向了站在他身旁的银月 作为狗的近亲 狼自然是不折不扣的犬科动物 此时 银月也养着脑袋 一双狼毛充满渴望的 死死叮嘱路然手中的地狱犬精血 显然已经察觉到 那是对他大有好处的东西 给 见此 路然直接将精血丢给了银月 现在银月仅是良好的资质 已经有些跟不上他的步伐了 好不容易得到一样培养宠物的物品 自然是给他用了 啊 银月兴奋地张开嘴巴 直接将那团地狱犬精血吞了下去 你的宠物资质提升至优秀 下一刻 资质提升的提示浮现 若然立刻打开银月属性查看了一下 宠物 野狼 银月 等级 LV7 资质 优秀 属性 风 技能 急跑 战力值 53 介绍 一只成年野狼 体内蕴含着银月狼的血脉 好好培养 将来会成为不错的助力 随着资质的提升 银月的战力 也随之大幅度增长 达到了53点 同时 陆然还注意到 在介绍中描述的体内 蕴含一丝银月狼的血脉 变成了体内蕴含着银月狼的血脉 这表明 银月体内的银月狼血脉 也进一步觉醒了 这让陆然对银月以后的成长 顿时充满了期待 随后 伸手从宝箱内 取出了最后的那张制造图纸 赤燕法袍 从名字就能看出 这是一件法式装备 随着图纸展开 一件布料上成 做工精美的法袍 映入陆然眼帘 图纸 赤燕法袍 类别 装备 套装 品质 稀有 介绍 一张记载着赤燕法袍详细结构的图纸 使用后可制造赤燕法袍 套装 看着赤燕法袍的图纸属性 陆然先是一愣 随即 脸上露出狂喜的表情 凡是玩过 游戏的人都知晓 套装代表着成套的装备 集齐后 会有专属的套装属性加成 也就意味着 套装装备的价值 要远超普通装备 是否学习赤燕法袍 制造图纸 学习 看着提示 陆然立刻点头硬道 随即光芒一闪 他手中的制造图纸 消失不见 陆然立刻打开 制造功能 在制造列表中 找了赤燕法袍 赤燕法袍 绸缎新号5家 金块新号5家磨精 新号18家一阶 火系磨合新号1 绸缎 这玩意儿 可不好弄啊 看着制造赤燕法袍 所需的材料 陆然顿时微醋起了眉头 在现阶段 交易平台上 售卖的布匹材料 都是棉麻制品 他还没见到过 绸缎这样布匹材料 想要收购的话 肯定需要花费 一番功夫 还是明天去 交易楼层收购吧 陆然伸手关掉制造界面 轻声自语道 交易平台连接着100个区域 只要肯花费重金 收购起来 要比交易平台容易许多 走了 随后 陆然朝着银月招招手 离开了这座地 底言哭秘境 电梯向上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资源楼层 里面存在着许多资源 并没有什么危险 电梯向下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怪物楼层 里面的怪物有些强大 还有着一个神秘宝箱 终于又见到宝箱了 看着面前的提示信息 陆然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 毫不犹豫地伸出手 按下了向下的按键 电梯下行钟 钉 经过数秒钟的运行 电梯很快抵达怪物楼层 电梯门硬生打开 外面是一片散发着腐臭味道的沼泽地 类型 怪物楼层 星级 介绍 一个有些危险的怪物楼层 里面生活着一群蜥蜴人 若能消灭它们 别忘了仔细翻找一下它们的巢穴 蜥蜴人 查看了一下楼层属性的介绍 陆然很快便在沼泽中 看到了一些类人的生物 它们长着蜥蜴般的脑袋 粗壮的尾巴 全身上下覆盖着一层青灰色的鳞片 有的手握长枪 有的则是手持弓箭 LV6级蜥蜴人战士 LV7级蜥蜴人射手 陆然查看了一下属性 便朝银月挥手下达了攻击的命令 顿时 银月发出一声狼嚎 朝着最近的一头蜥蜴人战士冲了过去 直接将蜥蜴人战士扑倒在地 张开大嘴 朝起脖梗 狠狠一口咬下 锋利尖锐的拳齿 瞬间刺破蜥蜴人战士脖梗处的柔软鳞片 冒出一片烟红的鲜血 随着资质的提升 银月的战力也远非之前所能比拟 刷 陆然也没有闲着 快速释放出火球术 朝着远处的蜥蜴人射手杂取 经过一番杀戮 很快便来到了沼泽深处的蜥蜴人巢穴 在这里 陆然见到一头体型健壮 全身覆盖着暗青色鳞片的蜥蜴人 名称 蜥蜴人首领 等级 LV10 战力值 78 介绍 蜥蜴人一族的首领 不仅力量强大 还拥有自愈的能力 蜥蜴人首领 等级比之前遇到过牛头人首领第一级 但战力却要高一些 从介绍来看 应该是蜥蜴人首领 拥有自愈能力的原因 不过 在强大的攻击力面前 自愈能力也等同于虚设 看着蜥蜴人首领 甩动着粗壮的尾巴冲来 陆然立刻举起手中的法杖 快速在身前凝聚出火球 片刻后 扑通 蜥蜴人首领扑通一声 倒在沼泽地上 没有了声息 击杀LV10级蜴蜴人首领 随着击杀提示浮现 陆然走到蜥蜴人首领的身体旁 进行分解 分解成功 获取灵甲加5 磨精加16 没出磨合 看着分解提示 陆然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 另一边 银月已经将其他蜥蜴人 全部解决掉了 陆然迈步走过去 将地上蜥蜴人的尸体 全都一一分解 之后 并未急着离开 而是走向了不远处的蜥蜴人巢穴 他可没忘记 这个楼层空间内 还隐藏着宝箱 蜥蜴人的巢穴 是一座有黑的山洞 陆然刚走到洞口 就闻到一股恶臭味 银月 你去里面把宝箱弄出来 陆然捂着鼻子 将寻找宝箱的艰巨任务 交给了银月 啊 文言 银月点点脑袋走入洞内 大概三 四分钟后 才将一个青铜宝箱 从洞内拖了出来 才只是青铜宝箱啊 看着仅仅只是青铜宝箱 陆然微微有些失望 毕竟 白银黄金级别的宝箱 陆然随手打开宝箱盖子 提示随之在他眼前浮现 恭喜你获得 铁块加14 铜块加8 磨精加15 治疗药剂配方加1 药剂配方 原本还兴致缺缺的陆然 在看到竟然从宝箱内 开出一张治疗药剂配方后 顿时瞪大双眼 满脸惊喜的表情 之前 在见识到胡鼓九的功效后 他就期盼着 能得到治疗药剂的配方 却没想到 此刻竟然从青铜宝箱内 开出来了 陆然兴奋地立刻伸手 从宝箱内将配方取了出来 名称 治疗药剂配方 品质 下品 介绍 一章记载着治疗药剂炼制方法的配方 是否学习治疗药剂配方 学习 看着跳出的提示 陆然立刻点头应道 刷 顿时 治疗药剂配方消失不见 陆然立刻打开炼药界面 发现里面多出一个配方列表 他刚刚学习的治疗药剂配方 此刻便在列表之中 治疗药剂 只写草新号一家 蓝芝草新号一 炼制治疗药剂所需的材料中 除了他比较熟悉的纸穴草外 还需要一种名为蓝芝草的魔药 那同样也是一种具有治疗效果的魔药 在交易平台上 经常能够见到 陆然直接打开交易平台 挂单收购蓝芝草 与蓝芝草的种子 之后 便带着银月 离开了这个怪物楼层 电梯向上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资源楼层 里面存在着许多资源 并没有什么危险 电梯向下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怪物楼层 里面的怪物对于你来说 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 很快 最后一次运行的提示浮现 同样都是一星半的星级 一个是资源楼层 一个是怪物楼层 陆然再次按下向下的按键 选择了那个怪物楼层 因为里面的怪物并不是很强 陆然打算让银月练及 所以并未过多去插手战斗 尽量让银月分配到 更多的魔能经验 夜晚 餐桌前 晚餐依旧是有酒有肉 陆然和银月 一人一郎 大口喝着虎骨酒 一旁 小牛犊已经不再惦记虎骨酒了 此刻几乎要把脑袋埋进碗里 狼吞虎咽的大口吃着饭 上午伐木 下午采矿 这一天下来 可是把他给累坏了 而陆然则像往常一样 一边吃着饭 一边浏览着区域频道 这个时间段的频道 依旧十分热闹 但多了不少骂斩 有个人与个人之间的 也要工会与工会之间的 显然 随着交流接触变多 发生的摩擦也越来越多 陆然看了一会儿 发现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信息 便直接关掉了区域频道 很快 等吃完晚饭后 银月与小牛犊 直接趴在一楼客厅的地毯上 呼呼大睡了起来 在田园小屋的效果加持下 小牛犊一天的疲惫 得到快速舒缓 银月在最后一个楼层炼己所受的伤 也在加速愈合 见此 陆然也迈不上楼 回到卧室睡觉去了 一日清晨 简单吃过早餐 陆然继续为小牛犊 布置下伐木 采矿的工作 经过又一页的成长 此时小牛犊又长高了一些 陆然也正式为他取名为牛魔 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仅仅只是偷懒 借用了一下王者农药的英雄名 等到牛魔扛着石斧 开始新一天的工作时 陆然也带着银月来到电梯门前 按下楼层坐标 按键输入了地底言窟的坐标 作为初级职业楼层的二星秘境 地底言窟的打怪经验 还是很高的 更何况 这个秘境还出产稀有级别的套装图纸 陆然自然不可能仅仅只刷一次 新的一天 就从二刷地底言窟 秘境开始吧 很快 电梯发出一声钉响抵达楼层 随着电梯门打开 一股熟悉的热浪也随之扑面而来 片刻后 随着BOSS地狱三头拳倒地身亡 通关提示也随之在陆然眼前浮现 恭喜你通关秘境 地底言窟 获得奖励 白银宝箱 果然不出所料 没有了手杀奖励的叠加 通关的宝箱奖励 直接变成了白银宝箱 陆然走到宝箱前 直接伸手将其打开 恭喜你获得铜块加25 银块加16 磨精加35 百炼炒锅 制造图纸加1 百炼炒锅 看着眼前浮现出的提示 陆然的额头上 顿时拉下三道黑线 这次宝箱内 没有开出磨盒也就算了 出一张百炼炒锅 图纸是什么鬼 陆然立刻伸手取出打开图纸 上面描绘的 果真是一口黑色的炒锅 图纸 百炼炒锅 类别 生活 品质 稀有 介绍 一张记载着百炼炒锅 详细结构的图纸 使用后可制造百炼炒锅 是否学习百炼炒锅 制造图纸 学习 难道这稀有品质的炒锅 还能炒出花来不成 陆然暗暗在心里想着 选择了学习图纸 刷 随着图纸消失 陆然立刻打开 制造 界面 找到了百炼炒锅 百炼炒锅 铁块星号15加铜块 星号5加魔晶星号5 所需材料并不是很多 陆然直接选择了制造 制造成功 随着制造成功的提示浮现 陆然的手中 多出了一口铁锅 铁锅为炒锅的样式 通体发黑 锅身遍布着千锤百炼的密集锤印 名称 百炼炒锅 品质 稀有 介绍 一口经过千锤百炼打造而成的炒锅 放入食材不断翻炒 就能做出符合心意的美味佳肴 耐久 6060 这 这炒锅 好像有点厉害 看着 百炼炒锅的属性 陆然顿时瞪大了双眼 这稀有品质的炒锅 好像还真的能炒出花来 陆然立刻提着炒锅 离开地底言窟 秘境 返回田园小屋 来到厨房 拿出两颗土豆削皮切丝 然后将炒锅放到灶火上 倒入土豆丝一阵翻炒 很快 陆然就闻到一股诱人的香味 从锅内飘散出来 闻着这股香味 他不禁咽了一下口水 等到土豆丝炒好倒入盘中以后 便迫不及待地 拿起筷子加了一大口 酸辣土豆丝 感受着久违的酸辣味道 陆然顿时激动不已 在这个电梯生存游戏中 自然缺少各种调味料 陆然也是在之前挑战 冰原生存时 用油脂熬煮海水 得到了一些盐 让食物有了一点味道 却没想到 这稀有品质的百炼炒锅 竟然如此强大 仅仅只需要放入食材翻炒 就能得到一盘 各种调味料十足 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 这一刻陆然瞬间 一改之前瞧不上的态度 双眼放光地 看着面前的百炼炒锅 犹如看到了无数的魔精 正在向他招手 他相信 这百炼炒锅 一旦挂到交易平台上 势必会引来一堆人的抢购 说干就干 陆然用魔精在交易平台上 收购了一大批铁块 随后打开制造界面 开始忙活了起来 制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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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一道道提示不断浮现 他的面前也出现了一口口炒锅 直到系统提示铁块数量不足时 陆然这才停了下来 经过一番清点 一共制造出了24口百炼炒锅 陆然直接打开交易平台 将这些炒锅全部挂单出售 交易物品 百炼炒锅 需求物品 30磨精 库存数量 24 备注说明 无 确认信息无误后 陆然点击确认将其上架 百炼炒锅 虽是稀有品质的生活物品 但其制造成本与价值 都远远比不上稀有品质的装备 同时 也并非是必需品 主要作用只是让食物变得更美味 以及增加一些电梯的综合评分 所以 注定是卖不了天价 陆然计算了一下制造成本 全部换算成磨精的话 差不多是8磨精左右 他便将其价格定为30磨精 既保证了能够赚取到丰厚的利润 又不至于将那些想要购买的人给吓走 等完成挂单后 陆然打开 区域频道 发了一条广告 百炼炒锅 图 新鲜出炉的稀有品质炒锅 数量有限 预购从速 卧槽 我没看错吧 陆然大佬居然在卖锅 完了 大佬的强者人设在我心中崩塌了 上面的两位看清楚 陆然大佬卖的可是稀有品质的炒锅 大佬就是大佬 炒锅都用上稀有品质的了 这 百炼炒锅的介绍 真的假的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哪位吊大的买一口试试效果 一口锅卖30磨精 都超过一件精良武器的价格了 穷比表示买不起 顿时 区域频道上掀起一阵热烈的讨论 交易成功 失去百炼炒锅 获得30单位磨精 陆然的面前 也很快浮现出第一笔交易成功的提示 没过多久 便有人在区域频道上进行了反馈 清测 百炼炒锅的效果无误 真的只要放入食材 就可以炒出味道极佳的菜油 我刚才炒鸡块的时候 心里一直在想着辣子鸡丁 炒出来的鸡肉 味道真的与辣子鸡丁一模一样 真的这么神奇 那我得买一口 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吃没有味道的食物 嘴里都快淡出鸟了 有人拼单吗 找两个人拼单买锅 大家轮流一起用 本人之前是五星级酒店主厨 熟悉各地菜系 县城街各种食材加工业务 三日酒餐加工费 仅需二摩金 老张饭馆开业大抽饼 三日酒餐包食材 仅受一摩金 原本 路然看着那些正面反馈 心里颇为高兴 但没想到 下面的聊天信息越来越歪 找人拼单也就算了 直接招揽生意开饭店 是什么鬼 还是高低档俱全 还没开张就已经内卷上了 这种情况 路然心中也早有预料 毕竟 炒锅无法提升战力 也并非生存的必需品 但发展如此之快 却是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不仅如此 也有人根据他大量出售的 百炼炒锅猜测到 之前在交易平台上 大批购买铁块的人 就是他 随着百炼炒锅的热卖 铁块的价格也随之上涨 一会儿功夫就暴涨了近50% 唯一值得高兴的是 24口百炼炒锅 很快销售一空 让路然赚了不到500摩金 看着交易平台上涨不少的铁块价格 路然果断走到电梯控制区前 输入了交易楼层的坐标 电梯运行中 叮 很快 电梯抵达交易楼层 这里依旧是人声鼎沸 颇为热闹 这次路然没有在摊位区浪费时间 直接禁止走向了中心的商铺区 仅隔一天 商铺区又有两家商铺售出了 路然来到自己的18号商铺 打开销售铺面查看了一下 之前存储在商铺内的600摩金 此时已经变成了一枚水系摩盒 与一枚风系摩盒 路然将两枚摩盒取出来 又往商铺内存储500摩金 标注收购铁块与铜块 他所在的区域铁块价格上涨 暂时还影响不了交易楼层的价格 随后 路然花费二摩金 在楼层频道发出了喊话 18号商铺大量收购铁块 铜块 预售重塑 打完广告 路然就立刻转身离开了商铺 商铺就像是一个小型的交易平台 即使没人也不耽误售卖与收购 路然懒得与人浪费口舌 所以直接选择了溜之大吉 反正交易比例他已经设置好了 嫌收购价格便宜可以不卖 路先生请留步 不过 路然才刚走出店铺没几步 就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道女声 让她顿时停下脚步 扭头向身后看去 只见 一名身穿浅蓝色衣裙的女孩 正快步朝她走来 女孩年纪不大 长着一张瓜子脸 眼睛圆圆的稍微有点婴儿肥 许帆 路然仅看一眼就立刻认出 女孩是娱乐圈新近爆红的一名00后小花 这让路然满脸惊愕 不禁怀疑对方是不是在叫她 但很快 这种怀疑就被打消了 许帆跑到路然面前 略带喘息地说道 路先生 我们会长想邀请您谈一谈 会长 谁啊 路然茫然地问道 突然被这么一位爆红的新近小花叫住 她就够疑惑不解的了 现在又多出一个会长 这让路然完全摸不着头脑 路先生您好 我是凌云阁工会的许芬 听到路然的询问 许芬立刻微微躬身 做了一个自我介绍 随后 出声解答道 我们会长之前交代了 如果您来交易楼层的话 务必邀请您谈谈 刚才我已经私聊通知了会长 他忙完手上的事情 就会立刻过来 若您不介意的话 请先到我们工会的商铺 喝杯茶等一下 听到许芬的解释 路然这才明白了原委 好 那走吧 路然点头答应道 显然 许芬是看到他在 楼层频道的喊话 匆忙赶过来的 虽然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 想要干什么 但路然还是点头答应了 在交易楼层内 禁止动用任何武力 根本不需要担心安全方面的问题 而且听许芬说 他们工会还拥有商铺 这让路然颇感兴趣 毕竟 他这次到交易楼层的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购买制造 试验法袍 所需的绸缎材料 这东西目前很难从个人手上买到 只有工会 才有人力物力制造出来 原本 路然正准备去那几家开业的商铺 以及那些工会摊位上看看 现在受到许芬的邀请 便点头答应了下来 路先生这边请 见到路然答应了 许芬满脸欣喜地 立刻侧身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8号商铺门前 路然微微仰头 看向商铺正门上方的牌匾 林云阁 正是许芬之前所说的 他们工会的名字 现在 被直接作为招牌 挂在了商铺的大门上方 路先生里面请 许芬站在门口 朝着路然说道 嗯 路然收回目光 点点头 迈步走入商铺内 里面的布局 与他的18号商铺一样 只是多了一些装饰品 在柜台中 路然看到各种装备 磨合 贵重材料皆有 甚至 还有几只可以契约的怪物幼崽 以及三张制造图纸 只不过 图纸皆是生活用品或工具 并非装备图纸价值并不高 怪物幼崽 也都是平庸的资质 属于最低等的 显然 最好的东西 全都供应给工会内部了 根本不可能拿到商铺来出售 路然扫尸一圈 目光很快定得在两卷光滑柔软的丝织品上 还真有绸缎 顿时 路然的双眼亮了起来 路先生请喝茶 这时 许帆端着一杯茶水递到路然面前 嗯 路然点头接过茶水 心里不免一阵唏嘘 昔日万人追捧的当红小花 如今却在给他端茶倒水 这放到以前 路然打死 也不敢想着好事 但在这个电梯求生游戏中 一切都真是发生了 不过 也正是因为许帆当红小花的身份 才让他得到了充当门面打理商铺的机会 换做普通的女孩 可还得不到这样 没有任何危险的美差呢 你们商铺 还有多少这样的绸缎 路然喝了一口茶水 朝着许帆询问道 目前在柜台中 仅仅只摆放着二单位的绸缎而已 连制造 试验法袍 都不够 就更别说 套装其他部位的装备 也极有可能还需要绸缎材料了 目前就只有这二单位了 听到路然的询问 许帆立刻出声答道 如果您需要更多的话 可以等一会儿 亲自和会长谈 好吧 文言 路然点了点头 林云阁的会长 并未让路然久等 大概五分钟后 一道身穿银色铠甲的身影 迈步走进商铺 会长 许帆立刻迎了上去 路然也扭过头 看向那道身影 一米八左右的身高 二十多岁的年纪 身材颇为壮硕 模样长得也还算俊朗 姓名 林云 职业 战士 等级 LV13 在看向对方样貌的同时 路然也查看了一下属性 林云 这个名字 让路然微微有些惊讶 原本他以为 林云阁这个工会名字 是出自大名鼎鼎的林烟阁 却没想到 这位会长的名字 竟然就叫做林云 至于职业与等级信息 倒并没有什么意外的 他能够获得魔法笔记 转职成为法师 其他人自然也能获得 其他转职物品 转职成为相应的战斗职业 而作为一个实力不弱的工会会长 等级方面有优势 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让路先生久等了 我是林云阁的会长林云 林云走到路然面前 伸出右手自我介绍道 路然 路然简洁地自爆家门 伸手与林云握了一下手 随后 出声询问道 不知林会长找我有什么事 我听说昨天路先生在交易楼层摆摊 收费制造三件不同的稀有品质装备 林云也没有多说废话 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我对那三件装备很感兴趣 只可惜 当时正在攻略一个秘境 等赶来时 你已经离开了 所以 就特意让菲尔关注着 等你再来时 立刻发私信通知我 听到林云的解释 路然这才明白了 因为 两人分属不同的区域 相互之间 无法添加好友 所以 在他离开交易楼层后 林云再想找他 就只有用守住待兔的方式了 而显然 林云找他的目的 是想要花钱 让他制造稀有装备 这主动送上门来的生意 路然自然不会拒绝 林会长应该知道规矩吧 制造材料自理 每件装备 我要收250魔镜的加工费 没问题 材料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林云点点头 使用商铺的交易功能 将制作所需的材料交易给了路然 四枚一阶风系磨合 五枚一阶水系磨合 三枚一阶火系磨合 仅从磨合材料就能看出 林云想要制造的装备 足有12件之多 这显然是路然接到的最大一笔单子 同时 心中也不禁充满了好奇 林会长 恕我猫眉问一下 你们工会有几名已经转职的成员啊 林云想要制造追风工 水蓝项链这两件装备 路然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即使没有转职 也同样可以使用这两件装备 但火纹法杖却不同 若不是法师的话 即使稀有品质的法杖 也跟烧火棍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 见林云要一下子制造三根火纹法杖 路然顿时对林云阁充满了好奇 要知道 在他所在的区域 此时完成转职的人 屈指可数 若是林云阁仅一个工会 就拥有数名转职成员 那实力也未免太强了 加上我 总共就只有两个而已 面对路然的询问 林云倒是并没有隐瞒 向路然解释了一下 这是准备提前储备一些职业装备 可以留着以后给工会成员自用 同时 也可以在他们所属的区域出售 赚取一些磨精 听到林云的解释 路然想起了商铺收购到的两枚磨盒 便询问林云是否收购成品装备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便一起制造成成品装备 卖给了林云阁 这一笔生意做下来 路然可谓是赚得盆满钵满 仅是制造加工费 就赚了三千磨精 可以直接再买一间商铺了 要不 再买一间商铺 随后 路然便真的动了 再买一间商铺的念头 商铺的数量是有限的 而交易楼层以后的火爆 也是可以预见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 知晓交易楼层的坐标 商铺的价值 也会跟着水涨船高 现在投资多买一间商铺 以后转手一卖 必然能大赚一笔 心里打定主意后 路然并没有急着离开 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没办呢 林会长 不知道你们工会 还有多少绸缎 能不能卖给我一些 路然朝着林云问道 绸缎 等我问一下 文言 林云立刻私聊询问了一番 很快向路然答复道 工会那边 一共还有六单位 他好了 路然顿十面露喜色地说道 加上商铺的这二单位 可以全都卖给我吗 没问题 林云爽快地答应道 很快 交易完成 路然并未久留 向林云告辞一声离开了 17号商铺门前 路然站在门口停下了脚步 他打算买下 18号相邻的这间17号商铺 只是 当路然选择购买时 面前却跳出一个磨精不足的提示 这是怎么回事啊 看着面前的提示 路然顿时一愣 随即 立刻打开包裹查看 里面的磨精数量 多达4600多单位 要远远超过购买商铺所需的3000单位 这让路然充满疑惑 立刻查看面前商铺的信息 等看清属性最下方的售价时 他瞬间瞪大了双眼 名称 商铺 介绍 一间可用于经商的商铺 购买后将获得交易楼层的永久交易权 售价 5000磨精 5000磨精 这商铺竟然还会涨价 路然瞪大着双眼 查看了一下售价规则 上面显示 交易楼层的商铺 价格并非固定不变 会根据售卖情况 自动做出调整 此时 鉴于商铺售出数量超过5间 售卖达到热销程度 商铺则售价随之上调 从3000磨精上升到了5000磨精 当然 若是很长时间 一间商铺也卖不出去 价格也会下调 只是 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太低了 太黑了 看完规则后 路然顿时在心里吐槽了一句 看来 他之前骂的没错 这交易楼层的各种规则 就是由黑心资本家制定的 处处都在想尽办法 从他们堆里掏磨精 不过骂归骂 在了解这个规则后 路然更加坚定买商铺的想法了 现在有交易楼层 这个一手开发商主动抬价 商铺以后的价值会更高 只是 现在还缺少一些磨精 路然立刻返回自己的18号商铺 发现此时已经收购了不少的铁块 铜块 他直接全都取出来 打开 制造 界面 开始继续制造 百炼炒锅 随后 在区域交易平台挂单 又卖出十几口锅后 才终于凑齐了购买商铺所需的5000磨精 恭喜你购买17号商铺 获得商铺的永久经营权 很快 随着提示浮现 路然的手中 多出了一张17号商铺所有权的契约卷轴 因为手头上没有什么货物出售 路然并没有开启17号商铺 只是将契约卷轴收入背包 转身离开了交易楼层 回到电梯后 路然迫不及待地打开 制造界面 选择制造 赤焰法袍 制造成功 随着提示浮现 路然手中出现了一件火红色的法袍 由上等绸缎缝制而成 手感柔软光滑 用手摸着能感受到一股温热感 在其正面胸口处 用金线绣着一个精美的火焰图案 领口 绣口与法袍边缘处 也同样有金线绣制的复杂符纹 仅是外表看起来 就让人感觉到 做工精细绝非凡品 路然用手摸着火焰图案 满是期待地查看了一下属性 名称 赤焰法袍 套装 品质 稀有 介绍 一件由上等绸缎 与金丝线缝制而成的稀有法袍 拥有不错的防御力 可提升火元素清合力 耐久 300-300 占力值 32 赤焰套装 32点 占力值 不仅拥有不错的防御力 还提升了火元素的清合力 若然换下青云衣 将赤焰法袍装备到身上 立刻便敏锐地感知到 周围空气中的红色火元素 受到吸引 朝他身边汇聚 他立刻释放火球术实验 发现施法速度明显缩短了一些 就和之前 他在火元素浓郁的 地底岩窟 石一样 这让路然瞬间明白 这就是火元素清合力提升的效果 随后 路然好奇地点 还被折叠的赤焰套装属性 套装数量 三分之一 激活属性 无 显然 仅有一件的套装 并没有激活任何的属性 不过这让路然知晓了 这套赤焰套装的数量 一共有三件 只可惜 每天就只能刷一次 地底岩窟 不然 他肯定将所有运行次数 都用在刷地底岩窟上 尽快凑齐赤焰套装了 电梯向上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资源楼层 里面存在着丰富资源 并没有什么危险 电梯向下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怪物楼层 里面的怪物 对你没有任何危险 电梯第三次运行 路然选择了三星的资源楼层 定 随着电梯抵达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森林 和路然之前探索过的那个二星资源楼层一样 面前的楼层内也同样有着一颗古树之林 并且 比他之前遇到的那颗 还要更加的高大粗壮 路然没有废话 走出电梯 直奔那颗古树之林而去 可知 片刻后 随着一道断裂的声响 古树之林轰然倒地 随即光芒一闪 化为了一颗体积更大的 草木之金 获取草木之金加一 名称 草木之金 品质 夏品 介绍 蕴含草木精华的金石 将其埋入土中 可创造出一片森林 并加快植物生长 等级需求 二级电梯 路然查看了一下属性 这颗 草木之金 对品质更高 并非普通品质 而是夏品的品质 它转身返回电梯 在之前的树林旁 将其埋下 嗡 下一刻 草木之金散发出的绿光 笼罩住更大一片区域 一颗颗树木 破土而出 拔地而起 把一旁正在砍树的牛魔 给看呆了 它辛苦那么久 才刚砍倒一片树木 却没想到眨眼间 就又多出了一片更大的树林 路然并未理会 一脸生无可恋的牛魔 静止走向魔药田查看 夏品草木之金的效果更佳 魔药生长速度 提升了一大截 明天轻走 就能不生长成熟了 这让路然颇为满意 继续进行楼层的探索 接下来的两次运行 它都选择了怪物楼层 它自己在一旁看着 让银月去打怪炼击 你的宠物野狼 等级提升至LV8 终于在探索最后一个 怪物楼层时 银月的等级提升到了8级 站立值也随之增长 达到了60点 不错 走 回去吃饭 路然朝着银月夸赞一声 带着它离开了楼层 傍晚 餐桌前 路然与银月的面前 都各摆放着一坛狐骨酒 自从狐骨酒酿造出来以后 路然基本上每顿饭都要喝点 一天正好喝完一坛 随着等级的提升 它身体的各方面素质 都增强了许多 一坛酒下肚 仅仅只是有些微醺而已 而狐骨酒的效果也很显著 路然能明显感觉到 自己的体质在不断增强 同时 站立值也会每天都增加一点 不过 这种提升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肯定存在着效果上限 毕竟 狐骨酒的品质仅仅只是下品而已 所以路然打算每天喝一坛 直到狐骨酒的效果达到上限 不仅是他 银月也同样如此 几乎每一顿都离不了狐骨酒 还有作为肉顿来培养的牛魔 明天也可以考虑让他喝酒了 就在吃饭前 路然从魔药田收获了五珠黄金餐 那还是从楚潇潇手中交易到的种子 随后 他又制造出一个酿酒器 一下子酿制了两罐狐骨酒 完全足够 他们一人二宠地消耗了 还是老习惯 路然一边吃着饭 一边看着区域频道上的恩恩怨怨 安静地做一个吃瓜群众 却没想到 这瓜吃着吃着 竟然吃到了他自己的身上 路然他现在是厉害 但我们会长 可是有着整个龙玉工会的支持 最后必然会拿到战力榜第一 甚至是双榜第一 没错 现在都是浮云 谁笑到最后 才是真正的赢家 扯淡 现在整个龙玉都比不过路然一个人 还谈什么以后啊 我支持路然大佬 肯定能干翻龙玉 路然算个屁 我们齐言老大已经完成转制战力大仗 明天肯定能登顶战力榜第一 龙玉才狗屁不是 看着这激烈的骂战 路然一脸的无语 这幅场景 简直像挤了两个流量明星的粉丝 打口水战 虽然主角是他们 但又好像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至于这场骂战的骑士 则是因为齐言转职 成为了一名骑士 这件事被龙玉成员在区域频道上大力宣传 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 然后 随着口角不断升级 路然就莫名躺枪被卷了进去 毕竟 如今在排行榜上 也就只有他能与齐言争锋了 对于这件事 路然并没有出面去掺和 直接关掉区域频道 安心吃饭了 一夜无话 一日清晨 从睡梦中醒来后 路然打开战力排行榜看了一眼 区域战力排行榜 第一名 路然 战力值 262 第二名 齐言 战力值 254 第三名 正前 战力值 183 第四名 王林 战力值 163 第五名 楚潇潇 战力值 158 齐言在转之后 战力果然暴涨不少 已经达到了254点 若是昨天 路然没有制造出赤焰法袍 现在真的要被他给反抄了 卧槽 齐言与路然的战力 竟然只差不到十点 只差八点战力啊 求此刻 齐言的心里阴影面积 龙玉 的人 昨晚那么兴事淡淡 现在被打脸了吧 这两位大佬的 战力增长 也太猛了 龙玉 狗快出来挨打 随着排行榜的更新 区域频道 不免又是一阵热烈的讨论 路然也懒得去看 直接起床下楼吃早餐 现在距离排行榜结算 还有好几天时间 无论谁第一 都只是浮云而已 若不是昨晚看到 齐言进行了转值 好奇他增长了多少战力 路然都懒得去看排行榜 怎么会这样 齐言看着排行榜 脸上的表情非常的难看 要知道 他昨天不仅转值成功 还获得了一张稀有品质的 骑士装备制造图纸 战力可谓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并特意在工会聊天群中发消息 表示今天将会重新登顶战力榜第一 以此鼓舞士气 这才会有了之后 龙玉 成员在区域频道大力宣传 进而引发骂战这一系列的事情 却没想到 他昨天那么信誓旦旦 今天排行榜更新后 依旧是第二 此刻 他就仿佛是被扇了一巴掌般 脸上火辣辣的疼 路然 我一定会超过你 重新夺回第一的位子 随即 齐言狠狠一咬牙 低声自语道 获取直谢草加一 直谢草种子加二 获取直谢草加一 直谢草种子加一 获取直谢草加一 路然自然不可能知道 齐言此刻正下定决心 一定要超过他 此刻 他正在魔药田那边 忙着采集魔药 经过一番忙碌 所有魔药全部采集完毕 随后 接下来的种植时 路然并未种下 所有收获的种子 而是减少了 蛇性草与刺麻藤 这两种剧毒魔药的 种植数量 因为魔药田的面积有限 他这两天 除了收购蓝芝草外 也收购了14枚蓝芝草的种子 这是炼制治疗药剂所需的魔药 自然是要优先种植 所以 路然便减少了剧毒魔药的 种植数量 很快 等所有种子全都种植完毕 又给魔药田 补充了一下魔素后 路然打开炼药界面 选择炼制治疗药剂 在弹出的材料框内 先是放入一株止血草 接着放入蓝芝草 最后 又取出一滴月之精华 放到辅助材料框内 炼制 材料全部放置完毕 路然发出了炼药的指令 炼制失败 下一刻 炼制失败的提示浮现 见此 路然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 没有想到 即使添加了月之精华 提升炼制成功率 也依旧还是失败了 由此可以看出 下品药剂的炼制成功率 要更低一些 路然暗滩一口气 随后继续放入材料 进行炼制 炼制成功 获得治疗药剂加一 这次 终于浮现出炼制成功的提示 路然满脸欣喜 立刻从背包内取出来 查看属性 名称 治疗药剂 品质 下品 介绍 一只用指血草与兰芝草 炼制而成的治疗药剂 可以快速治疗伤势 还不错 看着治疗药剂的属性 路然满意地点点头 随后 继续进行炼制 炼制成功 获得治疗药剂加一 炼制失败 炼制成功 获得治疗药剂加一 一连十次炼制 消耗光所有月之精华后 一共炼制成功了六只治疗药剂 相比之前的普通止血药剂 显然要低一些 随后 路然又继续在不使用月之精华的情况下 炼制治疗药剂 一连炼制十三次 消耗完收购的所有兰芝草后 仅只成功炼制出了三只治疗药剂 而在此期间 炼药初通这些技能也得到提升 变成了炼药入门 也算是进一步 提升了炼药的成功率 之后 路然又将其他的剧毒药剂 全都炼制了一番 随后 便带着银月 继续三刷 地底言哭 哇 伴随着一声哀嚎 地狱三头拳倒在地上 没有了动静 恭喜你通关秘境 地底言哭 获得奖励白银宝箱 很快 通关的提示随之浮现 相比于前两次 路然这次装备上赤焰法刨后 刷地底言哭 这个秘境明显轻松了许多 老天保佑 这次能开出赤焰套装的其他部位图纸 路然双手合十一番祈祷后 伸手打开了面前的白银宝箱 恭喜你获得 铜块加23 银块加14 磨精加30 一阶火系 磨合加1 三星探索卷轴加1 三星探索卷轴 看着眼前浮现的提示 路然不惊一愣 虽然心里对没有开出赤焰套装图纸感到失望 但还是充满好奇的 从宝箱内取出了那张卷轴 名称 三星探索卷轴 介绍 一张可探索三星楼层的卷轴 使用后运行电梯 必将抵达一个三星楼层 看着卷轴的属性介绍 路然顿时露出了然的表情 这可是好东西 即使他拥有预知楼层信息的金手指 迄今为止 也才只遇到过三次三星级的楼层 并且 有一次还是因为楼层内的怪物太强大 他选择主动放弃 并未探索 而这张卷轴在使用后 下次必将会抵达一个三星楼层 要是遇到三星秘境楼层 那可就赚大了 当然 前提是他要有通关秘境的能力 毕竟之前 初级职业楼层的三星怪物楼层 就让他望而却步 就更别说是危险程度更高的秘境楼层了 叮 就在路然犹豫时 耳旁突然传来一声轻响 那是收到私聊消息的提示 让路然不禁一恶 他早已设置了拒接所有陌生人消息 这个时候 能向他发来私信的 也就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好友了 路然好奇地打开私聊 发现是楚潇潇发来的消息 路然 你会火系魔法吗 看着楚潇潇发来的内容 路然顿时一脑袋地问好 这没头没脑的问题 把他给整得有些猛逼 会 怎么了 路然很快回复道 在好友列表中 会显示好友的职业信息 楚潇潇知晓 他已转职成为法师 没什么好奇怪的 所以 面对楚潇潇的询问 路然也并未隐瞒 太好了 我想要 跟你做一笔交易 楚潇潇的回复 很快发来 做交易 这下 路然猛逼了 什么交易啊 事情有点复杂 一时说不清楚 你现在有空吗 有空的话 直接到交易楼层见面聊 好 见此 路然答应道 反正他今天 也正好要去一趟交易楼层 发完 便直接收起 三星探索卷轴 打算等结束之后再说 叮 随着一声钉响 电梯门打开 此时的交易楼层 看起来比之前更加热闹了 路然看着人头攒动的环境 想要从里面找到楚潇潇 显然是没有那么困难 18号 商铺门前见 路然直接发去消息 约定了见面地点 随后 便迈步朝商铺方向走去 等来到18号商铺时 发现楚潇潇 已经站在门口等他了 而且 他并非是一个人 在他的身旁 还站着一名肌肉发达 体型壮硕的 女生 看着那名女生的手臂 都快赶上他大腿一般粗壮了 路然不禁咽了一口唾沫 路然 这时 楚潇潇也发现了他 出声打了一个招呼 随后 指着身旁的女生说道 这是张小果 说完又指着路然介绍道 小果 这就是路然 名叫张小果的女孩 虽然体型壮硕 但长着一张略显可爱的脸庞 此刻一脸激动地伸出右手 朝着路然说道 路然大佬 我对你可是久仰大名 虚名而已 路然微微摇头 伸手与张小果握手 明显感觉到 一股强大的力道 怎么能是虚名呢 你可是双膀第一 张小果摇头道 昨晚有人骂你的时候 我可是还帮你狠狠骂回去了 说到最后 张小果心情有些激动 不自觉地加重了手上的力道 这让路然一阵吃痛 急忙说道 咱们还是先放开手吧 抱歉啊 我有没有捏腾你 张小果立刻反应过来 急忙道歉着放开了路然的手 小果他之前是举重运动员 所以力气有点大 楚潇潇在旁边帮着解释道 没事 路然摇摇头表示无碍 随后 伸手指向商铺说道 走吧 咱们进去聊 这是你的商铺 听到路然这话 楚潇潇面露惊讶之色 嗯 路然轻轻点头 在前面带路走进了商铺 见此 楚潇潇也跟了上去 之前路然约他在这里见面 他还以为 商铺只是一个坐标物而已 完全没想到 这竟然是路然的商铺 路大哥 你好有钱啊 我之前看着商铺售价 可是要三千摩金 张小果跟着走进商铺 左右打量着感叹道 对路然的称呼 已经从路然大佬 变成了路大哥 三千 我昨天买的那间 已经涨到五千了 路然在心里想着 但并没有说出来显摆 请他们在会客区落座后 出声向楚潇潇询问道 现在可以说 要谈什么交易了吧 我们想出摩金 请你帮我们 去攻略一个三星级的多人秘境 楚潇潇没有卖关子 直接说道 三星级多人秘境 文言 路然不禁一愣 脑海中 立刻便想到了 买骨之地 秘境 不过很显然 楚潇潇口中所说的 那个三星级多人秘境 不可能是 买骨之地 因为 他此时的等级已有九级 跟他一起的张小果 也有八级 再找三个人组队 通关 买骨之地 一点问题都没有 根本就不需要 特地找他来帮忙 所以 那个所谓的三星级多人秘境 应该是他 最近刚探索到的 并且 难度也肯定要比 买骨之地 更大 昨天小果探索楼层时 发现了一个 和 买骨之地 一样的三星级多人 秘境楼层 不过 那个楼层的组队人数上 限是十人 但并不需要集齐人数 也能主动开启秘境 楚潇潇解释道 小果通知我以后 我们就在联盟群组内 发消息 召集了五名队友 一起攻略 说到这里 楚潇潇突然停了下来 结果呢 路然好奇地问道 两死两伤 张小果抢先回答 情绪十分低落 我们低估了 那个秘境的难度 楚潇潇声音低沉地说道 所以 现在想邀请你加入 一起攻略那个秘境 那这和交易有什么关系 路然依旧一脸不解地问道 楚潇潇这话 无非就是想邀请他 一起攻略秘境 这让路然想不明白 为什么之前私信聊天时 说什么要做一笔交易 在攻略秘境前 我们给你五百摩金 作为报酬 最终奖励你 也拥有优先选择权 说到这里 楚潇潇突然画风一遍接着道 但是 如果从宝箱内 开出转值物品 要归我们所有 原来是这样啊 听到楚潇潇这话 路然脸上 顿时露出了恍然的表情 说白了也就是 他们两个想出钱 请他戴购副本 没爆出转值物品 他白的五百摩金报酬 爆出了转值物品 则要归他们所有 他们这相当于是在赌 赌那个三星级秘境 能够爆出转值物品 而通常 难度越高的秘境 爆出转值物品的几率 也就越高 若是叠加首杀奖励 那几率就更高了 之前 他们已经亲身体验过 那个秘境的难度有多大 觉得首杀 极有可能还在 所以 才愿意花费魔金 请露然帮忙带过 可以 没问题 了解事情的原委后 露然很爽快地点头 答应了下来 反正是拿钱办事 攻略秘境的经验与奖励 他也不少拿 见到露然答应了 两女的脸上 也都顿时露出了笑容 毕竟 露然的战力 就在排行榜上面 摆着 位列榜首的位置 若是连他都带不过 那个秘境的话 那全区就没人能带过了 随后 楚潇潇向露然仔细讲解了秘境的情况 那个秘境名为 精灵之森 里面的怪物有两种 分别是树精与精灵 树精的行动 虽然较为缓慢 但却能用根须束缚双脚 使人无法移动 精灵则分为精灵弓射手 与精灵法师 皆是远程攻击 配合树精的束缚能力 可大大提高战斗力 听到这里 露然这才明白 楚潇潇为什么之前第一句私聊 就询问他 会不会火系魔法了 因为 火系魔法正好克制束精 那Boss呢 随后 露然朝楚潇潇问道 Boss是一个15级的精灵统领 楚潇潇出生达到 同样是远程的弓射手 战力非常强大 我们的两名队友 全都是被精灵统领射杀的 强大的远程攻击怪物 这确实是有点棘手 露然 你需要什么样的队友 我现在就去联盟群组中帮你找 将秘境的情况讲解完以后 楚潇潇向露然询问道 我需要一个皮操弱厚的坦克型队友 露然直接答道 楚潇潇口中所说的联盟 露然从区域频道的聊天信息中 有所了解 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加入工会 特别是那些实力较强 不愿意成为陪衬的人 这些人为了和那些拥有工会的人竞争 也会抱团组建聊天群组 形成组织 不过 这类组织都较为松散 并没有约束力 甚至 一些人还会同时加入多个聊天群组 主要作用是分享消息 交易资源 寻找临时队友等等 而这类组织 便被统称为联盟 这个不用找 我就是 露然的话才刚落下 一旁久未说话的张小果 立刻一脸 兴奋地拍着胸脯说道 你 文言 露然满是怀疑地 看向张小果 他不否认张小果十分强壮 但不是每一个强壮的人 都能担当肉盾 看着露然脸上的怀疑表情 张小果立刻换下身上的变装 壮硕的身体 被一件黑色铠甲覆盖 随后 又从背包内 取出了一对硕大的八棱锤 一手一只虎虎生风地轮动起来 瞬间让露然感受到 一股强大的压迫感 小果他确实是一个 不错的坦克型角色 一旁 楚潇潇也开口向露然介绍道 我们之前合作探索过好几个怪物楼层 都是他担当肉盾 我来负责输出 行 那就小果吧 文言 露然不再质疑 点头说道 其他还需要什么样的队友 楚潇潇继续问道 不需要了 露然直接摇了摇头 不 不需要了 文言 楚潇潇与张小果 全都一愣 嗯 不需要其他人了 露然点头重复道 就我们三个足够了 好吧 见露然表情认真 不像是开玩笑 楚潇潇点头硬道 潇潇姐 就凭我们三个 怎么可能 一旁 张小果焦急的张嘴想要说什么 却被楚潇潇摇头 示意拦下了 凭他之前 与露然的几次接触 了解露然不是那种自大的人 既然他说三个人足够了 肯定是有十足的底气与信心 随后 露然将带来的药剂 上下到商铺 三人离开交易楼层 返回各自的电梯 在电梯门关闭后 露然按下楼层 坐标按键 输入了楚潇潇 告诉她的楼层坐标 电梯运行中 钉 十几秒钟后 电梯抵达楼层 随着一声钉响 电梯门缓缓打开 门外 是一片植被茂密的森林 类型 秘境楼层 星级 介绍 一个充满危险的秘境楼层 杀死精灵之森的所有精灵 你将获得丰厚的奖励 随着露然走出电梯 楼层信息随即在她眼前浮现 随后 露然又看向右上角的悬浮提示 当前参与秘境人数 十分之二 可随时开启秘境 这些 全都和楚潇潇之前提供的信息一致 在她抵达之前 楚潇潇已经先她一步到达了 叮 这时 又一道钉声响起 张小果也随后抵达 从打开门的电梯内走了出来 我开启秘境了呀 楚潇潇深吸 一口气说道 嗯 露然点点头 你的队友已选择开启秘境 是否同意 随后 露然面前出现一个提示 看来 必须要所有成员同意 才能开启秘境 看着这提示 露然在心里暗暗想着 选择了同意 秘境开启 下一刻 开启秘境的提示浮现 三人由张小果手持双锤 走在最前面 露然与楚潇潇 一左一右走在她身后 乘三角阵型 朝森林内走去 三人才刚走入森林没多久 一旁游走的银月 突然发出一声狼嚎 有情况 见此 露然立刻朝银月嚎叫的方向望去 见到不远处 有一棵树干 长着人类面孔的大树 正在微微晃动着 缓慢移动 名称 树精 等级 LV5 战力值 25 介绍 一种树形精怪 形容迟缓 擅长用根须束缚敌人 露然立刻查看了一下属性 正是楚潇潇之前所介绍的树精 扑痴 这时 树条树根破土而出 迅速缠绕住了 走在最前的张小果的双脚 嗡 露然反应迅速 立刻举起法杖 在身前凝聚火球 自从装备上赤焰法袍 提升火源塑清盒后 火球的凝聚速度明显 便快了许多 很快便凝聚完成 刷 下一刻 露然便挥动法杖 将火球向树精砸去 砰 火球砸在树精粗壮的树竿上 迸发出炙热的火焰 瞬间将其引燃 啊 顿时 树精的质感剧烈扭动着 发出圣人地惨叫 嗅 嗅 就在这时 两只箭矢从森林中急射而出 携带着尖锐的破风声 朝着他们三人的方向射来 见此 站在最前面的张小果 虽然被束缚住了双脚 但丝毫不慌地 立刻挥动手中的双锤 叮 叮 伴随着两声清脆的叮响 他利用双锤硕大的体积 仿若盾牌般将箭矢全都挡了下来 看到这一幕 露然不禁微微有些惊讶 张小果的表现 要比他预想中的更好一些 不仅不禁 不仅能圣人肉盾的角色 这时 褚潇潇已经朝着林中射出箭矢进行反击 啊 啊 丛林中连续传出两声惨叫 除了褚潇潇命中目标外 银月也飞奔在茂密的丛林中 快速扑倒一名精灵弓箭手 狠狠地咬在气脖梗处 这时陆然才看清 一身轻甲的LV7及精灵弓射手 长相与人类极为相似 只是 他们的耳朵又尖又长 头发也是淡青的颜色 在银月的私钥下 那名精灵弓射手很快就没有了声息 同时 树精也已经被火焰烧成一节木炭 让张小果得以重获自由 果然还是火系魔法 对付那些树桩子更快一些 张小果活动了一下脚 兴奋地说道 作为树形的精怪 用箭矢攻击所能造成的伤害 显然是十分有限 之前他们第一次攻略时 都是让手持刀剑的近战去砍杀 不仅要注意从地下钻出的树根 还要时刻防备精灵弓射手的袭击 即使人数比现在高出一倍多 也没有现在的效率高 随后 队伍继续前进 还是按照刚才的战术 张小果充当肉盾抵挡箭矢 路然负责清理树精 楚潇潇和银月 则负责击杀那些精灵弓射手 分工合作之下 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 特别是 在灵中游走的银月 在急跑技能的加持下 银月奔跑的速度飞快 轻松就能躲过树精根须的缠绕 等级上 银月本来就要比精灵弓射手高一级 扑杀近战时 精灵弓射手根本难以招架 在茂密的灵中 可谓是如鱼得水 击杀的精灵弓射手数量 比楚潇潇还要多 路大哥 你的野狼好厉害 杀的精灵 竟然比潇潇姐还要多 张小果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满脸惊讶地朝着路然问道 她的资质应该很高吧 在张小果询问时 楚潇潇也扭头看向路然 她并不是第一次见到银月 但与当初刷 买骨之地 秘境时相比 她也明显感觉到 银月的实力提升了不少 让她的心里也同样充满了惊讶 嗯 现在资质已经达到优秀了 路然点头答道 她之所以选择三个人 攻略这个精灵之僧 秘境 银月不错的实力 便是原因之一 以银月目前的战力 已经不逊于现阶段的大多数人 说他们是三个人攻略 其实完全可以算作是四个人 至于另外一个原因 则是路然想要更加丰厚的奖励 这个多人秘境 既然不像买骨之地那般 严格限制五人才能开启 那也就意味着 最终的奖励 不会按照人数发放 一个人直接将其当作单人秘境攻略 和凑其最高十个人一起攻略 所获得的奖励 肯定会有所不同 所以 为了获得更加丰厚的奖励 路然选择了尽量减少攻略秘境的人数 一个肉盾 两个输出 外加银月游走 这在路然看来完全足够了 优秀资质 我之前的宠物 才只是平庸而已 张小果满脸羡慕地说道 也只有他这样的强者 才能把普通野狼的资质 培养到优秀吧 楚潇潇也一脸感慨地 暗暗在心中想到 目前 大部分人都并未携带宠物 这并不是因为宠物稀有 而是大部分的宠物都是平庸的资质 这与初期 楼层中的怪物实力较弱有关 因为普通野兽的幼崽都是平庸资质 就比如 银月最初时的资质便是平庸 只有魔物或其他实力强大的种族 幼崽才会有更好的资质 这也就导致了 宠物的死亡率极高 就比如张小果 他之前的宠物 就是因为资质太差 实力太弱 被怪物杀死了 另外一种情况 是很多人看不上平庸资质的宠物 不想被宠物分走打怪的经验 所以 就选择了暂时不契约宠物 楚潇潇便是其中之一 因为这个原因 到现在都没有选择契约宠物 现在 听到陆然的野狼资质 竟然已经提升到了优秀级别 他心中不免一阵感慨 这要换作是他的话 绝对不可能做到 甚至 野狼早就在之前的探索中死掉了 随着队伍的不断深入 鼠棵树棺上 建造着树屋的粗壮大树 映入陆然的眼帘 那就是精灵的住所 楚潇潇指着那些树屋 一脸严肃地向陆然说道 走 陆然看了一眼那些树屋 挥手继续示意前进 走了没进步 两颗树精守在精灵聚集地的门口 一旁 还有着三名精灵弓射手 刷 若然抢线一步动手 快速凝聚出火球 向其中一颗树精砸去 咻 楚潇潇同样射出箭矢 银月也飞奔扑去 只有张小果陷在原地 举着双锤 做好防御的准备 很快 两颗树精被全部烧成黑木炭 三名精灵弓射手 也倒在了地上 刷 就在这时 一道灵力的青色锋刃 朝着银月袭去 锁过之处 枝叶齐断 正在撕咬精灵弓射手的银月 感知到了危险 立刻松开嘴巴进行躲避 但还是晚了一步 右后腿被锋刃扫到 划出一道十多公分长的伤口 银月吃痛的狼嚎一声 飞快退向陆然那边 小心 是精灵法师 楚潇潇急声提醒道 闻言 陆然顿时神色一顶 朝着锋刃袭来的方向望去 看到一道精灵的身影 从一座树屋内走出 模样与精灵弓射手一样 只是身上的青甲变成了青色法袍 武器也变成了法杖 名称 精灵法师 等级 LV10 战力值 72 介绍 精灵异族中的法师 擅长使用风系魔法 陆然查看了一下属性 和楚潇潇之前提供的信息一样 是LV10级的精灵法师 搜搜 这时 旁边不远处的树屋 也传来响动 又有一道身影走了出来 那道身影的身形高条 一身精致的青甲 手握青色长弓 正是精灵之森 秘境的BOSS精灵统领 名称 精灵统领 等级LV15 战力值134 介绍 精灵异族中的统领 拥有高超的射数 你们这些卑鄙的人类 竟然敢闯入我们精灵族的领地 屠杀我们的族人 精灵统领举起手中的长弓 冷声喝道 今天 这里将会是你们的埋谷之地 刷 精灵统领的话英才刚落下 精灵法师便举起法杖一阵吟唱 释放出一个青色光团 融入精灵统领的体内 秀 秀 秀 下一刻 精灵统领迅速搭建拉弓 连续射出三只箭矢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速度飞快 让路然一下子猜想到 精灵法师 这是给精灵统领 附加了一个增益的BUFF 叮 叮 叮 张小果立刻举起双锤 忽在身前 挡下了精灵统领射出的三只箭矢 但身体 再强大的力道下 也连连后退好几步 才勉强站稳了身躯 见此情况 路然知道张小果撑不了多久 立刻凝聚火球向精灵统领发起攻击 秀 储潇潇也没有闲着 拉满追风弓 朝着精灵法师射出箭矢 一时间 场面俨然成为了远程之间的对轰 好在 路然他们这边有着一个肉盾 张小果连续挡下两次攻击 在精灵统领第三次攻击时 一道水蓝色护罩出现在他的身体周围 正是水蓝项链所附带的水蓝护盾技能 帮张小果挡下了这一击 既然决定三个人去攻略这个最高十人的多人秘境 路然自然是要提前做好万全的准备 在交易楼层的时候 特意让张小果购买了一阶水系磨盒 免费帮他制造了一条水蓝项链 这虽然是一件法系装备 但也十分适合坦克型角色使用 但挡下这一击后 水蓝护盾荡起阵阵液 颜色也几乎变成了透明 由此可见 精灵统领的攻击是何等的强悍 碰 好在 这也让路然抓住机会 释放出火球狠狠砸在精灵统领的身上 啊 在炙热火焰的灼烧下 精灵统领发出一声惨叫 片刻后 噗通 精灵统领摔倒在地上 没有了声息 击杀LV15级精灵统领 分配获得74%魔能 你的等级提升至LV12 你的宠物野狼等级提升至LV9 下一课 连续三道提示浮现 路然不仅杀死了精灵统领 他与银月的等级也齐齐提升了一击 恭喜你们通关秘境楼层 拿下 秘境 精灵之森 手杀 本次通关叠加手杀奖励 获得奖励 黄金宝箱 星号3 紧接着 通关秘境的提示也随之浮现 三个黄金宝箱 看着这提示 路然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这是他这么久以来 获得的最丰厚的一次奖励 果然 他之前的猜测没错 攻略秘境的人数越少 奖励就越丰厚 三 三个黄金宝箱 一旁 张小果看着出现在眼前的三个黄金宝箱 此刻 已经激动得不得了 他与早已获得过多个黄金宝箱的路然不同 此刻是他离黄金宝箱最近的一次 而随着秘境的成功攻略 接下来便是分配战利品的时候了 这次奖励的黄金宝箱数量 正好与人数一样 所以 没有产生任何分歧 正好一人一个 当然 根据之前的约定 路然如果开出转值物品 将要归他们所有 我选这个 路然没有过多纠结 直接选择了中间的那个黄金宝箱 楚潇潇和张小果也同样干脆 很快也各自选择了一个黄金宝箱 反正宝箱都是同样的级别 相当于是开盲盒 根本就不需要纠结 随后 路然深吸一口气 缓缓打开了宝箱的袋子 恭喜你获得 银块加25 金块加12 魔金加51 一阶 风系磨合加2 迅疾之术 魔法卷轴加1 魔法卷轴 看着浮现在眼前的提示 路然顿时眼前一亮 立刻收起宝箱内的资源材料 拿起那卷 迅疾之术的魔法卷轴 查看了一下 名称 迅疾之术 等阶 一阶魔法 介绍 一章记载着 一阶风系魔法 迅疾之术的魔法卷轴 使用后 可以掌握迅疾之术魔法 一阶风系魔法 从名字来看 应该是一个 附加增益 Buff的辅助魔法 这让路然一下子就想到了 之前战斗开始时 精灵法师 给精灵统领附加的增益Buff 是否学习 迅疾之术 魔法卷轴 看着随即浮现的提示 路然果断点头道 学习 刷 顿时 他手中的魔法卷轴 光芒一闪 消失不见 眼前 再次浮现出提示 你成功领悟一阶风系魔法 迅疾之术 看着这提示 路然立刻打开个人信息 果然看到在技能栏中 多出了一个 迅疾之术 迅疾之术 风系辅助魔法技能 使用后可提升目标的 移动速度 与攻击速度 看着 迅疾之术 魔法的介绍 路然脸上露出了笑容 可以同时提升移动速度 与攻击速度 这显然是一个不错的辅助技能 随后 他扭头向楚潇潇说道 我的宝箱内 并没有开出转值的物品 我的也没有 张小果也一脸失望地摇头道 一旁 楚潇潇并未说话 只是满脸激动地 拿出一张卷轴 将属性图件展示了出来 名称 剑术初解 介绍 一张记载着初级剑术的卷轴 使用后可掌握初级剑术知识 使用需求等级达到LV10级 转值道具 见此 路然微微一笑 楚潇潇执着于通关这个秘境 就是因为 精灵之森 秘境的BOSS是弓箭手 极有可能会爆出弓箭手的转值物品 现在由他亲手从宝箱内开出来 也算是得偿所愿了 弓箭手的转值物品 一旁 张小果直接兴奋地大叫道 潇潇姐 你终于可以转值成为弓箭手了 嗯 楚潇潇点点头 脸上也浮现出难以抑制的笑容 在攻略 精灵之森的过程中 楚潇潇的等级已经升到LV10级 满足转值所需的等级限制了 等你转值成功后 电梯会新增一个初级职业楼层的案件 这时 路然开口朝着楚潇潇说道 探索初级职业楼层时 要小心一些 那里楼层空间内的怪物 要更加强大 通过这么多次的接触 楚潇潇也算是他在这个电梯生存游戏中 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路然自然不想看到他香消玉语 便提前给了他一个忠告 好的 多谢提醒 文言 楚潇潇微微点头道谢一声 咱们明天继续再刷一遍精灵之森 张小果情绪依旧激动地说道 这次攻略秘境 终于让他感受到了 被大佬代飞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听到这话 楚潇潇扭头看向路然 毕竟 他们这次是花钱 请路然带刷的秘境 可以 看着楚潇潇投来的目光 路然点头答应道 虽然普通楼层不如职业楼层 但作为三星级的秘境 精灵之森等魔能经验 还是很高的 同时 路然也想试试看 能不能再刷出一张魔法卷轴 约定好下次攻略的时间后 三人道别一声 返回了各自的电梯 路然站在电梯控制区前 等电梯门关闭后 从背包内取出了那张三星探索卷轴 之前 他在考虑要不要使用时 被楚潇潇的私聊给打断了 此刻 他已下定决心要使用 就算是碰到 难以攻略的三星秘境也无所谓 他有自信能够全身而退 只要知晓了楼层坐标 他可以等以后实力强大一些 再去进行攻略 刷 随着路然选择使用 他手中的卷轴光芒 一闪消失不见 在电梯控制区的显示屏上 也随即出现一个的标志 这次 眼前并未在提前出现提示 随便他按上行或下行 电梯都必将会抵达一个三星级的楼层 不过 路然并未急着运行电梯 而是先将运行范围 换回了初级职业楼层 随后 他伸手随便按下了上行的按键 电梯上行中 钉 经过数秒钟的运行 电梯发出一声钉响抵达楼层 随着电梯门打开 一片宽阔的草地映入路然眼帘 他站在电梯门口左右看了看 并未发现怪物的身影 但探电梯内的景象 也不像是资源楼层 便小心地握紧法杖 迈步走出了电梯 类型 怪物楼层 星级 介绍 一个非常危险的怪物楼层 里面盘踞着强大的施旧 探查其巢穴 还会有意外收获 在踏入楼层的同时 楼层属性在他眼前浮现 这是一个三星级的怪物楼层 并且 从属性介绍来看 这个楼层空间内 貌似还有宝箱存在 这让路然一下子就想到了 他当初第一次将电梯运行范围 切换到初级职业楼层时 所遇到的那个三星级怪物楼层 同样是怪物强大 同样是存在着宝箱 让路然不禁在心中猜想 这该不会就是之前的那个楼层吗 毕竟 他之前遇到过说明 距离他很近 而探索卷轴所锁定的 也是离他最近的一个三星级楼层 所以 碰到之前那个楼层的几率 也还是很大的 不过 此刻路然的心中 倒并没有太多的畏惧 他此时的实力 也早已并非之前所能比拟 随后 路然的目光扫视一圈 发现这个楼层空间的地形 颇为复杂 眼前是平坦的草地 不远处有着一片树林 林后则是一座山头 但是 却并未看到师舅的身影 只是在那座山头的顶部 看到了一座巨大的巢穴 应该就是师舅的巢穴了 难道师舅在树林中 看着那座空巢 路然一边暗响着 一边抬手朝自己释放一个 迅疾之术 刷 随着一道青光融入体内 路然顿时感觉 整个身体都变轻了许多 随后 才迈步朝着不远处的树林走去 就在路然刚走到树林边缘时 银月突然抬头发出一声狼嚎 紧接着 路然便听到天空中传来一声音力 路然立刻抬头望向天空 看到一道硕大的身影 正飞速俯冲着朝他扑来 见此 路然二话不说立刻冲向面前的树林 在迅疾之术魔法的加持下 他的动作飞快 扑 下一刻 路然刚才所站的位置处 就多出了树道深深的找痕 若是再慢一步 后果难以想象 躲入树林中的路然 心里一阵庆幸 抬头看向那头 向他俯冲偷袭的狮救 拥有狮子的身躯 头部却长着一只鹰手 前肢是尖锐锋利的鹰爪 背部还生长着一对硕大的羽翼 名称 狮救 等级 LV20 站立值 201 介绍 一种狮身鹰手 背身双翼的凶猛魔物 擅长俯冲 利用尖惠利爪捕杀猎物 二十节 201的站立 看着狮救的属性 路然的表情顿时严肃了起来 显然 这是他迄今为止 所遇到的等级最高 站立最强的怪物 呼 就在路然抬起法杖 准备释放火球术发动攻击时 狮救已经扇动翅膀 再次飞向天空 很快拉开距离 超出了火球术的攻击范围 救 在空中盘旋两圈后 伴随着一道鹰力 狮救再次俯冲而下 刷 路然立刻挥动法杖 将身前凝聚出的火球 向狮救砸去 但就在火球 即将要正面砸中施救时 轨迹却突然发生偏移 从施救的身旁 掠过飞向了天空 这 看到火球既然偏轨落空了 路然顿时瞪大了双眼 这时他才发现 在施救俯冲攻击的时候 身体表面 竟然笼罩了一层淡淡的青光 显然 火球的突然偏离 肯定与那青光有关 不过此刻 已经没有时间让他细想 看着即将冲到眼前的施救 路然只能狼狈地继续奔跑躲避 咳吱 咔嚓 下一刻 一阵枝杆断裂的声音响起 在施救尖锐锋利的利爪攻击下 鼠科大树遭央权都只敢断裂 呼 路然才刚稳住身体 施救就再次扇动翅膀 飞向了天空 之后 还是按照之前的方式 在天空中盘旋两圈后 低头俯冲向路然袭去 刷 路然也再次凝聚火球攻击 但结果依旧和之前一样 火球再次落空 擦着施救的身体飞向天空 而路然所占的位置 在施救利爪的摧残下 又是一片狼藉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看着再次飞向天空盘旋的施救 路然躲到一棵大树的后面 暗暗在心里想到 通过这几次的观察 他发现 施救每次俯冲时身体 都萦绕着清光 只有在落地的那一刻 身体周围的清光才会散去 那是他对施救发动攻击 最好的时机 但施救的速度飞快 即使有迅疾之术的速度加成 他躲避施救的攻击都很狼狈 根本就没有时间 在施救落地的那一刻 发动攻击 除非 有一个目标去吸引施救攻击 他躲在暗处发动偷袭 想到这里 路然立刻扭头看向了银月 此时 银月已经服用过下品 治疗药剂 被锋刃划出的伤口早已痊愈 不会影响速度 银月他本身就有 急跑的被动技能 若是再加上迅疾之术的增益加成 充当幼儿 躲避过施救的俯冲攻击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刷 心里打定主意后 路然立刻给银月附加了一个迅疾之术 之后 拍着他的脑袋说道 银月 你去吸引施救攻击 我来进行偷袭 啊 听到路然这话 银月点了点脑袋 随后 便立刻脉动四肢 跑出了树林 在迅疾之术的加持下 银月奔跑的速度明显加快了许多 救 就在这时 施救的音力声响起 久未发现路然身影的施救 在看到跑出树林的银月后 立刻俯身冲了下去 看到施救向银月发动了攻击 路然也翘无声息地走出了树林 噗 在银月灵巧的躲避下 施救的攻击落空 立着抓在草地上 飞溅起一片泥土 就是现在 叙事待发的路然 立刻挥动法杖 将火球朝着刚落地的施救 用力砸去 碰 这次 火球狠狠砸在施救的身体上 迸发出灼热的火焰 救 顿时 施救发出一声尖叫 立刻扇动翅膀 迅速飞向天空 见此 路然也飞快退回树林 借助树木的遮挡 躲避施救的阴眼 只留下银月 继续奔跑在草地上 吸引施救的攻击 就这样 在路然与银月的默契配合下 花费好大一番功夫 才将这头施救给解决掉 击杀 LV20级施救 分配获得82%魔能 看着眼前浮现的击杀提示 路然顿时输了口气 这头施救很难对付 拥有很高的魔法抗性 已经耗光了他所有的魔力 好在成功将他杀死了 不然路然他 就得先躲起来 明想恢复一下魔力了 是否进行分解 分解 路然走到施救的尸体旁 看着浮现的提示 点头硬道 分解成功 获取施救肉加89 魔精加28 二阶封系磨合加1 二阶磨合 看到竟然分解出了一颗 二阶磨合 路然顿时面露喜色 名称 封系磨合 等阶 二阶 介绍 强大怪物体内力量的结晶 用途广泛 可用于升级电梯 制造物品 相比于一阶磨合 二阶磨合的体积稍大 看起来也要更加精纯 将其收入背包 路然又查看了一下 施救肉的属性 名称 施救肉 品质 下品 介绍 一块新鲜的施救肉 肉质细嫩蕴含魔能 食用后可增加魔能经验 竟然蕴含着魔能 能增长魔能经验 看着施救肉的属性 路然微微瞪大了双眼 这可是好东西 因为 宠物无法直接吸收魔精的魔能升级 而这施救肉 不仅它可以食用 也可以作为宠物的食粮 为宠物增加经验 快速将所有施救肉与魔精收起来 路然的目光 看向了山头上的施救巢穴 如果没猜错的话 那里还有着一个宝箱呢 很快 路然花费好大一番功夫 才终于爬到了 位于山顶的施救巢穴 在其中 果然见到了一个金黄色的宝箱 黄金宝箱 看着竟然是黄金级别的宝箱 路然顿时一脸惊喜 真是不枉费它 这么辛苦地爬上来 咳吱 随着一个咳吱的轻响 宝箱盖子被路然缓缓打开 恭喜你获得 银快加26 金快加12 魔精加45 仓库建造图纸加1 伐木厂建造图纸加1 两张建筑图纸 看着宝箱内的奖励 路然的脸上顿时露出开心的笑容 随即立刻查看其属性 图纸 仓库 类别 建筑 品质 稀有 介绍 一间内部空间巨大的仓库 里面拥有200个格子 可用于储存资源 建造需求 100单位木材 50单位石块 20单位铁块 20单位磨精 图纸 伐木厂 类别 建筑 品质 稀有 介绍 一座自动伐木工厂 每天可砍伐生产75单位木材 建造需求 100单位木材 30单位石块 20单位铁块 30单位磨精 显然 无论是仓库还是伐木厂 都是十分实用的建筑 仓库整整拥有200个格子 是普通瘦皮背包的10倍 之前 它都是用好几个背包来储存各种资源 现在有了仓库的话 无疑要方便许多 至于伐木工厂 显然是解放劳动力的存在 以后牛魔就可以专心置之的采矿了 电梯内 返回电梯后 陆然来到田园小屋旁边的空地上 从背包内取出仓库的建造图纸 是否使用仓库建造图纸 使用 陆然点头硬道 刷 顿时 光芒一闪 建造图纸消失不见 眼前的空地上 出现了一座木制的仓库 陆然查看了一下属性 内部果然拥有着整整200个格子 随后 他又迈步走向树林 在树林边缘的空地上 选择建造了伐木场 随着两座稀有建筑的建造 电梯的综合评分也随之提升了不少 距离升级所需的800综合评分 越来越近了 按照惯例 剩下的两次探索机会 陆然都尽量选择了怪物楼层 让营业区练集 夜晚 餐桌上的晚餐 是一桌用湿旧肉烹饪出的美味佳肴 将其吞入腹中 能够明显感觉到所蕴含的魔能化为一股股暖流 被身体吸收 让陆然感觉整个身体都暖洋洋的 你的宠物牛头人 等级提升至LVE 饭吃到一半 一道宠物等级提升的提示 突然在陆然眼前浮现 梦 紧接着 牛魔发出一声愉悦的牛叫 见此情景 陆然不禁有些惊讶 虽然宠物等级从零级提升到一级 所需的魔能经验很少 但在吃饭过程中就提升了等级 由此也可以看出 施旧肉所蕴含的魔能非常浓郁 陆然面带微笑的喝口虎骨酒 打开了区域频道 这个时间点 还是一如既往的热闹 陆然查看着上面的信息 发现关于交易楼层的讨论 明显变多了 与其他楼层不同 交易楼层是一个可以通过跨幅交易 来赚取大量魔金的楼层 所以 一般极少有人会选择出售交易楼层的坐标 因为知道的人越多 想要赚取魔金就会变得越困难 但现在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探索到交易楼层 坐标想来很快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对此 陆然倒是很乐意见到 正好可以进一步抬高商铺的价格 一日清晨 叮 恭喜现存的玩家 在度过新手期后 又成功幸存五天 接下来 系统将以五天为一个周期 随机发布一条规则 第一个周期的规则为 所有怪物楼层的怪物实力提升30% 魔能经验提升30% 祝大家游戏愉快 正在睡梦中的陆然 在连续的提示声中醒来 他没想到 才刚过去五天 系统就又整腰额子了 怪物实力提升30% 这可是不小的增幅 但好在 魔能经验也随之提升了 不然陆然都要考虑 这个周期尽量避开怪物楼层了 现在陆然算是看出来了 系统只是变着花样 想要搞死他们 打开区域频道 看了一下 不出意外 已经炸开了锅 绝大多数人 都在区域频道上 怒骂着系统 与陆然抱有同样想法的人 显然不在少数 毕竟 怪物实力的提升 也就意味着 探索楼层的危险性 也大幅度提升 随后 陆然又顺便 看了一眼排行榜 齐岩在整个工会资源的帮助下 站立又提升不少 重新做上了 站立排行榜第一的宝座 不过 陆然却并不在意 现在的排位都只是虚的 同时 他也发现 楚潇潇转值成功后 站立瞬间提升了不少 只可惜 依然在第四的位置 正前向教育之前 站立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极有可能也完成了转值 很快 陆然关掉排行榜 起床下楼 在客厅见到牛魔时 发现此时牛魔已经成长的高大壮硕 身高都已经超过他了 宠物 牛头人 牛魔 等级 LVE 自制 良好 属性 技能 5 战力值 9 介绍 一只成年的牛头人 好好培养 将来会成为不错的助力 陆然查看了一下牛魔的属性 经过这几天的成长 终于成年了 不错 等到下午 让银月带着你去升一下级 陆然拍着牛魔壮硕的胸膛说道 如今牛魔已经成年 再让他一直留在电梯内 做一个采矿的苦力 有点太浪费了 MO 听到终于不用每天枯燥的砍树采矿了 牛魔顿时发出兴奋的大叫 随后 陆然带着银月来到电梯控制区前 输入地底言窟的楼层坐标 继续四刷地底言窟秘境 系统新出的规则 只影响怪物楼层内的怪物 对秘境内的怪物无效 所以这次攻略地底言窟毫无意外 很快就击杀地狱三头犬完成了通关 恭喜你通关秘境地底言窟 获得奖励白银宝箱 都第四次了 再不给一件试验套装 就太说不过去了吧 看着出现在面前的白银宝箱 陆然轻声自语一句 随后 伸出双手 缓缓打开宝箱 恭喜你获得 铜块加25 银块加15 磨精加32 一阶火系磨合加1 赤焰法靴制造图纸加1 出装了 看着面前浮现出的提示 陆然顿时露出狂喜的表情 随即 立刻取出图纸查看属性 图纸 赤焰法靴 类别 装备 套装 品质 稀有 介绍 一张记载着赤焰法靴详细结构的图纸 使用后可制造赤焰法靴 是否学习赤焰法靴制造图纸 学习 陆然立刻点头选择了学习 刷 光芒一闪 他手中的制造图纸 消失不见 陆然立刻打开制造功能 很快在制造列表中找了 赤焰法靴 赤焰法靴 绸缎 绸缎星号3加 金块星号5加魔晶 星号16加1加火系磨合星号1 只需要三单位绸缎 看着制造赤焰法靴所需的材料 陆然顿时一喜 当初他在凌云阁 一共购买了八单位绸缎 制造赤焰法靴石 用掉了五单位 现在正好还剩三单位 没有任何犹豫 陆然立刻返回电梯 从仓库内取出绸缎 进行了制造 制造成功 随着提示浮现 一双火红色的精致靴子 出现在陆然手中 与法袍一样 法靴上面有金线勾勒着许多符文图案 看起来颇为精美 名称 赤焰法靴 套装 品质 稀有 介绍 一件由上等绸缎 与金丝线缝制而成的稀有法靴 可提升移动速度 免疫减速效果 耐久 300-300 站立值 28 赤焰套装 陆然很快查看了赤焰法靴的属性 不仅可以提升移动速度 还能免疫减速的效果 但陆然最看重的 还是集齐两件赤焰装备后 所激活的套装属性 他立刻脱下脚上的神型靴 将赤焰法靴装备到了身上 随后 伸手点开了赤焰套装属性 套装数量 2分之3 激活属性 1.提升火系魔法 攻击伤害 2.提升火元素清合力 套装数量 2分之3 激活属性 1.提升火系魔法 攻击伤害 2.提升火元素清合力 随着赤焰套装的装备数量达到两件 套装效果随之激活两个属性 一个是提升火系魔法伤害 一个是提升火元素清合 与套装的名字十分贴切 全都是对火系魔法的增幅 陆然一脸满意笑容地打开个人属性 发现此刻他的战力 已经达到了246点 除了赤焰法靴的增幅外 套装属性的激活 也增加了不少战力 张小果 陆大哥 我和萧萧姐 已经做好刷精灵之森秘境的准备了 你那边准备好了吗 这时 陆然收到了张小果 发在群组中的消息 昨天分别时 他们两人相互添加了好友 并拉了一个三人群组 他们所约定的攻略秘境的时间 也正是上午 准备好了 现在就能出发 陆然立刻回复道 好 那咱们立刻出发 见此 陆然没再回复 直接走到电梯控制区 切换电梯运行范围 输入了精灵之森坐标 电梯运行中 很快 电梯启动运行 叮 数秒钟后 随着一声叮响 电梯门缓缓打开 但映如陆然眼帘的 却并非熟悉的森林 而是一片黑暗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看着眼前一片漆黑的楼层空间 陆然顿时怀疑 是不是自己输错了楼层坐标 他立刻在控制区查看了一下 发现坐标准确无误 并未输错 楚潇潇 等一下吧 现在有人正在攻略秘境 这时 陆然在群组中看到了 楚潇潇发出的消息 有人正在攻略秘境 见此 陆然一脸好奇 尝试迈步走出电梯 但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 给挡住了 当前秘境正在被其他玩家攻略中 请稍等 下一刻 一道提示在他眼前浮现 张小果 好像是张燕他不死心 又召集了队友在攻略 紧接着 张小果也在群组中发出消息 张燕正是他们第一次攻略时 其中的一名队友 也是除了楚潇潇与张小果外 唯一一个没有受伤的队友 由此可以看出 他的实力不弱 心有不甘 再次召集组建队伍 继续攻略 精灵之森 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这倒是让路然知晓了 原来攻略秘境 还需要排队 想来那些楼层坐标 被卖了N手的秘境 排队情况要更加严重 很有可能花钱买了坐标 花费大量时间排队都挤不进去 精灵之森的心急较高 目前知晓坐标的人数也较少 倒是不用担心排队很久 很快 等待了大概五分钟后 眼前的黑暗消失不见 一片茂密的森林 再次映入露然的眼帘 他迈步走出电梯 看到了同样从电梯内走出的 楚潇潇与张小果 他们怎么样 攻略成功了吗 露然朝着楚潇潇询问道 成功了 楚潇潇点点头 说道 这次张燕在好几个联盟群组中 召集了九个人 虽然损失惨重 好几个人重伤 但最终还是成功攻略了这个秘境 说到这里 楚潇潇微微一顿 接着说道 刚才他还给我发消息 询问我是不是拿到了 精灵之森的手杀 听到楚潇潇这话 露然微微叹息了一声 那个张燕这么积极 显然也是奔着拿下手杀 极大概率得到转值物品来的 结果付出很大代价攻略成功后 却发现 手杀早已被人劫足仙灯拿走了 此刻的心情可想而知 走吧 咱们开始自己的攻略吧 随后 露然便不再去想这事 朝着楚潇潇说道 嗯 楚潇潇点点头 三人全都选择同意 逆境开启 刷 露然挥动手中的法杖 朝火球朝着不远处的树精砸去 在击中的瞬间 火球迸发出灼热的火焰 吞没了树精的整个树干 所造成的伤害较之先前提升了不少 修 修 修 一旦 楚潇潇转直成为弓箭手后 战力也提升了一大截 快速连续射出三只箭矢 表面都萦绕着淡淡轻芒 灵力无比 显然 是他转直成为弓箭手后 所领悟的技能 Soul 不远处 银月也穿梭在林中 不断扑杀着精灵弓射手 你的宠物野狼等级提升至LV10 没一会儿功夫 露然眼前便浮现出银月升级的提示 昨天下午 两个怪物楼层练集的经验 加上晚餐食用的施旧肉 以及攻略地底炎窟所获得经验 让银月的经验飞涨 此刻又提升一级达到了十级 露然打开属性看了一眼 发现银月又领悟一个新的技能 清风爪在力爪上附加灵力的锋刃 可对目标造成严重伤害 在露然查看技能详情时 银月正在扑向一名精灵弓射手 这次银月并未像之前那样用力尺撕咬 两只前爪清光一闪 每个爪子前端都凝聚出树道锋刃 用力拍在精灵弓射手的胸口上 瞬间划开单薄的青甲 在精灵弓射手的胸口上 划出树道深深的爪痕 青荡狼啊 见此情景 露然顿时挑了一下眉头 银月这个清风爪的技能 与金刚狼可伸缩的鼓爪十分相似 只是 银月伸出的是风元素凝聚的风刃 而并非鼓爪 虽然无法向风刃魔法那般 释放出去远程攻击 但也让银月的战力提升了不少 虽然时间紧隔一天 但他们这支队伍的整体实力 比昨天提升了一大截 很快 他们便杀死精灵统领 再次通关了这个精灵之森秘境 恭喜你们通关秘境 精灵之森 获得奖励 黄金宝箱星号二 白银宝箱星号一 相比于第一次的首杀 这次的奖励有所下降 不过 下降的也并不是很多 这主要还是得益于 他们小队的人数 仅有三人 若是人数众多的话 奖励肯定会大打折扣 我要这个白银宝箱 张小果首先开口 直接选择了唯一的白银宝箱 他还是很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是被两位大佬代妃的那一个 随后 路然和楚潇潇两人 一人选择了一个黄金宝箱 不知道 能不能再开出一张魔法卷轴 路然在心中暗想着 伸手打开了宝箱的盖子 恭喜你获得 银块加23 金块加12 魔金加46 魔素元金加1 精灵树屋 建造图纸加1 没有魔法卷轴 看着眼前的提示 路然微微有些失望 这次 并未从宝箱内 开出魔法卷轴 路然收起所有材料资源后 从宝箱里面取出了那枚 魔素元金 之前 他击杀湿血藤进行分解时 就曾得到过一枚 魔素元金 没想到此刻 又从宝箱内开出了一枚 与之前那枚相比 手中的这枚 魔素元金 体积略大 同样是晶莹剔透 没有丝毫杂质 名称 魔素元金 品质 下品 介绍 一块蕴含着魔素的金石 使用后可将60平方米的土地 转化为可种植魔药的魔药田 这是一块下品的魔素元金 可转化的魔药田面积 是普通魔素元金的三倍 路然将其收入背包 随后拿起最后那张 精灵树屋的建造图纸 查看了一下 品质是稀有级别 效果也与他之前 得到的田园小屋差不多 顿时 路然的表情更加失望了 他就只有一个人 根本就用不着两座房屋 而且根据电梯的规则 同一类的建筑出现多座时 将会自动选择品质较高的那座建筑 计算综合评分 也就是说 他在电梯内再建造一座精灵树屋 综合评分也不会有所提升 等于是 白白浪费了一张图纸和一片区域 所以最好的选择 就是直接将图纸给卖掉 稀有级别的建筑图纸 应该能卖不少魔药吧 路然暗暗在心里想着 正准备将图纸收入背包时 楚潇潇的声音突然响起 路然 这张魔法卷轴 你要吗 在说话的同时 楚潇潇直接将手中的魔法卷轴 制作成图件展现了出来 名称 锋刃 等阶 一阶魔法 介绍 一张记载着一阶风系魔法锋刃的魔法卷轴 使用后可以掌握锋刃魔法 锋刃 魔法卷轴 看着楚潇潇展示的属性 路然顿石面露喜色 没想到他期待的锋刃魔法卷轴 竟然被楚潇潇给开出来了 要 对此 路然自然是不会拒绝 立刻点了点头 随后 也将手中的精灵树屋建造图纸属性展示了出来 这张精灵树屋的图纸 你有兴趣吗 嗯 看着精灵树屋图纸的属性 楚潇潇顿时眼睛一亮 说道 我用锋刃魔法卷轴加上一颗一阶风系磨合 交易你的精灵树屋图纸 可以 路然点头同意 这个交易他并不吃亏 随后 两人进行了一番交易 锋刃魔法卷轴到手后 路然立刻将其从背包内取了出来 是否学习锋刃魔法卷轴 学习 看着浮现出的提示 路然点头道 刷 光芒一闪 他手中的魔法卷轴消失不见 随后 眼前再次浮现出提示 你成功领悟一阶风系魔法 风刃 风刃 风系基础魔法技能 可凝聚出风刃攻击目标 与火球术一样 风刃是风系的基础魔法技能 路然举起法杖进行施法 感知到周围空气中的青色风元素 快速在他身前汇聚 很快 一道近一米长的风刃凝聚成形 随着路然手中的法杖挥动 朝着不远处的一棵树飞去 哗啦 顿时 树竿拦腰折断 碗口大的断面 宛如刀削般平整 看到这攻击效果 露然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虽然 风刃魔法没有装备的增幅效果 威力比火球术要差一些 但不同元素的魔法 都有不同的用处 就比如资源楼层中的古术之灵 用风力的风刃魔法攻击 要比粗暴的火球术更快一些 咱们明天还刷精灵之森 张小果朝着路然问道 明天看情况吧 这次 路然并未一口答应 因为他所需的两种魔法卷轴 都已经从宝箱内开出来了 这个精灵之森秘境 对他的吸引力 此刻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大了 见此 张小果露出几分失望 毕竟这种被大佬带飞的机会 可不是那么容易 就遇到的 很快 三人告别一番离开了秘境 电梯内 路然返回电梯后 立刻走到魔药田旁 从背包内取出刚获得的那枚 魔素圆巾 选择使用 刷 顿时 魔素圆巾绽放出紫色光芒 笼罩住了一大片区域 等到光芒敛去时 面前的肥沃土地 多了一抹紫色 名称 魔药田 品质 夏品 介绍 一块蕴含魔素的田地 可种植夏品 即以夏品质的魔药 魔素含量 100% 与之前的魔药田不同 这片魔药田 不仅面积更大 品质也是夏品的级别 所能种植的魔药 也不仅限于普通品质 夏品魔药也能种植 如今 随着玩家探索楼层时 获得的魔素元金 越来越多 一大批魔药种植成熟 魔药的价格 可谓是遗落千丈 早已过了之前的暴力时期 也就只有像路然这种 快人一步 能够炼制夏品药剂的人 才能依旧赚大钱 如今 有了能种植夏品魔药的魔药田 路然直接打开交易平台 挂单收购夏品魔药种子 无论什么类型的魔药都无所谓 夏品魔药的价格要高一些 利润比普通魔药高多了 完成挂单后 路然走到了电梯控制区前 电梯向上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怪物楼层 里面的怪物颇为强大 需要小心应付 电梯向下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挑战楼层 完成挑战的成绩越好 获得的奖励越丰厚 很快 两道提示出现在她的面前 向上的怪物楼层 虽然星级只有两星 但随着怪物实力的大幅度提升 以她现在的战力 都需要小心应付了 至于向下 则是一个三星级的挑战楼层 让路然立刻就想到了 当初挑战冰原生存时 那段枯燥而又漫长的时光 应该不会都是生存类的挑战吧 路然轻声自语着 还是伸手按下了向下的按键 相较于怪物楼层 挑战楼层对她的吸引力 无疑要更大一些 电梯下行中 很快 电梯快速向下运行 叮 十秒钟后 随着一声叮响 电梯门缓缓打开 很之前的挑战楼层一样 眼前的楼层空间 被一道白色屏障遮挡住了 见此 路然直接伸手摸向那道屏障 类型 挑战楼层 星级 介绍 一个考验战斗能力的挑战楼层 在楼层内战斗表现越好 获得的奖励越丰厚 在手掌触碰到屏障的那一刻 楼层的属性信息出现在路然眼前 随后 又有一道提示浮现 当前挑战楼层禁止携带 除装备以外的任何物品 所携带的宠物数量为一只 请挑战者根据规定做出调整 显然 这个挑战楼层 同样也有着规则限制 考验战斗能力 路然看着楼层属性介绍 思索着自语了一句 意思很简单 这次的挑战 需要他进行战斗 不能携带出装备以外的任何物品 这就不用像上次那样纠结了 路然直接取下了身上的背包 至于宠物数量的限制 路然也同样不用纠结 牛魔现在根本就没什么战斗力可言 他自然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音乐 是否进入挑战楼层 这次 路然在接触屏障时 眼前浮现出提示 进入 路然深吸一口气点头道 刷 下一刻 眼前的屏障散发出耀眼的白光 等到视线恢复时 路然发现身处在一个圆形的大厅空间内 环顾四周 全都是岩石堆砌而成的墙壁 他抬头看向右上角 果然和上次一样有着一个悬浮提示 试炼之塔挑战 第一层 当前评价 无 当前奖励 无 试炼之塔 看着这提示 路然明白了 这是一个闯关的挑战 成功闯过的关卡越多 奖励就越丰厚 刷 就在路然暗响时 不远处突然光芒一闪 出现了一名骷髅兵 名称 骷髅兵 等级 LV1 战力值 3 介绍 亡灵族最弱的低阶亡灵 全身仅剩下骨架 防御力较弱 就这 看着骷髅兵的属性 路然瞬间无语了 一级的骷髅兵 这是看不起谁呢 哗啦 还不等路然开口 银月就直接冲过去 抬起爪子 一下将那名骷髅兵 给拍成了一堆碎骨 没有魔能经验 看着骷髅兵被击杀后 眼前并未浮现 获得魔能经验的提示 路然微微有些错愕 他自然是看不上 一级骷髅兵的那点经验 但此刻 没有浮现经验提示 也就意味着 接下来的战斗 他都将不会获得任何的经验 轰隆隆 这时 对面的墙壁升起出现一道门 里面是一条向上延伸的台阶 显然 那是通往上一层的路 路然便不再纠结 带着银月走向了那道门 沿着螺旋形的台阶一路向上 很快面前豁然开朗 又出现了一个 和刚才一模一样的大厅 唯一不同的是 此刻在大厅 站着三名骷髅兵 剑依旧是最低等的骷髅 路然也懒得动手 直接让银月出手解决 一番秒杀结束战斗后 路然沿着新出现的台阶 继续向上 第三层 所面临的的怪物 依旧是骷髅兵 只是数量变成了五名 哗啦 哗啦 银月及早拍下 地上多了一堆碎骨 第四层 第五层 第六层 一直到第十层 路然所遇到的怪物 都是骷髅兵 只是等级有所提升 不再是一级的渣渣 等来到第十一层时 怪物终于有所变化 从骷髅兵变成了哥布林 依旧是低等的魔物 让路然提不起半点的兴趣 至于右上角悬浮窗口 除了层数不断增多外 其他信息都没有任何变化 显然 这是挑战楼层的通病 前期难度 较低达不到评分的标准 路然也就懒得再去查看 带着银月继续不断通关 第十五层 第二十层 第二十五层 第三十层 直到来到第三十一层时 看着出现在眼前的怪物 路然才举起了手中的发杖 那是一种全身皮肤呈暗红色 额头长着一对弯角的地狱生物 在其双手中多个凝聚着一颗火球 名称 哥哥 等级 LV5 战力值 38 介绍 一种擅长操控火焰的地狱生物 可凝聚火球远程攻击 从属性来看 哥哥的等级不高 战力也不强大 之所以会引起路然的重视 是因为 哥哥的攻击方式 是远程魔法攻击 这对只能近战的银月来说 有着很大的克制 虽然击杀哥哥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在战斗过程中却有可能会受到伤害 根据这个挑战楼层的规则 路然身上没有携带任何治疗药剂 若是银月受伤的话 就只能选择硬撑或放弃挑战 路然他的目标 可是登顶试炼之塔 拿到首杀奖励 在此之前 自然是要所有风险 全都降到最低 所以 面对远程魔法攻击的哥哥 路然并未让银月出手 选择亲自动手 快速凝聚出锋刃 向远处的哥哥释放了出去 经过短暂的战斗 所有哥哥被全部击杀 路然也就只是消耗了一些魔力 这对他来说没什么 冥想一下 很快就能恢复 第四十层 第五十层 第六十层 第七十层 随后的闯关 为了保证银月不受到伤害 路然出手越来越频繁 右上角的悬浮提示信息 也不断发生着变化 试炼之塔挑战 第四十层 当前评价 C 当前奖励 黑铁轮盘 试炼之塔挑战 第六十层 当前评价 B 当前奖励 青铜轮盘 与之前的生存挑战不同 奖励不再是宝箱 而是轮盘 虽然目前弄不清楚是什么东西 但也肯定不会比宝箱差 而随着层数越来越高 尽管十分小心 银月还是在连番战斗中 不可避免的受了一些伤 再坚持一下 马上就要登顶了 路然冥想片刻恢复了一下魔力后 抚摸着银月的脑袋说道 此刻 他很希望自己拥有一个治疗魔法 这样就能立刻帮银月治疗伤势了 银月狼嚎一声 舔尸了一下身上的伤口 并没有丝毫畏惧 迈步朝着不远处的门走去 试炼之塔挑战 第九十八层 当前评价 A 当前奖励 白银轮盘 路然瞥了一眼悬浮提示 距离登顶的一百层 仅剩两层了 踏 踏 踏 沿着台阶一路向上 路然很快便来到了试炼之塔的第九十九层 这里同样是一个宽阔的大厅 在中心处所站的怪物 路然也一点都不陌生 尸身英手 悲声双翼 正是路然 昨天才刚遇到过的试咎 只是 眼前这头试炼之塔内的试咎等级略低 就只有十八级而已 咎 看到路然后 试咎立刻音力一声 煽动翅膀飞向了高空 银月 还是按照之前对付试咎的战术 路然躲在楼道内 朝着银月释放了一个 迅疾之术 对付试咎这种怪物 他与银月 都早已有经验了 嗷 文言 银月点点脑袋 立刻冲进了空旷的大厅 救 试咎发现目标后 音力一声俯身下冲 楼道口 路然握紧手中的法杖 开始在身前凝聚火球 救 片刻后 伴随着一声惨叫 试咎倒在地上 没有了动静 而银月的身上 则是又多出了两道爪痕 毕竟 在战斗前 银月就是受伤的状态 即使有迅疾之术的速度增幅 也难以像之前那样 全部躲过试咎的俯冲攻击 走 直接上一百层 看到银月的情况不太好 路然并未冥想恢复魔力 直接选择了 前往最后的第一百层 因为这次击杀试咎 他的魔力消耗并不是很多 而银月此刻的身体状况 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 至于那头试咎的尸体 路然连看都没有看 在这个挑战楼层中 不仅杀怪没有任何奖励 就连怪物死后的尸体 也如秘境楼层那样 无法进行分解 沿着台阶向上 很快路然便抵达了 试炼之塔的第一百层 这里的环境 与之前并没有什么区别 路然一脸谨慎地看向中心处 在那里 一道宛如黑雾般的虚幻黑影 漂浮在半空中 这是什么怪物 看着那团黑雾 路然面露不解 立刻查看了一下属性 名称 恶灵等级LV20 战力值202 介绍 死后无法安息的鬼魂 带着无穷的恶念 围惑人间 亡灵种族 看到恶灵的属性 路然瞬间明白了 这原来是一种亡灵 银月 你先在一旁休息 让我来对付这只恶灵 这次 路然并没有让银月出手 从恶灵虚幻的身体来看 肯定会大幅度免疫物理攻击 而且恶灵的战力不俗 银月在受伤的状态下 很容易会有生命危险 而他所擅长的火系魔法 正好可以克制亡灵种族 便暂时让银月退到了一边 嗷 闻言 银月听话地后退了几步 路然则是举起手中的法杖 快速在身前凝聚火球 刷 远处 恶灵虚幻的身体一阵翻腾 释放出一道黑雾 向路然飞来 碰 火球与黑雾撞在一起 迸发出一团火焰 啊 在圣人的鬼嚎声中 黑雾很快消散 但同时 火球的火焰也熄灭大半 砸在恶灵虚幻的身体上 所造成的伤害降低了许多 啊 顿时 恶灵发出鬼哭狼嚎声 黑雾般的身体剧烈翻腾 刷 刷 刷 下一刻 三道黑雾分裂出来 朝着路然的方向飞去 但是 所攻击的目标 却并非路然 而是他身后不远处的银月 银月 小心 见此 路然立刻大叫一声提醒 同时挥动手中的法杖 将刚凝聚出的火球 朝那三道黑雾砸去 碰 只可惜 仅仅只是灭掉了一道 剩下的两道黑雾 依然飞向银月 并且速度飞快 让受伤颇重的银月根本来不及躲避 眨眼间 便钻入了银月的体内 你的宠物受到 恶灵诅咒 魔法攻击 身体处于混乱状态 下一刻 路然眼前便浮现出一个提示 显然 那并非攻击性的魔法 而是附加负面效果的技能 此刻 银月已经双眸血红 面目猙獰 处于混乱的状态 啊 银月很快发出一声狼嚎 竟静止 朝着路然冲了过来 刷 见此 路然自然不可能攻击银月 立刻给自己附加了一个 迅疾之术 快速飞奔着 与银月拉开距离 同时找机会 攻击在大厅内飞舞的恶灵 恶灵这个让他们自相残杀的技能 着实有些恶心 但好在 他的火系魔法 对恶灵有很大的克制 若是换作其他的近战职业 恐怕就要选择放弃了 碰 碰 随着路然不断释放出一颗颗火球 恶灵虚幻的身体 也在不断变淡缩小 啊 终于 在一道凄厉的鬼嚎声中 恶灵彻底消散不见 试炼之塔挑战 第100层 当前评价 S 当前奖励 黄金轮盘 路然看向悬浮提示 评价变成S级 奖励成为了黄金轮盘 恭喜你成功完成 当前挑战楼层 首次获得S级评价 最终奖励 黄金轮盘星号2 随后 挑战成功的提示浮现 终于结束了 路然终于 长输一口气 看向出现在面前的一个金黄色圆形轮盘 与之前的奖励不同 这个挑战楼层的奖励 并非宝箱 而是眼前的轮盘 模样看起来 就像是抽奖的转盘 上面的奖项标注着 图纸 魔法卷轴 药剂 配方 宠物 各种的奖励种类不少 越是珍贵范围越小 中奖的概率也就越低 是否转动黄金轮盘 看着面前询问的提示 路然点头道 转动 刷 随着路然话音落下 眼前的轮盘快速转动起来 叮 数秒钟后 随着一声叮响 转盘停了下来 中间的细长指针 正好停在了 药剂奖项上 恭喜你获得 洗髓药剂 加三 洗髓药剂 看着手中所获得的 三支红色药剂 路然立刻查看了 一下属性 名称 洗髓药剂 品质 下品 介绍 一支用于提升宠物资质的药剂 使用后 有一定几率提升宠物资质 最高可提升至卓越 居然是宠物专用的药剂 看着洗髓药剂的属性 路然面色一喜 这可是能够提升宠物资质的好东西 并且最高能提升到卓越级别 虽然并非百分之百成功 但也绝对是价值不菲 路然立刻将其全部揣入怀中 随后再次看向面前的轮盘 他的最终奖励是两次转动轮盘的机会 现在还有最后一次 是否转动黄金轮盘 转动 看着再次出现的提示 路然点头硬道 刷 顿时 眼前的黄金轮盘再次快速转动了起来 叮 数秒钟后 转盘停止转动 这次 中间细长指针所指的奖项是 图纸 恭喜你获得 生命之剑 制造图纸加一 随着提示浮现 路然手中多出一张图纸卷轴 咦 摸着手中的图纸 路然突然发出一声轻疑 因为他明显感觉到 这张图纸摸起来的手感 与他之前获得的图纸手感不同 要更加柔软 质地更好 难道是品质更高的图纸 路然瞬间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脸上顿时露出兴奋的表情 随即 立刻迫不及待地展开了图纸卷轴 映入眼帘的是一枚造型古朴 顶端镶嵌着一颗碧绿宝石的戒指 图纸 生命之剑 类别 装备 品质 无瑕 介绍 一张记载着生命之剑详细结构的图纸 使用后可制造生命之剑 无瑕品质 看着图纸的属性 路然瞬间瞪大了双眼 他的预感没错 这真的是一张品质更高的图纸 黄金轮盘的级别等同于黄金宝箱 从里面开出无瑕品质图纸的概率 可是非常低的 他之前开了那么多的黄金宝箱 都从没开出过一张无瑕级别图纸 没想到 此刻运气大爆发 竟然从黄金轮盘中赚出了一张 是否学习 生命之剑 制造图纸 学习 路然立刻点头道 刷 光芒一闪 他手中的图纸消失不见 路然立刻打开 制造 界面 在无瑕品质列表中看到了 生命之剑 生命之剑 银块星号22加金块 星号10加魔金 星号64加二阶木系魔盒星号1 二阶木系魔盒 这东西可不好弄啊 看着制造 生命之剑 所需的材料 路然不禁皱起了眉头 目前 二阶魔盒本来就十分稀有 它到现在 也才只得到了一枚二阶 风系魔盒而已 更何况 二阶木系魔盒 还是升级电梯所需的材料 价值就更高了 明天到交易楼层一趟 试试看 能不能用风系魔盒 换到木系魔盒吧 路然轻声自语一句 随后选择了离开挑战楼层 等回到电梯后 他立刻从背包内 取出一支治疗药剂 丢给银月 随着药剂盒下 银月身上的伤口 很快就停止了流血 不过 由于这次的伤势较重 下品治疗药剂 无法立刻完全治愈 路然带着银月 返回田园小屋 利用小屋的效果 加快伤势的恢复速度 看着趴在地毯上 恢复伤势的银月 路然从怀中 取出那三支洗水药剂 这种提升宠物资质的药剂 自然是优先给银月使用 目前银月的资质 已经是优秀 再提升一个等级 就能达到卓越了 给银月 路然拿起其中一支 递到银月嘴边 看着路然递来的药剂 银月立刻张嘴喝了下去 之后 路然目光紧盯着银月 却发现银月并没有任何一样 眼前也没有出现提示 他立刻查看了一下银月的属性 资质依然是优秀 并没有任何变化 这表明 洗水药剂对银月资质的提升失败了 路然有些失望 继续拿起第二支 递到银月嘴边 故多 银月像之前一样 直接仰头将其喝下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和刚才一样 这次依旧是以失败告终 不会三支药剂用完 都无法提升吗 路然苦涩地在心中想着 还是将最后一支洗水药剂 递到了银月面前 你的宠物野狼资质 提升至卓越 这次 路然终于等到了期盼已久的提示 耶 看着面前浮现的提示 路然直接兴奋地叫出声来 还好没有全军覆没 最后一支洗水药剂成功了 随后 路然充满期待地 打开了银月的属性面板 宠物 野狼 银月 等级 LV10 自制 卓越 属性 风 技能 急跑 清风找 战力值 105 介绍 一只成年野狼 体内蕴含着银月狼的血脉 好好培养 将来会成为不错的助力 随着资质达到卓越 银月的战力 也随之提升不少 此刻战力值已破百 达到了105点 这样的战力值 比很多玩家都要高了 啊 银月也同样感受到了资质的提升 顿时发出一声愉悦的狼嚎 把站在一旁的牛魔 羡慕的眼睛都瞪大了 作为魔物 牛魔的成长资源要优于普通野兽 可如今 银月的资质却整整比他高了两个级别 放心 等以后再得到洗水药剂 也少不了你的 陆燃拍着牛魔的肩膀安慰了一番 随后 便走向厨房做午饭去了 吃完午饭休息了一会儿 等银月的伤势恢复大半后 陆燃才开始继续探索楼层 这次 牛魔也跟在陆燃的身后 表情极为兴奋 因为陆燃上午跟他说了 下午让银月带着他去升一下机 电梯向上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资源楼层 里面存在着许多资源 并没有什么危险 电梯向下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怪物楼层 里面的怪物对你没什么危险 很容易就能解决掉 看着面前的提示 陆燃伸手按下了向下的按键 电梯下行中 钉 随着一声钉响 电梯门打开 出现在面前的楼层空间 是一片宽广荒凉的荒漠 在荒漠中 可以看到一些体型宛如成年鳄鱼一般的魔物 荒漠巨蟹 银月带着牛魔去声音下集 看着那些荒漠巨蟹 陆燃朝银月说道 啊 文言 银月点了点脑袋 随后 便带着牛魔冲向了荒漠巨蟹 由银月先出手打残 然后牛魔再上前去补刀收割 毕竟牛魔的等级才只有一级 贸然上前会有挂掉的风险 为了以防意外 陆燃也走入怪物楼层 关注着战况 很快发现 这个一星半楼层内的怪物实力 较之先前确实提升了不少 当然 魔能经验也同样变多 牛魔仅靠收割人头 就很快升级了 这段时间 倒是打怪升级的好机会 陆燃一边关注着战局 一边在心中暗暗想到 夜晚 田园小屋餐厅 餐桌上 依然是用湿旧肉烹饪的佳肴 这次 不仅陆燃和银月喝着虎谷酒 牛魔的面前 也同样摆放着一堂虎谷酒 梦 终于喝到期待已久的虎谷酒 牛魔灌下一大口 发出兴奋的叫声 经过最后两个楼层的练集 此时牛魔已经被银月 带着等级提升到了四级 正座上 陆燃查看着区域频道 发现今天格外热闹 看了一下聊天信息才知道 原来是有人直接在区域频道上 公开了交易楼层的坐标 这也就意味着 交易楼层的坐标 此刻已经不再是秘密了 至于原因吗 是那名公开的人 在探索怪物楼层时 因为怪物实力的提升 在战斗中不慎身受重伤 此刻已经性命垂危 便决定在临死前做一件好事 在频道上公开了交易楼层的坐标 了解始末后 陆燃不禁微微叹息一声 刚发布的这个周期规则 对探索楼层的影响 还是很大的 他瞥了一眼在线人数 今天减少的数量 足足是平时的三倍 此刻 区域频道的人数 已经下降到六千多 每一个减少的数字 都代表着一条生命的失去 明天交易楼层的人数 应该会暴涨吧 陆燃在心里暗想着 很快关闭了区域频道 一日清晨 叮 陆燃起床吃完早餐 正准备前往魔药田时 耳旁突然想起 收到信息的叮响 他打开查看了一下 是张小果 发在三人群组中的消息 张小果 恭喜陆大哥又重新夺回战力榜第一 鼓掌 看到这信息 陆燃微微一愣 他早上起床后 还真没去查看排行榜 不知道自己又到第一了 陆燃 多谢 陆燃先在群组中道谢一声 随后才点开排行榜查看 区域战力排行榜 第一名 陆燃 战力值 375 第二名 齐岩 战力值 327 第三名 正前 战力值 263 第四名 王林 战力值 228 第五名 楚潇潇 战力值 216 果然 他又重新登顶第一 不仅反超了齐岩 战力值还直接比齐岩高出了48点 主要还是得益于 他昨天不仅刷出了 试验法序的图纸 激活了一部分的套装属性 同时 还将音乐的资质提升到了卓越的级别 实在是 生命之界得材料不足 若是将生命之界制造出来 无暇级别的装备还能让他的战力再飙升一大截 张小果 陆大哥 你看区域频道了吗 现在上面可热闹了 我一直在帮你嘲讽 龙玉 工会的人 很快 张小果又发出信息 见此 陆燃伸手点开了区域频道 龙玉 的人呢 昨天不是蹦达的挺欢的吗 今天怎么没赢了 昨天还喊着 齐炎要一直霸榜第一 怎么今天就被踢下来了 简直啪啪打脸啊 这都第几次了 齐炎的脸都被打肿了吧 话说 陆燃大佬战力提升的也太快了 简直变态啊 龙玉 的人 快出来走两步 张小果说的果然没错 此刻公屏上一大堆嘲讽 龙玉 工会的人 甚至 陆燃在其中 还看到了张小果的发言 之所以如此群嘲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 昨天齐炎再重回排行榜第一后 龙玉 工会的人顿时扬眉吐气 在区域频道上 狠狠嘚瑟了一番 却没想到 快乐竟然如此短暂 陆燃今天就完成了反超 并且将差距又拉大了许多 顿时 龙玉 工会就引来了 一大群看热闹不嫌失大的 吃瓜群众的群嘲 陆燃自然没有针对齐炎意思 没有对这件事情进行发言 而是趁机编辑了一条广告 发了出去 本人在交易楼层的18号商铺 一会儿上新货 有治疗效果更加的下品治疗药剂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随着他的信息发出 区域频道顿时热闹了起来 卧槽 陆燃大佬出来冒泡了 陆燃大佬 居然还有商铺 我现在就在交易楼层 这里的商铺售价 可是高达一万摩金 价值一万摩金的商铺 土豪啊 土豪腿上还缺挂剑吗 我想抱大腿 陆哥哥 人家人美生田曾担任跨国公司CEO 可以去你的商铺做营业员吗 商铺价格居然已经涨到一万摩金了 看着那些信息 陆燃表情有些惊讶 他没想到 才一天没去交易楼层 商铺的售价 竟然直接翻倍达到了一万摩金 但随即 他的脸上就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这也就意味着 他作为投资购买的那间商铺 已经让他大赚五千摩金了 果然还是房产赚钱啊 陆燃自语着 发出一声胆叹 张小果 陆大哥 你今天还刷精灵之森吗 这时 张小果又在群组内发出询问 昨天他就询问过这件事 陆燃并没有给出肯定的答复 此刻见张小果再次询问 陆燃回复道 不了 我今天要去一趟交易楼层 张小果 好吧 见到陆燃回绝 张小果没有再劝 楚潇潇 陆燃 能提前卖我三支治疗药剂吗 这时 楚潇潇也在群组内发出消息 显然是看到了 陆燃刚才在区域频道上打的广告 陆燃 可以 等一会儿炼制出来 我联系你 对此 陆燃自然是不会拒绝 现在随着怪物楼层的危险性提升 治疗类的药剂变得十分畅销 特别是昨晚 那个公开交易楼层的人的遭遇 让很多人都想要提前准备高品质的治疗类药剂 借着这个机会 陆燃也能趁机大赚一笔 发完消息后 陆燃便关掉群组 继续走向魔药田 前天种下的那些魔药 又到了收获的时候 至于昨天刚转化的夏品魔药田 陆燃也从交易平台上 收购了一些夏品魔药种子种下 此刻也都已经发芽了 很快 经过好一番忙碌 陆燃才将所有魔药 全部采集 炼制完成 看着背包内满满的收获 陆燃先是私疗储潇潇 与她交易了三支治疗药剂 她能感觉到 现在的储潇潇干劲十足 主要是因为 她又被亡灵超越 重新落到了第五名 此刻明显鼓足了劲 想要重新夺回第四名 很快 等于储潇潇完成交易后 陆燃才走到电梯控制区前 输入了交易楼层的坐标 龙玉 驻地 此时 这里与之前相比 多出了不少的房屋 田地 甚至 还有三块生长着魔药的 普通魔药田 一座高大的意识厅内 身穿铠甲的奇岩 坐在首位上 左右两边各坐着一男一女 区域频道上的嘲讽之言 她自然是全都看到了 此刻 心中不仅充满了怒火 更是对陆燃战力的提升速度 感到震惊 要说之前 她还是信心满满 能够与陆燃竞争一番 但现在 她的心中充满了无力感 感觉无论自己再怎么努力 都会被陆燃轻而易举地超越 想到这里 奇岩仿佛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一般 眼神中闪过一抹利色 雷子 通知所有人 今天务必要刷出一件转值物品 奇岩扭过头 向右手边的青年说道 文言 那名青年脸色一喜 问道 会长 你是想要用那张卷轴 嗯 奇岩点了点头 会长 这么做会不会影响咱们 龙玉 公会的声誉 坐在左手边的女孩 面露担忧地问道 只要我们 龙玉 能够夺得第一拿到奖励 那点声誉算什么 雷子满不在乎地说道 没错 奇岩也点头道 在这个世界 实力才是硬道理 一个死人很快就会被遗忘 说着 他从背包内取出一张卷轴 名称 定位卷轴 介绍 一张可定位玩家位置的卷轴 使用后输入姓名信息 可自动定位目标所在的楼层 看着卷轴的属性 奇岩冷声说道 无论今天是否能刷出转值物品 明天都动手灭了他 是 两人齐齐点头应道 定 随着一声钉响 电梯抵达交易楼层 电梯门缓缓打开 外面是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 随着交易楼层的坐标 在区域频道公开 他所在的区域 进入交易楼层的人 数量瞬间暴涨 让这座交易楼层 变得比之前更加热闹了 陆然随着拥挤的人群 走向商铺区方向 一路上发现路边的摊位 全都被租赁了 现在 已经出现一摊难求的情况了 这让陆然顿时觉得 当初买商铺的决定 实在是太明智了 很快 当来到商铺区时 陆然看到 目前还未售出的商铺 仅剩下四间了 他走到一间 未售出的商铺前 查看了一下售价 果然此刻已经涨到了一万摩金 在售价规则中 售卖程度已是最高的 火爆 而目前仅剩的这四间商铺 并非是位置太差 没人买 而是价格实在太高 根本就买不起 现在 能一下子拿出上万摩金的工会 都是屈指可数 就更别说 那些单打独斗的个人了 陆然摇摇头关掉界面 转身走向了自己的18号商铺 因为提前在区域频道打了广告 此刻商铺门前 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陆然直接从后门进去 将背包内的物品 全部一一上架 除了药剂外 还有各种装备与百炼炒锅 他之前打广告 就是用下品治疗药剂吸引人气 趁机也卖点其他的物品 完成上架后 陆然打开楼层频道 很快编辑了一条消息 二阶风系磨合 交易二阶木系磨合 可适当加一些磨金 有意者18号商铺面谈 为了增加曝光度 陆然花费十磨金 连刷了五遍 然而 结果却犹如石沉大海 他在商铺等待了许久 都没见有人上门来交易 看来还得找那些大工会试试 陆然在心里暗想着 迈步走出了商铺 目前 能单独击杀二十级怪物的人很少 只有一些大工会的几率 才更高一些 虽然很有可能不会拿出来交易 但总 还是要试一下的 走出商铺后 陆然直接禁止走向了 八号的林云阁 他和林云之前做过交易 也算是熟人了 八号商铺内 陆然走进来时 许芬正在接待一位客人 商铺虽然拥有 与交易平台一样的功能 即使没人在 也能正常买卖 但像陆然那样 真的直接将商铺 当作交易平台来使用 还是极少的 因为有的时候 客人会拿一些 不再收购之列的物品 来询问是否收购 或者 上架的物品已经受空 还有客人想要购买 这时 商铺内若是有负责人的话 无疑能让营业额增长不少 不过 陆然却并不在意 他选择开商铺 仅仅只是为了方便 在交易楼层内的交易而已 见到走进来的陆然 许芬立刻让一旁的女孩 招待客人 他微笑着迎了上来 陆先生好久不见 嗯 陆然点点头 看向商铺内多出的两名女孩 商铺又添新人了 最近交易楼层的人越来越多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就增添了两个人手 许芬微笑着解释一句 问道 陆先生这次来 有什么事吗 你们工会有二阶的木系磨合吗 陆然直接问道 二阶木系磨合 文言 许芬微微一愣 随即说道 这个我不清楚 要询问一下会长 说完 许芬又补充道 不过 即使是有 会长估计也不会拿出来交易 陆先生 你不要抱太大希望 我知道 陆然点头道 你就帮我询问一下凌云 我可以用二阶风系磨合 另外多加一些魔镜来交易 好吧 那我试试 既然陆然都这么说了 许芬只能点头表示试试 趁着许芬询问的功夫 陆然查看了一下柜台内的物品 很快便在其中找到了绸缎 数量有三单位 他这次来凌云阁 除了试试 能不能交易到二阶木系磨合外 另外的目的 就是为了这绸缎来的 试验套装的两件装备 都用到了绸缎材料 想来第三件 极有可能也需要 陆然没有奖价 直接从柜台中购买了那三单位绸缎 这时 许芬也已经询问完毕 抱歉陆先生 我们会长没有要出售二阶木系磨合的打算 许芬一脸歉意地向陆然说道 那就是说 凌云的手上真的有二阶木系磨合咯 陆然一下子就听出了 许芬这话的前台词 他并没有说没有磨合 而是说凌云不打算出售 好吧 那我再去别的店铺看看 虽然心里有些失望 但陆然也并没有强求 很快 陆然就将所有工会开设的商铺 全都给逛了一遍 结果不出所料 都并未如愿交易到二阶木系磨合 他只能暂时放弃 转身离开了交易楼层 返回电梯后 陆然直接输入了 地底言窟 秘境的坐标 开始例行日常的每日一刷 哇 炎热的地底言窟内 随着一道充满不甘的惨叫 全身布满伤痕的地狱三头犬 倒在了地上 恭喜你通关秘境 地底言窟 获得奖励白银宝箱 随即 通关秘境的提示浮现 看着出现在面前的白银宝箱 陆然充满期待地 伸手将其打开 恭喜你获得 铜块加24 银块加13 磨精加30 一阶火系磨合加1 魔力药剂配方加1 虽然未能开出赤燕套装 让陆然感到有些失望 但看到开出的奖励是药剂配方 她的心中还是颇为好奇 立刻将其他资源全都收入背包 随后从宝箱内取出了那张配方 名称 魔力药剂配方 品质下品 介绍 一张记载着魔力药剂炼制方法的配方 魔力药剂 从名字就能看得出来 这是一种魔法类职业所使用的药剂 目前 大部分的人都还没有完成转职 魔法职业的玩家数量就更稀少了 在短期内 魔力药剂显然无法像治疗药剂那样 赚取大量的魔精 不过 她本人就是一名法师 倒是正好可以自用 是否学习魔力药剂配方 学习 露然立刻点头硬道 刷 顿时 手中的魔力药剂配方消失不见 随后 露然打开炼药的界面 很快在配方列表中找到了魔力药剂 魔力药剂 千灵草新号一家蓝星花新号二 炼制魔力药剂所需的魔药一共有两种 分别是千灵草与蓝星花 露然打开交易平台查看了一下 这两种魔药上面全都有 并且数量还不少 毕竟 这是炼制魔力药剂所需的材料 无法炼制治疗类的药剂 在现阶段 对魔力需要的人很少 相关的魔药价格 自然也就不可能太高 这倒是可以趁着价格低 现在先收购一批炼制成魔力药剂 等以后高价时卖出 露然暗暗在心里想着 立刻挂单收购千灵草与蓝星草 以及它们的种子 没一会儿功夫 就收购了不少两种魔药 随后 露然返回电梯来到月亮景处 收取了昨晚凝聚出的月质精华 重新打开炼药界面 放入两种炼药材料 以及月质精华 开始进行炼制 炼制 露然出声 发出炼药的指令 炼制失败 下一刻 炼制失败的提示 在她面前浮现 露然也并不气馁 继续再次放入材料 炼制成功 获得魔力药剂加一 第二次 炼制成功的提示浮现 见此 露然顿时面露笑容 立刻从背包内 取出魔力药剂 进行查看属性 名称 魔力药剂 品质 下品 介绍 一只用千灵草 与蓝星花炼制 而成的魔力药剂 服用后可恢复些许魔力 看着魔力药剂的属性 露然满脸开心的笑容 这是一只恢复魔力的药剂 对魔法类职业来说 尤为重要 有了魔力药剂 它就不用像之前那样 花费大量时间 依靠冥想来恢复魔力了 很快 露然将所有收购到的魔药 全都进行了一番炼制 除了最初添加月之精华 炼制成功率明显较高外 之后的成功率明显降低了许多 之后 露然走到电梯控制区前 输入了试炼之塔的楼层坐标 与冰原生存挑战不同 试炼之塔是闯关类的挑战 没有长时间独自一人生活的精神方面的折磨 所以 鉴于昨天获得的丰厚奖励 露然今天选择了再次重刷 试炼之塔 她之前拒绝张小果的邀请 也是为了将电梯的运行次数 用来重刷 试炼之塔 按照挑战楼层规则的规定 露然放下除装备之外的所有物品 很快再次进入了试炼之塔内 首先出现在她面前的 依然是仅有一级的骷髅兵 见此 露然根本就懒得动手 前面的楼层 依然全都交给银月来解决 就这样一层层的通关 她很快就来到了第99层 这次 出现在她面前的 不再是施旧 而是变成18级的恶灵 此时 资质已然是卓越级别的银月 并未像之前那般 受到严重的伤害 不过想到恶灵的 恶灵诅咒 魔法攻击 露然让银月留在了楼道内 独自一人走进了99层的大厅 凭借着之前累积的经验 很快就干掉了那只恶灵 之后 才带着银月 沿着石阶 走向了顶层的第100层 在这里 露然见到了一头 二世纪失旧的身影 显然 这与她之前第一次攻略时 恰恰相反 最后两个楼层的怪物 正好颠倒了 其中的原因 露然也能猜测得出来 这是为平衡物系 与法系两种职业 不然 若最终 BOSS全都是法系所克制的恶灵的话 这显然对物系职业太不公平了 不过这个改变对于露然来说 显然并没有什么难度 很快 露然便和银月一起配合着 干掉了第100层的BOSS失旧 试炼之塔挑战 第100层 当前评价 S 当前奖励 黄金轮盘 随着失旧倒地身亡 露然抬头看了一下悬浮提示 此刻 评价与之前一样 变成了S级 奖励也成为了黄金轮盘 恭喜你成功完成当前挑战楼层 获得S级评价 最终奖励 黄金轮盘星号1 下一刻 挑战成功的提示浮现 虽然最终奖励依然是黄金轮盘 但转动的次数已经变成了一次 看着面前出现的金黄色圆形轮盘 转动的提示很快浮现 是否转动黄金轮盘 转动 露然立刻点头硬倒 刷 顿时 眼前的轮盘快速转动了起来 叮 数秒钟后 随着一声钉响 转盘停了下来 中间的细长指针 正好指在了魔法卷轴奖项上 恭喜你获得 岩暴数 魔法卷轴加1 火系魔法卷轴 看着浮现在眼前的提示 露然顿时眼前一亮 随即 立刻从背包内取出那卷 岩暴数的魔法卷轴查看了一下 名称 岩暴数 等阶 二阶魔法 介绍 一章记载着 二阶火系岩暴数的魔法卷轴 使用后可以掌握岩暴数魔法 等级需求 15级 二阶火系魔法 看着岩暴数的属性介绍 露然的表情更加兴奋了 没想到 竟然转到了一个二阶的魔法卷轴 只可惜 他之前攻略 地底岩窟时 等级有所提升 也才仅是LV13级而已 并未达到15级的等级需求 所以 露然只能无奈地 先暂时放入了背包 电梯向上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怪物楼层 里面的怪物颇为强大 需要小心应对 电梯向下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怪物楼层 里面的怪物对你没什么危险 很容易就能解决掉 很快 第四次运行电梯时 露然直接按下了向上的按键 如今打怪本来就经验丰富 再加上学习 研爆术需要等级达到15级 所以 露然暂时放弃了 让宠物的升级的想法 准备趁此机会 尽快提升自己的等级 很快 经过一番探索 剩下两次运行机会 露然全都选择了 星级较高的怪物楼层 让他获得了不少的魔能经验 虽然未能再次升级 但距离LV14级已经不远了 夜晚 露然坐在餐厅吃着晚饭 点开查看了一下区域频道 发现今天的频道颇为冷清 并没有什么热度较高的话题 甚至 今天一天都并未见到 龙玉的成员 在区域频道上发言 对此关注较少的露然 自然没有感觉到异样 发现并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话题 他便很快就关掉了区域频道 与此同时 在龙玉驻地的议事厅内 原本三人的大厅 此时已经变成了四人 除了之前的齐岩三人外 此刻又多出了一名 身穿铠甲的青年 那是下午才刚刚完成转职 成为龙玉工会 第四个转职成功的成员 今晚大家好好休息 明天随时等候我的指令 齐岩的目光扫过三人 出声说道 是 文言 三人齐齐点头应道 听到这应答声 齐岩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对于这次狙杀陆然 齐岩可谓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四名完成转职的玩家 一起对陆然进行出手 这样的强大实力 即使是拥有地航龙的他 都难以招架 他相信 解决掉陆然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一日清晨 随着光芒渐渐亮起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陆然吃过早饭后 直接走到电梯控制区前 熟练地输入了地底言窟 秘境的坐标 这是他迄今为止 攻略次数最多的一个楼层了 没办法 一切都是为了能够刷出 完整的赤焰套装 只可惜 当他再次击杀地狱三头犬 通关秘境 伸手打开锁获的白银宝箱时 依然没有从其中 开出赤焰套装的最后一件装备 这让陆然叹息一声 沮丧地回到电梯内 再次输入了 试炼之踏的坐标 虽然这个挑战楼层 没有经验奖励 但轮盘抽取的收获 却是十分的丰厚 所以 挑战试炼之塔 被陆然安排进了 他日常攻略的楼层名单中 三刷试炼之塔 这对陆然来说 并没有什么难度 要比之前更加的熟练 随着一层层不断向上 他很快就击杀了 100层试炼之塔内的所有怪物 恭喜你成功完成 当前挑战楼层 获得S级评价 最终奖励 白银轮盘星号1 第三次通关后 最终奖励再次下降 变成了白银轮盘 看着浮现在眼前的银白色轮盘 陆然很快选择了转动 顿时 轮盘快速转动了起来 十几秒钟后 指针停在了图纸上 恭喜你获得 修复水晶制造图纸加1 下一刻 一道提示出现在陆然眼前 修复水晶 陆然一脸好奇地自语着 很快取出图纸进行查看 图纸 修复水晶 类别 工具 品质 下品 介绍 一章记载着修复水晶详细结构的图纸 学习后可制造修复水晶 从属性上来看 修复水晶是下品的工具 具体有什么作用 还不得而知 是否学习修复水晶制造图纸 很快眼前浮现是否学习的提示时 陆然点头选择了学习 刷 顿时 修复水晶的图纸光芒一闪 消失不见 陆然打开制造界面 很快从其中找到了修复水晶 修复水晶 银块星号五加魔晶星号三 看着所需材料 仅是银块和魔晶 陆然很快进行了制造 制造成功 随着制造成功的提示浮现 陆然的手中多出了一块修复水晶 表面看起来 犹如水晶一般透明 仔细观察的话 会发现内部有着许多的银色纹路 名称 修复水晶 品质 下品 介绍 一块由银块与魔晶链制而成的下品修复水晶 使用后可修复装备与建筑的耐久 可以修复装备与建筑屋耐久的物品 看着修复水晶的介绍 陆然的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 显然 这可是好东西 在日常使用中 无论是装备还是建筑物 耐久度都会不断下降 装备还好 若是自己制造的话 耐久度归零损坏时 可以再重新制造一件全新的 但建筑图纸可是一次性的 使用后就会消失不见 虽然建筑的耐久是按天来计算 品质较高的建筑可以使用很长时间 但总归会有耐久归零的那一天 到时 建筑物随之损坏消失的话 那可是很大的损失 如今 有了修复水晶 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路然手握着刚制造出来的那块修复水晶 立刻返回电梯走向月亮井 查看了一下月亮井的耐久 耐久 92100 作为稀有建筑的月亮井 它的使用耐久度高达100天 但如今 耐久也已经减少了8点了 路然直接锁定月亮井 选择了使用修复水晶 下一刻 修复耐久的提示在他眼前浮现 建筑 月亮井的耐久提升两点 提升了两点耐久 看着浮现的提示 路然微微一笑 只需要五单位银块 与三单位魔晶的成本 就能多使用两天月亮井 这显然是十分值得的 随后 路然又制造出一块修复水晶 尝试修复脖子上的水蓝项链 刷 光芒一闪 修复水晶消失不见 随即 修复耐久的提示浮现 装备 水蓝项链 耐久提升50点 与修复建筑不同 这次水蓝项链的耐久 直接提升了50点 也就是说 在水蓝项链 耐久即将耗尽时 只需要十块修复水晶 就能让其恢复如初 便回满耐久 如此一来的成本 仅仅只是重新制造一条 水蓝项链的六分之一而已 这瞬间让路然意识到 修复水晶的巨大商业价值 将其放到交易楼层的商铺内 肯定会引来风抢 并且 作为消耗品 还能为它持续源源不断地 带来不菲收益 这让路然越想越激动 立刻返回电梯 打开交易平台 挂单收购银快 为了防止像上次那样 因为大批量收购引起关注 直接导致铁块的价格暴涨 路然这次没有挂大笔的单子 选择分散 挂了好多笔小单 同时 又在三人群组内发消息 有偿情处萧萧 张小狗他们 一起帮他收购银快 而对于这种只是举手之劳 同时还有魔精拿的好事 两人自然是不会拒绝 很快便纷纷在交易平台 进行了挂单收购 做完这一切后 路然再次来到电梯控制区前 电梯向上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资源楼层 里面存在着许多资源 并没有什么危险 电梯向下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怪物楼层 里面的怪物非常强大 需要谨慎应对 两条提示浮现 向下运行 是一个两星半的怪物楼层 不过 怪物楼层内的怪物 实力都提升了不少 现在 完全可以将其当作 三星级的楼层来看待 这对急需升级的路然来说 自然是一件好事 所以 他毫不犹豫地 按下了向下的按键 电梯下行中 钉 经过数秒钟的运行 电梯发出一声钉响 抵达了楼层 随着电梯门缓缓打开 一片宽阔的草原映入眼帘 路然站在电梯口望去 看到远处 有着不少高大的兽皮帐篷 显然楼层内的怪物数量不少 类型 怪物楼层 星级 介绍 一个十分危险的怪物楼层 击杀里面的半兽人 你将会获得不少资源 随着路然迈步踏入楼层 属性信息在他眼前浮现 半兽人 看着楼层信息介绍 路然轻声自语一句 随后 便带着银月与牛魔一起 朝着半兽人的聚集地走去 此时 牛魔的等级已经提升到了六级 加上这两天 喝下不少胡谷酒 增强体质 已经勉强能够胜任 充当肉盾保护路然的职责了 随着不断靠近聚集地 路然很快就见到楼层内的半兽人 一身与哥布林相似的绿色皮肤 但体型却与哥布林完全不同 各个皆是身形高大壮硕 身上穿着劣质的胃甲 手中握着粗狂的武器 名称半兽人战士 等级LV7战力值44 介绍半兽人族群中的战士 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 路然查看了一下属性 是一群LV7级的半兽人战士 即使实力有所提升 在他眼里也全都是弱鸡 上 路然直接挥手 下达了攻击的命令 顿时 银月发出一声狼嚎 便向半兽人急剧地飞奔了过去 牛魔则站在路然的身前 负责保护他的安全 好 与此同时 半兽人聚集地内 也响起了半兽人的吼叫声 路然也没有闲着 抬起法杖凝聚火球 朝着那些半兽人战士杂去 每一颗火球 都能轻松夺走一名半兽人战士的性命 好 没过多久 聚集地内响起一道震耳的吼叫 一道身高近三米的高大半兽人 出现在路然的视线中 名称 半兽人首领 等级LV14 战力值147 介绍半兽人族群中的首领 拥有强悍的战斗力 路然查看了一下属性 是这片半兽人聚集地的首领 啊呜 银月发出一声嚎叫 一跃而起 朝着那名半兽人首领扑去 在其前找上 还凝聚着树道锋刃 清风招 银月直接使出了技能 但却被半兽人首领 用硕大的巨斧武器挡了下来 吃 伴随着尖锐的响声 清风找在俯身上 留下树道身痕 刷 但就在这时 一颗硕大的火球 也已经飞到半兽人首领身前 若然抓住机会 在银月攻击的同时 也快速在身前凝聚出火球 释放了出去 半兽人首领刚挡下银月的攻击 根本就没有时间躲避火球 碰 火球砸在半兽人首领的胸口处的铠甲上 迸发出灼热的火焰 虽然铠甲挡下了大部分的伤害 但灼热的火焰 还是将胸口处烧得一片焦黑 好 顿时 半兽人首领发出一道痛苦的吼叫 立刻扭头 看向远处的路然 双目渐渐变得血红 身躯迅速膨胀几分 萦绕着淡淡的血光 牛魔 退 见此情景 路然立刻大声喝道 显然 半兽人首领发动了狂化之类的技能 战斗力又增长了许多 在这种情况下 牛魔根本就不可能挡住半兽人首领的攻击 他 他 他 这时 半兽人首领已经手持巨斧冲了过来 牛魔按照路然的命令 开始飞快后退 银月再次冲向半兽人首领 阻止他追逐的脚步 路然则是继续凝聚火球 朝着半兽人首领砸去 经过一番放风筝 很快半兽人首领就充满不甘地倒在了地上 击杀LV14级半兽人首领 分配获得68%魔能 你的等级提升至LV14 你的宠物野狼等级提升至LV12 你的宠物牛头人等级提升至LV7 随着半兽人首领的死亡 一人两宠 皆是齐齐提升了等级 宠物升级所需的魔能经验相对较少 此时银月与他的等级相差仅有二级 相信很快就能追上他了 就差一集就能学习二阶 研爆术 魔法了 露然面露喜色的字语一句 脉步走向半兽人首领的尸体 啊 就在这时 一旁的银月突然发出一声警示的狼嚎 踏 牛魔直接踏前一步 用壮硕的身躯挡了露然的身体 咻 下一刻 一道凌厉的箭矢急射而来 直接命中了牛魔的胸口 有人偷袭 这突然的变故 让露然的脸色瞬间一变 快躲起来 露然立刻发出一声大喝 朝着不远处的半兽人聚集地跑去 在这片平坦的草原中 那是唯一能躲藏的地方了 好 露然才刚躲进聚集地 就听到后方传来一道震耳的售吼 他立刻扭头望去 看到了一头体型巨大 全身覆盖着土黄灵甲的地形龙 在地形龙的背上 还齐承着一道身穿厚重铠甲的青年 齐言 看着那名青年 即使露然第一次见 也瞬间认出了对方的身份 毕竟 那头完美资质的地形龙 实在是太显眼了 除了齐言之外 露然还看到了两男一女 另外三道身影 其中 那名女人身穿天蓝色发袍 手握一根发杖 显然是与露然一样的发尸 另外两名男人 一人手持利剑 一人手握长弓 其职业不言而喻 分别是战士与弓箭手 刚才发动偷袭的 正是那名眼神很利的弓箭手 如此情况 让露然的脸色顿时变得更加难看 原本 在刚遭到偷袭时 他还以为是有人正好来到这个怪物楼层 看到他击杀了所有怪物 想要趁火打劫 来到黄雀在后 但眼前这情况 就算傻子也能看得出来 这是对方有预谋的 想要围杀他 至于原因吗 露然他也不傻 能够大概猜得出来 虽然他与齐炎之间 从无交际 更没有过节 但在排行榜奖励的巨大利益面前 齐炎干出竞争不过救下黑手的事情 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至于对方是怎么知晓他所在的楼层坐标 准确对他进行狙击的 显然不是现在应该纠结的问题 现在 最重要的是 怎么突围离开这里 齐炎 你们堂堂的 龙玉 工会 竟然干出偷袭围杀这种事情 难道不怕传出去 被人唾骂吗 露然朝着齐炎大声喊道 他自然不指望 靠打嘴炮 就让齐炎放弃对他的围杀 说这话 只是为了拖延时间 思考逃离的方法 在说话时 他也没有闲着 快速帮牛魔拔出了箭矢 给他服用了一支治疗药剂 这支箭矢并未伤到药害 牛魔暂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强者从来都不屑于关心 那些弱者的想法 齐炎冷哼一声 朝着身后的三人说道 上 尽快解决战斗 不要拖延太久 是 闻言 三人点点头 快速向聚集地靠近 刷 露然立刻凝聚出一颗火球 朝着地形龙狠狠砸去 碰 火球砸中地形龙庞大的身躯 迸发出一团灼热的火焰 但是 却并没有对地形龙 造成什么太大的伤害 地形龙不仅防御力惊人 魔法抗性也非常高 即使是增幅过的火系魔法 对地形龙造成的伤害也十分有限 所以 露然果断放弃 将攻击目标 转移到那名战士身上 刷 他很快再次凝聚出火球 朝着那名战士砸去 呜 与此同时 对面的那名女法师也出手 同样朝着那名战士 释放出一道蓝光 瞬间化为 如同水蓝护盾一般的淡蓝色光照 笼罩住了那名战士的身体 碰 火球砸在光照上 荡起阵阵连衣 使光照的颜色迅速变淡 我看你能撑几次 见此 露然再次凝聚一颗火球 继续砸去 破 这次 光照在火球的攻击下 直接破裂 战士根本没时间躲避 瞬间被灼热的火焰笼罩 啊 下一刻 凄厉的惨叫声响起 虽然护盾挡下了大部分的伤害 但灼热的火焰 依旧还是对那名战士 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刷 还没等露然高兴 女法师立刻举起手中的法杖 顶端镶嵌的蓝色宝石 亮起一道蓝光 释放出一团水蓝色的液体 迅速包裹住那名战士的身体 快速治疗着火焰灼烧的伤势 靠 看到这一幕 露然顿时抱了一句粗口 那女法师不仅能套顿 还掌握着她一直梦寐以求的治疗魔法 有这样一个奶妈在旁边治疗 她还怎么打啊 好 此时 齐岩已经骑行着地形龙冲到聚集地边缘 根本就不给她怒骂的时间 露然只能释放迅疾之术 加速 带着银月逃往一个方向 让牛魔逃往另一个方向逃回电梯 以目前牛魔的等级实力 再加上身上所受的伤 继续战斗也帮不上什么忙 还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 露然干脆就先让她逃命了 能不能活下来 就全看她的命了 看到逃走的牛魔 那名弓箭手立刻抬手拉弓 一个宠物而言 逃就逃了 先杀露然 但就在她准备射出箭矢时 齐岩的声音响起 闻言 那名弓射手 这才放弃了攻击牛魔 将箭矢对准了露然 咻 灵力的箭矢急射而出 携带着一道 轻忙向露然射去 嗡 下一刻 水澜护盾被激活 帮露然挡下了 这只致命的箭矢 好 还没等露然高兴 地形龙突然狠狠一跺脚 露然顿时感觉 地面一阵颤动 树道地刺从她脚下突兀刺出 好在 水澜护盾的防护是全方位的 并没有让悲剧发生 但是这次的攻击 让水澜护盾的颜色 编淡了许多 恐怕撑不了多久了 封住她的路 不要让她逃回电梯 齐炎还在大喊指挥着 让那名经过治疗的战士 前去围堵露然 啊 银月狼嚎一声 扑向地形龙 用轻风爪 狠狠找向较微柔软的腹部 扑 这次 在地形龙的腹部 抓出了树道血痕 好 顿时 地形龙发出愤怒的吼叫 直接一个甩尾 将银月给抽得飞了出去 银月 露然顿时大叫一声 碰 这时 齐炎也挥手中的武器 重重劈砍在水蓝护盾上 咔嚓 顿时 如玻璃般碎裂的声音响起 在强大力量的攻击下 水蓝护盾终于支撑不住被击碎 让露然失去了 这道保命的护盾屏障 同时 巨大的力量 也让露然感觉到 背部一阵剧痛 从口中喷出一口鲜血 此刻 露然的心中 已经充满了绝望 现在的这种情况 对她来说 简直就是绝境 咕噜 露然掏出一支治疗药剂 仰头将其一饮而尽 顿时感觉到 背部的疼痛感减弱了许多 刷 随后 她又举起法杖 重新给自己附加了 迅疾之术 虽然此刻的情况已是绝境 但露然显然不可能坐以待毙 就算最后是死 她也要在临死前拉个垫背的 齐炎的实力最强大 但她是近战的职业 地形龙的奔跑速度又不快 只要她不主动与其对峙 并利用速度优势拉开距离 就不会对她造成什么伤害 那名战士现在按照齐炎的命令 堵在她的电梯门口处 也不需要担心 剩下的就只有女法师和弓箭手 他们两个都属于是脆皮职业 女法师直到现在 都没释放过攻击性的魔法 很显然是偏辅助 也可以忽略不计 目前能对露然造成威胁的 也就只有那名远程弓箭手了 露然快速分析着目前的局势 很快便将攻击目标 锁定为那名弓箭手 刷 她快速凝聚出火球 朝着弓箭手砸去 哦 与此同时 银月也从地上爬起来 快速朝弓箭手飞奔而去 砰 火球砸在女法师释放的护盾上 并未对弓箭手造成什么伤害 但是 此刻银月已经冲到了弓箭手的面前 快 快挡住她 看着银月立爪上附着的青色锋刃 弓箭手脸色一变 立刻大声喊道 猫 顿时 她的宠物牛头人 立刻挡在了她的面前 没错 那名弓箭手的宠物 也是一只体型壮硕的牛头人 不过 这只等级仅有六级的良好资质牛头人 显然不可能挡住银月的攻击 扑 在银月轻锋爪的攻击下 牛头人的胸口 被划出树道深深的伤口 猫 伴随着四箭的鲜血 牛头人惨叫一声 倒在了地上 刷 下一刻又有一颗火球砸来 咔嚓 顿时 防护罩在连番攻击下破裂 啊 弓箭手的惨叫声随之响起 不远处 女法师急忙向弓箭手 释放治疗魔法 同时 脸色发白地朝着奇岩喊道 会长 陆然的魔法 释放速度太快 我的加盾速度 根本赶不上他 同样身为法师 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陆然释放火球术的速度 要比他快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 他根本无法保证队友的安全 你们两个到我的身后来 奇岩出声说道 此刻 奇岩也看出了陆然的心思 是想要先找软柿子捏 便主动充当肉盾 准备帮队友抵挡陆然的攻击 听到奇岩的话 女法师和弓箭手 立刻跑向了他那边 就是现在 见此情景 陆然立刻转身 朝着电梯的方向飞奔而去 对于他来说 逃出这个楼层 才是最重要的 刚才针对弓箭手发动攻击 除了想要捏软柿子外 还是想要迫使他们抱团 如此一来 他才有逃离的机会 快拦住他 看到陆然的动作 奇岩立刻大声喊道 电梯口处 守在这里的那名战士 立刻举起了手中的利剑 去死吧 弓箭手也满脸愿毒地拉满弓弦 将箭矢对准了陆然 虽然经过水系魔法的治疗 但此刻弓箭手的右脸上 还是有着一块灼烧的猙獰伤疤 咻 下一刻 灵力的箭矢急射而出 听着身后 传来的尖锐破风声 陆然刚准备侧身躲避 银月已经一跃而起 用身体帮他挡住了这一剑 嗷 听着银月的哀嚎 陆然脸色颇为难看 但却并没有停下脚步 因为他逃离的机会 就只有这一次 如果没能成功 齐岩肯定会亲自来赌门 到时候 就彻底没有逃离楼层的希望了 滚开 看着拦在面前的那名战士 陆然满脸愤怒地大喝一声 挥动法杖释放出火球 碰 尽管那名战士做好了防御的准备 但还是在陆然强大的魔法攻击下 倒在地上 发出痛苦的哀嚎 地甲 看到赌门的战士倒下 齐岩朝着胯下的地形龙 低喝一声 踏 地行龙立刻抬腿向地面一躲 破 破 破 顿时 树道地刺破土而出 一心奔向电梯的陆然 根本无法躲避 身上被突出的地刺伤到了多处 好在 赤焰法袍拥有不错的防御力 并未让陆然受到致命的伤害 看着近在咫尺的电梯门 陆然强忍着疼痛继续飞奔 去死吧 这时 弓箭手已经再次拉满弓弦 瞄准陆然射出箭矢 咻 听着灵力的破风声 下一刻陆然便感受到 背后传来一股钻心般的疼痛 箭矢命中她的背部 强大的力道 让她身体失去平衡 直接扑倒在了地上 此刻 陆然距离电梯门 有不到五米的距离 看到陆然倒下 齐炎脸上紧张的表情 顿时放松下来 一旁 那名弓箭手的脸上 已经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就在这时 一道壮硕的身影 从电梯内跑出来 直接扛起陆然 向电梯跑去 该死 是那只牛头人 这突然的变故 让弓箭手瞬间游戏转怒 心里万分后悔 之前没有射出那只箭矢 骑程在地形龙背上的齐炎 也同样脸色一变 她没想到 之前完全没放在眼里的牛头人 竟在此刻坏了她的好事 牛魔 干得不错 被牛魔扛在背上的陆然 则是扯着嘴角 露出一抹笑容 向牛魔夸赞了一句 等到银月 也拖着重伤的身躯 逃回电梯后 她果断按下了关门按键 枪 远处 弓箭手反应过来 再次射出箭矢 但却晚了一步 被关闭的电梯门挡了下来 死 陆然强忍着疼痛 让牛魔帮她将背上的箭矢 拔了出来 随后 直接从背包内 掏出两支治疗药剂 仰头全部喝了下去 银月也发出一声痛呼 同样被牛魔拔掉了身上的箭矢 陆然也丢给银月两支治疗药剂 然后在牛魔的搀扶下 走向田园小屋 二楼卧室内 陆然躺在卧室床上 虽然身体各处的伤口 在药剂治疗下都已止血 但所受的伤势实在太重 仅是下品的治疗药剂 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治愈 她只能躺在床上 利用田园小屋的效果 加快伤势恢复 想着这次齐言不惜一切代价的围杀 陆然的眼神变得冷冽起来 直接打开区域频道 在上面发出了一条消息 齐言 今日的血债 他日我必将让你们整个 龙玉工会百倍偿还 怎么回事 陆然大佬怎么突然发飙了 有人知道是什么瓜吗 分享一下 陆然跟龙玉工会干起来了 血债都整出来了 这是已经在楼层内交过手了吗 陆然的这句发言 让区域频道顿时热闹了起来 众多吃瓜群众 纷纷出来凑热闹 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陆然也懒得在区域频道上 去控诉齐言所做出的卑鄙行径 那没什么卵用 只不过是无能的狂怒罢了 所以 在放出狠话后 陆然便直接关掉了区域频道 叮 很快 私信的提示响起 楚潇潇和张小果在群组中发消息 询问他现在的情况 陆然 没事 暂时死不了 陆然在群组中回复了一下 同时 他也收到了许久都未联系的郑钱 所发来的消息 但内容更多的 是询问他和龙玉工会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相较于楚潇潇他们的关心 郑钱道更像是在打探消息 对此 陆然简单敷衍了两句 见陆然不愿多提 郑钱便表达了对他的支持 表明若是有需要 护助会可以为他提供帮助 对此 陆然再次敷衍了一番 他知道 护助会与龙玉这两个实力较强的工会 相互之间是竞争的关系 与其说是为他提供帮助 倒不如 说是借他之手 打压龙玉工会 虽然他们的确有着共同的敌人 但陆然不想 牵扯到复杂的工会竞争中 同时 他也不相信 郑钱会竭尽全力 去帮助他这个外人 求人不如求己 陆然还是想要依靠自己来报仇 另一边 怪物楼层内 女法师正释放着治疗魔法 帮助那名战士 治疗被火焰灼伤的伤势 真是可恶 竟然让那小子跑掉了 弓箭手看着陆然 在区域频道的喊话 满脸愤怒地说道 没事 以他所受的伤势 至少三天都无法探索楼层 齐言微微摇头道 这段时间足够我重新超越他 夺回战力榜第一 相比之下 齐言要淡定许多 因为从一开始 他就做好了围杀失败 被陆然逃脱的思想准备 他的最低目标并非击杀 而是将陆然打成重伤 让他暂时无法再继续探索楼层 如此一来 陆然的战力就无法像之前那样 犹如开挂般 每天都大幅度提升 他便可以再次超越陆然 完成夺回战力排行榜第一的最终目的 而从目前的结果来看 这个目标显然是已经达到了 陆然前后遭到好几次重创 以目前市面上最好的下品治疗药剂进行治疗 也需要很长时间的康复期 至于陆然所放的狠话 齐言他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今天若不是陆然跑得快 现在早就已经是一具死尸了 让整个龙玉 工会百倍偿还 若不是这个楼层坐标 位于职业楼层的范围内 只有转职成功后才能进入 此刻参与围杀的 就不仅仅只有他们四人 他早就调集大批精锐 让陆然死死无生了 那我就先提前恭喜会长了 弓箭手立刻朝着齐言说道 夜晚 餐厅内 经过一下午的休息 陆然终于能够勉强下地走路 他简单做了一些食物 坐在餐厅艰难地吃着 此时 银月的精神依旧为你不振 趴在客厅的地毯上 连食物都没吃 最初中了一件的牛膜 倒是成了受伤最轻的一个 明天去一趟交易楼层 看看能否尽快恢复伤势 陆然一边吃着饭 一边暗暗在心中想到 夏萍的治疗药剂 仅仅只能用于快速治疗轻伤 像他现在如此重的伤势 就算同时服用再多 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治愈 因为受伤的缘故 他今天还剩的两次电梯运行机会 都没有使用 若是再耽搁几天的话 那站立排行榜第一的位子 肯定就不保了 所以 陆然现在的第一药物 就是尽快恢复伤势 很快 他按照往常的习惯 伸手打开了区域频道 龙玉工会简直太不要脸了 竞争不过 竟然用这种下作的手段 在这个鬼游戏里 你还想着讲道德 没错 要怪就怪陆然 他没成立工会 活该被人家群殴 那也改变不了 龙玉工会不要脸的事实 区域频道上 关于他和龙玉工会的恩怨 依旧有着很高的讨论度 虽然陆然他没有在区域频道上控诉 但此时他被龙玉工会围杀的事情 已经被传的人尽皆知 正所谓 世界上没有密不透风的墙 就在一众吃瓜群众 好奇发生什么事情时 有人站出来表示 曾高价卖给过龙玉工会 一张可以定位玩家坐标位置的卷轴 由此 结合陆然之前的发言 很容易猜测出 奇言利用定位卷轴 对陆然进行了围杀 这一时间 让区域频道上掀起更加热烈的讨论 有大骂龙玉工会卑鄙的 也有宣扬圣者为王的 总之 算是解开了陆然心中的疑惑 让他知晓 奇言是怎么准确找到他的了 一夜无话 一日清晨 又经过一晚上的恢复 陆然的身体状况 比昨晚又好了一些 不过 也就仅限于可以正常活动 还无法进行战斗 他直接走到电梯控制区前 输入了交易楼层的坐标 叮 随着一声叮响 电梯抵达热闹的交易楼层 陆然走出电梯后 立刻在楼层频道上发消息 高价求购高品质的治疗类魔药或药剂 以及寻找掌握治疗魔法的法师 为了醒目一些 陆然直接罢评 连刷了30多遍 最终 找上门来出售的魔药和药剂 品质最高也仅是夏品 跟夏品治疗药剂没什么区别 掌握治疗魔法的法师 倒是来了三位 两位是木系治疗魔法 一位是水系治疗魔法 陆然支付了不少魔金 让他们全都给他释放魔法 治疗了一下伤势 虽然有所恢复 但依旧没有达到 陆然所期盼的快速恢复 最快 也需要两天的时间才能治愈 到那时 排行榜的奖励都已经结算完毕了 无奈 陆然只能前往了8号商铺的林云阁 现在 他只能在不探索楼层的情况下 尽量提升自己的战力 若是没猜错 林云的手中拥有着一枚二阶木系魔盒 陆然打开炼制戒面 查看着列表中的生命之戒 这件无瑕品质的装备 或许是他取得第一的最后希望 8号商铺林云阁 陆先生 看到陆然走进商铺 许芬立刻满脸笑容地迎了上来 许小姐 麻烦你帮我联系一下林云 就说 我有要事 想要与她当面谈 陆然没有多说废话 直接开门见山地向许芬说道 好的 您稍等 文言 许芬点点头 立刻私聊联系了林云 很快 扭头朝着陆然说道 陆先生您稍等一下 我们会长马上过来 好 陆然点了点头 随后不到五分钟 陆然就见到了林云的身影 依旧是一身银色铠甲 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陆兄弟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与第一次见面时相比 林云此刻对她的称呼 亲切了许多 我想与你交易一枚 二阶木系磨合 陆然直接出声说道 听到陆然这话 林云脸上的笑容顿时 收敛了起来 陆兄弟 我想上次分 应该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吧 说话时 林云扭头 瞥了眼许芬 看着林云投来的目光 许芬脸色微变 刚张口准备要解释 陆然就抢先一步说道 林会长不要怪许小姐 她之前确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不过 我现在急需那枚磨合 还望林会长能够割爱 抱歉 那枚二阶木系磨合 对于我们工会也很重要 林云轻轻摇头拒绝道 林会长先别急着拒绝 可以先看看 我准备拿来交易的物品 再做决定 面对林云的拒绝 陆然并未放弃 哦 陆兄弟打算拿什么东西来交易 陆然这话 让林云顿时充满了兴趣 目前二阶木系磨合的价值不言而喻 陆然如此有自信 所拿出来交易的物品 定然绝非反品 看着林云充满好奇的表情 陆然也没有卖关子 直接伸手从背包内 取出了一枚晶莹剔透的修复水晶 将其属性制作成图鉴 展示了出来 名称修复水晶 品质 夏品 介绍 一块由银块与魔晶链制而成的夏品修复水晶 使用后可修复装备与建筑的耐久 可修复装备与建筑耐久的物品 看着陆然展示出的修复水晶属性 林云顿时瞪大了双眼 他瞬间就意识到修复水晶得重要性 以及所蕴含的巨大商业价值 这修复水晶的制造成本是多少 修复效果如何 不过林云依然保持着理智 立刻向陆然询问道 这是决定修复水晶的商业价值最为关键的两点 修复水晶 银块星号五加魔晶星号三 陆然没有说话 直接将制造修复水晶所需的材料展示了出来 同时通过商铺将手中的修复水晶交易到了林云的手上 拿到修复水晶后 林云立刻使用修复了一下他身上所穿的铠甲 成本五魔晶多一些 能一下子修复稀有装备50点耐久 修复成本仅仅只是重新制造一件新装备的六分之一 林云满脸兴奋地自语着 很快便计算出了修复成本与所蕴含的巨大利润空间 你们工会提供制造修复水晶所需的材料 我可以免费帮你们制造1000单位的修复水晶 用来交易那枚二阶木系磨合 路然开口提出了他的交易条件 在磨合价格还未大幅度跳水 其他人并未在获得修复水晶制造图纸之前 修复水晶有着巨大的利润空间 1000单位的修复水晶 如此庞大的数量足够林云隔工会赚得盆满钵满了 这次路然也算是下了血本 听到路然这话 林云微微一笑 说道交易没问题 但条件要改一下 改什么条件 见林云没有再直接拒绝 路然出声问道 材料还是由我们工会提供 每颗修复水晶的单价 我可以给你八摩金 文言 路然顿时微缩起眉头 像这种主动要求涨价的买家 肯定不可能是人傻钱多 必然有着更大图谋 果然 林云随即画风一转 接着说道 但是 必须要长期合作 以后两家商铺出售的修复水晶价格 也必须要一致 听到这话 路然这才明白 原来林云是 想要细水长流 不想 只做一锤子的买卖 同时 也是想要将他绑在同一战线上 避免出现恶意竞争的情况 因为 路然不可能只给林云阁供货 同样也会在自己的商铺内 出售修复水晶 和路然这个一手生产商相比 他们林云阁并不具备任何的优势 所以 双方与其相互竞争 还不如合作共赢 可以 路然点点头 同意了林云的要求 他就只有一个人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与精力 去收购资源材料 注定无法吃下所有的市场 剩下的市场由林云阁吃下 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 那就提前助我们合作愉快 见到路然同意了 林云满脸笑容地伸出右手 合作愉快 路然也伸出右手 与林云握了一下手 随后 林云直接将那枚二阶木系磨合 上架到商铺 售价标为一单位修复水晶 显然 这是专门为路然标注的价格 也展现出了极大的合作诚意 在未见到修复水晶前 就提前将磨合交易给了路然 这不禁让路然对他高看了一眼 这样的魄力可不是谁都有的 很快 用一单位修复水晶 交易到那枚二阶木系磨合后 路然朝着 林云说道 我明天会到交易楼层来一趟 记得提前准备好材料资源 没问题 林云点头应道 随后 路然道别一声 离开林云阁 返回了电梯 回到田园小屋后 他立刻打开制造界面 从中找到了生命之界 选择制造 制造成功 随着制造成功的提示浮现 一枚造型古朴 顶端镶嵌着翠绿宝石的戒指 出现在路然手中 无瑕品质的装备 不知道能增加多少战力 路然轻声自语着 立刻查看生命之界的属性 这 很快 当生命之界的属性 映入他的眼帘时 路然瞬间瞪大双眼 满脸狂喜的表情 名称 生命之界 品质 无瑕 技能 生命汲取 介绍 一枚由金银与魔盒打造而成的无瑕戒指 可提升各项属性 并附带生命汲取技能 耐久 800800 战力值 83 83点 战力值 这足足顶得上 三件普通稀有装备的战力了 显然是 大大出乎路然的意料 有了这件无瑕装备 路然完全有信心 保住战力排行榜第一的位子 随后 路然充满好奇地查看了一下 所附带的 生命汲取 技能 生命汲取 攻击飞亡灵 死物的生物时 部分攻击伤害将返还于自身恢复伤势 这 这是被动的吸血技能 看着 生命汲取 技能的介绍 路然再次瞪大了双眼 他瞬间就想到了 自己此刻的身体状况 这个技能的效果 与治疗魔法无异 可以通过吸血 恢复自身的伤势 并且 这还是一个被动技能 只要不断打怪 就能一直吸血恢复 也许他可以利用这个技能 在短时间内恢复伤势 想到这个希望 路然的表情 顿时兴奋了起来 不过在穿戴前 他提前卸下了 赤焰法袍 赤焰法靴 水蓝项链 这三件稀有级别的装备 因为一旦证实了 真的能够依靠这个技能 让他在短时间内恢复伤势的话 那路然的目标 可不仅仅只有排行榜第一 他还要兑现之前放出的狠话 在此之前 绝对不能暴露真实的战力 等到将三件装备全部卸下后 路然这才将生命之戒 带到了手指上 顿时便感觉到 身体各方面的属性 都有所提升 不过 路然他现在最关心的 还是生命汲取技能 能否让他快速恢复伤势 他立刻迈步 走到电梯控制区前 两条提示很快浮现 电梯向上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怪物楼层 里面的怪物非常强大 建议不要前往 电梯向下运行 你将到达一个 怪物楼层 里面的怪物颇为强大 需要小心应对 很显然 预知提示 也是会根据他的情况 做出调整 仅仅二星的怪物楼层 就不建议他前往了 之前 他完全不放在眼里的 一星半楼层 也提示 他要小心应对 这不禁让路然叹息一声 伸手按下了向下的按键 电梯下行中 很快 电梯运行了起来 叮 数秒钟后 随着一声叮响 电梯门缓缓打开 映入他眼帘的 是一片植被 并不算茂盛的树林 因为银月同样伤势严重 路然将他留在了小屋休息 带着已经基本痊愈的牛魔 走出了电梯 类型 怪物楼层 星级 介绍 一个颇为危险的怪物楼层 击杀里面的狗头人 你将会获得材料资源 很快 楼层信息在他眼前浮现 是他之前曾遇到过的狗头人 这让路然松了口气 还好 没有碰到亡灵种族 或其他没有生命的怪物 不然 可就得重新再找一个楼层了 走 路然朝着 牛魔灰灰手 向远处的狗头人聚集地走去 在聚集地内 有着十几只狗头人 近一小半 都是更强一些的狗头人战士 望 看到路然和牛魔后 那些狗头人 立刻拳飞着举起武器冲了过来 猫 牛魔大叫一声 用壮硕的身躯 挡在了陆明身前 刷 路然很快凝聚出火球 向冲在最前面的狗头人砸去 望 顿时 凄厉的惨叫声响起 路然虽然卸下了三件稀有装备 释放的魔法伤害有所降低 但对付低等魔物的狗头人 还是能够做到一击秒杀的 随着那只狗头人倒地身亡 路然看到一团黄豆般大小的绿色光团 从狗头人的尸体中飘出 快速朝他飞来 在接触到他的身体后 迅速融入进了他的体内 顿时 路然便感觉到 体内多了一股暖流 在治疗着他的伤势 虽然治疗效果远不及治疗魔法 但路然并没有丝毫失望 再次凝聚出一颗火球 继续朝狗头人砸去 刷 很快 又有一团绿色光团融入他的体内 并与之前的光团融合在了一起 让路然感觉治疗效果增强了不少 这顿时鼓舞了路然 让他更加卖力地击杀着那些狗头人 有牛魔这个强大的肉盾在 那些狗头人根本就无法靠近路然 让他只需站在那里 专心输出即可 根本不会牵动身上的伤势 造成更大的伤害 随着狗头人的数量不断减少 融入路然体内的光团也越来越多 全都融合在一起 治疗效果已经超过了一阶的治疗魔法 这让路然充满信心 一定能尽快恢复伤势 只可惜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路然还一由未尽时 所有的狗头人已经被他全部击杀 他将尸体全都一一分解 随后转身返回了电梯 电梯第三次运行 路然依旧选择了一个一星半的怪物楼层 这次 击杀里面的所有怪物后 路然的伤势已经恢复了大半 第四次运行 依然还是选择怪物楼层 这次 身体的伤势已经好了八成 所以 在第五次运行时 路然直接选择了二星的怪物楼层 随着怪物实力的增强 生命汲取 技能所汲取的生命能量 也变得越多 等击杀里面的所有怪物时 路然的伤势已经基本痊愈了 一日清晨 从睡梦中醒来后 路然伸展了一下腰肢 经过一夜的恢复 此时 她的身体已经彻底痊愈 路然满脸笑容地打开排行榜 查看了一下名次 今天是排行榜奖励周期的最后一天 系统将会根据今天的战力值 公布最终的排行结果 区域综合排行榜 第一名 齐岩 综合值 387 第二名 路然 综合值 369 第三名 正前 综合值 327 第四名 吴江 综合值 298 第五名 赵新凯 综合值 276 区域战力排行榜 第一名 齐岩 战力值 395 第二名 路然 战力值 368 第三名 正前 战力值 321 第四名 王林 战力值 276 第五名 楚潇潇 战力值 267 不出所料 齐岩利用这两天的时间 已经登顶了双榜第一 而 区域频道 上 也因即将公布最终的排名 变得异常热闹 真是可惜了 路然最后 还是败给了齐岩 还有今天最后一天呢 谁胜谁负 还不一定呢 别做梦了 仔细看看排行 路然这两天的战力 不但没有增长 甚至还下降了一些 他肯定是受伤不清 暂时无法探索楼层了 还怎么去争第一啊 本来我还是很看好路然的 没想到 最后还是输了 看来还是要抱团 一个人的力量 终究是太小了 看着这些聊天信息 路然面露一丝冷笑 说 不存在的 他不仅不会输 还会让齐岩输得彻彻底底 要在齐岩最得意的时候 将他彻底打入深渊 龙玉 驻地内 恭喜会长 夺得双榜第一 恭喜会长 会长牛逼 当齐岩来到工会驻地时 一众龙玉 工会成员 纷纷出言恭喜道 大家都先别急着恭喜 还有最后一天 最终结果还不知道呢 齐岩朝着众人摆摆手 但脸上的笑容 已经难以抑制 将路然这个最大竞争对手打残后 他此刻早已将双榜第一世 若囊中之物了 会长你就别谦虚了 现在路然已经废了 你夺得第一 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那名被齐岩称为雷子的弓箭手 立刻出声说道 没错 会长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咱们龙玉是最牛逼的工会 众人纷纷附和道 好 那我就先谢过大家的吉言了 齐岩笑着说道 我齐岩能有现在的实力 也离不开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 工会的发展重点 将放在攻略秘境上 争取让大家都早日完成转职 会长牛逼 支持会长 齐岩此言一出 顿时响起一片欢呼的声音 护助会驻地内 与齐岩一样 郑钱也选了一处不错的资源楼层 来作为护助会的工会驻地 可惜了 路然最终还是败了 李浩宇查看着排行榜 一脸可惜地说道 是啊 一旁 郑钱也感叹道 要是当初他肯加入咱们护助会 或许情况会截然不同 现在没有了第一名的奖励 只依靠他一个人单打独斗 今后的实力差距 只会变得越来越大 要不 会长你 再去邀请他一下 李浩宇朝着郑钱说道 不用 他要是能够自己想通 会主动联系的 郑钱淡淡摇头道 当初 他主动向路然发出邀请时 所抱的想法 是大家合作创业 两人都拥有话语权 但如今 他已经将护助会做起来了 并且还发展得非常不错 若是这个时候 路然想要加入 那地位自然不可能 如最初时那般与他对等 所以 他需要路然低头主动来找他 李浩宇听到这话 也明白了挣钱的意思 便没有再说话 是否吸收魔晶内所蕴含的魔能 吸收 路然手握着一颗魔晶 点头硬道 刷 很快 魔晶内所蕴含的魔能 被全部吸收入他的体内 随后 路然又从背包内取出一颗魔晶 继续重复着吸收的动作 这是他既当初为了尽快转职之后 第二次大量吸收魔晶获取经验 此时 他距离15级 仅有一级之差 为了完成心中的计划 尽快升到15级 学习二阶 研爆术 魔法 路然直接选择简单粗暴的方式 通过大量吸收魔晶来提升等级 反正接下来 开始出售修复水晶后 他能赚取到不菲的收益 他也没有工会需要经营 留着这么多的魔晶 也是放在仓库吃灰 还不如将其转化为实例 100克 300克 500克 1000克 很快 当路然将商铺这么久以来 所赚取的魔晶 几乎全部耗尽时 等级提升的提示 才终于在他眼前浮现 你的等级提升至LV15 还真是耗费魔晶啊 看着背包内所剩无几的魔晶 路然叹息着感叹了一句 随后 立刻从背包内取出了那张 研爆术 魔法卷轴 是否学习 研爆术 魔法卷轴 学习 路然直接点头道 刷 顿时光芒一闪 他手中的魔法卷轴消失不见 你成功领悟二阶火系魔法 研爆术 看着浮现在面前的提示 路然立刻打开技能查看 研爆术 火系二阶魔法技能 凝聚蕴含狂暴能量的火球 爆裂的火焰 可对多个目标造成伤害 范围性攻击魔法 看着 研爆术技能的介绍 路然顿石面露喜色 随即 立刻举起火纹法杖 尝试释放 研爆术 很快 一颗火球在路然身前凝聚成形 体积与火球术差不多 但颜色并非赤红 而是更深的紫红色 从火球中 路然能够感知到 一股庞大的狂暴火元素能量 很快 随着路然挥动法杖 紫红色的火球释放出去 砸向远处一块巨大的铁矿石 砰 在砸中铁矿石的那一刻 炙热的火焰 从火球中爆裂而出 覆盖了铁矿石周边一大片的区域 无论是威力还是覆盖范围 都非火球术所能比拟 当然了 研爆术就试法时间更长 消耗的魔力也要更多一些 不过 与强大的伤害相比 显然不算什么 看着被烧得焦黑的铁矿石 路然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随后 直接转身走向电梯控制区 熟练地输入了 地底言窟秘境的坐标 叮 随着一声叮响 电梯门缓缓打开 门外 是他非常熟悉的严窟空间 路然直接迈步走出电梯 向岩浆湖方向走去 与之前相比 这次路然是独自一人 并没有银月与他并肩作战 也没有让牛魔跟随保护 很快 他便遇到了一只小恶魔 扑上着翅膀朝他飞来 刷 路然直接释放一个火球术 轻松将其秒杀 此刻他已不隐藏实力 穿戴上了所有的装备 秒杀小恶魔可谓是轻轻松松 为了节省时间 随后路然干脆不再耽搁攻击 直接给自己附加一个迅疾之术 奔跑着将周边的所有小恶魔 全都吸引过来 刷 随后 挥动法杖释放出 岩暴树 碰 随着一道爆裂的声响 聚集在一起的几只小恶魔 全部被秒杀 之后 路然如此炮制 继续跑去引关 片刻后 碰 伴随着岩暴树的爆裂声响 全身焦黑的地狱三头犬 倒在地上 没有了动静 恭喜你通关秘境 弟弟岩窟 获得奖励 白银宝箱 看着浮现的通关提示 路然查看了一下时间 比之前他与盈月一起通关的速度 快了近一倍 主要还是得益于 岩暴树 这个范围性攻击魔法 以及生命之界 得战力加成 这样的成果 让路然十分满意 伸手打开了面前的白银宝箱 恭喜你获得 铜块加24 银块加12 磨精加30 一阶火系 磨合加1 赤焰法帽 制造图纸加1 赤焰法帽 看到竟然从宝箱中 开出了最后一件赤焰套装 路然脸上顿时露出狂喜的表情 真是天助我也啊 他兴奋地大叫一声 立刻将图纸 从宝箱内取了出来 原本 路然只是想用 弟弟言哭 秘境 来检验一下自己现在的实力 对于赤焰套装 他并没有抱有太大的希望 却没想到 竟然直接爆出了最后一件赤焰套装 这对他来说 真的是意外之喜 图纸 赤焰法帽 类别 装备 套装 品质 稀有 介绍 一张记载着赤焰法帽详细结构的图纸 使用后可制造赤焰法帽 查看了一下图纸属性 路然直接选择了学习 随后打开制造界面 很快从列表中找到了赤焰法帽 赤焰法帽 筹断星号三加金块 星号四加魔金 星号十八加一阶火系魔盒星号一 还好之前准备了三单位筹断 看着制造赤焰法帽所需的筹断 也是三单位 路然面色一喜 还好 他有先见之明 之前去凌云阁的时候 顺便买下了三单位筹断 路然转身离开 弟弟言哭 返回电梯 从仓库内将筹断取了出来 制造成功 随着制造成功的提示浮现 一顶火红的精致帽子出现在他手中 上面同样用金线 勾勒着许多火焰的符文图案 看着颇为精美 名称 赤焰法帽 套装 品质 稀有 介绍 一件由上等绸缎与金丝线缝缝制而成的稀有法帽 可提升防御力与魔力恢复速度 耐久 三百三百 占力值 三十 赤焰套装 随即 路然查看了一下赤焰法帽的属性 除了提升防御力外还能提升魔力恢复速度 这对法师来说十分重要 同时 因为有了修复水晶的原因 路然关注到了耐久属性 这才发现 三件赤焰套装的耐久度都仅有三百点 与普通的稀有装备相比 足足少了二百点耐久 这将使赤焰套装的使用时间更短 等于是变相地提高了近一倍的成本 套装属性果然不是白给的啊 路然感叹一句 立刻将赤焰法帽穿戴到身上 伸手点开了赤焰套装的属性 套装数量三分之三 激活属性 一提升火系魔法攻击伤害 二提升火元素氢和力 三提升各项属性 随着三件赤焰套装集齐 又成功激活了一项提升各项属性的套装属性 这个属性 生命之界一样 但路然能够明显感觉到 套装属性提升的效果 远远不如生命之界提升的效果 随后 路然充满期待地打开个人属性 姓名 路然 等级 LV15 职业 法师 技能 岩爆术 锋刃 迅疾之术 魔力感知 火球术 装备 火纹法杖 水蓝项链 生命之界 赤焰法袍 赤焰法帽 战力值 418 418点战力值 不算宠物的战力叠加 仅仅路然一人的战力 此刻已经达到了418点 就凭这样的战力 就足以将齐岩从战力榜第一的位子上 若是在算上宠物的战力叠加 路然的战力值将达到恐怖的580点 这样的战力显示在排行榜上 绝对是断层式的领先 路然真的想看看 明天最终排行榜更新后 齐岩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当然 前提是 他要能够活到明天 现在集齐了赤焰套装 路然对接下来的行动更加有信心了 他再次打开仓库 将背包内的物品清理了一番 除了治疗药剂与魔力药剂外 其他的所有物品全都存入了仓库 随后 转身走向电梯控制区 切换电梯运行范围 按下楼层坐标按键 请输入所要抵达的楼层坐标 下画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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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出现在眼前的提示 路然的目光变得冷烈 伸手在上面输入了一个的楼层坐标 电梯运行中 随后 电梯很快开始运行 叮 数秒钟后 随着一声钉响 电梯门缓缓打开 映入路然眼帘的景象 是龙玉工会的驻地 没错 路然之前所输入的坐标 正是龙玉工会驻地的楼层坐标 关于龙玉工会驻地的坐标 亦或者说大部分工会驻地的坐标 其实都早就不算是什么秘密了 因为工会的人员众多 想要完全保密 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 大部分工会都没有保密 甚至直接在区域频道上发布坐标 更加方便新成员的招收 只有极少数实力较弱的小工会 或者说是小团体 才会对坐标进行保密 作为区域内的第一大工会 龙玉工会自然不怕被人找上门来攻打 为了彰显实力 齐岩从一开始就没有保密 所以 路然很轻松 就获取了龙玉工会驻地的坐标 看着面前的龙玉工会驻地 路然迈步走出了电梯 在他面前 是一堵用石块堆砌而成的高大围墙 既然公开了工会驻地坐标 所有人都可以抵达 自然不可能毫不设防 在龙玉工会驻地的外围 修建着一堵高大的围墙 用来防护 路然沿着围墙走了一段距离 便看到了一座大门 门口处的人还不少 有几名佩戴着工会徽章的成员 在门口负责把守 看到路然这个生面孔 其中一人冷声说道 小子 若是没事想来参观的 赶快走 若是想加入我们 龙玉工会的 就到那边排队去 门言 路然扭头 看向对方所指的方向 看到有不少人正在排队 显然 每天慕名来到这里 想要加入龙玉工会的人 肯定不在少数 小子 如果你的等级还没到七级 就别浪费时间去排队了 随后 那人接着冷声说道 我们龙玉工会 可不是什么人都收的 来报仇的 在哪里排队 路然微微一笑 出声问道 报仇 文言 那人微微一愣 小子 我看你是来找事的吧 一旁 另外一人听到路然这话 面露狠色地举起了手中的武器 路 路然 你是路然 这时 最开始说话的那人 查看了一下路然的信息 瞬间脸色一变 刷 而路然已经凝聚出一颗火球 向举起武器的那人砸了过去 啊 一道凄厉的惨叫声 打破了大门处的平静 这突然的变故 也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卧槽 居然有人赶在 龙玉工会驻地动手 这小子不要命了吧 赶来这里闹事 那人好像是路然 我刚查看了信息 还真是路然 看着倒在地上惨叫的 龙玉工会成员 不远处的排队人群中 顿时响起一片讨论的声音 其他的工会成员们 则是纷纷掏出了武器 快 快通知会长 其中一名青年大喊一声 随后 握紧手中的长刀 朝着路然说道 路然 你竟然赶来我们 龙玉工会驻地闹事 我们会长是不会放过你的 是我不会放过他才对 路然神色冰冷地说道 不想死地赶快离开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 路然此言一出 几名龙玉工会成员 皆是面露巨色 毕竟 路然可是战力榜第二的存在 不是他们这些 开门的小喽啰所能应对的 大家不要怕 路然他早就被会长 带人打成重伤 根本发挥不出全部战力 现在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 持刀青年大叫道 大家一起上 这小子身上 肯定有不少高品质的装备 到时候大家一起评分 听到持刀青年这话 周围成员眼神中原本的聚色 瞬间被贪婪所取代 路然所穿的赤艳套装 从外表就能看出品质不凡 他如今还位于战力排行榜第二 证明身上肯定有不少稀有级别的装备 这对他们的吸引力 可都是极大的 就连在不远处排队 并不属于龙玉工会的玩家 也有几人面露异动之色 张哥 我帮你们一起围杀路然 能不能让我也跟你喝点汤啊 其中一人壮着胆子 朝着持刀青年问道 可以 凡是参与的人都少不了好处 持刀青年笑着点头道 到时候会长来了 说不定还能破格将你们收入工会 那我参与 听到这话 那人立刻掏出武器走了过来 我也参与 我也参与 随后 又有两人附和着走出人群 见此 持刀青年脸上的笑容更盛了 对面 路然则是一脸冷漠地看着这一切 他不是一个是杀之人 没有从一开始就打开杀箭 但他给了机会 对方没有把握 甚至 还有主动来找死的 那么 可就别怪他心狠手辣了 路然没有再多说废话 直接举起了手中的火纹法杖 顿时 周围空气中的火元素 疯狂向他身前汇聚 渐渐凝聚出一颗紫红火球 快 大家一起上 看到路然的动作 持刀青年立刻喊道 路然他是法师 只要近身必死无疑 杀 顿时 周围的人纷纷高举武器 向路然冲杀而来 可惜 还是晚了一步 紫红火球很快凝聚成形 随着路然挥动法杖 朝着持刀青年释放了出去 看着飞来的火球 感受着所散发的炙热温度 持刀青年直接挥刀向火球砍去 碰 在刀锋接触到火球的那一刻 狂暴的火元素陡然暴力而出 席卷了周围的整片区域 啊 啊 啊 顿时 惨叫声响成一片 在 炎爆树 炙热火焰的灼烧下 跟随持刀青年冲来的人 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灼烧伤害 仅仅只有两人 因为使用的是远程弓箭武器 得以幸免于难 至于处在炎爆中心处的持刀青年 此刻已经变成了一具焦黑的尸体 死得不能再死了 咻 这时 一只箭矢也射中了路然 不过在赤焰法袍的防御下 仅仅只是造成了一点轻伤 随着 生命汲取 技能发挥效果 一个个绿色小光团 融入路然体内 伤势很快得到了治愈 随后 路然挥动法杖 释放出一道锋刃 直接削掉了 那名弓箭手的一条手臂 啊 顿时 又有一道惨叫声响起 另外一名弓箭手看到这一幕 瞬间被吓破了胆 脸色惨白地转身 向住地内逃去 只是才刚跑了没几步 一颗火球就砸在了他的背上 仅仅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路然就催哭拉朽般地结束了战斗 路然这哪里是废了 分泌是更强了 不远处 目睹这场战斗的排队人群 看着地上死的死 伤的伤的 荣誉 工会成员 脑海中 奇奇幅现出一个念头 如此强悍的战斗力 哪有半点重伤的样子 不想被误伤的话 就赶快离开这里 路然扭过头 朝着之前排队的人群说道 这些人并非龙玉 工会的成员 先前在持刀青年利诱时 也并未选择向他出手 所以 路然并没有向他们痛下杀手 路然大佬再见 路然大佬牛逼 我是支持你的 听到路然这话 人群顿时一哄而散 他们知道 接下来路然肯定要在 龙玉 工会驻地内 大开杀戒 不过 也有几个胆子大的 并选择没有离开 而是满脸兴奋地 打开区域频道 在上面发出消息 劲爆消息 路然杀尽了 龙玉 工会的驻地 楼上的在说什么梦话 是不是还没睡醒 路然不是被齐炎带人 打成重伤了吗 还敢去龙玉 折驻地 一看就是博眼球的假消息 消息是真的 我刚从 龙玉 工会驻地离开 亲眼看到路然大佬 杀了好几个 龙玉 工会的成员 本人冒死在前方 做战地记者 为大家带来实况转播 只需一魔精 便可进群组 共享视角 死骗子 原来是骗魔精的 卧槽 我进群组了 路然大佬 真的杀尽了 龙玉 工会 路然疯了吗 这是要一个人 单调整个 龙玉 工会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 站出来证实 众人才意识到 这件事情是真的 如此劲爆的消息 瞬间让区域频道上 掀起了热烈的讨论 一个多人 密进楼层内 会长 路然那小子 杀进了咱们的工会驻地 抽空查看了一下 私聊消息的雷子 朝着不远处 正在打怪的齐言喊道 什么 听到这话 齐言瞪大眼睛 一副难以置信之色 随即满脸愤怒的大喝道 这小子 真的是活得不耐烦了 竟然敢主动送上门来 赶快解决战斗 我这次非要亲手宰了他不可 是 你再说一遍 正前瞪大眼睛 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幻听 会长 路然他独身一人 杀进了龙玉 工会的驻地 李浩宇再次重复道 尽管他通过群组中 所谓的战地记者的共享视角 看到了路然战斗的身影 但李浩宇向正前报告的语气中 也依然充满着难以置信 毕竟 他半个多小时前 还在婉西卓 路然争夺榜一失败 此刻 就见到路然杀进了龙玉 工会驻地 这巨大的反差变化 一时间让他难以接受 怎么可能 他的伤好了 听到李浩宇再次重复后 正前紧促着眉头说道 就算是伤好了 他怎么有底气 敢去独闯龙玉的驻地 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李浩宇摇摇头 说道 会长 我这里有一个实况转播的共享视角群 你要进吗 我拉你一下 不用了 咱们直接去龙玉工会驻地 正前直接摇头道 这不好吧 会不会引起误会 李浩宇担忧道 作为护助会的会长 正前未经邀请 突然前往龙玉工会驻地 特别还是这个时间点 很容易会被误会 是在挑衅 没事 齐安他现在没功夫管我们 正前摇头道 好 见此 李浩宇点头应答一声 立刻返回电梯 输入了龙玉工会驻地的坐标 精灵之森 逆境内 萧萧姐 快看区域频道 陆然他竟然去打龙玉工会的驻地了 张小果一脸兴奋地朝着楚萧萧说道 咱们也过去看看吧 说不定还能帮上陆然的忙 和他一起痛走不要脸的龙玉工会 在群组中看看实况转播就可以了 楚萧萧摇头道 擅自过去只会给陆然添麻烦 还会白白浪费一次电梯的运行次数 说完 楚萧萧便花费一摩金 加入了一名战地记者的转播群组 好吧 文言 张小果有些失落地点点头 随后 也立刻加入了那个转播群组 随着视角共享开启 陆然的身影很快映入两人眼帘 龙玉工会驻地 此刻陆然已经通过大门进入了驻地内部 一路上遇到了两波龙玉工会成员的阻拦 全都被他用研爆术轻松解决 看到陆然如此强悍的战力 剩余的其他工会成员纷纷选择了远远的躲开 这毕竟不是玩游戏 死掉可就彻底凉了 谁也不愿意随便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 见此 陆然也没有去追击 直接迈步走向魔药田 开始采集那些已经生长成熟的魔药 这也算是为之前的血债收一点利息 就在陆然忙着采集魔药时 突然听到大门方向传来吵杂的声音 他扭头望去 远远看到齐炎骑乘着地形龙 正带着一群人朝他这边赶来 齐炎终于来了 不知道陆然能不能顶得住 战地记者快往前靠一靠 一会儿都看不清战况了 齐炎带了这么多人 我感觉陆然要凉 随着齐炎这位郑主的到来 区域频道上讨论的更加热闹 几乎整个区域的所有人 都在关注着这场大战 我倒要看看陆然有什么底线 亲自来到龙域驻地的正前 远远站在一处坡地上 望着陆然轻声说道 终于来了 望着赶来的人群 陆然冷笑着自语一句 随即立刻走向了 之前物色好的一处一手难攻的地点 没过多久 齐炎远远地停了下来 满脸愤怒地朝着陆然大喝道 陆然 你竟然敢闯我公会驻地 杀我公会成员 你都能带人为杀我 我凭什么不能端你的脑窝 陆然一脸冷笑地说道 我之前就说过了 那日的血债 必将让你们整个龙域公会百倍偿还 狂妄 齐炎怒喝道 大家给我上 杀了他 说完 便骑承着地形龙向陆然冲了过去 杀 顿时 龙域公会成员喊杀着 跟随齐炎向陆然冲去 有齐炎这个主心骨在 他们都充满了信心 毕竟 齐炎可是战力排行榜第一 拥有着最强的宠物的形龙 刷 看着冲来的人群 陆然立刻释放 岩爆树 凝聚出一颗紫红火球 向地形龙砸了过去 碰 紫红火球砸在地形龙的身躯上 爆裂出炙热的火焰 好 顿时 地形龙发出一声痛苦的吼叫 与火球术相比 岩爆树的 不仅是范围性魔法 攻击伤害也要高许多 这一击 直接将地航龙坚韧的鳞片 炸得一片血肉模糊 同时 齐城在地形龙背上的齐炎 也不好受 即使身穿厚重的铠甲 也受到了火焰灼烧的伤害 一个更强的范围性火系魔法 感受着被灼烧的火辣辣的疼痛 齐炎脸色发白地 在心中想到 他没想到才两天没见 陆然不仅重伤痊愈 还多出了一个如此厉害的魔法技能 去死吧 这时 跟随在齐炎身后的雷子 面色凶狠地射出了手中的箭矢 秀 萦绕着轻光的箭矢速度飞快 眨眼间便与陆然近在咫尺 让他根本就来不及躲避 而事实上 陆然他也根本就没有躲避 继续再次释放 岩爆树 任由箭矢射在他的左肩上 碰 第二颗紫红火球爆裂 所攻击的目标是 跟随齐炎冲来的其他工会成员 啊 啊 顿时 惨叫声响成一片 那些人可没有地行龙的强大魔法抗性 在炙热火焰的攻击下 纷纷倒在地上 发出痛苦的哀嚎 刷 见此 那名女法师立刻释放治疗魔法 优先治疗受伤最严重的人 对面 陆然直接伸手拔下肩膀上的箭矢 随着一个个绿色光团融入体内 伤口很快止血渐渐愈合 陆然之所以敢独身一人 闯入龙玉宫会驻地 最大的依仗便是 生命汲取这个技能 这个被动的吸血技能 让他拥有了强大的续航能力 配合炎爆树这个高爆发的技能 只要将脑袋与心脏 这两个致命部位防护好 他就可以不必在意受伤 只管尽情攻击即可 部分伤害所返还的绿色光团 会快速治愈他所受的伤势 碰 很快 陆然又释放出一颗紫红火球 会长 陆然他有一个恢复技能 在攻击的同时也能恢复伤势 这时 同样身为法师的女法师 注意到了那些绿色光团 感知到其中所蕴含的木系治疗效果 立刻朝着齐岩提醒道 撤 听到女法师这话 齐岩立刻出声 发出撤退的命令 撤就撤了 看着齐岩带人快速撤出了攻击范围 陆然自语着 放下了法杖 随后 呲牙咧嘴地活动了一下身体 生命汲取 技能虽然能够恢复伤势 但却无法消除受伤时的疼痛 在刚才的战斗中 他身上被射中了好几件 虽然伤势早已恢复 但依然还是能感受到疼痛感 子言仔细说说陆然的恢复技能 另一边 撤出陆然的魔法攻击范围后 齐岩立刻向那名女法师询问道 刚才我在治疗的时候 注意到 凡是被陆然攻击到的人 体内都会飘出蕴含浓郁木元素的绿色光团 被他吸收恢复伤势 名叫子言的女法师 立刻出声答道 吸血技能 听到子言的解释 一旁的雷子立刻说道 没错 和游戏中的吸血技能十分相似 子言点头道 这个技能应该不是他所掌握的魔法 而是装备附带的技能 不会有任何的魔力消耗 只要不断造成攻击伤害 就能一直吸血 恢复伤势 看来 他就是依靠着这个技能 才在短时间内恢复了伤势 齐岩脸色难看地望着远处的陆然 猜测出了 他恢复伤势的原因 才仅仅时隔两天 陆然就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 这着实是出乎齐岩的预料 不过 齐岩也很快制定新的计划 朝着子言说道 一会儿 我一人冲在最前面 子言你负责给我加盾 不给陆然吸血的机会 说完 又扭头看向雷子说道 雷子 你带人远程消耗 只要耗光他的魔力 我看他还怎么蹦他 好 闻言 子言与雷子 齐齐点头应答一声 随后 雷子看向远处围观的人群 向齐岩说道 会长 要不要先将那些人赶走 有不少人都在实况转播 其中还有许多其他工会的人 我怕他们会趁机闹事 不用 齐岩看了一眼围观人群 摇头道 现在最重要的是 尽快解决掉陆然 只要将他解决掉 工会的面子就不会丢 也没人敢趁火打劫 说完 齐岩便骑成着地形龙 再次向陆然冲去 刷 子言也立刻举起法杖 给地形龙 附加了一个水蓝色的护盾 你,你,你,还有你,跟我上 雷子快速选了四名剑术好手 紧随其后地跟了上去 这么快就改变策略了 对面 陆然看到这一幕 轻声自语了一句 他不得不承认 齐岩还是有点东西 这么快就发现情况不对 并迅速做出了调整 不过 这也早在他的预料之中 陆然很快凝聚出紫红火球 释放 岩爆树 向他行龙砸了过去 碰 炙热的火焰爆裂而出 强大的攻击力 紧一下就让护盾光照 处于破裂的边缘 咻 咻 咻 这时 树道箭矢急射而来 陆然快速躲避 但还是被两只箭矢射中 他直接伸手拔掉箭矢 继续对地形龙 释放魔法攻击 对面的弓箭手中 也就只有那个雷子 是经过转直的真正弓箭手 拥有技能攻击的伤害 其他的那些弓箭手 面对他一身稀有装备的防御 所能造成的伤害十分有限 根本没有太大的威胁 这也是陆然敢直接杀入 龙域 公会驻地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通过上次的围杀 知晓 龙域 公会内完成转直的人并不多 不过此刻的战斗 由于地形龙的魔法抗性较高 再加上紫岩在一旁不断加盾 陆然释放魔法所造成的伤害 变得十分有限 这直接导致了 吸血速度渐渐赶不上受伤的速度 很快 他的身上就多出了好几处 无法快速治愈的剑伤 让陆然不得不从背包内 逃出治疗药剂 通过磕药来进行治疗 见此 雷子脸上一洗 顿时射得更卖力了 会长 我的魔力不足了 没过多久 紫岩放下法杖朝着奇岩说道 没事 陆然他的魔力消耗得更快 现在肯定也见底了 奇岩微微摇了摇头 脸上并没有丝毫的担忧 陆然释放的魔法攻击力强大 也就意味着消耗的魔力更多 此刻紫岩耗光了魔力 陆然的魔力也必然所剩不多 这是他一直等待的时刻 没魔力了吗 对面 陆然也注意到了女法师停止了施法 是时候行动了 看着自己同样所剩不多的魔力 陆然嘴角微微翘起 露出一个不易察觉的微笑 随后 立刻给自己附加一个迅疾之术 转身向后方跑去 陆然他要跑 看到陆然的动作 雷子大叫道 快追 他已经没有魔力了 千万不能让他跑了 奇岩也立刻大喝道 放心会长 这次绝对不会让他跑掉的 雷子应答一声 立刻带人向陆然追去 区域频道上 真是刺激啊 陆然一个人 竟然能跟整个龙玉 公会战斗到这种程度 不知道陆然能不能全身而退 很难 我就在现场 龙玉的人 现在开始堵大门了 看来是铁了心 要把陆然留下来 这要是让陆然跑了 龙玉第一公会的 连往哪里搁啊 看来好戏要结束了 我都还没看过影 看到陆然转身逃离了 吃瓜群众们 纷纷在频道公平讨论着 远处 围观人群中 看来战斗要结束了 正前望着陆然逃离的身影 淡淡说道 不知道陆然能不能顺利逃掉 李浩宇面露几分担忧地说道 很难 看着正在向陆然围拢的 龙玉 公会成员 正前摇头说道 一个耗尽魔力的法师 跟戴仔的羔羊 没有什么区别 走吧 接下来没什么可看的了 说完 正前转身 向门外走去 啊 啊 但就在他才刚走了两步时 数到凄厉的惨叫声 骤然响起 只见 原本奔跑逃离的陆然 此刻突然转身 由猎物变成猎人 在身前凝聚出一颗紫红火球 释放出 岩爆树 向追来的人群杂趣 随后 他快速从背包内 取出魔力药剂 仰头喝了下去 连续喝下三之后 感受着体内 原本即将酷竭的魔力 又恢复到了充盈的状态 骤然嘴角翘起露出笑容 再次在身前凝聚出紫红火球 快 快散开 他有恢复魔力的药剂 雷子脸色骤变 立刻出声大叫道 碰 但下一刻 紫红火球已经向他砸来 爆裂出炙热的火焰 啊 伴随着一声惨叫 被烧得全身焦黑的雷子 倒在地上 发出痛苦的惨叫 刷 随即 一道凌厉的锋刃飞来 帮他结束了痛苦 第一个 看着雷子的尸体 怒然低声自语一句 随后 扭头看向不远处的奇言 这 正前扭过头 看着这突然的反转 惊恶地瞪大了眼睛 他居然还有魔力药剂 奇言看到这一幕 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难看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被路然给耍了 居然还有反转 路然大佬 这波操作666 路然他手里 到底还有多少好东西 有了魔力药剂 恢复魔力 路然要无敌啊 太精彩了 这一魔精花费的值啊 还看什么转播 直接去看现场才刺激 区域频道上 又是一波快速滚平 在前往 龙域 工会驻地之前 路然就提前准备好了 大量的魔力药剂 从始至终 都没有为魔力消耗而担忧 刚才的那波假意撤退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 解决掉 对他伤害较大的弓箭手 如今 弓箭手也按照他的计划 被解决掉了 那名女法师也耗尽魔力 没有魔力药剂 快速补充的话 短时间内跟废人 没有什么区别 奇言虽然实力不弱 但受到他的远程压制 此时的战力 也远不如他 除了要小心的 行龙的地刺技能外 根本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所以 路然立刻举起手中的法杖 转手为攻向对面杀去 碰 紫红火球砸在地形龙身上 没有了护盾的防护 爆裂的火焰 直接炸碎了坚韧的鳞片 吼 顿时 地形龙发出痛苦的吼叫 扑 扑 扑 与此同时 三根的刺从地下突兀刺出 刷 水蓝项链亮起蓝光 半透明的水蓝护罩 包裹住路然 帮他挡住了这致命的伤害 之前 路然所受的伤 都是一些轻伤 并不足以激活 水蓝护盾 直到此刻 面对地形龙的强大技能 才终于激活水蓝护盾 帮他挡下了这致命的攻击 看到护盾已经激活 路然就更不怕了 打算在护盾的持续时间内 尽快解决战斗 碰 很快 紫红火球砸向几名 龙玉工会成员 在吸血的同时 也干掉了之前参与围杀他的那名战士 第二个 路然在心里默念一句 本来 他的第一目标 是那个防御较弱的女法师 只是对方在魔力耗尽后 就已经退出战场 冥想恢复魔力了 路然扫尸一圈 并未发现对方的身影 只能将攻击目标 转移到那名战士身上 此刻 随着那名战士的死亡 齐岩的脸上露出了恐惧之色 周围的其他 龙玉工会成员 都已经开始纷纷后退了 因为他们发现 还未转职的他们 在路然面前根本就不堪一击 此刻上去迎战 跟送死没有什么区别 撤 见无法阻挡路然的脚步 齐岩也不在乎什么面子了 直接发出撤退的命令 说完 便催促地形容 向电梯方向逃去 看到齐岩这个工会老大都跑路了 其他人也顿时全都四散逃离 路然自然不可能这么轻易地放齐岩走 没有去管其他人 直接禁止向齐岩追去 一边奔跑 一边不断释放 岩暴术 魔法 让奔逃的地形龙 发出一声声痛苦的吼叫 但齐岩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依然在不断催促的形龙加快速度 他知道 一旦停下来 肯定必死无疑 此刻 齐岩心中万分后悔 自己为什么要去主动招惹路然这个杀星 如果能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的话 他打死 也不会去围杀路然了 只可惜 这个世界也没有后悔药 他现在唯一的想法 就是能够活下来 大门处 围观的那些人群 看到齐岩骑城着地形龙冲来 立刻纷纷退让躲避 他们只是一群吃瓜群众 可不想被误伤到 浩宇 立刻给张昭发消息 让他带一对人过来 正前扭头向身后的李浩宇说道 与那些吃瓜群众不同 在看到齐岩落败后 正前首先想到的 便是龙玉工会驻地内的大量资源 这里的资源 不仅有楼层内原本就存在的木材 还有探索职业资源楼层时 获取的草木之精与矿脉之心 所创造出的森林与矿脉 更别说 还有珍贵的魔药田了 这些东西 只是独身一人的路然 根本不可能完全霸占 随着整个龙玉工会被路然打残 也都算是无主之物了 就看谁的动作更快了 是 李浩宇立刻点头应道 不只是挣钱 其他一些实力较强的工会 也都想趁机奋一杯羹 此刻 也已经全都行动了起来 甚至一些胆子大的吃瓜群众 已经直奔魔药田方向而去了 地甲 再快点 马上就要到了 看着不远处的电梯大门 齐岩向胯下的地行龙说道 好 文言的行龙发出一声吼叫 在路然的不断攻击下 此刻的行龙的庞大身躯上 已经遍布了伤口 每奔跑一步都有鲜血从伤口处流出 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就在距离电梯大门仅有二十多米时 一颗紫红火球砸在地行龙的腿上 碰 随着一声爆裂的声响 奔跑中的地行龙身体失去平衡 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 齐城在地行龙背上的齐岩 也直接被甩飞了出去 地甲 齐岩很快从地上爬起来 朝着的行龙大叫一声 但地行龙挣扎了两下 都没能从地上爬起来 刷 这时 又有一道锋刃斩向地行龙的脖梗 在鳞片柔软的脖梗处 划出了一道深深的伤口 吼 顿时 地行龙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 看到这一幕 齐岩知道地行龙已经走不了了 而他被甩飞出一段距离后 离电梯门仅有五六米了 便狠狠一咬牙 转身向电梯跑去 刷 这时 路然已凝聚出一颗火球 向齐岩砸去 碰 虽然火球砸中了齐岩的后背 但他还是踉跄着跑路电梯 按下了关门的按键 居然让他给跑了 看着关闭的电梯门 路然无奈地叹息一声 随后 扭头看向在地上哀嚎的地行龙 凝聚出一颗紫红火球砸了过去 吼 随着一声痛苦的吼叫 地行龙垂下脑袋 没有了动静 击杀LV14级的航龙 分配获得80%魔能 曾经 龙玉工会的标志物 就这样惨死在了路然的手中 也标志着 龙玉工会的负面 随后 他走到地行龙尸体旁 进行了分解 分解成功 获取地行龙肉加114 地行龙领甲加6 磨金加25 一阶土系磨合加1 地行龙惊血加1 收获不错呀 看着分解出来的物品 路然满脸欣喜地收入背包中 同时 还发现在不远处的地上 有着一个背包 那是齐炎刚才被甩飞出去 在地上翻滚时掉落的 作为龙玉工会的会长 随身的背包内 应该有不少好东西吧 路然暗暗在心中想着 立刻将背包给捡了起来 牛逼呀 路然大佬真得一个人挑翻了整个 龙玉工会 地行龙都被杀死了 齐炎这次侥幸没死 也保不住第一了 我现在最好奇 路然的战力究竟有多少 不依靠宠物 就能干翻整个龙玉工会 战力起码有350 甚至是更多 简直恐怖如斯啊 通过那些战地记者的转播 众多吃瓜群众都目睹了 路然杀死的行龙的那一幕 顿时 区域频道上的讨论热度达到最高 就在不久前 公屏上还在讨论着 陆然能否在龙玉工会的围堵下 成功脱身 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 局势就彻底反转 帝行龙被杀 齐炎落荒而逃 龙玉这个曾经的第一工会 也随之数导狐瞬散 这让众多吃瓜群众们 不禁在心中一阵唏嘘 萧萧姐 陆大哥太赢了 全程观看转播的张小果 满脸兴奋地向楚萧萧说道 嗯 楚萧萧点点头 并没有像张小果表现的那般激动 只是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下来 随后 他打开排行榜 目光看向自己的排名 原本 楚萧萧对自己现在第五的排名 已经很满意了 与第三名的挣钱相比 他们之间的差距太大 想要在一天之内超越 根本就不可能 而第四 至第十名的奖励全都一样 他也不可能一下子 就调出十名开外 所以 他早已放平了心态 可此刻 随着地形龙的死亡 齐岩的战力必然大减 甚至是腰斩 如此一来 排名也会随之遗落千丈 后面的排名 也都会向上提升一个名次 正前由第三提升至第二 亡灵由第四提升至第三 他由第五提升至第四 之前 他与正前的差距太大 所以早已放弃了 争夺前三的念头 可如今的情况 完全不同了 他与亡灵的战力 仅仅相差不到十点 第三名与第四名的奖励 却是有着巨大的差距 所以 此刻楚潇潇瞬间燃起了斗志 想要争夺一下第三的名次 当路然再次返回大门处时 发现 龙玉 筑蒂 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筑蒂内的大量资源 此刻都遭到了轰抢 有那些有组织的其他工会成员 有趁机浑水摸鱼的玩家 甚至还有原本 龙玉工会的成员 总之 有不少人都想趁着这个机会 奋一杯羹 见此 路然便没有再去争抢 直接转身返回了电梯 他虽然实力强横 但也怕那些工会联合起来 将他作为下手的目标 等到返回电梯后 路然立刻打开背包 清点收获 首先 他掏出一块地形龙肉 查看了一下属性 名称 地形龙肉 品质 中品 介绍 一块新鲜的地形龙肉 虽肉质粗糙 但却蕴含大量魔能 食用后可增加魔能经验 与湿旧肉一样 地形龙肉 同样蕴含着魔能 并且 品质还是中品 比湿旧肉蕴含的魔能更加浓郁 只是 从介绍信息来看 貌似肉质口感不怎么样 不过和蕴含的魔能经验相比 这个缺点 显然不值一提 路然喜滋滋地将其放回背包 又取出的形龙鳞甲 查看了一下 发现是制造鳞甲装备的材料 以地形龙强大的防御力 应该能值不少魔精 最后 路然的目光 看向了那一小团的形龙精血 按照以往的经验 这类精血都能用于培养宠物 作为完美资质的地形龙 从它体内分解出来的精血 也定然不凡 路然充满期待地将其取出来 进行了查看 名称 地形龙精血 介绍 地行龙体内所蕴含的一丝 巨龙血脉的精血 服用后可提升体质与力量 也可用于培养宠物 果然没错 地形龙精血 不仅能直接服用 也可用于培养宠物 并且在这团精血内 还蕴含着一丝巨龙血脉 这让路然更加充满期待 立刻出声将银月换了过来 经过这两天的治疗 此时银月的伤势 已经好了大半 给 路然直接将地形龙精血 递到了银月面前 看着路然递来的精血 银月感知到精血内所蕴含的巨龙血脉 立刻张嘴吞了下去 下一刻 银月发出一声痛苦的狼嚎 整个身躯颤抖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路然不禁面露担忧之色 前两次吞噬精血时 银月可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你的宠物野狼体内的银月狼血脉觉醒 正在进阶中 好在 随后浮现的一个提示 让路然将提着的心放了下来 原来 是银月正在觉醒银月狼的血脉 显然 这与地形龙精血中 所蕴含的巨龙血脉有关 很快 银月再次发出一声狼嚎 身体皮毛由原本的灰白 逐渐蜕变成为 不含一丝杂色的银白色 并且 变得如丝绸般光滑柔顺 你的宠物野狼 觉醒银月狼血脉 进阶成为银月狼 你的宠物银月狼资质 提升至完美 你的宠物银月狼 领悟新技能 笑乐 随后 连续三个提示 接连在路然眼前的浮现 让路然脸上的笑容 变得越来越盛 这次银月服用地形龙惊血的效果 显然是远远出乎路然的预料 不仅让他彻底觉醒银月狼血脉 从野兽进阶成为强大的魔物 同时 资质还提升至完美 领悟了一个新的技能 路然满脸兴奋地 立刻查看银月的属性 宠物 银月狼 银月 等级 LV12 资质 完美 属性 风 技能 急速 清风爪 笑乐 战力值 206 介绍 一只成年的银月狼 好好培养将会成为强大的助力 随着等级的进阶 与资质的提升 银月的战力值 直接飙升至206点 这样的实力 足可以秒杀一众普通玩家了 同时路然还发现 银月的第一个技能 从之前的 急跑 变成了 急速 他点了查看了一下 随着名字的改变 技能的加速效果 也提升了不少 随后 路然点开扎看了一下 新领悟的 笑乐 技能 笑乐 仰头发出狼笑激活体内的血脉之力 可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速度与力量 笑乐 仰头发出狼笑激活体内的血脉之力 可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速度与力量 从技能介绍来看 这显然是银月狼的血脉技能 可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速度与力量 这无疑 能让银月在短时间内实力大涨 银月也感受到自身的巨大变化 立刻讨好的在路然身上蹭了蹭 惊血可不是白痴的 以后要好好表现 路然抚摸着银月柔顺的银白皮毛 出声说道 银月立刻点点脑袋 随后 路然挥挥手让银月一边玩去 她的目光看向之前捡到的齐烟的背包 这个背包的材质并非瘦皮 而是柔软的棉织物 名称 帆布背包 品质 稀有 介绍 一个用棉织物与摩金制作而成的帆布背包 里面拥有50个格子的储存空间 可以用来存放物品 耐久 50分之45 路然查看了一下属性 没想到 居然是一个稀有品质的背包 里面拥有着 50个格子的储存空间 不知道里面能开出什么好东西 顿时 路然有种开盲盒的感觉 比开黄金宝箱还要更加兴奋 她伸手打开背包 查看其里面储存的物品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各种基础的材料资源 木材 石块 铁块 铜块等等全都有 并且数量还不少 这在路然的意料之中 目光下意继续查看 接下来是磨精 磨盒 磨盒的数量同样不少 足有5000多单位 磨盒也有十几颗 绝大多数都是一阶 只有一枚二阶的火系磨盒 这可是一笔不菲的财富 让路然脸上乐开了花 随后 她的目光继续下移 一块银白色的新型矿石 映入眼帘 名称 矿脉之星 银 品质 夏品 介绍 地脉银矿的核心 将其埋入土中 可创造出一条银矿矿 等级需求 二级电梯 这是路然熟悉的矿脉之星 但却是夏品的银矿矿 这让路然的脸上顿时露出了惊喜的表情 她制造修复水晶 正缺少银块呢 没想到 瞌睡时有人送来了枕头 简直是太贴心了 不过随后 路然才知晓 什么叫真正的贴心 她接着从背包内取出一张图纸 查看了一下属性 图纸 彩石厂 类别 建筑 品质 稀有 介绍 一座自动采石工厂 每天可开采生产40单位矿石 建造需求 100单位木材 100单位石块 50单位铁块 50单位磨精 在背包内 不仅有银矿的矿脉之星 还有这一张 采石厂的建造图纸 连配套设施都给她准备好了 还有比这更贴心的吗 路然满脸喜滋滋的笑容 很快又从背包 取出一张图纸卷轴 卷轴刚一入手 路然就微微瞪大双眼 脸上露出狂喜之色 因为这张图纸摸起来的手感 要由于刚才查看的 采石厂建造图纸 那柔软的质地 与之前的生命之界 制造图纸一模一样 无瑕品质的图纸 瞬间 一个念头在路然脑海中浮现 让她激动不已地 缓缓展开图纸卷轴 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造型古朴的宝塔 路然数了一下 一共有十层 这是建筑图纸 看着图纸上的宝塔 路然微微一愣 随即立刻查看了属性 图纸 魔能试炼塔 类别 建筑 品质 无瑕 介绍 一座蕴含浓郁魔能的神奇宝塔 塔内魔能可幻化成各种怪物 将其击杀能获得部分魔能经验 建造需求 300单位石块 100单位铁块 100单位铜块 1单位一阶土 木 火 风系魔盒 2000单位魔精 看着眼前的图纸属性 路然瞬间就想到了 那个三星挑战楼层的试炼之塔 两者极为相似 都可以在塔内 幻化出各种怪物 但不同的是 在试炼之塔内击杀怪物 并不会获得任何魔能经验 而眼前图纸中的 魔能试炼塔 主要作用显然是提供了一个 获取魔能经验的地图 其价值 可是非常高的 毕竟 电梯每天运行的次数有限 不愧是区域第一工会的会长 手里居然有这么好的东西 路然看着手中的图纸 满脸兴奋地说道 这么好的东西 齐炼肯定不会放在背包内吃灰 联想到之前 他杀入龙域工会驻地时 齐炼并没有第一时间赶回来 想来 当时肯定是在攻略高星级的秘境 刚从秘境中爆出这些东西 可还没有雾热 就白白便宜了他 路然美滋滋地笑着 继续从背包内取出最后一件物品 那同样是一张卷轴 随着卷轴缓缓展开 属性随之浮现 名称商铺契约 介绍交易楼层10号商铺的契约卷轴 凭此契约可获得10号商铺的永久经营权 居然是商铺所有权的契约卷轴 看着商铺契约的属性 路然面露狂喜之色 他之前还真没听说 龙域工会在交易楼层有开设商铺 没想到 在齐炼的手中 竟然有着一张价值万金的商铺契约 这次赚大发呀 路然咧嘴笑了起来 开启炼的盲盒背包 可比开黄金宝箱的奖励 要丰厚得多 路然直接将帆布背包背到身上 换下了身上的兽屁背包 随后 拿出那块矿脉之心 找了一处合适的地点 将其埋下 哦 顿时 银白色的光芒 笼罩住整片区域 随着地面微微震动 一座银矿脉 从地下冒了出来 接着 路然继续取出 彩石厂的建造图纸 在银矿脉的旁边 选择建造 刷 光芒一闪 手中的图纸消失不见 在银矿脉的边缘 出现了一座彩石厂 将彩石厂建造好以后 路然接着取出那张 魔能试炼塔的建造图纸 在田园小屋的附近 选择了一片空地 是否使用魔能试炼塔图纸 使用 路然点头说道 老实说 建造魔能试炼塔 所需的材料不菲 光是所需的魔晶数量 就高达两千单位 并且 还需要一截土 木 火 风系魔和各一枚 若不是奇岩背包内的资源丰厚 路然此刻 还真拿不出这么多的资源来建造 所以 此刻路然对魔能试炼塔 充满了期待 花费如此多的资源 建造出来的建筑 不可能是鸡肋的存在 刷 随着图纸消失 一道光芒笼罩住面前的空地 等到光芒脸去时 一座造型古朴的十层高塔 映入路然眼帘 魔能试炼塔的高度 有三十多米 矗立在田园小屋的旁边 是电梯空间内 当之无愧的最高建筑 路然外部 走到试炼塔门前 属性随之在它眼前浮现 名称 魔能试炼塔 品质 无瑕 介绍 一座蕴含浓郁魔能的神奇宝塔 塔内魔能可幻化成各种怪物 将其击杀能获得部分魔能经验 耐久 三百三百 开启次数 三 是否开启魔能试炼塔 随后 又有一道提示浮现 开启 看着每天都可以开启三次 路然点头选择了开启 可知 随着一声轻响 试炼塔的大门缓缓打开 一个宛如虫洞般的白色漩涡状光门 映入路然眼帘 他走上前去 伸手触摸那道光门 顿时感受到一股犀利 将它给吸入了试炼塔内 经过短暂的失明 等视野恢复时 路然已置身于试炼塔中 里面的空间布局 与试炼之塔极为相似 都是一个宽阔的圆形大厅 在大厅中心处 站着五名二级低哥布林 此刻 那些哥布林发现了路然 立刻举起手中的武器 呲牙咧嘴地冲了过来 碰 见此 路然直接举起法杖 释放出岩爆树 轻松秒杀了所有的哥布林 击杀LV二级哥布林 分配获得百分之一百魔能 击杀LV二级哥布林 分配获得百分之一百魔能 击杀LV二级哥布林 分配获得百分之一百魔能 随着一条条击杀提示浮现 地上的哥布林尸体 散发一道白光消失不见 一部分的魔能 也化为魔能经验 被路然吸收入体内 因为没有宠物跟随 它直接获取了所有的魔能经验 轰隆隆 随即 对面的墙壁缓缓升起 露出了一条向上的台阶楼梯 这一点 也和挑战楼层的试炼之塔 极为相似 路然沿着台阶迈步向上 很快便来到了第二层 与试炼之塔相比 魔能试炼塔仅有十层而已 片刻功夫 路然就来到了最高的第十层 在这一层大厅内 是一只十六级的怪物 这对路然来说 显然没有丝毫的威胁 很快 他便轻松干掉了那只怪物 轰隆隆 随着最后的怪物被解决 对面墙壁再次传来轰隆的声响 但这次出现的 并非是向上的台阶 而是和大门处一样的白色漩涡撞光门 路然伸手触摸光门 立刻便被吸了进去 等到视野恢复时 他已经背对着大门 出现在魔能试炼塔的门外 路然再次查看了一下 魔能试炼塔的属性 发现 不仅次数减少了一次 就连耐久也从300 变成了299 显然 魔能试炼塔的耐久计算方式 并非是按照时间 而是按照进入次数来计算的 而击杀全部十层怪物 所获得的魔能经验 与探索一个两星般的怪物楼层 所获得的经验差不多 这也就相当于 他每天都能比其他人 多探索三个两星般的怪物楼层 只不过 不能分解怪物尸体 获取资源而已 但这也足以 让路然无比兴奋了 果然 花费那么多的建造资源 没有白费 这魔能试炼塔 不愧是无暇级别的建筑 价值远超他之前的想象 银月 牛魔 路然立刻开口 将银月和牛魔换了过来 是否开启魔能试炼塔 开启 随后 他再次开启试炼塔 将两个宠物送了进去 在血脉觉醒时 银月的伤势 也在进阶过程中彻底痊愈 以他完美级别的资质 带着牛魔通关试炼塔 一点问题都没有 之前 他都是将两次电梯运行的次数 用来让银月他们打怪炼击 如今 有了试炼塔 就可以省下两次机会 探索更多的楼层了 等到两只宠物进入试炼塔练机后 路然也迈步走向电梯控制区 输入了交易楼层的坐标 叮 随着一声叮响 电梯抵达交易楼层 这里还是一如既往的热闹 路然走出电梯 穿行在拥挤的人群中 并没有前往他自己的商铺 而是走向了 凌云阁的八号商铺 昨天他就答应了凌云 今天来给凌云阁 制造修复水晶 凌云阁的生意不错 店铺内有三 四位客人 看到路然走进来 许芬立刻满脸笑容地迎上去 陆先生 我们会长在内厅等您 凌云今天在商铺 闻言 路然面露惊讶之色 之前他来凌云阁数次 都一次也没有在这里碰到凌云 没想到 他今天这么空闲 竟然在交易楼层的商铺内 我们会长专门在等您 许芬微笑地答着 让路然有些受宠落惊 随后 在许芬的带领下 路然走进了内厅 陆兄弟 没想到你是真人不露像啊 竟然一人干掉了整个 龙域工会 两人刚一见面 凌云就出声恭维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闻言 路然惊讶地问道 他单挑整个 龙域工会的事情 才刚过去没多久 路然没有想到 消息竟然传得如此之快 连凌云都跨幅知晓了此事 交易楼层内 有你们区域的人进行实况直播 为此 我可是还花费了三摩金 凌云笑着说道 闻言 路然顿时无语了 那些所谓的战地记者 在区域频道内直播也就算了 竟然还在交易楼层内 进行跨幅直播 实在是他找不到那些人 不然非得找他们 要点版权费不可 路然暗暗在心里吐槽一番 并没有过多讨论这件事情 直接向林云说道 林会长 制造修复水晶的材料 准备好了吗 早就准备好了 林云点点头 通过商铺将制造修复水晶的材料 全部交易给了路然 看着林云交易来的大批材料 路然心中一阵唏嘘 果然 还是有组织好办事 他自己挂单收购 再加上储消消与张小谷的帮忙 以及齐言背包内的资源加起来 也还不到林云阁所收集的一半 随后 路然便开始制造了起来 制造成功 制造成功 经过一番忙碌 路然很快将所有材料 全都制造成了修复水晶 之后 又通过商铺再次交易给林云 收取了一些制造的手续费 修复水晶的价格定多少 路然接着向林云问道 按照两人之前的约定 在定价方面 两个商铺必须要一致 一单为修复水晶 售卖30摩金 听到路然的询问 林云微笑着说道 多 多少 林云的话 让路然顿时瞪大了双眼 原本 按照路然自己的想法 定价20摩金就已经很高了 毕竟 修复水晶的成本才5摩金多 20摩金的价格 已经是数倍的丰厚利润了 却没想到 林云竟然比它还黑 直接定价为30摩金 这样的价格 修复成本 都快赶上重新制造一件稀有装备的成本了 咱们就是要趁着 现在摩合的价值较高 又没有其他人能制造修复水晶 尽量多地赚取利润 看着路然脸上的惊恶表情 林云笑着解释道 等到以后 摩合的价格贬值 其他人能制造修复水晶时 才能有更大的底气打价格战 进一步巩固市场 听到林云这话 路然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 好 他点了点头 答应了林云锁定的价格 赚取更多的利润 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随后 与林云寒暄几句 路然便出声告别 林云将他送到商铺门口 在离别时开口问道 陆兄弟 你那个附带吸血技能的装备 品质应该比吸有更高吧 嗯 那是一件无瑕品质的装备 路然轻轻点头 直接承认道 林云观看了全程的直播 定然能看出生命之界的品质不凡 更何况 制造生命之界最重要的材料 二阶木系磨合 还是从林云手中交易到的 所以 根本就没有隐瞒的必要 听到路然的回答 林云顿时面色一喜 立刻说道 路兄弟能不能也帮我制造一件 手续费方面好说 一定会让路兄弟你满意的 我不要手续费 路然直接摇头道 只需要能帮我也制造一件 同等品质的法式装备即可 现在 路然他根本就不缺少魔精 别说接下来售卖修复水晶 能赚取丰厚的利润了 仅是背包内的两张商铺契约 价值就高达两万魔精 所以 他根本就不在乎魔精 对于品质较高的顶尖装备 只接受交换的交易方式 说到底 他也就只有一个人 精力十分有限 想要一直保持在领先的第一梯队 必须要善于利用一切资源 好吧 等以后有机会我联系你 听到路然这话 林云有些失望的点头说道 告别林云后 路然并没有立刻前往自己的18号商铺 而是迈步走向了 不远处的10号商铺 这是奇言翻部背包内 那张商铺契约所对应的商铺 此刻 这家商铺处于营业的状态 但里面并没有见到负责管理的人 因为拥有商铺契约 路然自动获取商铺的管理权限 查看了一下商铺的营业情况 发现 里面所售卖的货物都十分普通 并没有价值特别高的物品 这不禁让路然有些失望 同时 联想到之前 从没见到 龙玉工会为商铺做过任何宣传 种种迹象让路然在心中猜测 这间商铺并不属于龙玉商会共有 而是奇言私人购买的 至于购买商铺的资金来源 那就不得而知了 毕竟 它是龙玉工会的一把手 想要从工会内弄点魔精 还是很容易的 当然了 也不排除 这都是奇言自己正下的产业 反正不管是哪一种情况 现在这间商铺都是属于它的了 路然直接将商铺状态更改为歇业 取出了里面所有的货物 之后才走向了自己的商铺 18号商铺内 路然将这两天炼制的药剂 以及制造的修复水晶 全部进行了上架 看着许芬已经在楼层频道内 花费魔精 为他们刚上架的修复水晶刷屏打广道了 路然并没有跟他对刷 而是从背包内取出10号与17号两间商铺的商铺契约 一起上架到商铺内 至于售价 他直接填了一个2万魔精的添加 比之前商铺价格最贵时 还要高出一倍 之后 路然才打开了欧层频道 编辑了一条喊话信息 18号 商铺出售两张 商铺契约 预购从速 18号 商铺出售两张 商铺契约 预购从速 18号 商铺出售两张 商铺契约 预购从速 路然连续刷了三遍 才停下来 关闭了楼层频道 虽然没有像许芬那般刷屏 但所取得的效果 却要强好几倍 没一会儿功夫 商铺内就挤满了文讯赶来的客人 还真有两张 商铺契约 我还以为是吹牛逼呢 商铺价格最高时 达到1万魔精了吧 商铺主人 加上这间商铺 足有三件 简直是毫无人性啊 一张契约竟然卖2万魔精 就算商铺已经全部收心 这价格也太黑了吧 这间店铺居然也有修复水晶 价格还和林云格的一样 不会也是林云格的商铺吧 我看刚才喊话的名字有些眼熟 好像是不久前干掉 荣誉工会的那个路然 这里居然有下品治疗要解 文讯赶来的客人 最初都是被商铺契约所吸引 但在查看时 也渐渐发现了商铺的其他货物 这便是路然想到的方法 将目前价值最高的商铺契约 作为镇店之宝来为商铺引流 他标出2万魔精的售价 根本就没指望卖出去 只是想作为一个噱头 来吸引更多的关注 随着人流量的增加 商铺的生意也会随之变得更好 没一会儿功夫 就售卖出去不少治疗药剂 与修复水晶 看到效果不错 路然满意地离开了交易楼层 接下来 他又重刷了一遍 试炼之塔 这次的运气不太好 通关后转动白银轮盘 就只抽到了两颗一阶的土系磨盒 随后 又探索了一个怪物楼层 耗光了今天的电梯运行次数 在此期间 银月也带着牛魔刷了两次魔能试炼塔 让牛魔的等级提升到了LV8级 夜晚 餐桌上的食材变成了地形龙肉 尽管用百炼炒锅烹饪的色香味俱全 但吃起来的口感 明显要比施旧肉差许多 看来属性的介绍 果然所言非虚 但为了所蕴含的浓郁魔能 路然还是忍了 区域频道上 此刻最热门的话题 便是明天即将公布的最终排名 对此 路然也是颇为期待 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 排行榜奖励的宝箱内 能开出什么样的物品 一日清晨 由于心情激动 路然一大清早就起床了 他期待地打开排行榜 发现上面的排名数据全部消失不见 显示正在订榜结算中 这让他有些失望 只好起床下楼 先去做早饭 定 就在路然才刚做好早饭时 一道叮响声响起 紧接着 系统提示应随之响起 区域综合排行榜奖励开始发放 开始发放奖励了 听到这声音 路然顿时精神了起来 不只是他 此刻区域内的众多玩家 都在期待着排行榜的最终名次公布 区域频道也难得的 一大早就热闹了起来 第十名 吴瑞辰 奖励 白银宝箱新号三 很快 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 综合排行榜上 第十名的数据显现了出来 第十名 吴瑞辰 综合值 224 哈哈 老子进入前十了 顿时 那个吴瑞辰 兴奋地在区域频道上发出消息 恭喜 恭喜 没想到 奖励的白银宝箱 居然有三个 好羡慕啊 靠 我的综合值是221 昨天 要是再努力一下 没准就进前十了 心疼楼上一秒钟 随着排行榜开始公布 区域频道也随之更加热闹起来 第九名 周雪 奖励 白银宝箱新号三 第八名 第七名 没一会儿功夫 排行榜第四至十名的奖励 便发放完毕 接下来 就是奖励更加丰厚的前三甲了 在众人的期待中 第三名 很快公布 第三名 吴嘉 奖励 黄金宝箱新号二 第三名 吴嘉 综合值 336 在名字公布的同时 数据也显示了出来 我进前三了 感谢路然大佬 以后有事 尽管招呼一声 吴嘉立刻兴奋地 在区域频道上发言 对路然表示了感谢 这把路然看得一愣 有些不明所以 毕竟 他只是杀了奇岩的地形龙 让奇岩战力大减 对电梯的综合评分 可并没有丝毫的影响 之前随着排行榜的公布 一直没有看到奇岩的名字 他正感到奇怪呢 现在看到吴嘉的感谢 就更加莫名其妙了 但随后 路然查看了区域频道的聊天信息 这才得知 原来昨晚就有小道消息说 奇岩逃回电梯后 就立刻联系 龙玉工会的剩余成员 想要重整旗鼓 但却遭到背叛 被十几人联手杀死 瓜分了他电梯内的所有资源 这原本只是一个小道消息 相信的人并不多 但此刻 综合排行榜名次公布到第三名 奇岩的名字都没有出现 这让所有人都相信了 那个小道消息的真实性 可能存在一些夸大虚假 但奇岩一定出事了 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这不禁 让路然心中一阵唏嘘 原以为被他逃掉了 没想到 最后还是落个惨死的结局 这让路然明白了 那个吴江为什么要特别感谢他 奇岩虽然并非他亲手杀死的 但他却在其中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此 路然并未出面回应 第二名 郑钱 奖励 黄金宝箱新号2 第二名 郑钱 综合值476 很快 系统继续公布出排行榜的第二名 护柱会驻地内 看到第二名出现的是自己的名字 郑钱的脸色顿时一变 作为一个有野心的人 郑钱虽然表面表现得云淡风轻 但心中一直有着争绑的念头 不过 想要争夺双绑第一 对他这个没有外挂 又没有欧皇附体的人来说 难度实在太大了 所以 看到战力榜上 路然与奇岩两人 剑拔弩张的争夺激烈 郑钱便放弃了战力榜 决定专注争夺综合排行榜的第一 为此 他一直隐藏着实力 留着两张稀有建筑的建造图纸 都没有第一时间使用 甚至最后一天 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前往交易楼层 花费高价 又购买了一张稀有建筑的图纸 让他的电梯评分 在一天之内 直接飙升到了476点 这评分 比昨天第一的奇岩 要高出近100点 这让郑钱信心满满 准备一举夺魁 成为最终赢家 却没想到 此刻竟然只获得了第二名 路然他也隐藏了实力 随即 一个念头 在郑钱的脑海中浮现 如今他只获得了第二 那夺魁的自然也就只有路然了 恭喜会长 喜得第二名 恭喜会长 恭喜会长 这时 一众互助会的成员 朝着郑钱出言恭喜 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郑钱很快调整心态 微笑着说道 未来我们互助会 一定会成为最强的工会 昨天他反应够快 不仅带人从龙域工会驻地中 抢占了不少好资源 同时 还收编了许多原本 龙域工会的成员 如今护占会的实力更强 他有信心取代之前的龙域 让护占会成为新的第一工会 到时只要不作死 追赶上路然只是时间问题 第一名 路然 奖励 钻石宝箱新号一 第一名 路然 综合值 538 很快 在万众期待中 最后的榜首揭晓 538点 看着路然的最终综合值 挣钱瞪大了双眼 这综合值增长的幅度 比他隐藏许久增长的还要多 这一刻 挣钱在心里确定了 路然之前 肯定也隐藏了综合值的实力 而与他抱有同样想法的人 也不在少数 随着第一名的公布 区域频道上的讨论 也掀起了一波高潮 卧槽 才一天时间 路然的综合值 竟然直接涨了近170点 没想到他不仅隐藏了站立 还隐藏了电梯评分 真是个老六 之前挣钱的综合值 也增长了不少 估计是想要在最后一天 扑袭争第一 没想到 路然也来了这么一手 路然他确定没开挂 但没有任何势力的帮助下 竟然这么变态 熬字的综合值才120 路然看着区域频道上的讨论 露出一脸的苦笑 他可真的没有 故意去隐藏综合值 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提升 主要还是归功于 齐烟昨天狼狈掉落的帆布背包 再生成了银矿脉 建造了采石厂 以及无瑕品质的魔能试炼塔后 电梯的综合评分飞速飙升 直接从之前的不到370 增长到了538点 只能说 是运气比较好而已 当然 这话他不能到区域频道去解释 真解释的话 就是赤裸裸的拉仇恨了 区域战力排行榜奖励开始发放 很快 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 在发放完综合排行榜奖励后 系统继续开始发放 战力排行榜的奖励 这顿时 再次吸引了众人的关注 让区域频道的热烈讨论 平息了下来 对于战力排行榜的第一 早已没有任何悬念了 但此刻 众人心中还是充满了好奇 他们都十分好奇 一人单挑整个 龙域工会 将其打得分崩离析的路人 此时的战力值究竟有多少 第十名 张航 奖励 白银宝箱新号三 第十名 张航 战力值 228 很快 系统提示音响起 与之前公布综合排行榜奖励一样 在公布名次的同时 战力值数据也显现了出来 这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 是在最后一天 才冲刺进入了战力排行榜前十 这无疑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冲刺成功的张航高兴不已 被他顶下的人则充满郁闷 第九名 钱勇 奖励 白银宝箱新号三 第八名 第七名 随后 排行榜继续有条不紊的公布着 片刻功夫 第五至十名的奖励便全部发放完毕 当准备公布第四名时 楚潇潇满脸紧张地握紧了拳头 为了争取进入前三 他昨天可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只是 他与王林之间的差距太小 还真的无法确定 最终谁能更胜一筹 所以 此刻公布的第四名 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这将决定 他与王林 究竟谁胜谁负 在楚潇潇屏期待中 系统提示很快响起 第四名 王林 奖励 白银宝箱新号三 第四名 王林 战力值 302 赢了 看到排行榜上 第四名显示的是王林的名字 楚潇潇的翘脸上 顿时绽放出开心的笑容 紧张握紧的拳头 也随之松开了 最终第四名是王林 也就意味着 他在最后胜出 挤进了前三 第三名 楚潇潇 奖励 黄金宝箱新号二 第三名 楚潇潇 战力值 306 果然 紧接着 他的名次就公布了出来 以极其微弱的优势 赢过王林 获得了第三名 没想到 楚潇潇竟然进前三了 陆然看着公布的排名 面露惊讶地轻声自语道 楚潇潇最后能够胜出位列第三 这还真的有些出乎 这还真的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张小果 恭喜潇潇姐获得战力榜第三 恭喜陆大哥双榜第一 很快 张小果就在三人群组中发出恭喜的消息 尽管战力榜第一还没公布 张小果已经提前恭喜他了 楚潇潇 谢谢小果 陆然 多谢 陆然也简单回应一句 随后 从背包内取出十枚修复水晶 放入红包 在群组中发了一个红包 系统的聊天功能非常强大 各种能想到的互动功能一应俱全 很快红包就被抢空 张小果抢到六枚 楚潇潇抢到四枚 张小果 老板大气 新号新号 楚潇潇 感谢红包 两人抢完红包后 很快发出了感谢 陆然微微一笑 再次将注意力放到排行榜上 第二名 挣钱 奖励 黄金宝箱新号二 第二名 挣钱 战力值 349 此时 第二名也已经公布 毫无意外 正是原本第三名的挣钱 接下来 就要公布最后一名的榜首了 这让所有人 都不静凭住呼吸 拭目以待 第一名 陆然 奖励 钻石宝箱新号一 很快 系统提示音响起 公布了陆然获得 战力排行榜的第一名 与此同时 在战力排行榜上 他的战力值 也随之显现了出来 第一名 陆然 战力值 667 当众人看到陆然此时的战力值时 区域频道上 顿时炸开了锅 卧槽 我是不是眼花了 陆然的战力 居然有667点 你没有眼花 陆然的战力 真的是667 比第二名的挣钱高出300多点 简直太变态了 我现在的战力 都还没有200点呢 我想到陆然大佬的战力会很高 但没想到 竟然高得这么离谱 陆然大佬 牛逼 难怪陆然能一个人挑翻整个 龙玉 公会 区域频道的聊天信息 快速滚动着 全都震惊于陆然的战力值 如此恐怖的战力值 就算齐岩还活着 地形龙也还健在 也根本不可能超越 互助会驻地内 郑前看着陆然的战力值 心中不禁生出一股无力感 他也同样没想到 陆然的战力 竟然比他要高出近一倍 郑前脸上露出一抹苦笑 打开了之前攻略 买骨之地 秘境时 所创建的那个聊天群组 虽然他将陆然视为了竞争对手 但现在还是需要打好关系的 郑前 恭喜陆兄弟 获得双榜第一 李浩宇 恭喜三位大佬 喜获排行榜奖励 李浩宇也紧随其后恭喜道 听到连续两道消息提示 陆然原本还以为是三人群组的消息 打开之后才发现 竟然是沉寂许久的攻略 买骨之地 群组 虽然自从最后一次攻略 买骨之地 他就与挣钱 李浩宇他们没有来往了 但正所谓 伸手不打笑脸人 陆然还是很快编辑了回复 陆然 同喜 楚潇潇 同喜 陆然才刚发出去 楚潇潇就紧跟着发出一样的回复 让陆然不禁怀疑 他是不是直接复制粘贴了他的回复 随着两个排行榜名次全部公布完毕 系统提示音又再次响起 目前绝大部分区域人数已低于60% 系统将对区域进行合并 区域合并中 区域合并完毕 本区域已与相邻的九个区域合并完成 祝大家游戏愉快 这是何区了 听着这些提示 陆然立刻打开区域频道查看 没想到竟然合区了 本人蒙妹子一枚 求实力强大的哥哥带 熊霸工会收人 欢迎有实力的朋友加入 李孟凡 你在这个区域吗 看到喊话私聊联系我 合区后 频道一下子热闹了好多啊 看着快速滚动的信息 区域频道果然比之前热闹好几倍 同时 右上角的在线人数也随着合区 直接飙升到了57万人 很多工会都趁此机会 在区域频道上喊话收人 有不少路然之前都没听说过 显然是合并前其他区域的工会 他对此不感兴趣 更加关心刚获得的排行榜奖励 在排行榜名次公布时 奖励已自动发放到了背包内 路然立刻打开翻部背包 将两个亮闪闪的钻石宝箱取了出来 名称钻石宝箱 介绍一个钻石级别的宝箱 里面放置着丰厚的奖励 钻石宝箱 这种级别的宝箱 他之前还从未获得过 这次一下就获得了两个 让路然十分期待 能从里面开出什么样的奖励 哥知 随着一声轻响 宝箱盖子缓缓打开 里面的丰厚奖励映入眼帘 同时 提示也在路然眼前浮现 恭喜你获得 银块加六七 金块加三四 魔金加一二一 洗水药剂配方加一 试验法杖制造图纸加一 洗水药剂配方 路然的目光 第一时间被配方吸引住了 洗水药剂他并不陌生 之前 他通关试炼之塔 转动黄金轮盘时 就曾获得过三只洗水药剂 没想到 此刻竟然从钻石宝箱内 直接开出了一张洗水药剂的配方 这可是好东西 在现阶段绝对是价值不菲 路然将材料资源收起来后 将那张配方取了出来 名称 洗水药剂配方 品质 中品 介绍一张记载着洗水药剂炼制方法的配方 中品配方 看来炼制成功率又要降低一些了 查看着洗水药剂配方的属性 路然微醋眉头自语道 品质越高的药剂 炼制成功率自然也就越低 不过 他目前的炼药剂能早已入门 又有月之精华辅助 成功率会提升不少 是否学习洗水药剂配方 学习 看着浮现的提示 路然直接点头应导 刷 随着配方消失不见 路然打开炼药列表查看 洗水药剂 雪莲花星号三加蓝莹草星号五加玉水之星号二 炼制洗水药剂所需的魔药一共三种 并且全都是夏品魔药 之前 路然刚获得夏品魔药甜食 曾在交易平台上挂单收购各种夏品魔药的种子 当时他没想那么多 只是想着种植夏品魔药的利润要高许多 如今 无形插柳的好处显现了出来 在所种植的夏品魔药中 正好就有炼制洗水药剂所需的雪莲花与蓝莹草 所缺少的就只有玉水之这一种魔药了 一会儿前往交易楼层收购一些玉水之 路然在心里想着 伸手关闭炼药列表 再次将目光投向钻石宝箱 此刻宝箱内就只有那张 试验法杖的制造图纸了 他伸手将其取出来 缓缓展开 一根精致的火红法杖映入眼帘 图纸 赤焰法杖 类别 装备 品质 无瑕 介绍 一张记载着赤焰法杖详细结构的图纸 使用后可制造赤焰法杖 很快 图纸的属性浮现在路然眼前 无瑕品质的武器 看着赤焰法杖的品质 路然脸上顿时露出兴奋的笑容 果然 不愧是钻石宝箱 一下子就开出了无瑕品质的装备 是否学习赤焰法杖 制造图纸 学习 路然立刻点头硬道 刷 随即光芒一闪 图纸消失不见 路然立刻打开制造界面 在无瑕品质列表中看到了多出的赤焰法杖 赤焰法杖 银块星号24加金块 星号11加魔金 星号107加2接火系磨合星号1 和生命之界一样 制造赤焰法杖也同样需要2接的磨合 不过 看着所需的是2接火系磨合 路然脸上浮现出笑容 立刻打开背包 从里面取出了一枚火红的金唇磨合 这正是之前 在奇岩翻部背包内获得的那枚2接火系磨合 路然在心里对奇岩感谢一番 立刻选择了制造 制造成功 随着制造成功的提示浮现 路然手中多出了一根法杖 通体呈古铜的颜色 杖身上布满了火红的符文图案 顶端镶嵌着一枚赤红金石 将其握在手中 能感受一股明显的温热感 名称 赤焰法杖 品质 无瑕 介绍 一根镶嵌着火系磨合的无瑕法杖 可提升魔法攻击和火元素清合力 释放火系魔法时附带持续灼烧伤害 耐久 800800 战力值 91 很快 路然查看了赤焰法杖的属性 虽没有附加任何技能 但本身附带的属性非常强悍 不仅提升了魔法攻击与火元素清合 在释放火系魔法时 还会附带持续灼烧的伤害 这让赤焰法杖的战力值超过同品质的生命之界 达到了91点 路然立刻卸下原本的火纹法杖 将赤焰法杖装备到身上 随后举起法杖 尝试释放基础的火球束魔法 哦 火红色的火球很快凝聚成型 施法速度比之前要快许多 刷 路然瞄准不远处的一块巨大银矿石 将火球释放出去 火球命中银矿石 迸发出炙热的火焰 威力较之先前有了极大的提升 并且 迸发的火焰并未第一时间熄灭 还在银矿石的表面持续燃烧着 看到这效果 路然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随后 目光投向了另外一个钻石宝箱 充满期待地搓了搓手 缓缓将箱盖打开 恭喜你获得 银块加65 金块加31 磨金加124 二阶土 木系磨盒加1 四阶魔法塔 建造图纸加1 两枚二阶磨盒 看着宝箱内的奖励 路然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 没想到 竟然一下子从宝箱内 开出了两枚二阶磨盒 并且 还正好是升级电梯所需的 土系与木系磨盒 这让路然开心不已 对那张四阶魔法塔的建造图纸 更加期待了 此刻 升级电梯所需的磨盒已经极齐 其他的基础材料都不是问题 唯一差的 就是电梯的综合评分了 建筑对电梯综合评分的提升很大 特别是高品质的建筑 魔能试炼塔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更何况 从名字来看 四阶魔法塔与他的法师职业 有很大关系 这让路然对这座建筑 更加充满期待了 他立刻伸手 从宝箱内取出图纸卷轴 将其展开查看 与宝塔样式的试炼塔不同 图纸上的魔法塔 是西方的塔楼样式 一共有四层 通体呈白色 外里面雕刻着许多代表各系元素的浮雕 看起来既奢华又精美 路然看着图纸上的魔法塔 立刻查看了属性 图纸 四阶魔法塔 类别 建筑 品质 完美 介绍 一座充满魔法元素的魔法塔 在塔内放入对应的材料 便可让法师领悟相应的魔法技能 建造需求 二百单位石块 一百单位银块 五十单位金块 五单位一阶土 木 火 风 水系魔盒 五千单位魔金 完美品质的建筑 看着四阶魔法塔的属性 路然顿时瞪大了双眼 从钻石宝箱中开出完美品质的图纸 这绝对算是运气大爆发了 理论上 黄金宝箱最高开出的图纸品质是无瑕级别 但路然开了不少黄金宝箱 都从来没有开出过一张无瑕图纸 就只是在同级别的黄金轮盘中 幸运转到了一张生命之界的图纸 同理 完美级别图纸是钻石宝箱能开出的最高品质 并且 开出的几率比黄金宝箱开出无瑕图纸 还要更低一些 却没想到 路然开的第二个钻石宝箱 就出了完美品质的建筑图纸 这让路然难掩心中的激动 咧嘴大笑了起来 许久才平复心情 仔细查看起四阶魔法塔的属性 从介绍可以看出 这是能够让法师领悟学习魔法技能的建筑 并且 根据名字前的四阶等级来猜测 极有可能最高可以学习四阶的魔法技能 想到这里 路然顿石更加激动了 这座建筑对于所有法师来说 都是梦寐以求的存在 不过 当看到建造需求时 路然火热的心顿石凉了大半 那些基础材料资源暂且不谈 光是磨合就要土 木 火 风 水武系磨合各五单位 加起来就足足有25枚了 此刻他背包内的磨合加起来都没有这么多 好在 所需的都只是一间磨合 若是二间磨合的话 他就直接将图纸存进仓库 暂时吃灰了 另外 所需的魔金也高达5000单位 这又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不过对他来说 能用魔金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路然脉步走到仓库门前 打开仓库将之前种植收获的雪莲花与蓝银草全部取了出来 之后 又走向月亮井 取出积攒凝聚的所有月之精华 最后 走到电梯控制区前 输入了交易楼层的坐标 叮 经过短暂的运行 电梯发出一声钉响抵达交易楼层 类型 交易楼层 星级 介绍 一个连接着十个区域的交易楼层 楼层内禁止动用任何武力 一旦违反 就会被立刻驱逐出楼层 并永久无法进入 当路然脉步走出电梯时 交易楼层的属性在他眼前浮现 此时 因为区域合并的原因 属性介绍也发生变化 由原本的连接着一百个区域 变成了连接着十个区域 但其实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变化 只是经过合区后 区域从一百个变成了十个而已 依然都还是之前的区域 不过 这倒是让路然有些好奇 林云所在区域 有没有与他合并到同一个区域 想到之前 没有在区域频道上 看到林云阁工会的名字 应该是 并没有合到一起 路然在心里想着 迈步朝着中心的商铺区走去 随着区域合并 如今知晓交易楼层坐标的人 变得更多 在很多区域 都早已成为了公开的秘密 这让交易楼层的人数再次暴涨 数量众多的摊位 也变得一滩难求了 路然随着拥挤的人群 很快来到了他的十八号商铺 看着商铺内有不少客人 他绕到后门进入内厅 查看了一下商铺的营业情况 有两张商铺契约作为镇店之宝 吸引到的人流量还是很大的 这也随之带动商铺的生意 取得了不错的销售额 路然面露笑容 取出赚取的模金 与标价收购的银块 打开制造界面 又制造了一批修复水晶 上架到柜台 随后标注收购玉水枝与种子 还有建造四阶魔法塔 所缺少的一阶魔盒 为了提升效率 他还专门在楼层频道 进行了喊话 花钱打广告的效果 还是很不错的 没一会儿功夫 建造四阶魔法塔 所缺少的一阶魔盒 就极其了 同时 玉水枝与种子也收购到不少 路然将其全部取出来 打开了炼药界面 选择炼制 洗髓药剂 将所需的三种魔药 与辅助的月之精华 全都一一放入其中 随后深吸一口气 发出炼药指令 炼制 炼制失败 随即炼制失败的提示浮现 路然早有预料 继续放入魔药材料 炼制失败 第二次的炼制 依旧是以失败告终 路然熟练地 再次放入材料 炼制成功 获得洗髓药剂加一 终于在第三次时 炼制成功地提示浮现 路然面色一喜 立刻拿出洗髓药剂 查看属性 名称 洗髓药剂 品质 夏品 介绍 一支用于提升宠物资质的药剂 使用后有一定几率提升宠物资质 最高可提升至卓越 和之前它转动黄金轮盘时 所获得的洗髓药剂一样 都是夏品的品质 最高可将宠物资质提高至卓越 路然将其收起来 继续进行炼制 炼制失败 炼制失败 炼制成功 很快 月之精华消耗一空 一共炼制出了八支洗髓药剂 路然留下两支 将剩下六支 全部上架 到了商铺 售价直接标为一千魔金 夏品魔药的种植成本并不高 两株魔药生长所需的魔素 才以魔金而已 不过 现在能种植夏品魔药的魔药田 数量稀少 再加上 生长周期也要比普通魔药更长一些 价格自然也就更高一些 在交易平台上 夏品魔药的售价 普遍都在六魔金左右 按此计算 炼制一支洗髓药剂的成本 就大概需要六十魔金 当然 这并没有算炼制失败的几率 路然即使有月之精华辅助提升 再加上炼药入门得炼药技能 成功率也仅有百分之二十而已 如此一来 洗髓药剂的成本就达到五倍 变成三百魔金了 而像这种提升宠物资质的药剂 数量本来就很稀少 价值自然也就水涨船高 路然趁着 目前大家的宠物资质 普遍都是良好 优秀品质都见不到几个时 直接将售价标为一千魔金 趁机多赚一些 赚取建造四阶魔法塔所需的魔金 他这个 也还是从凌云身上学的 18号 商铺出售可提升宠物资质的洗髓药剂 数量有限 预购从速 路然先是花费二魔金 在楼层频道喊话 打了一个广告 随后 又将其复制粘贴到区域频道上 发了出去